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11集 老者苦笑一声 淡淡道 可还记得你们出来的时候 是霸王餐的那家酒楼吗 哦 初阳问道 老夫便是那家酒楼的大老板 老者淡淡地笑了笑 初阳心中吃了一惊 你这老者的修为 居然会开那么一间酒楼 当日的那把刀 其实被帐房拿走拍卖 钱得了挺不少的 老者有些异性阑珊 当然了 老夫早已不看中那些 而且也用不着什么天极的宝刀 老者说到天极宝刀四个字是 偷气之中 隐隐又急许不屑之夜 初阳只是听着 脸上神色不动 惊动 连天极兵器都不放在眼中 难道眼前之人 竟是传书中的圣尉高手 老者继续了 只是你后来又跑回来还账 却让老夫有了兴趣 这才让人去查你 本想在一些时候 助你一臂之力的 老者微笑着问 你可知为何 相信几分疑惑还是有的吧 楚阳沉吟只说道 我们素不相识 而且还吃了你的霸王餐 就算我事后去补钱让你意外 但是彼此不过是两清的状况 而老丈你却要助我一臂之力 这只能说 老丈有自己的坚持 只怕是那把刀 老丈认为欠了我人情 虽然当日与我并非有益 但是只要回去还了账 老丈心中 就有些不怎么舒服吧 因为像您这样的高手 最忌讳的便是欠人情 不管是有益无益 欠下了就是欠下了 楚阳微笑着 条理分明地分析道 就是如此 老丈服长一笑 老夫本想 在你遭遇困难的时候 无声无息地 助你一把也就是了 相信在这片地狱里 很少有老夫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后也就互不相欠了 我心中舒坦 你则未必知情 那是最好的结果 但现在老夫却主动现身出来了 你倒是为何 楚阳微笑依旧 却并无言语 你这小家伙 当真沉稳得很 实在让老夫刮目相看 老者赞叹一声 你猜得不错 老夫此次现身 乃是有事相求的 楚阳虽然并未说话 但是老者已经知道 楚阳完全清楚自己的来意 有时候 不说话却是要比说很多的话 更有效力 也更有魅力一些 换句时髦的词就是酷 楚阳还是微笑着 仍是没有说话 老夫连续观察了你六个晚上 你合共治好了六个寡人有急的病情 老夫对于医药一道 或者是九病成医吧 自问颇有几分心得 而那六人 老夫每一个都曾仔细查看过 在老夫看来 都是属于无药可医的那种 但这种无药可医 在小友手上却是药道秉除 妙手回春呢 老者宁生的 这等的医术 老夫自认生平未见 当真了得 楚阳终于开口了 然而就这一句话 却把老者气得险些暴走 老丈可也是 寡人有劫 有那种难言之言 抑郁向我求医 你小子混蛋 老者本来一派淡定 一句话之后 却被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 一股绝强的气势 猛得爆发出 楚阳尽管早有医 但是这股气势来得实在是 太快太猛 全无反应余地 整个身子及时往后 啪啪一声 屁股下的椅子 顺时粉碎在地 居然只是凭借着气势 镜子将一张椅子压得粉碎 这也太霸道了 要知道 这里可是限制 所有舞者的九重天阙 如此情况 貌似就算是猫腻腻 全力施围 也是绝对绝对做不到了 很显然 这老者的实力绝对要远远地在猫腻腻之上 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当地遥远 楚阳拍拍屁股 站起身来 淡淡地笑道 老丈的修为恐怖如斯 今日小渴 可是开了眼睛 老者气势爆发之余 急促地喘了几口粗气 脸上突然又红了 随即就猛地咳嗽起来 这一次 竟然是足足咳了小半个时辰 整个人浑身上下 如同是筛糠一般的颤抖 如同是风中残竹 似乎随时都会熄灭 楚阳甚至有一种 很微妙 却很实在的感觉 在这老者咳嗽得最厉害的时候 自己若是出手 他未必就还有 还手之力 究竟是什么样的伤势 能让这样一位爵士高手 落到如此田地 老夫只要运功 就会如此 好不容易停止了咳嗽 老者有些异性阑珊 心灰意冷 黯然常叹 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 老夫已经过了整整三百年 楚阳平和地说道 哦 韦时是太不容易了 你既然能够用 如此轻易地治疗寡人有疾 显然医术不凡 那么对老夫的伤 你可有办法吗 老者的眸子中 流露出强烈的 西记的义务 楚阳沉默了一下 并未直接正面回答 道 老丈高兴大明 老者的眼中 再度流露出了欣赏的神色 就只是这一句话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的 楚阳乃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并非什么人都知 老夫在当年被称为绝刀 这会儿谈起以前的名号 老者突然间挺直了身躯 一股浩荡的气势 油然散发 老夫的名字 也是段苍空 绝刀段苍空 楚阳难难地重复了一遍 摇了摇头 抱歉地说道 很抱歉 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号 段苍空瞪着眼 看着楚阳 突然间感觉 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里 一时间憋屈地 差点凶闷 这是哪里钻出来 这么一个怪胎啊 没知识 也要有骑马的见识吧 就算连骑马见识都没有 怎么也该有些常识啊 老子当年威震天下 明动宽语 哪有不知道我的名号的 这家伙 居然一脸的茫然 不会以为老夫 是在自吹自擂吧 居然 很干脆地来了一句 没听说过 楚阳的话让摆好了架势 等着别人那头变败的段苍空 情何一看 段苍空本以为啊 自己一爆出名字 面前这小子立即就会 哇 原来是您老人家 久仰大名如雷光耳 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更胜文明 今日相见三生有幸 请寿 小子一败 等等等等 哪是想到这家伙 直接来了一句 没听说过 一时间不由的一股 仿佛吃了大便的腻外 感觉 悠然而生 偏偏生气吧 还生不起来 人家说没听过你 你生什么气 你很有名啊 虽然段老头当年 确实是很有名 段苍空张口结舌了一会儿 忍不住又咳嗽起来 这一次却不是因为伤势而咳嗽 而是因为掩饰 尴尬而咳嗽 貌似这世界上最尴尬的事情就是 在你自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时 却发现 在别人眼中 你根本连屁都不如 楚阳一脸无辜地看着段苍空 认认真真地说道 我真没听说过 大底是小可孤陋寡闻 竟不知老丈您的大名了 别说了 你小子杀人不用刀 一句话足矣 段苍空一脸悲催地 抬起了手 阻止了楚阳说下去 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句话若是让我那些老友听到 说不定就有人能直接笑死过去 老夫今日这面子可是丢得大了 楚阳点点头 心中暗笑 绝刀断仓空 这名字楚阳 虽然确实没有听说过 但却知道 肯定是很有名的存在 要不然这老家伙也不会如此傲然 你现在可是有求于我 你还敢如此傲然 如此盛气凌人以为高人一等吗 别说本神医真的没听说过 就算是听说过 那也还是要这么说的 不打击你 不打击谁啊 老子就是见不得别人在我面前嚣张 你来求医你还敢嚣张 烦了你丫头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风铃天下 演播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请伸手 我看看什么病 得看过病症如何之后 才能给出结论 楚阳端起了神医的架子 大咧咧的吩咐的 此消责笔长 对方这会儿 已经是有如蔫了的茄子一般 楚阳当然要趁势而起 这一刻 主动拳完全一手 段苍空哀声叹气的伸手 白眼连翻 这一刻 真是意味所然 楚阳惊呼一声 随着剑灵的神魂探测 楚阳真正地受到了惊吓 因为剑灵探测瞬间的进去 竟然也几乎受到了伤害 在这位段苍空的内脏之中 竟然引有一道刀器 游龙一般的快速来回奔走 盘旋往护 段苍空的精纯修纹 不断地修补着自己的内脏 而那道刀器 则是在不断地破坏 不断地破坏 而这样的伤 居然已经持续了三百年之久 楚阳不得不到个福字 就算是楚阳自己 若是有着一样的伤 自问 也是绝对难以活过一时片刻 但是眼前这位段苍空 居然存活挣扎了三百年 甚至还能施展自身修为行动 他固然不能消灭那道刀器 但是那道刀器 却也不能让他真正丧命 好恐怖的修为 好精湛的修为 但是这种情况 绝对不可能很久地维持下去 因为段苍空显然不可能 永远地压制那股刀器 若是有一日 段苍空再也无法压制那股刀器时 这道刀器将会顺时爆发 将他的五脏彻底化作积分 然后粉碎他的一切生机 破体飞走 天下间竟然有如此高手 一道刀器在别人体内 停留三百年 这是谁出的刀 楚阳一脸凝重 当日又是如何受的伤 段苍空苍凉地叹息一声 老夫当年刀到大成 纵横天下千余年 竟然未逢丝毫败机 越来越是自高自大 目无鱼子 自觉天下刀者 不外如是 段苍空声音低着 终于有一天 乔阳宾宁侗弦神问 ave visual 刘永祥 刘永降 段苍空苦笑着 一个很平凡的名字 确实厉害至极呀 他的外号便是无极绝刀 听到我的外号之后不屑一顾说 井底之蛙 未知天和之道 严敢自称绝刀 老夫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重重大怒 不远万里前去挑战 并且一路扬言 谁若是输了 便自动取消名号之中的绝刀二字 原来是为明之战 义气之争 无者悲哀呀 楚阳叹了口气 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九重天阙如是 九重天意如是 人生在世 又有谁不好明啊 然而有些时候 为了明之一字 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或者是生命 或者终生困苦 而眼前的段藏空 显然就是后者 而且受的伤 还让人说不出声 因为本就是他主动找上门去的 在这份上 可说是自找 当日见面之后 刘永祥说道 我本不欲与你交战 但看在绝刀二字的份上 我只斩你一刀 你若是接得下 我就承认你的地位 当时老夫很狂傲 说道 我若接不下你的一刀 死在这里 也是我记不如人 但你若是死在我手里 也千万莫要埋怨 我说这句话之后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刘永祥动了杀心 便在此时 刘永祥的妻子 说了一句话 说道 能不杀人 还是莫要杀人的好 始终是一条性命 刘永祥说 好 既然你如此说了 我便饶他一命就是 他说完了这句话 然后他保持着 端坐的姿态 随手劈出来一刀 一刀之后 立即收手 说道 你回去吧 将刀器化解了 再来找我们 若是连我的刀器 你都无法化解 那么 你再来也只是找死而已 随后 他们夫妻就晃了晃 不见了踪影 当时四周 尚有许多人观战 老夫站了片刻 却没有感觉到 什么不适的感觉 正要大笑 说刘永祥 不过如此浪格虚名 却在刹那间 忽然感觉 内脏中 刀器纵横 当场连连吐血 原来那轻轻的一刀 已经将凛然刀器 侵入了我的内腹 我竟丝毫不知 如丝神迹 可惊可不啊 当日的我 自以为自己刀法 一针纵横无敌之境 却不想连别人 轻飘飘的一刀 都抵挡不住 而且这一刀的苦果 竟让我足足品尝到如今 三百多年 用三百多年的痛苦 三百多年的生不如死 来偿还当初的轻狂嚣张 初阳倒抽了一口冷气 问道 你那时候 到底是什么胸 段参空露出了 缅怀的神色 说道 我那时候 乃是圣尉下品 初阳皱起了眉 圣尉下品 已经可说 是不是出的绝点高手 即便是在这九重天阙 也算是一方豪雄了 却被那无极绝刀刘永祥 已刀禁断三百年 折磨三百年 那么那位无极绝刀刘永祥 究竟要高到了什么地步呢 诶 等等 楚阳突然间紧紧地 皱起了眉 难难道 这个无极绝刀刘永祥 我怎么好像是 听说过这个名字一般啊 端参空苦笑一声 无极绝刀 刘永祥 名震还宇 也是世间极少数几个单来独往 从不依附任何势力的超级大能 在九重天阙 可说是 传说无数 与我这个绝刀 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存在 你听说过它 倒也不足为奇 貌似平淡的声音 始终夹杂有一点点 一些些一微微的酸气 听说过刘永祥 却没有听说过我 这混蛋小子 这是想诚心恶心死我吧 哦 您只怕是有误会了 我真不是这意思 事实上 我不过是才刚刚飞升上来的新人 对于九重天阙的一干知名人物 所知极少 纵然是再如何的传奇传说 对我而言 确实是异常陌生的 刚才老丈所说的那人 其实未必是我知道的那人 楚阳沉思着 问道 敢问这个刘永祥 具体是哪几个字啊 温刀流 永远的有 吉祥的祥 段参空说道 楚阳皱着眉沉思着 终于一拍手 想起来了 居然是在那里听到过的 幸亏我的脑子 还是很够用的 你到底想起来什么了 难道 你还能认识 无极绝刀 段参空一阵紧张 他为时对无极绝刀 有一种由衷的恐惧 甚至已经开始恐惧 有关于其的一切的人和事物 当初那如神如魔的眼刀 几乎将他的信心 也一起披塞 楚阳却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一脸的缅怀之色 却是陷入了久违的回忆之中 记得当年有一日 师父孟超然 对自己 还有谈谈 说起九重天大陆传说人物时 孟超然是这么说的 九重天数万年一驾 可谓传说无数 不过 真正居于巅峰层次的传说 却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已 愚者或者实力也已强绝 常人高山扬指 却不如真正大能者层次 孟超然先是列数了风韵 不留情 宁天涯等人之后 却又开始往前追溯 久远之前的传奇传说 陈锋至尊与刘云至尊 自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奇了 不朽传说 但在他们之前 却还有另一个传奇似的经典人物 说到这里时 孟超然曾经迟疑了一下 书写这份经典的这个人 说起来很奇怪 没有人 没有记载 证明他到底是在尘封之前 还是之后 总之 有关他的记载 都已经模糊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有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一十三集 当时楚阳问道 那个人到底是谁 就算记载如何的模糊 总有个名字吧 孟超然说道 这个人便是 无极绝刀 刘永祥 楚阳的记忆到了这里 与眼前现实 出现了一点微妙的偏差 因为他清晰地记得 师父孟超然说的 刘永祥 其实是 刘永祥 刘树的刘 非想的想 而不是文刀刘 吉祥的想 难道 难道这两个人 其实就是两个人 只是名字凑巧雷同 但是为何外号都是无极绝刀呢 若是单纯的巧合 这巧合的有些太巧合了吧 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吗 当时 孟超然曾经说道 这位无极绝刀 刀无其极限 人无其极限 力无其极限 前途 无其极限 视为无极 出刀 天下一绝 刀法天下一绝 刀身天下一绝 刀器 天下一绝 乃为绝刀 事故命名为 无极绝刀 此人行踪 最是飘忽不定 难以琢磨 留下的许多辉煌经典 也随着岁月流逝 耳朵埋没在风中 但知道的人 却都尊称其为 活着的武圣 这便是当日梦超然的原话 但是楚阳征战九重天大陆 却从没有遇到过 也没有再次听说过 这个人的任何相关事情 如果不是今时今日 再度听到这个名字 或者这个名字 就永远湮灭在 楚阳的记忆之中 只是谁又能想到 在来到了九重天阙之后 却意外再度听到了 这个名字 重新惊动了 久违的记忆 楚阳现在在想 若是同一个人的话 那么所谓活着的武圣 到底是指 九重天大陆的圣经 还是九重天阙的圣尉呢 夜或是圣人 最后一项 楚阳觉得貌似不大可能 好像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居中的那一项 还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九重天大陆的圣经 貌似还不俗于 陈锋刘云两大九重天的 终极强者 相提并论 差得太多 然而就算是九重天阙的圣尉 这位前辈的实力 也已经去到了一个 相当的高度 而且眼前这位绝刀 断仓空 在与刘永祥交战之前 就已经是圣尉下品 那么这位无极绝刀 既然能够轻松愉快 貌似随意地 坐着就劈出来那一刀 足足困扰了 断仓空三百年 甚至还大有可能 将其困到死为止 这份实力最起码 也应该是圣尉上品层次 又或者 就已经是巅峰层次 而这份修为 还是在三百年之前 眼下的三百年之后 没准已经突破了 圣尉极限 达到了天人极 也未可知 原来 我还有一位 这么牛的老乡啊 意外啊 出阳难难自语 更让我意外地 却还在于 这位老乡跟我差不多 也是带着老婆的 你老乡 你是说 无极绝刀是你老乡 他和你是出自 同一个地方 段苍空脸黑了 应该有可能是 不过现在 不能确定 或者是同名同姓 也说不定 楚阳点点头 咱们还是先看看 你的老乡 今天的主旨 怎么也不该是 那个什么 无极绝刀吧 怎么样 还能治吗 段苍空顿时精神一振 注意力被牵扯了回来 询问的语气中 无能掩饰地 引浮着西境 老头多多少少 也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注意这小子的初衷 本就是想要 小小地补偿 谈一下 然后保持自己 世外高人的本色 无声无息地消失 体会那种 事了服依趣 深藏公与名的 暗爽快感 然而事到如今 彻底变调 因为自己这一注意 不要紧 相当相当意外地 发现了这小子 居然许多 层出不穷的真本事 一天天看下来 完完全全 欲罢不能 最后更演变成了 本来是打算帮人家 现在却成了 有求于人 这 貌似于自己的初衷 也差得太远了点 彻彻底底的 两回事了 质嘛 倒是能质 楚阳头一句话 及时让段仓空 大喜过望 不能不大喜过望 要知道段仓空 乃是圣位层次强者 自有无数手段 历时三百年 仍无法治疗的刀伤 治疗的难度 可想而知啊 甚至向楚阳求医 不无死马当活马医的 尝试心理 只是突文能治两字 如何不大喜过望 就算说是欣喜若狂 也是不为过 接下来 楚阳话锋一转 不过呢 我把话说在前头 其 这个疗程可能会耗日长久 毕竟是老伤就患 非短时间可遇 段仓空急忙插口道 时间不是问题 只要能治好就行 楚阳道 这其二呢 因为要逐步地化解 那道神异刀器 所以就需要一些 相应的药物 这相应的药物 全部由我来筹集 段仓空再次打断了 楚阳道话 这道该死的刀器 已经足足折磨了 他三百来年 世间名医 不知道问讯过多少 都是束手无策 如今一旦听到能治 段仓空 自然是不惜一切代价 清家荡产也要治好的 楚阳沉吟片刻 开口说道 还有一点 治疗过程存在着一定风险性 要是打算完全治愈的话 我至多只有七成把握 而且就算是药材齐倍 也最少要三个月的疗程 不可能更短 些许的风险怕什么 段仓空有些急切的动 不要你至少有七成的把握 就算是只有一成把握 我也薄了 疗程只要三个月吗 那实在是太短了 我还以为三年 又或者是更久呢 天可见连哪 此刻的段仓空 激动得有些要语无伦次了 楚阳轻轻笑了笑 他非常能够理解段仓空 这一刻的心情 说实话 不管是多么沉稳的人 在被这么生不如死地 折磨了三百多年之后 面对突如其来出现的 摆脱困苦的机会 怎么地也会有些精神激盗 所以一向小心眼的楚阳 这次很大度的 没有计较段老爷子 最后的那句话 明明是要依靠我治疗 关老天爷什么事啊 他要真联系你 怎么不让你早点好啊 具体都需要些什么药材 还是什么天才地宝 段仓空显然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想到自己以往一人一刀 纵横天下的无限快意 再想想这三百来年 窝在这小城之中 隐姓埋名地憋屈劲 段仓空实实在在 是一刻也不想再憋下去了 自从受了伤之后 他就努力地有多远逃多远 当年又嚣张又轻狂的脾性 不管什么人都不给面子 劫下的仇家可当真不少 若是让那些人知道 自己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 而且又知道了自己的下落 恐怕一夜之间 这座紫霞城就能被踏平了 所需的药材 需要九九灵药 楚阳计算了一下说的 九九灵药 段仓空茫然一顿 虽然是酒病成良医 却始终不是真正的医生 对于某些的医药用语 还是不明白 所谓九九灵药 乃是九种极品灵药 包括一新雪莲子 双头紫雾花 三味薔薇根 四方飘零叶 乌形苦瓜藤 六角白手乌 七色毒血果 八叶三头花 九死还魂草 楚阳只是稍加思量 就连猪炮一般地爆了出来 半点也不客气 其他辅助的药材 我这里都有 仍然构成主要的九种灵药 实属珍惜 我这里也没有 我需要这九种神异药材 会合成破碎之药 唯有这破碎之药 才有最大的可能 将你体内的刀器 一举破碎 以劳永逸 断仓空的脸色 精彩万分 实际上 随着楚阳的莲珠炮一般地 爆出来药名 断仓空的脸色 就越来越难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九味药材 七色毒血国 却是如假包换的珍惜药物 名副其实的天才帝王 而且还是很罕见的那种 若知如此的话 断仓空还是有自信 可以收集齐全的 可是 最后的九死还魂草 即便如断仓空一般的漫长人生岁月之中 也只是见过一次而已 那一次的拍卖 拍卖出来了一个超级天降 若是真想要连同九死还魂草在内 这九味药材全部收齐 恐怕自己这数万年来 积攒下来的所有身价 还要加上这三百年的世俗收入 完完全全打了水漂了 绝对的 彻彻底底倾家荡产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非 非要这个要吗 不能替代吗 断仓空苍白着脸问了 九九归一 虚空破碎 为时事缺一不可 楚阳的态度很坚决 神色更是如冰如雪 半点也没讨价还价的余地 好吧 就赌这一回 断仓空脸色一阵灰暗 等 我立即去发布任务 包假收购 这一次 可真是辛辛苦苦数万年 一夜成为穷光蛋了 楚阳善意地提醒 只要能够治好了伤 要什么没有啊 说得也是啊 只要伤好了 什么没有啊 断仓空精神一振 我现在立即就去着手进行 说作便作 雷厉风行 断仓空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 老头子却又站住 回身再确定了一遍 小子 你真的有七成把握 楚阳并没有马上回的 而是默默地计算了一下 若是你将药全部找齐 我有九成把握 当然了 前提是那些药材 都要有上好的品质 至少九成 至少九成把握 这基本就等于是 十拿九吻的说法 让段老爷子感到 十拿九吻的 却是楚阳又在家的一句话 若是你发现受骗了 你觉得以我现在的修为 能不能逃得出你的追杀 我忽悠你有任何好处吗 至此 段仓空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旋风一般就消失了 就像是屁股上 着了火的奔马 至少九成把握 那还等什么 再说了 这家伙说的确实有道理 若是他忽悠自己 以他的实力 自己一根手指 就能碾死千百个 吹口气 都吹零碎了他 段仓空走了之后 楚阳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终于唇角露出来一丝 充满胜利一味的微笑 然后用手沾着茶水 在桌上 无意识地画了几话 貌似五个字 在桌上 只得片刻就干涸了 那是九死还魂草 是的 就是那个东西 吴倩倩醒来的 关键物品 楚阳可是打听过 好多次 好多人 九死还魂草 毫无疑问 属于最顶级的 天才地宝 只是凭着他 现在的财力 绝对买不起 甚至就算是 侥幸买到了 也是没能力保得住 至于段仓空的刀伤 也的确是需要 这九味药材 才能治好 单从这点上说 楚阳倒也不算 如何地大忽悠 不过呢 那份药方 楚阳并没有说完全 也就是其中的药材用量 略有几分偏差而已 真实的用药分量如下 一心血连子 一颗 双头紫物花 一朵 三味薔薇根 三千 四方飘零叶 四片 五行苦瓜藤 一根 六角白手屋 一块 七色毒血果 一颗 八叶三头花 一朵 而九死还魂草 一叶 也就是说 一株最少十几片草叶的 九死还魂草 一叶足矣 话言之 就是只需要其中的一片草叶 就能够治疗断仓空的分量 但是这些比较具体的用药分量 某人是永远都不会明说的 因为搞一叶与搞一株 基本也是差不多的难度啊 也就是两者之间的收购价格 稍有差异而已 确实是稍有差异 也就相差个三五七倍而已 既然如此 自然是多多益善啊 若是有多的用不了剩下的 那么为了避免浪费 本神医也就中饱私囊了 段仓空才刚要走 猫腻腻就回来了 远远迎面看到段仓空 急匆匆地走人了 猫老师一步迈进来 孤子狐疑地回头 看着段仓空背影 奇怪地问了 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 也是来治疗寡人之急的 真是瞄了个瞄了 这么大岁数了 竟然还有那方面的毛病 年轻的时候得强到什么样啊 哭得一声 楚阳一口茶水 喷在了猫老师的胡子上 连声咳嗽 远去的段仓空 一个亮枪 几乎没摔倒在地 凭这位老爷子的修为 什么动静能瞒得过他的耳目啊 不过相信 这会儿他宁愿自己 没有那么清明的耳目 这头死猫 老头儿心中破口大骂 等我恢复了 将这头死猫浑身的毛都拔光了 让你二的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墙 走吧 毛老师 楚阳祸得站起身来 咱们去零售交易市场转转 毛老师顿时恶然 我说兄弟 你还真要大干呢 我跟你说 五伯那玩意儿 可不能沉迷啊 一旦掉进去了 随时都可能倾家荡产的 楚阳啼笑皆非地说道 放心放心 掉不进去了 咱们就去转转看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灵兽 咱们每人搞一只 就当是陪我做个伴呢 毛腻你皱着眉 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我说你 你可得心里有数啊 这世上 没处逃还和毁药 零售市场你自己去吧 我就不去了 说着 满脸闷闷不乐地坐下 你有事吗 楚阳顿时感觉到不正常 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让这个神经超级大条的 毛老师 如此的闷闷不乐 这货可一向是 很没心没肺的呀 没事没事 毛腻你烫了口气 有些欲言又直 最后挥挥手 你自己去转吧 随即转身进房 还砰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楚阳摸着鼻子 很有些满头雾水的意思 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 终于还是转身而去 毛老师貌似有事 不过 应该不是太急迫的事情 那晚上回来再审问 也不迟 现在还是那边的事情 比较重要 零售交易 相信可以比赌场那边 更方便实验 成败 在此一举 楚阳决心要在今天 把那个秘密挖掘出来 客官 您是来挑选零售的吗 啊 客官 您是打算要租 还是买呢 买 太好了 您随便挑选 我这货最全了 我拥有一个 完整而强大的抓捕团队 您是要成年零售 还是幼售 哦 先看看再说 您这边请 随便看 哦 对了 您是想要飞行的 还是战斗的 还是辅助的 又或者是 骑程类的呢 我这还有毒的呢 亦或是 我要个能让你闭嘴的 有吗 呃 楚阳漫步走过去 一时间竟是禁不住 有些眼花缭乱 这里的灵兽种类 实在是太多了 有太多太多 都是楚阳连见都没见过的 伙剑 你先去招呼其他人吧 要是有需要 我会叫你 楚阳随手扔出了一个紫魂帝 内人欢天喜地地离去了 多谢大爷少 遇到有钱人了 世界顿时安静了下来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15集 楚阳看着这人远去的身影 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 玄机修为 这样的修为 大致等同于九重天大陆的至尊 一到三挺的水准 若是在九重天大陆 这样的修为 就算是在上三天 也能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了 纵然不能独霸一方 骑马也是声名赫赫 然而在这九重天阙 却不过是一个贩卖灵寿的伙计 甚至还有些乐在其中的样子 什么强者风度 什么高手傲骨 在这人身上 统统没有 为了一枚紫魂病 居然能够欢呼雀跃 大为满足地走了 而且还一脸谄媚地 点头哈腰 楚阳是真心不知道这个世界 到底是怎么了 或者真是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从来只有人适应环境 很难有环境主动适应某个人的 看到那伙计远远地离开 楚阳就蹲下山了 在他面前 是一排小笼子 里面乃是一只只皮色鲜红如血的火狐狸 另一边乃是一个个皮色金黄的小狼 这两种都是右手 看样子也就是两三个月大小 一个个体态骄行 透着智能 若是换句比较时髦的话 都很萌 但是楚阳 却丝毫也不敢小觑他们 既然能够摆到这里出售 相信怎么也是有结位的灵兽 在九重天阙 只要有结位的灵兽 绝对不会真的很萌 骨子里都是凶狠至极的猛兽 楚阳装着蹲在地上 仔细观察检查着幼崽的样子 实则已经是无声无息的 运起了九重天神功 将自身气息渐刺地逼发了出去 在此之前 楚阳将自己所惠的各种神功 全都运行了至少一遍 九重天神功也不例外 但在灵兽博弈场那种嘈杂的环境当中 实在是难以做出判定 现在才是确认的好时机 一股肉眼难辨的蒙蒙雾气 从楚阳身上散发出来 依次进入了面前一个个的小笼子中 吱吱 吾 火狐和金狼的叫声 同时响起 笼子里面的幼兽们 似乎发觉到了什么 几乎在同时站了起来 狐疑的眼神 同时望向了楚阳 似乎发现了什么 却又不能真正确定 楚阳心中一息 这种眼神 与当初莫青武的那只风狐 看自己的眼神一模一样 楚阳甚至可以断言 若是这些小家伙们 没有龙子的禁锢 能够自由行动 现在肯定一个个地 开始围着自己绕圈子 楚阳的九重天神功运转越来越快 身上留意出来的那种气息 也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 正当楚阳 以为剑驱浓郁的九重天神功气息 可以更多地吸引灵兽注意时 这些小家伙们 却纷纷地转过了头 各自忙各自地去 虽然偶尔还有转头 疑惑地看看楚阳的 但是那个频率 已经近乎可以忽略不尽 楚阳顿时皱起了眉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又是这个样子 楚阳可以肯定 九重天神功肯定起到了某种作用 却因某种未知因素 导致了眼前的结果 但是出现眼前情况的问题 究竟是出在哪里 剑灵 这一次你可有发现吗 楚阳在意识中问 自己搞不定 自然是要询问剑灵 毕竟剑灵 才是能量判断方面的大行家 暂时还没有 再来一次 剑灵的声音 自从第一次开始 两个人就开始了 几乎全无休止的实验 剑灵负责监控 九节空间之内 但却始终没有发现 这种莫名其妙的中断问题 究竟是出在什么地方 楚阳收起了九重天神功 又往前走了几步 换了另一批灵兽 再次蹲在地上运转功法 这会儿旁边 也不时有人在走来走去 逐渐接近或者远离 传来一阵阵的嘲讽 哎呀 看那傻子啊 蹲在一批最低级的灵兽之前 如此聚精会神的挑选 肯定是外行人 但凡有点见识的 谁会挑那些个垃圾 就是 就算能够从里面 选出王来又有个屁用啊 B级射王不还是垃圾吗 始终没有拖出低级层次的范巢 我看啊 就是有钱烧的 二货一个 一看就是专业败家的顽固子弟 没眼力 没见识 没脑子 三枚货色 楚阳对着一切充耳不闻 全心全意的 再一次运转九重天神功 又一次 再一次 一次次的徒劳无功 而旁边的人群不断地更换 每个人看到楚阳的动作 尽都是全然相同的轻蔑嘲讽 尤其是一些带着女伴的少年 似乎在女伴面前 侮辱了别的男人 就能够更加地表现自己 英明神武一般 更加地不遗余力 出口缝外的恶励 一句句难听刺耳的话语 伴随着一阵阵银灵式的娇笑 以及假意的娇称 一次次清晰地传到楚阳耳朵里 眼看楚阳 就快要被旁边的嘲讽 引起火气时 千灵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发现了 发现了 原来如此 原来竟是如此啊 怎么 发现了 楚阳兴奋地跳了起来 啪啪大笑 真发现了 旁边的那几个少年少女 被楚阳的巨大反应 吓了一跳 同时退开几步 随即哄堂大笑 那家伙是不是 在那一群钻山鼠群里 发现了什么呀 难道是发现了钻山鼠之王 就算是发现了钻山鼠之王 又有什么用啊 我想想 对了 肉质可能比较鲜美一些吧 怪不得让他这般兴奋啊 一般来到这里挑选灵兽 大多是为了博弈的 你说你挑选一群老鼠 能有个屁用啊 老鼠再厉害还是老鼠啊 滚 楚阳猛的战旗 一声断鹤 人极巅峰的实力 在此刻毫无保留地 发挥了出来 一群少年少女 只感觉耳朵温温和响 才知道眼前这个傻子 居然还是一个高手 一个个脸色苍白 做鸟受散 单论此点 倒也和九重天世界 无甚分别 欺软怕硬 并无区别 到底怎么回事 赶紧说明 别让我着急 楚阳急不可待地问了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尖灵的脸上 竟然有些不好意思 之前几次呢 我每次都是观察中断的时候 也就是小动物表情 突然转变那会儿的状况 始终全无收获 这一次突然想到 各种变化 会不会是刚开始运工的时候 发生作用的 所以这次就选择 重点观察了开头 中途 开头 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你的九重天神宫 刚刚开始运行的那会儿 紫霄塔 也会随之开了一道小缝隙 见灵苦笑 从小缝隙中 就流露出了一点点的 紫霄灵气 而妖族 又或者说灵兽 对着紫霄灵气 格外的敏感 他们似乎 正是感觉到了那一点点的紫霄灵气 才会对你 另眼相看 但随着你的九重天神宫 运行稳定之后 紫霄塔 慢慢恢复闭合的状态 最后完全不再泄露紫霄灵气 这样一来 你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灵兽的能力 出阳恍然大悟 哦 原来竟是这个样子啊 突然间想要抽自己 十七八个耳拨 早知道如此不就 这是多简单的一点事啊 至于费那么大劲吗 为什么灵兽一族 会这么喜欢紫霄塔之中的那种戏味呢 这个还不清楚 楚阳随即想起来另一个问题 剑灵有些惭愧 楚阳看看四周没人 静悄悄地将紫霄塔 从九节空间里拿了出来 放在怀中 这紫霄塔 在上三天的时候 曾经化作一座高山 灵气密集 地位超人 微微然不可撼动 但是此刻在楚阳手中 却也就只有一个手指那么大小 秀真灵魂 貌似更像是一个儿童玩具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一十六集 这个儿童玩具一般的紫霄塔 在他被拿出来的那一瞬间 突然间整个零售交易市场 都乱了起来 一时间 所有的零售 有如造反一般的躁动起来 摇头摆尾上窜下跳 仿佛是末日降临 紫神就在眼前的那种躁动 具体表现如像 原本已经被驯服了 好几年的狂狼 突然间凶悍万壮的 一口咬在饲养员的手上 然后拼着皮肉破裂的伤势 也要挣脱了枷锁 眼如是疯狂一般地奔过来 原本已经在这里 待了一年多的白虎 早已被饲养员确认 已经失去野性的白虎 突然狂猛地咆哮 声势震天动定 尽显寿中王者的威势 帝龙 嘶嘶地狂吼着 仿佛这是他最后的时刻 活鸟 几乎要将自己翅膀上的羽毛 完全抖落一般的风 就连那天下剧毒的七色毒蛇 也在急躁地游动着 嘶嘶地吐着蛇蟹 那原本冷血的眼眸中 充满了急切 整个灵兽交易市场 顺势大乱 乱得难以置信 所有的管理人员 全都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 眨眼功夫 已经有十几人 被灵兽咬伤灼伤 还有数人在鲜血淋漓的同时 脸色也迅速变为黑紫色 这些人 显然是中了剧毒 动辄有性命之忧的剧毒 不过灵兽市场的安全准备工作 做得还是相当到位 只得片刻就有许多人赶来支援 扑下担架 将中毒受伤的人拖上去 旋风一般地消失 还有不少高层四五者 也陆续赶过来 去到一些高阶灵兽的附近 在不断地施以镇压 希望以灵兽对强大威慑的恐惧 而平复此刻的躁动 另有许多的服务人员凑过来 对在场的客人 不断说着抱歉的话 反正就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总之 整个零售场 陷入了一片极致的混乱之中 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之中 乃是以中间的一位超级爆发户 为中心引起的 而这位超级爆发户 现在还在拉屎一般地 蹲在那里 实话了 连那些负责安抚客人的服务人员 都没有注意到 实话中的楚洋 在场客人要么惊慌 要么愤怒 甚至还有一图浑水摸鱼 但是偏偏就没有人 一动不动地实话 还要是拉屎那种 姿势一般的实话 楚洋之所以会如此 没有形象的实话 是因为楚洋 真的没想到 这个紫霄塔一拿出来 居然会有这么强的效果 简直就是要天翻地覆了 原本对他近乎 视若无睹的一些灵兽 突然间简直就是将他 当成了救世主 原本对他翻白眼的灵兽 突然间亲切地 像是失散了十万年的亲兄弟 原来不是末日将临 死亡将来的恐慌 而是突然感到了 最最亲密 最最无可抗拒的某种感觉 味道 所陷入的激动 兴奋 这一刻的热情 让楚洋直接呆滞 实在是太意外了 这是什么情况 眼睁睁地看着四周 所有的灵兽 都在轻热地一塌糊涂 哪怕是隔着笼子 即使是挤断骨头 折断四爪 也要挤过来的样子 那种一双双眼睛里 奔涌得不在乎生死的浓厚感情 楚洋突然感觉 茅乌骨悚然 这就是紫霄塔 掩藏的神秘力量 紫霄塔竟然拥有 能够吸引天下 兽族的神秘力量 那位紫霄天帝 到底留下了什么 或者 他曾经做过什么 又或者 他其实 是什么 楚洋重新将紫霄塔 长在手中 下一顺 楚洋竟然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被九重天阙结界 所封锁的神石 在这一刻突然间 全无限制地 重新开展起来 这紫霄塔的威能 竟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 轻易突破九重天阙 所带来的神石封锁 若单只是突破 虽然也足堪惊人 但是真正让楚洋震撼的却是 紫霄塔威能突破 九重天阙结界 竟是全无声息的 全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份威能的强大 依然彻底超出了楚洋的认知 实在是太强大 紫霄塔到底是什么物识 我竟拥有如此神异 如此强大的物识 楚洋的神石 竟在瞬息之间 将方圆几百里的灵售交易市场 全部笼罩其中 这一刻 楚洋的感觉就像是鱼儿回到了大海 那种久违的自由自在 疏心惬意 让他这一刻 真正地感觉到了 什么叫做欲仙欲死 就像是一个瞎子 突然复明了 心中的那份兴奋 被楚洋强行地压了下去 兴奋 高兴 不宜过呀 过则有祸 眼前正是明正 现在真正的最重要 还是寻找一头 能让自己裁员滚滚而来的灵兽 楚洋即刻开始着手寻找起来 神石复苏的楚洋 自信可以在瞬息之间 就找到自己要找寻的目标 结果 已失败 没找到 能找到才是见鬼 楚洋的神石复苏 在整个灵兽场 所有一切都瞒不过他的感应 可这和寻找的目标灵兽 没关系 神石所及 整个灵兽交易场的灵兽们 一个个全都欢呼去运 全都在踊跃 楚洋唯一感受 就只有眼花缭乱而已 根本就不知道挑选哪一头好 剑灵 楚洋只得向剑灵求援 因为他真有点迷糊了 剑灵也是大费周折地 仔细观察着 迟疑半晌 皱着眉头道 这叫什么事啊 刚才是看清楚 所以找不到目标 现在全看清楚了 还是找不到目标 还真是看不懂了 到底 那只才是你需要的目标 要说这里的灵兽 虽然每一头都有结尾 但其实根本就不够高 真正拉上场 胜率微乎其微 你打算靠他们挣钱 不赔钱就算好的了 楚洋皱起眉头 一边往前走 一边动 既然你都看清楚了 那给我介绍一下灵兽 这个倒没问题 九重天阙的灵兽 大致可分为 玄 地 天 圣 四级 这样分级 是对应舞者的结尾而来 每一级 分为三品 上位 中位 下位 以玄级最次 而主要有地级层次 中位地级的灵兽 就已经具备了 横扫这座紫霞城里面 所有灵兽的能力了 至于天级 已经属于传说级别的 相对非常罕见 至于圣级 更是传说之中的传说 连传说中貌似 就只有三五只 而且都没人亲眼见过 这里的灵兽 绝大部分 都是属于玄级的 而且 还是以下位居多 中位只有一小部分 购得上上位的 也就只有两三头而已 还全部是右兽 这样的右兽 最少培养调教个 十年以后 才能参加战斗 而且购买他们的价格 很不菲 楚阳仅仅皱起了眉 根据他的经验 那些能够在 灵兽博弈场之内 称雄的灵兽 眉一头的气息 都要比这里的灵兽 要强大的太多了 两相比较 彼此根本就不具备 可比性 若是如此 那么自己 岂不是白来一趟 正在这么琢磨着 突然间眼前一亮 只见在 灵兽交易场的 一个角落里 引浮着一头 奇怪的灵兽 这头灵兽之所以 会让楚阳产生兴趣 原因很简单 在整个灵兽场 几乎所有灵兽 都对紫霄塔 散意的气息 而躁动的当下 那头灵兽 非但没有躁动 甚至对紫霄塔的气息 又极许不屑一顾的样子 就只是翻了翻眼皮 就又垂了下去 继续懒洋洋地趴着 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啊 察觉此点的楚阳 不由惊议了一下 所有灵兽都疯狂了 这家伙居然无动于衷 怎么了 你发现什么了 尖灵问道 哦 没什么 没怎么 楚阳已经快步走了过去 这会儿可没多少时间呢 楚阳快步走到了那头 奇怪的灵兽旁边 要说奇怪 这头灵兽 也的确可以说是奇怪之极 拉里拉遢的 不修编斧 貌似形象 也是很奇怪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一十七集 这灵兽横卧在那里 整个躯体 足足有三丈长短 浑身上下毛色斑斓 乍一看 似乎是一头老虎 但是它的额头上 却没有老虎独有的王字斑纹 它的尾巴 向上翘起全成一个团 并不像老虎尾巴那样的笼拉着 它的耳朵直愣愣地上翘 而且不大 还有点尖尖的意思 貌似眼神也很古怪 这头动物的眼神 居然是有些懒散的 说它是老虎 尽管很相似 但是气势上 又差得实在是太悬殊 不过若是说这玩意儿 乃是一头放大了 数百倍的小猫 貌似就非常形象了 只是天下间 哪里有这么大的猫啊 若是猫也能长这么大 这世界上 哪里还有什么老虎啊 都直接叫猫得了 初阳越看越奇怪 这家伙极像一只猫 又极像一头虎 似猫又似虎 这记忆之中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奇怪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呀 这头奇怪的动物 还有另外一个 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并没有 被拘禁在笼子里 而只是在一边侧卧着 懒洋洋地晒太阳 在它的脖子上 也没有绳索铁链子等等 换言之 这家伙人畜无害的形象 只怕已经是深入人心 相信事实与此 也是相差不远 初阳走到他面前 蹲下身子 仔细观察着 这奇怪的动物 见到人类 也睁开了懒洋洋的眼睛 与楚阳对视着 谋底深处 居然有一丝丝的 不屑和轻视 那是一种淡淡的轻蔑 随似风过无痕 却真实存在 那感觉 就像是苍天神奇 浮世凡人 那般的完全不在眼中 蔑视而无视 楚阳这会儿离近才发现 这家伙的浑身上下毛色 却是近乎于紫色 竟然隐隐透着一股子大气 建灵 你仔细看看 实不实得这是什么灵兽 楚阳越看越是奇怪 我真没见过 剑灵死死细细地辨认了片刻 终于郁闷地摇了摇头 剑主大人 这个貌似不是灵兽 只是一头普通的野兽而已 普通的野兽 楚阳一愣 不能吧 普通的野兽怎么会在这里 你看错了吧 没道理啊 那奇怪的动物喉咙里 突兀地呼噜了一声 翻着白眼看了看楚阳 然后一个翻轨 四脚朝天地躺了下了 貌似是对眼前的某阎望 彻底失去了兴趣 视若无毒 下一刻 一只前爪子伸出来 在自己肚皮上 惬意地挠啊挠 貌似这个似有一丝无意的动作 已经是超出了 视若无睹的界限 而是直接将眼前的楚阳 当作了空气 这家伙看起来很邋遢 但是肚皮上的毛 居然是雪白雪白的 一尘不染 真正是干干净净地 到了极底 楚阳见状 又是眼睛一亮 奇怪的物种 必有奇怪之处 眼前这家伙 就是真的是野兽 那也是奇怪的野兽 随即 楚阳将紫霄塔收了枪 然后挥挥手 将这边的管事 召唤了过来 伙计 这是只什么灵兽啊 楚阳问道 这位管事 看着楚阳的眼神 有点憋不住 不孝地滑稽 可瓜 这个不是灵兽 真他妈的滑稽 居然还有人能看上了这头混吃等死的懒散家伙 今天净出新鲜事 先是百年不遇的动物 莫名躁动 接着又有个傻子 把野兽当灵兽 貌似还很有购买意向 实在太新鲜了 这里那么多灵兽他不去看 单单看上了一头什么都不会的普通野兽 这要不是钱多了烧的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二货 挑选灵兽 你当是挑选宠物呢 你说这只不是灵兽 楚阳皱眉 既然不是灵兽 你们又怎么会把它安置在这里啊 客官 您听我给你讲 其实啊 我也不知道这家伙的具体来历 不过听我的前辈说 这只野兽乃是自己找上门的 并不是本商行捕兽队捕捉回来的 并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来的 似乎突然就出现了 而且到了这里之后 一直很温顺 有吃的就吃 没吃的就不吃 一直趴在这里 也不动 更加不会闹事 这体型虽然巨大 却是乖巧得很 要不是他全无杀伤力 你想我们怎么会把它全无禁锢地安置在这呢 管事看难得有人 看上了这头白送 都没有人要的赔钱货 如何不大肆地吹嘘一番 若是当真能将之推销出去 还能找回几个饲料前不是 这样的冤大头 在这九重天阙 可是真正的不多 就创这家伙的个头 肯定错不了 我忠义 对了 这家伙是个什么物种 老虎 还是什么别的 这家伙是你们店里的 总有关于他的资料吧 楚阳很有兴趣地问他 这个还真不知道 在咱们九重天阙 就没有这种奇怪的动物的记载 从来没有人见过 要我说啊 说不定还是什么传说中的 珍惜异兽也说不定呢 管事见这家伙 居然真的感兴趣 顿时精神一振 赶紧大力地吹嘘一番 可算是将这个吃货 要卖出去了 啊 根据我的那些前辈们分析 这家伙也有可能是 猫和老虎的杂交产物 管事说到这里 嘴角也抽出了一项 楚阳已经瞪起了言 什么 猫和老虎的杂交产物 你家的猫能和老虎杂交啊 妈的 怎么杂交啊 是猫杂交了老虎 还是老虎杂交了猫啊 先不说可不可以的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尺寸的问题 老虎的那啥也比猫大了吧 那猫的那啥对老虎来说还不如牙签 这咋叫啊 管事目瞪口呆 汗如雨下 不就是说错了一句话吗 您至于这么激动吗 我是在说动物 也不是在说您 管事不知道的是 在他身后 那奇怪的动物也支起了半边身子 恶狠狠地看着这位管事的背影 一张口 白森森的獠牙露了出来 连头上的毛也一根一根地炸了起来 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但是随即就低下头 继续挠肚皮 好了 别废话了 你就说这只野兽多少钱吧 初阳问道 某言万言不傻 直接把价位锁定到了野兽上 你卖一只野兽 敢用一头零售的价格我看看 若是您真有心要买的话 管事眼珠转了转 就 五十个紫魂币 见楚阳脸色犹豫 急忙道 客官 五十个紫魂币真的不多了 这么大一个头 就算是杀了卖肉 也是能要卖到几十个紫魂币呢 那似猫似虎的家伙 听完这句话 顿时又是浑身的毛 炸了一下 好吧 楚阳原本就没打算降价 痛快给钱 刚才说那句野兽 大敌也就是一句心理暗示 怕着管事多心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家伙能对紫霄塔的气息 不屑一顾 什么野兽能做到 但这一点 就已经让楚阳认定了 他的不平凡 别说五十个紫魂币 就算是五十个紫霞币 楚阳也觉得值 不过现在嘛 能节省一点是一点 真给个大价钱 说不定 反而会引来怀疑 管事收了五十个紫魂币 及时喜笑颜开 恭喜客官 这头猛兽现在就是您的了 虽然它不是什么灵兽 但就这长相 绝对是九重天鹊 独一无二出众的 单凭这一点 您就赚了 带出去也是威风八面 您说是吧 楚阳皱皱眉 哼了一声 废话连篇 我的眼里会有错吗 对了 我要怎么带走它 需要签订天神契约吗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一十八集 管事一下子将眼睛 瞪大到了极致 要是没有眼眶挡着 没准就射出来了 说话也有些结巴起来 客官 这么一头野兽 您也要签订天神契约 刚才还将这家伙 吹得那是天上有地下无 那也许是传说中的 真奇异兽 转眼之间就成了一头野兽 管事心中暗详 您敢不敢再二一点啊 这家伙脑子绝对是抽了 放着那么多灵兽不签 非要来签一头普通野兽 没进攻没防守 没速度没力量 彻头彻尾的四枚产品来着 这一家伙 肯定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废话 楚阳理所当然地说道 不签订契约 我怎么带他走啊 你脑子抽了 还是被驴给踢了 竟问一些那么二的问题 你们老板也放心 你出来招待客人 管事一张脸扭曲起来 半上道 这个签订契约 是需要另外再交一百子魂币的 既然你这二货血 要牵一头废话 爷爷我还拦着你干什么 反正倒霉也不是我 到时候谁脑子抽了 谁被驴踢的 谁心里最清楚 楚阳很痛快 不就一百子魂币吗 拿去 管事这才从怀中 取出了一张兽皮纸 上面 九重天阙东黄天 誓约斯的大印 赫然在上 先是焚香祷告了一番 然后拿出一瓶烈酒 倾倒在这誓约上面 楚阳与那奇怪的动物 面对面相隔不远的时候 誓约突然点燃 誓约纸张 瞬间散售了点点星光 向着楚阳和这只野兽的额头 飞了过去 蓝阳阳躺在地上的家伙眼底 越过了一丝不幸 对于整个过程 全无半点反抗 更准确一点应该是 连个反应都少得可怜 满心欢喜的楚阳望 自觉得手 竟然吐得大叫一声 恢复过来的神识 在这一瞬 差一点完全散乱 那正在实施誓约的管事 同时发出了一声惨哼 哗得 吐出来一口鲜血 险些晕厥了过去 楚阳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那誓约的力量 竟然猛地反弹而回 一时间云里雾里 七昏八素 为什么 为什么 管事失魂落魄地说着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这什么情况 那头似猫似虎的奇怪动物 懒洋洋地翻翻眼皮 仍是无动于衷 仿佛一切与他无关 在楚阳的不断催促之下 这位管事不信邪地 又换了一张试约单 这一次很干脆 楚阳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头痛欲裂 半点也不掺夹 而那位管事 更是直接地抽了抽 狂喷了三口血 就华丽丽地晕了过去 意外发生的特殊状况 尖灵在九节空间里 看得都傻了 这这这这到底 咋回事啊 楚阳灵光一闪 问题是不是来自这头野兽啊 他妈的 什么野兽能这么邪惑啊 凑上前去 楚阳摆出了一副 很和哀可亲的亲切的面容 用一种温柔到极点的声音说道 嘿 伙计 你要不要跟我出去溜达溜达 咱们一起去打打天下 怎么样 尖灵在九节空间里 一手俯额 几乎要晕了过去 哎哟 我的建筑大人啊 哪怕您对这一头灵兽这么说话 他也是听不懂的 更何况 只是一头普通野兽啊 丢人都到兽那边去了 我到底跟了一个什么主人呢 这头奇怪的动物 抬起头 看了看楚阳 懒洋洋的又低下了头 好像是 没听懂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能听懂就见鬼了 那可是一头野兽来着 当然了 还有一点点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听懂了 但是不愿意 你大爷的 就你这穷酸样的德性 还让老子跟着你去吃苦 也可能啊 就是这种可能 反正不管是哪种 都是有那么一点点 比的意思在里面 我是说 你愿意不愿意成为我的伙伴 咱们交个朋友 我很有诚意的 难道我这张诚恳的面孔 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楚阳不死心地问道 直接是把脸豁出去啊 那家伙低着头 干脆用爪子开始梳理胡须 彻底不理人了 这么多 楚阳抓住这家伙 想要将他拉起来带走 却意外地发现 这家伙 居然重如大山 温丝不动 靠 楚阳心中惊讶万分地 骂了一声 哥哥这双手上的利己 可说是千万斤有余啊 刚才那一拉 虽然没有权力 但是就算是一百头成年的 大老虎 也早已经举了枪 现在居然拉不动 这家伙 而且人家喉咙里 呼噜呼噜了两声 又翻了翻眼皮 分明是有些不满 摆明了 不愿意跟你走 你拉什么 楚阳也呆住了 这他娘子怎么回事 老子钱也交了 契约却不能完成 貌似带不走啊 老子 这不是傻了吗 尖灵满肚子狐疑 建主大人 你为何非要这个 一无是处的家伙啊 这家伙一看就是 没有半点攻击力啊 就算把他弄回去 跟您的大计 也扯不上关系吧 楚阳皱着没说道 我直觉告诉你 这家伙很不寻常 而且他现在的身躯 虽然看起来庞大 实则却是给人一种 做梦一般的虚幻感 刚才我用手抓 却又像是真实存在的 这家伙肯定不简单 绝对不会是什么普通野兽 建灵对此嗤之以鼻 哎呀 实在是没看出来 这家伙有什么地方 能是不简单 难道是 又像猫 又像虎 就非常难得吗 看那德相 最多也就是一个 宰了吃肉的货色 要不就是养着玩 虽然心里真的真的很想要 但是楚阳带不走人家 也只有屠户奈何的份 叹了口气道 哎 想不到我堂堂九截剑主 传说中的传奇 居然带不走一只老虎 顿时感觉 天地很辽阔的怅然 九截剑似乎有了感应 不服气地在他单田中跳动 楚阳一招手 将九截剑召了出来 化作了巴掌大小的短剑 在手心里平躺着 苦笑 你也感觉不得劲吗 还是你最好 永远不会离我而去 然而就在楚阳的九截剑 刚刚拿出来的那一刻 那似猫似虎的动物 突然间猛地抖了一下 就像是突然间感到了 不可思议的什么事情 随即呼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下一刻 居然已经到了楚阳面前 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九截剑 卷坐一团的尾巴 不住地摇 眼底深处 竟然充满了感动 激动 悸动 随即抬起头 望向楚阳 楚阳能够清晰地看到 这家伙的眼睛里 竟然慢慢地 饮满了泪水 那是一种至极的振奋 而引起的心酸 似乎是八百万年 没有见到的恩爱夫妻 突然间在战火纷飞地街头重逢 这种眼神 甚至让楚阳 机灵灵地打了个寒颤 这家伙貌似是雄性的 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什么情况 不会是突然性地 思觉失调吧 怎么回事 你怎么了 楚阳瞅目结舌地问道 于其中 还有点畏惧 却见那家伙 慢慢地爬到自己面前 用脑袋在自己的裤管上 蹭了蹭 嗅了嗅 呜呜地叫了一声 声音中似乎有 无限的感伤和失落 又抬起头 久久地看着九节剑 一动不动 然后他就绕着自己 转了一圈 眼泪居然也就这么 滴了一圈 啪哒 啪哒 咋回事 到底咋回事啊 楚阳有些僵 野兽也能有这么感性的 也拥有这么丰富的感情 居然都哭了 那似猫似虎的动物 从楚阳身边 转了一圈之后 抬起头 对着楚阳呜呜两身 随即点点头道 楚阳几乎吓一根头 这比老虎还要巨大的家伙 居然一张嘴来了一声 猫叫 我的妈呀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个世界乱了 也太疯狂了 老虎都会猫叫 难道是外鱼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两百一十九集 楚阳突然感觉脑海中 传来了一个清晰的信息 这把剑 从哪里得来的 楚阳一正 下意识回答道 这剑是我的呀 回答完毕才惊醒 刚才谁跟我说话 你的 那清晰的信息 依然在继续 带着一股由衷的心情 还有一种 难以压抑的兴奋 真好 终于等到了 你刚才说 要跟我成为伙伴 要把我当作朋友吗 楚阳这才醒悟 原来跟我交流的 居然是地上这一头 似猫似虎的动物 不由得怪叫一声 你 你 你会说人话 居然两门一声的外语 人才啊 不对 应该是 瘦才才对 那似猫似虎的家伙 翻了翻白眼 信息继续传来 真是少见多怪 他怎么会找了 你这么一个传人 实在是眼神不济啊 谁 你是在说谁 楚阳心脏几乎 停止了跳动 貌似这头野兽的来头 相当的不小 哼 那家伙说道 先不说那些没用 就只说你刚才说的话 算不算数啊 你刚才说 要与我出去打天下 咱们是伙伴朋友 不是上下级的关键 当然 楚阳只感觉 一颗心碰碰跳动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 我说话 从来都是算数的 随即 楚阳就感到一股 异常精纯的力量 在自己面前展开 然后那虚无的力量 竟然在面前 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誓约 平等兄弟誓约 这个誓约 楚阳还是认识的 只要你答应了他 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 你叫卫生大哥 我负责罩着你 那似猫似虎的家伙 声音无比地生龙活活 我会带着你 开创传奇 缔造传说 楚阳愣住 彻底愣住了 妈的 老子到这儿是来买灵兽的 现在居然要被灵兽 收为小弟 这话要是传出去 楚狱做干脆一头 撞死得了 也别再想什么雄心壮志了 您都沦落成为灵兽的手下了 还争霸什么江湖啊 不想 千平等事约可以 楚阳坚决地摇头 但我必须要做大哥 似猫似虎的家伙 一脸的鄙夷 继续等 我说您多大的 二十 咋了 喵了个咪的 你知道我多大呀 这么点岁数 也敢说做大哥 那你多大 反正比你大就是了 所以大哥是我 你是我小弟 那也不行 这玩意儿 他就不是论年龄算的 再说 我可是人 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我 我必须是大哥 不行 我要做大哥 必须是我大哥 双方在意念中一阵争辩 居然彼此都有脸红脖子粗的感觉 这四猫四虎的家伙 明显很是有些看不起楚阳的样子 信息持续 不 不 不行 就你这么点修为 就你这么点年纪 就你这么点成就 也想当我老大 说破大天去也不行 老大必须得是我 就这么定了 楚阳翻了翻眼皮 定 你说定就定了 你以为你谁呀 就你这造型啊 就你这邋遢样子 就你这也不像猫 也不像虎 令人无比怀疑的德行 也想当我老大 痴心妄想 我还告诉你了 老大 必须得是我 我说了才窜数 妙了个咪的 你说什么 我要生气了啊 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某个四猫四虎的家伙 上窜下跳 真的难以想象 那么庞大的身形 居然可以如此的灵动 相信就算是真猫 貌似也不过如此 我才是要生气了呢 既然谈不拢 那就拉倒吧 楚阳翻翻眼皮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肯定是不会当你小弟的 你呀 也就不需要做我大哥了 咱们俩一拍两散 就此分道扬镳 各走各的路 后会无期 说完 头不留恋地转身就走 嗖的一声 那家伙不知怎的 已经拦在了楚阳面前 速度直快 当真如鬼似媚 气急败坏的道 不准脑 还没说清楚呢 你往哪儿走啊 见到这只野兽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速度 楚阳也为之心惊 不过心惊是一回事 道理还得讲 怒道 不准走 哼 我为何要听你 我想走就走 大家都说明白分道扬镳了 怎么还没说清楚 你脑子有问题 听不懂人话 似猫似虎的家伙大怒 哎呀 你小子敢说我听不懂人话 反了你眼儿的 我就问你 你走了 我怎么办 啥 什么你怎么办 就你这样的 还敢说自己能听懂人话 楚阳翻着白眼 你这肯定要做大哥的存在 注定是跟我没啥关系了 以前没有 现在更不会 难道我走了 你还没法活了 某人的大哥 丝猫似虎的家伙 怒喵一声 反正你就是不准走 你走一个 试试 这时候这个昏迷管事 似乎有要醒来的迹象 轻轻地深吟了一声 丝猫似虎的家伙 身子一动 再度犹如鬼魅一般的 出现到了管事身边 然后非常野蛮地 一爪子就拍了上去 恍如发泄一般 啪的一声 本就处在昏迷之中的 某管事大人 脑袋猛地也弯 平躺着飞出去 足有三四丈的距离 扑地落在地上 嘴里飞出了两颗 亮晶晶的牙齿 毫无悬念 再度陷入了深度昏迷 翻完这一切 再度一闪 重新拦在楚阳身前 不让走 眼中有些急气 整个过程 貌似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全家起来的时间 貌似也不到一息 这份实力 足以让楚阳 往瞠目结舌了 自己能做到吗 这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这货如此暴力 而且居然会打耳光 而且打得如此顺流 这让楚阳 有些刮目相看 如此笨拙 巨大的体型啊 楚阳做了一个判断 刚才那一寿掌 如果删给自己 貌似自己 还真就未必躲得开 看到没 你要赶走 老子今天 不让你知道花 为什么这样吼 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是肯定不会叫你大哥的 楚阳也有些崩溃 看着眼前行事 走 自己肯定是走不了 可是留下来多半 就得叫人家大哥了 不 乃是叫一只灵兽大哥 这是楚阳万万忍不了的 反正你甭想走 意念中 传来这家伙 也有些小小崩溃的意味 貌似他也很纠结 反正 你必须叫我大哥 不叫大哥 甭想走 叫了大哥 一起走 古代 让我叫你大哥 绝对不可能 楚阳烦了 甩手就走 一派两散 应可被打死 也不能被吓死 要是自己被人一吓唬 就叫大哥 那是楚阳吗 还是传说中的传奇 九阶建筑吗 然后楚阳走出了四五步之后 就发现 自己无论如何也动不了了 身体四周的空气 变得无比的粘稠 貌似用粘稠来形容 还不是很恰当 应该是完全地凝成了食指 毕竟再粘稠 还是有一栋范畴的 楚阳貌似连抬起脚来 都做不到了 九阶空间里的剑铃 猛地瞪大了眼睛 不可能吧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一手又岂是什么兽都能做到的 不 就算是人 又有几人能做到 难道是传说中的空间凝固 不可能吧 我可是连看到没看上眼的 这个蓝三家伙 居然有如此高不可测的实力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连野兽都能如此地强横霸道 不可一世了 楚阳被困住 浑身上下一丝一毫也动弹不得 却偏偏是一点也不惊慌 你想跟着我可以 就是得叫大哥 楚阳翻着白眼 要不然你就休想跟着我 你困得住我的人 你能困得住我的心吗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二十集 四猫四虎的灵兽喉咙里 咕噜咕噜直响 九节剑在楚阳手上闪光 他看着九节剑的目光 也是越来越是如沐 越来越依恋 然后看看楚阳 毫不通融一丝的脸色 万般无奈直响 只好低头 谁叫这行事比人强 主动全在这小子手中 好吧 就便宜你小子了 签订伙伴契约 你为大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四猫四虎的家伙说道 什么条件 楚阳警惕地问道 其实也不算条件 就是你以后叫我的时候 得叫我名字 四猫四虎的家伙道 啥 你说啥 你是说让我以后叫你的时候 叫你的名字 楚阳现在万尔芬的怀疑 究竟是自己语言理解能力出现问题了 还是眼前这家伙的语言组织能力有问题 这叫什么条件呢 我叫你 我肯定得叫你名字 不叫你名字怎么叫啊 这家伙到底什么事啊 是啊 就这条件 行不行 给句痛快话吧 四猫四虎的家伙道 哦 如果是这条件的话 我就大量一次答应你 楚阳很有风度 很有气质的道 你答应我 你可答应我 要是反悔 放心 放心 不反悔 不反悔 只要你以后都听我的 我叫你的时候一定叫名字 哎呀 那就这么说定了 四猫四虎的家伙昂着头 我以后呢 都听你的 但你叫我的时候呢 要叫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啊 叫虎哥 记得叫我的名字啊 靠 楚阳这回再度无语了 貌似我被谋虎给玩了 难怪会提出这么欠揍的条件 原来在这儿都 名字叫虎哥 你咋不叫虎爷呢 上天啊大地啊 难道我堂堂九季剑主 竟然上了灵兽的大趟 不过这家伙 居然是老虎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这等满嘴喵喵喵的老虎 斜斜地横了一眼 虎哥 你是老虎 我看你这样子呀 充其量也就是一只猫咪 个头大一些的猫咪而已 似猫似虎的家伙 暴跳如雷 我是老虎不是大猫 还有 叫我的时候 叫我虎哥 喵 楚阳一头黑线 郁闷之余 心中实则却有许多窃喜 因为楚阳完全能够感觉到 这家伙刚才一发威使的那种强横实力 而且还是极力压抑直下 流露出来的强横实力 或者只是其真实的百姨 也不足出奇 这份强大到惊人的实力 让楚阳心惊 只是楚阳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何一只如此强大的灵兽 会出现在这里 为何这么强大的灵兽 会跟自己这么好说话 为何这么强大的一头灵兽 居然会这么快地认同自己 楚阳就只隐约地确定了一点 跟九节界绝对有关系 九节界应该就是所有神秘的源头 要破十指 一滴英红的血珠渗出了 先一步进入了虎哥弄出来的灵兽契约圈中 血液如同进入了水中 渐死扩散 迅速融入 灵兽伙伴契约 规矩如是 心血先入者 为道为长 楚阳的先血先进入 就已表明 楚阳在两人的伙伴契约之中 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虎哥很有些不甘心地 看着楚阳的鲜血在渗透 那张猫脸上 流露着清晰可见人性化的奥运 随即他才猛地运气 从额头部 滴出来一滴鲜红的血液 进入那契约圈中 突然间 一道无形的风暴阔散 云层中 那阵无所事事 恨不得能发生什么事情 消遣消遣的东皇天室约斯 第一大将在那里百无聊赖地 注视着下面 那一片认为是平平无奇 难得有什么大事发生的大陆 突然间 就被一股强大的誓约气息 猛地冲了个跟头 在空中 滴溜溜地一连串地翻过 就好像绣球一般地滚来滚去 更是不断地喷吐鲜血 到后来 已经是无力挣扎 只是在云层中 狼狈至极地翻来滚去 慢慢地 几乎要掩掩一掩一息了 怎么会这样 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这位誓约斯第一大将眼中 透露出一股子由衷的惊恐 想要搜寻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却什么都发现不了 究竟是什么契约 竟然连我也无法主持 将我这主持契约的 都要冲毁掉 而且还是直冲天地 究竟是什么 这位第一大将大人 痛苦地迷惘地低声问着 但是神识 已经要慢慢地陷入昏了 楚阳与虎哥正式签订契约 按照规矩 自然是由于需要得到 誓约斯的认可 所以那誓约的力量 冲上了天界 寻求见证 但这誓约斯却显然 还没有拥有能与如此强大的存在 见证誓约的能力 所以遭到了誓约力量的反射 最终将誓约斯的这位主管 冲击得人士不知了 不 还不只是不省人士 貌似眼看着 就要将这位人凶冲击死 誓约的力量 冲上了某处不知其高之处 然后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浩瀚高空返回 闪电般进入了楚阳和虎哥的身体 神魂 既然任何人无法主持 无能主持 那就由天地亲自见证 亲自主持吧 至于那位号称是第一大将的 誓约斯主管 这回 已经快要陷入了 神魂崩散的境地 总算誓约力量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往死里难为某人 若是当真的被冲得神魂俱灭 那么就是完完全全消失了 不过誓约斯的这位大将 现在的状况也还是很危险 若是没有尽快的救治 还是死恶难逃 在最后的弥留时刻 最后的一线清明告诉 这片地方 只有一个人 或者有可能治疗自己 挽救自己 那是自己最后的希望 唯一的希望所在 而且现在的最后一点清明 已经不允许他 走得太远 那么究竟之处 就只有那两 几乎是全无意识地翻滚 从空中掉落下 用最后的清明神运 将自己的下落目标固定 缩掉 然后就此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将一切都交给天意抉择吧 东皇天誓约斯之中 那位修为高尸莫测的 施约斯总督司 长官大人 正在与丞相大人喝茶 这可是费了好大的劲 才请动了丞相大人 大驾光临 施约斯总督司大人这会儿 可是已经准备了 无数的问题要问 发誓要在今天 从丞相大人的口中 掏出点什么 有价值的情报了 这几天里云里雾里 如履薄冰 茫然无措 简直是太难受了 丞相大人 我说 那个 您就是给小弟 一点点提示吧 多少 一丝一点 施约斯长官大人 阿余地笑着 谄媚万壮地 给丞相大人 亲自侦查 非是不可以 实在是 不能够啊 丞相大人 安安稳稳地喝茶 嘿嘿 丞相大人啊 您 施约斯的长官大人 还打算要进一步 死皮赖脸的游说 突然间不知怎 全身轰然一震 呆呆地坐在那里 不动了 喂 丞相大人愣了 你咋了 总督斯大人 呆呆地坐在那里 脸色惨白 貌似比死人 也强不了多少 这变化来得 实在是太突兀了 全无征兆 然而更大的变故 还在后头 下一刻 突然间蹊跷流行 口中挖的一声 喷出来一大口鲜血 化作了满室的血物 鼓动一声 央天变得 声嘻激舞 丞相大人吓了一跳 啊 这是怎么了 难道这家伙 不是来得以死相逼吧 盘算着我要是 不告诉他实情 他就要自杀 这不是逼迫老夫吗 他妈的 真没见过这么办事啊 你说你身为 士约斯总督斯 而且还是 东皇天的 有数大高手 怎么能用 这么下作的手段呢 犯得上吗你 伤人伤己 这叫什么事啊 一时间 丞相大人的心中 可是无比的纠结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21集 于是乎 大家又是垂胸 又是拍背 忙活了半天才将总督斯大人救行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看到总督斯大人 愣愣地看着丞相 说出来一句 让丞相大人心惊肉跳的话 丞相 拜托您速速清查一下 是否是圣君大人与天谋皇 来到了东皇天 而且在东皇天地 定了决战事约 此事事关紧要 万万延误不得 一旦延误 只怕要坏大事 丞相大人乍听此信息 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脆响 刹那间险些天玄地转 整个人立即就窜了出去 丝毫不见了刚才的老太龙忠 嗖的就消失了 要是真的是那两个人 东皇天 几乎能被他们异常打架 毁掉一半 而也只有那两个人 才能让这位总督斯 如此狼狈 总督斯大人大口大口地喘气 脸上神色央然 显然是心有余境 要不是老自有东皇陛下 皇气护体 这一次岂不是要 他妈的 到底是谁 跑到东皇天来胡闹 可吓死老父了 这不是要存心地害死老父吧 单单是誓约的力量 居然就差点冲死我 我 我可是天人精 即便是在整个九重天阙 也是数得着的高级人物来着 两久两久 丞相大人阴沉着脸晃又回来了 总督斯大人急不可待地问道 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 究竟是哪两位大人能来到咱们地界了 可是要发生跨境之战了吗 你老快说 别让下官胡乱猜测了 丞相大人老脸都快扯扁了 怒不可遏 我呸 狗屁的跨境之战 大能你个头 根本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你这个老混蛋 你就害我吧你 本丞相跟你没完 能不怒吗 刚才丞相大人见总督斯大人 口气如此黄疾 心中自然就信了武成 哪里还敢怠慢 赶紧出去打听圣君大人 于天魔皇 还有另外几位君主大人的行踪 万一真要是如总督斯的判断 早点做准备也是好的 然而得到的答案 非常的一致 大人在宫中并没有外出 然后是四面八方 共同的疑问与警觉 您打听各位大人的行踪 敢问有何用意呢 有何用意 什么就我打听各位大人的行踪了 丞相大人当场几乎就傻掉 我能有什么用意啊 还是被那个玩意给忽悠 没事 你真打听清楚了 总督斯大人愣了 当然没事 能有什么事 怎么会没事啊 总督斯大人彻底愣了 我刚才分明是被誓约的力量充受伤了 您刚才不都看到了吗 丞相大人拂袖而去 我看你分明就是受伤不够 我可以会让你更受伤的 你这个老混蛋 这些年老夫对你和颜悦色的 还真灌出你毛病来了 这瞎话编的 唬得老夫一愣一愣的 总督斯大人苦着脸追赶 丞相您听我解释啊 真的是 话没说完 丞相大人已经无影无踪 总督斯大人欲哭无泪的 一屁股坐在了门前门壳上 他妈真冤啊 这到底是谁搞出来的这么大的动静啊 这不是要玩死我吗 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啊 第二天 丞相大人带东皇陛下下职 施约司总督司 玩乎职守 所有施约司官员罚奉一年 而且从此之后工作量加倍 令设立监督机构 时时刻刻监督施约司工作 再有些微的疏忽 严惩不待 此道旨意一向 施约司哀红便宜 一片抱怨不绝于耳 很显然 这是某丞相大人假公戒司 公报私仇 让施约司从此暗无天地 楚阳终于完成了契约 随即冲冲然地勃然大怒 因为灵兽在签订契约时 注定是要显露本体的 楚阳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身长三尺 懒洋洋自称虎哥的家伙 居然是如此的 如此的 如此的让他意外 指尖面前悬浮着一头 小巧玲珑的灵兽 没错 小巧玲珑 直愣愣的耳朵 黑白分明的眼睛 浑身毛色斑了 带着一种尊贵的庞然姿气 但实实在在的 就是一头比刚才 缩小了至少百倍的小家伙 总共才有巴掌大小 这回不是四猫又四虎 完完全全的 四猫不四虎 你就是虎哥 楚阳看着这个小家伙 有一种当场 就要晕厥过去的冲动 然也 这正是虎哥 我鹦鹉未猛的形象 完美吧 小家伙自得地 梳了梳胡子 楚阳眼前也黑 亮呛了亮相 哥以为你真的就那么大了 结果原来是一个 还不足半斤的小家伙 唉 好吧 我认了 反正自打来到这片地界 厄运就一直没离开过我 楚阳道 过来虎哥 我抱着你走吧 你这么点儿 就别冒充大个子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威武盖师的虎哥 怎么可能被人抱着走 你这是亵渎 你这是赤裸裸的亵渎于藐视 虎哥抖了抖身上的毛色斑斓的虎毛 我要投顶苍穹 脚踏大地 笑看乾坤 傲视还宇 契约已经完成 虎哥重新落回到地面上 眨眼又恢复成了原本那庞然大物的体型 楚阳一脸无语 剑灵一脸呆滞 楚阳带着虎哥 熊啾啾气昂昂地开始往外走 一路上 虎哥是龙行虎步 楚阳跟在他身边 都有些脸红了 因为契约是签了 但是这位爷 到底是什么呢 楚阳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 楚阳也不知道 若是去灵兽博弈一场 能赢吗 楚阳还是不知道 一头雾水满心糊涂的就签了 而且还差点成了灵兽的小弟 想到这里 楚阳就有些无语的郁闷 苍天哪 大地啊 这会儿 灵兽交易场已经恢复了秩序 刚才的骚乱 百分百都是因为紫霄塔的出现 随着楚阳收起紫霄塔 灵系自然也跟着消失无踪 骚乱源头一去 灵兽们又躁动异常 转为落寞 很有点人性化 无所适从的样子 再加上交易场管理人员的智力 标本兼致之下 混乱自然平息 混乱平息 秩序恢复的同时 所有人也就恢复到了 正常的思路眼光 几乎所有人 无论是交易场的工作人员 还是之前还没来得及 离开的客人 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 楚阳带着虎哥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了出来 这画面无可争议地 顺时引来了另一片轰动 哇靠 这这这这什么情况啊 我没看错吧 居然是 哎呀 真心无缘了 居然是那头垃圾零售啊 哦不 野兽啊 今天卖出去了 就那野兽 居然也有人买 买了干什么 杀掉吃肉吗 这 怪事天天有 哪有今天怪啊 真真是笑死我了 天下事无奇不有 今天可又看到了惊奇啊 不 应该是传奇才断 的确是传奇啊 居然有人肯把钱花在这头野兽身上 简直是败家无上线 顽固无极限 白痴没底线啊 实在是太牛了 能把钱花在这上面 除了败家顽固 白痴之外 还是一种勇气 勇气个屁嘞 这就是钱多烧的 人傻钱多 谁能奈何呢 哎等等 我好像认识那个人啊 啊对了对了 那个人不就是那个 那个真有才吗 真有才 近来风靡灵兽 博弈场的那个真有才 传说中最最有名的 散财童子大哥 我来个靠 我说是谁这么牛呢 原来是真大财主啊 也是 除了他这位真有才 谁可以这么有才呢 慧眼石鹰才啊 不对 应该是慧眼石灵兽 认识野兽才是 一片阴阳怪气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22集 一片嘲讽声中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 嘿嘿 胡说 人家什么眼力啊 肯定是慧眼石灵兽啊 这回一点意外也没有 我估计啊 真有才大财主 最大可能就是 想用这头超级灵兽 去翻门了 天将横财呀 天将横财 与一人 不取者 乃为 唯一逆天意 天术且可为也 我去准备钱了 今天可得好好弄一铺 对 天赐良机 嘿嘿 同趣同趣 不得不说 楚阳化身的真有才 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成了紫霞城的新贵名人 至于如此巨腹之人 来历全然不明直说 在九重天阙 五者们东飘西荡 闯荡江湖 来历不明的人多了去了 昙花一现之后也就消失 没有人会真正在意 有道是 香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 再说了 这个真有才还很有钱 有钱不稀奇 最关键的是 他还很能输 这样人傻钱多 有钱给大家使得尽头 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楚阳带着虎哥一路走出来 一道的家道欢送 某人一脸黑线 偏偏还要强自克制 不要被人看出来 实实在在地具备 妈的 老子现在真的这么有名啊 不就是连续输了七八百钱吗 怎么就这么如雷逛耳了 都是一帮穷鬼 半辈子没见过钱呢 楚御做撇撇嘴 很是不屑的 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后面无数的聪明人 都开始在心里打如意小算盘 我是不是也买一头灵兽 进去灵兽博弈厂啊 去跟这个人傻钱多的真有才去斗一场 那钱根本就等于是大风刮来的呀 立刻有人就将这个想法付诸了行动 一人动众人根 顺时灵兽交易场火爆至极 甚至许多积压许久的垃圾灵兽 也在今日销售一空 再垃圾的灵兽 只要与真有才那头斗 也是时辰把握呀 事后统计 今日的灵兽交易场 营销额数十倍于往日 真不知道 今日是灵兽交易场的大灾难日 又或是大幸运日 还是大奇迹日 走出交易场 楚阳正打算回去 突然间一声冷笑 一个声烟叫道 就是这个小子 给本少爷拦住他 呼拉一声 对面赫然围上了一群人 楚阳恶然一对 我这是又得罪谁了 不能吧 我出来此地认识的人 加起来貌似也不够识人 在男人堂的时候 要么没生意 要么就是在救人 赌场我也只有输的份 今天才是第一次出来消费 怎么就又有事找上我了吗 难道这九重天阙 真的与我相克啊 处处不顺 人群一分 几个少男少女 一马当先地走了出来 满脸尽是骄横跋扈的 望着楚阳 居中一个得意的笑道 小子 你没想到吧 山水有相逢 咱们可是又相逢了 你之前不是挺横的吗 很挺能吼的吗 你再吼一个我看看 楚阳顺势明白了 原来就是刚才 在里面挑选灵兽的 那几个少男少女 刚才被楚阳 灌注了修为的一声大吼 五六个人同时吓得心惊胆颤 狼狈逃走 这会儿回来是来找场子的 哎呀 这会儿这真有才 只怕是麻烦了 钱再多也没得同时离斗 紫霞成金家 吴家 李家三大家族 他居然一次性将其中 最顽固的人都惹了一遍 而且还要加上女的 这三个家伙 可不好惹 看这次啊 真有才只怕是要大出血了 围观的众人低声议论纷纷 楚阳一丝不漏 尽都听在了耳中 一时间不禁有些啼笑皆非 就为了吼你一句 至于摆下这么大阵仗 这么大张旗鼓的来找场子吗 楚阳哼了一声 哼 怎么 老子吼你们是看得起你们 你们还不乐意了 难道非要输给我一大笔 才肯罢休啊 这句话 明显就是楚阳断章取义了 生生地将找麻烦的人 偷换了概念 扭曲了方向 纹裤不可怕 就怕纹裤它有文化 而眼前这些人 一眼就能看得通透 肯定是一点气都不吃的那种 毫无含养 性情急躁 楚阳完全有绝对把握 三两句话就将它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至于杀掉 楚阳还是舍不得的 因为眼前这些可都是裁员来着 滚滚裁员来着 居中的金圣心 残酷的一笑 输给你钱 你在那做什么梦呢 看本少爷不活拆了你样的 在他身后 有一位舞者小声提醒 吴公子 这个人就是那个散财财主 真有财 这段时间里 可是输了不少钱 不下于千万之巨 但却是面不改色 许多人都猜测 他很有可能是什么大财阀的年轻公子 现在很多人 都以跟他赌灵兽为目标 能跟他对赌 就等于是天降横财啊 啊 竟然是他 金圣心顿时目光一亮 虽然自身也属纹固一流 但真有才这档超级纹的大名 却不可不知 那可是一个远远比自己还会败家的家伙呀 所以金圣心 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任何人也是不会嫌弃 凭空掉下来的钱财 随即跟身边的几个人低声而举了几句 就见其他两人 忙不迭地兴奋地点头 脸上都露出了那种 天官赐福的猥琐笑容 显然对金圣心的决定 很是赞同 他们虽然是世家子弟 而且强横霸道惯了 但是手里的零花钱 实则并不是很多 或许对一般人家 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字 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却仍是经常有些捉襟见肘的 此刻好运地碰到了真有才 这个超级有钱人 而且还超级的败家子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一般的没事 毕竟人傻钱多的货色 是十分难碰到的 所以金圣心等人的态度 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不就是被人吼了一嗓子吗 多大点事啊 这回也就是来找场子 找面子而已 若是因为这一嗓子 能换回来个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几个亿 那么又何乐而不为啊 所以金公子的口气 立马变了 输给你钱 你那是白日做梦 现在大白天确实是 做白日梦的好时机啊 等到了晚上 你没白日梦可做了 估计是你输给本公子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吧 得 立即就照着楚阳的剧本来演了 你说这楚阳的运气 到底是好呢 还是好呢 还是好呢 楚阳心敌了 狂妄万壮的哈哈大笑 尽现超级百家子德行 我会输给你 你他妈做白日梦吧 若是之前还有些许可能 但是现在 老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灵兽 超级无敌灵兽 随即张狂无比地 拍了拍虎哥的头 大声道 就凭我这个新伙计 今后 我只会赢钱 而不会输 有虎无敌 虎哥很惬意地 喉咙里呼噜了一声 表示这句话 我爱听 哎呀 好一个有虎无敌啊 嘿嘿 就从这句话 这个大哥 还是很有眼光和见识的吧 瞬间 对面的人也已经 看清楚了楚阳的灵兽 刹那间哄堂大笑 要说虎哥这硕大的存在 在场中人 只要是灵兽交易场的常客 几乎就没有不知道他的 当然了 谁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 一向人畜无害的家伙 貌似摆在灵兽交易场 好久好久都没人问金的家伙 好像 好像连灵兽都不是吧 居然想靠着他赢钱 还有虎无敌 貌似这家伙 也就比猫强点吧 还是因为那体型 若是只看他那懒劲 可能连小猫都打不过 既然真公子叫阵 本公子就如你所愿 与你赌上一把 金盛新哈哈大笑 就在今晚 灵兽博弈场 就让你这头灵兽上场 只要你赢了 你和我那一句的事情 一笔勾销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二十三集 楚阳不屑地说道 呸 哪有这般便宜的事情 老子吼你是看得起你 你也好意思拿来当赌注 真是没见过世 赌就赌真刀真枪的事 你当你过家家呢 要是我输了 我给钱 不就是钱吗 本公子有的是 金圣心大侯 那赌注是多少啊 楚阳哼哼一笑 要是太少了 本少爷可没兴趣 那你说赌多少 金圣心心中更加兴奋了 说吧说吧 不怕赌注大 就怕你不赌 越多越好 赌得越大越好 本少爷这一次 要发了 老子今天得到了虎哥 有虎无敌 胜券在握 最少也得一百 楚阳露出了一个笑容 紫霞臂 好 金圣心顿时牙活 一百紫霞臂 貌似不起言 但是换算过来 可是整整一百亿水云币 就为了赌一场 这有些太多了 金圣心自然是金家的五公子 但是这么大一笔钱 单凭他自己还真就拿不出来 哎呦 不敢赌啊 楚阳哈哈大笑 既然如此 我不奉陪了 想好了啊 晚上可以到灵兽博弈场找我 大笑声中 楚阳带着虎哥 一人一兽 都是龙熊虎步的分开众人 离去了 悠悠之间 一点貌似微弱 却又很清晰的声音传过来 呸 我当什么世家公子那么嚣张呢 连这么点小钱都拿不出来 浪费老子时间 算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如老子这样的 走 虎哥 咱们去养精蓄锐去 以最好的状态 迎接未来的无数大战 身后众人 看着楚阳身后的虎哥 都是一阵眼中喷火 就凭这只垃圾灵兽 任何一头灵兽都能赢 可问题就在于 没有那么多钱做赌注 这混蛋的朕有才 怎么今天学经了 生他娘呢 你明是天降横财 却没有能捞钱靶子 围观众人一阵郁闷 新五哥 要不是你做不了主 我们可以一起 凑出这笔钱来 一边的吴家公子 吴修身 急忙凑了上来 就是就是 我们三个凑 旁边的李家公子 李明月 挥舞着拳头 说什么也不能 被人看扁了 尤其还是一颗爆发祸 金圣心脸色阴沉 怒道 不用不用 我谢谢大家的仗义 但我自己一个人 收拾他也是足够的 免得让大家担风险 看不起我 简直是找死 本公子这次 不让他赌得倾家荡产 也不用在这紫霞城混了 说着 猫子怒气冲冲的 拂袖而去了 剩下两人 同时呸了一声 装什么装 你压得想独吞就独吞吧 偏偏还要装出那么一副 大义凛然的德行 居然还担心我们担风险 你眼儿有这么好心肠吗 谁不知道谁啊 你当我们真的那么想帮你的 不过是想分一杯羹吧 只要是个人 傻子都知道 这一次是稳赢了 金圣心怎么会同意 让别人凑钱呢 估计金圣心这回 是自己回家弄钱去了 咱们怎么办 眼看着几乎都要到手了的 三十枚紫霞臂 就这么擦肩而过 李明月显然非常的不甘心 这笔数目可真是不小 三年的零花钱 还没这么多呢 没什么办法 吴修身叹了口气 唯一的希望就是 金圣心输了 然后咱们两个可以出手 若是鱼战就赢了 咱们就算是还能够与他赌 估计也只能是赢小钱了 你还能指望那野兽能赢下来 怎么可能啊 我也知道 不是希望有个万一吗 该死的金圣心 吃毒食的人生儿子少个灵界 良人顿足大吗 眼看着这么一个大好的赚钱机会 就这么要从眼前凭空溜过去 两人肚子里的怨念 简直是要先飞了天 一路上 楚阳感觉之前 眉运连连的势头 貌似全没了 很有可能是物极必反 脾极太来啊 刚刚收了虎哥 就有人上赶着送钱过来 这不是红运当头 这是啥 这不是天随人愿 火哥 你就是我的招财那啥呀 请问 您到底从哪里来啊 怎么会在这里流连呢 楚阳问道 这个呀 那个 其实呢 我是在二十多天之前 意外地感到 这里有一股特别的气息 有点亲切感 所以本大爷 赶了二十万三千里的路 最后溜达到了这里 花了本大爷 整整一天的时间呢 没想到 却是遇到了你 虎哥很是轻描淡写地说的 只是声音之中 隐隐流露着 一股子惆怅的意味 楚阳吓了一跳 二十万三千里 整整一天的时间 虎哥 就算是在九重天大陆 就算是以楚阳 现在的修为 一天的时间之内 就算全力赶路 也是绝对走不完一万里 更何况是在这九重天去 更何况 还是二十万三千里路程 而虎哥 居然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在九重天去 走完了二十万三千里 而且还要是 溜达地走过来 这到底得穿越了 多少限制未免 穿越了几大板块 以虎哥的速度 相比都是选择直线穿越 而直线穿过来 二十万三千里 这是何等巨大的数字 整整一天 有他们这么整整的吗 楚阳突然感觉 自己有些晕 哈哈哈哈 那您到底感觉到了 什么气息啊 楚阳问道 还不就是你那把剑的气息 虎哥惆怅地说道 开始我还以为是 说了一半 他却又打住了 欲言又直 黯然地长叹一声 这把剑的气息吗 楚阳有些纳闷 难道这把剑 还有什么独特的气息 九级剑是神异之物 这点楚阳早已知道 但他却不明白 或者说不理解 这把剑 还带着某种独特的气息吗 不用怀疑 更不要怀疑 那是一种天地间独有的气息 虎哥的声音变得正重 尊敬 还有那种高山阳指的亲阳 这种气息 放眼整个九重天阙 放眼整个茫茫宇宙 绝对没有第二人 能够具备的 啊 那个人是谁 楚阳心中一惊 想起了那个 送给自己玄黄神果的人 这个人 是我的恩人 虎哥眼中泪水滴滴落下 伤心至极 只可惜 我本领过于低位 自知不配跟在他身边 如果我的本领 能够再高个三五七八十倍 或者就 楚阳剧烈地咳嗽起来 你自知不配跟在他身边 所以就勉为其难地跟在我身边 楚阳突然感觉 自己就好像是垃圾一般 若不是因为这把剑 若不是这把剑 留意着那人的独特气息 你以为我会选择跟你吗 更不要说还认你为大哥 偷着乐去吧 虎哥很是不懈地翻着眼皮 我忍 我再忍 我再再忍 楚阳咕噜一声 咽了口唾沫 打断了虎哥 我说 那个人也叫你虎哥 虎哥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连声道 我哪里配啊 说起来 我的名字还是他给起的呢 从那以后除了他之外 任何人 也是不准叫我的名字 楚阳大感兴趣 他给你取名字 什么名字呀 小子 虎哥很是骄傲地说的 小子 楚阳净凌凌地打了个冷颤 顿时想起了久违的紫邪情 顿时一股怪异的感觉 升上了心头 蒙不迭地道 哎 打住 您的名字那么有来历 那我还是叫你虎哥吧 小子 这我真叫不出来 若是真叫出来 恐怕我也是就被撕碎了 虎哥不屑地道 我也没打算让你叫 你以为你够资格叫吗 知道自己不配 还算你有些自知之明 记得啊 叫我的时候 要叫虎哥 啊 虎哥招着你 楚阳净得满肚子大便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二十四集 我说 那你到底是什么层次的灵兽啊 华阳宝含 连眼光都那么差劲 虎哥咧咧嘴 不是灵兽 初阳一个亮脚 身在九节空间之中的剑灵 凑趣的来了一句 我就说不是灵兽吧 我的眼力不会错的 我是玄兽 虎哥自豪的说道 灵兽在我眼中 就是个屁 玄日兽啊 玄兽是什么存在 什么层次 什么等级 初阳彻底头晕目眩 怎么突然间又冒出一个 什么玄兽来啊 玄兽 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存在 非常非常地强大 虎哥得意洋洋 据我所知 这个世界上的玄兽 只有我一只而已 只有我自己是玄兽啊 出阳无言以对 我最初所在的那个空间 有一天突然破碎了 我凭着恩人给我的能量 将自己全身包裹 终于侥幸逃出生天 在空间乱流中 飘荡了不知道多少年 最终才来到这里 虎哥很沉痛 曾经的那一身通天彻底的修为 如今几乎都崩毁了 啊 出阳额头上开始冒出黑心 他这话什么意思 都几乎崩溃了 那不就意味着 若是能找到恩人 我肯定能快速恢复 但若是找不到 就凭你 虎哥翻起眼皮 看着出阳 真不知道什么年月 才能让我恢复往昔的实力 你受了重伤 出阳彻底呆住 废话 我不受伤 你能与我签约 就凭你那修为 哼 虎哥低声咆哮 那 出阳无语的 我冒昧地问一句啊 请问您还能打得过 其他的灵兽吗 比如 在交易场的那些 若是打不过 老子真的是要鸡飞蛋打了 你这是在侮辱我 轻视我 这是赤裸裸的怀疑 无知如你 如何能判断伟大的虎哥之强横实力呢 虎哥勃然暴怒 就凭他们那一点点实力 我放个屁都能摆平他们 那你能打赢地级的灵兽吗 楚阳不怕死的追问 你这是在侮辱我 虎哥继续暴怒 区区地级 那你能打赢天品灵兽吗 滚 我要被你气死了 区区天品灵兽 虎哥气得口吐白沫 那你能打赢圣级灵兽 楚阳更兴奋了 废话 我当然能 虎哥自信满满 哦 哎呀 那我就放心了 楚阳终于能长长的输口气 再怎么说 只要能赚钱 那就好 我说的是我巅峰时候的实力 虎哥骤然有些不好意思 我巅峰时候 这边所谓的圣级灵兽 我一巴掌就能派飞了 楚阳顿时感觉不妙 那现在呢 现在 虎哥垂头丧气 现在他们能一巴掌抽飞我 靠 楚阳怒骂一句 不过总算是有些安慰 天急的他能打赢 已经不错了 一路走着 楚阳突然有些慎重地问虎哥 虎哥 你自己愿意不愿意跟他们斗一斗 虎哥正了正 突然停住脚步 转过头看楚阳 眼中有重新审视的那种意味 从这句话里 他很明显地听出来了一种尊重 尊重自己的选择 若是我说不愿意 你怎么办 虎哥有些凝重地问道 那我就想别的办法呗 楚阳坦然一笑 来钱的渠道 并不一定不要从这里 为什么 虎哥奇怪地问道 他自己都没发现 这句话里竟然有一种 久违的奇怪的情绪 他低下头 不想让楚阳看到自己眼神的期盼 但是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自己在期盼一个答案 哪有什么为什么 楚阳理所当然地奇怪地说道 因为你不同意灵兽博弈场中的那些灵兽啊 现在的你是我的伙伴 咱们刚刚签订了伙伴契约 难道你不知道啊 呃 虎哥不说话了 既然是伙伴 我当然要尊重你的选择 楚阳道 若是你自己不同意跟这些低等灵兽比斗 那我强迫你 有什么意思 伙伴不是属下 也不是奴隶 并不是我可以命令的呀 凡是我们都要商量 哎 这一点你很清楚啊 怎么还问为什么 虎哥低下头 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了一阵子 凉酒才低沉的 几乎不可闻得到 其实 我也想去斗兽场之中待一段时间 去斗兽机场 就是为了心中的一些回忆吧 他这些话说得极轻 而且很模糊 楚员根本没有听清楚 问道 啊 你说什么 虎哥突然抬起头 黑黑一笑 我当然愿意去了 扮猪吃老虎的事情 我最喜欢了 每当看到那些 自以为吃点我的家伙 突然感觉 壮正大板 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临死神色 我心中啊 像是吃了蜜一样的甜啊 哈哈哈哈 一阵张狂的大笑 楚阳满脸黑心 这货 居然跟我一样阴险 那就好 那咱们 一起去扮猪吃老虎 吼啊吼啊 喵 一人一兽 继续龙行虎步 楚阳心中在想 虎哥现在好像是有心事 或者说感触 总感觉他的心里 不是很快 为什么 我要想点办法 让他高兴起了才行 虎哥心中在想 嗯 这个楚阳还专了不错的 只因为这份尊重 也不枉了我的一番心意 啊 婚儿啊 你在哪里啊 真的好怀念 那短暂的相聚啊 一路回转 来到一个僻静处 楚阳悄悄地改换行梦 然后全然不顾虎哥的反对 强行让他恢复了真实身材 巴掌大小 往怀里一揣 急匆匆地返回男人堂 猫腻腻这会儿 已经是彻头彻尾 手忙脚乱 猫老师现在啊 真正是郁闷之急 他本来心事重重地 在房中打坐 却又静不下心 心神不宁地在院子里转圈 溜弯 一共转了还没有两圈呢 突然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 非常准确 非常沉重地 砸在了猫老师头上 喵 喵我了个喵的 喵了个喵的 疼死猫爷了 鸭的谁在袭击我 气死我了喵 以猫老师的修为 居然没有提前发觉 而且更被那个人 砸到猫头上 起来了一个轻肿的大包 这回竟是相族独角兽一般 我要跟你拼了喵 猫老师被砸得晕了半晌 才爬起来 正要发怒地当口 却发现 从天而降的那个人 不用自己再拼了 这会儿已经是蹊跷流血 昏迷不行 命如金指 奄奄一息 动辄有性命之忧 眼看着就要死了 这让猫腻腻地冲天怒火 顺时熄灭 试着踢了两脚 某人的确是全无反应 以猫老师的经验和眼力 也看出来 这人的确是真的受伤垂死 而且很可能 马上就要彻底完蛋 真是华天下之大计 慌天下之大堂 妙 猫老师骂骂咧咧 居然还有这种 从天上往下跳 自杀式袭击的 骂归骂 猫老师还是认劳认怨的 捏着鼻子 将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家伙 扛进了房中 这也就是猫老师 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 纵然不会及时给这家伙 补上一刀 也只会将这丢得远远的 毕竟死人就意味着麻烦 中伤将死的人更麻烦 但是猫老师 还是很有古人之风的 既困就危 拔刀相助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灵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25集 猫老师先是试着 给这家伙挣了挣骨头 他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这家伙把自己 几乎撒得精断骨折 他自己 反而啥事也没有 浑身上下的骨头 貌似连一根 稍微错位的都没有 还真是个硬骨头 猫老师开叹 猫老师本着 救死扶伤的精神 给这家伙输入自身 修为 帮助疗伤 却非常非常的发现 这人的体内经脉 简直就像一个无敌动 自己的修为输入进去之后 居然完全没有半点反应 据猫老师判断 按照眼前的情况判断 只怕就算是把自己 给抽干了 立即而亡 恐怕这人 也未见得会醒过来 妙 这到底是啥人呢 猫老师耸然收手 再不敢造次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给这家伙 为了一粒疗伤的丹药 但是猫老师自己也知道 这就是完完全全的 杯水车薪 眼下的情况 唯有希望楚阳回来 这人还能有口气 若是这家伙 自己撑不下去了 恐怕自己连帮助他 等待的实力都没有 所幸这家伙 虽然伤重若死 貌似一口气上不来 随时就能嗝屁了的样子 但却是生机 异常的旺盛 那最后一点心火 虽然渺茫 但是就是不会熄灭 就好像是风中残烛 遥遥夜夜 明明暗暗 却是始终不灭 这求生毅力真是了得啊 猫老师为之叹服 猫老师是隔一会儿 就跑出去看看 隔一会儿又跑出去 终于 盼星星盼月亮灯 盼到楚阳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猫老师望眼欲穿 草了 楚阳很奇怪 找你还能干啥 救人呢 猫老师拉着楚阳就走 就 就 就 救人 楚阳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停住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需要自己救的人 这家伙 是怎么回事啊 具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那会儿我正在院子里溜达 然后砰的一声 这个人就砸到我头上了 我轰的一声就倒下了 然后起来 就发现这个人重伤了 猫老师指手画脚 停 楚阳果断地举起手 打断了猫老师的叙述 因为楚阳发现 猫老师绝对不是一个 讲故事的人才 在他的叙述中 学念绝对是足够多的 但是问题是 听故事的人 貌似什么都不会听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个过程 没有来龙去脉的影子 瞪着眼睛 看了猫腻腻半声 楚阳无力地叹了口气 唉 拜托 请您暂且闭嘴 我还是先救人吧 喵 猫老师默默地忍受了 只是低沉清晰地叫了一声 表达他淡淡的不满 楚阳立即陷入了 忙碌的救治 但是猫老师最后一句话 这一个字 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只见楚阳手上 拖着的一只小小的 指的拳头大小的猫儿 一窜身 就到了猫老师怀里 当起眼睛抬起头 看着猫老师 用一种 他相遇故知的表情 声音说道 喵 猫老师几乎没蹦了起来 惊吓万分地 看着怀里这个小家伙 嘴唇嘟嗦着 有一种风中凌乱的感觉 喵 你 你也会 喵 虎哥用一根前爪 拽了拽自己的六根胡子 然后伸出手 去抓住猫老师六根胡子 拽了拽 喵 猫老师愤怒万分地 将他的前爪子打落 瞪眼怒吼 喵 虎哥低下了头 似乎是眼齐息骨 被猫苗吓住了 猫老师得意万壮地 绿了绿胡子 楚阳心中 响起了虎哥的声音 你这头人形大猫 是个白痴吧 楚阳顿时被这句话 惊了一下 一股爆笑到 难以忍受的感觉 油然而起 手一顿 浑身一抖 一整颗不完全版九重丹 刚刚切开一半 就完整的两片 都落进了床上 那家伙的嘴巴里 诶 楚狱走疯了 我的药啊 我的绝世灵药 你们这两个成事 不足半事 有余的败家玩意儿 毛老师和虎哥 同时转过头 疑问得到 你 即使不因为 猫苗和猫苗的 白痴交流 楚阳也要气死了 这某苗师 到底是从哪儿 逃换来的特殊病号啊 貌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天上有掉馅饼的 有掉铁饼的 还有掉陷阱圈套的 甚至可能掉美女 但是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掉重伤患的 而且面前这人的伤势 实在是太重了 若只是伤重 楚阳也就认了 花点心血 浪费点灵药 怎么也能拿下 可是这个人 实在是怪异 注意 不是伤怪异 而是人怪异 五三六腑全无损毁 神石灵觉并无损伤 全身经脉异常宽阔 畅通无足 相信就算是天际高手 比如猛猫那样的 也没这么好的体魄 偏偏就是生机不足 眼看就快要死了 随时可能完蛋 如此古怪的伤 楚阳还是第一次见 楚阳判断 就算是不完全版九重丹 也未必能有收效 所以打算只用半颗试一试 救过来固然是好 救不过来 咱也尽到心了 足够给某喵交代了 结果背着一喵一寿一句话 斗的手一抖 全进去了 不完全版九重丹 入口即化 瞬间已经化作了澎湃生命令 楚阳叹了口气 试定要浪费了 然后才转头 问猫妮妮 猫老师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你朋友 猫妮妮张口结舌 什么我朋友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楚阳几乎吐血 啥 你的意思是 这人是谁 你不知道啊 你都不认识的人 你就让我救他 你知不知道 猫老师目光炯炯地 注视着楚阳 就此扶杀 乃是医者父母心 你是大夫 难道不知道这道理啊 我一直都以为你知道呢 当日 滚 楚御座一听到医者父母心 这句自己在九重天大陆 上三天的时候的口头禅 毫不犹豫的 就是一句怒骂 猫老师爱愿万分地 扭头看着虎哥 虎哥一瞪眼 骂道 喵 便在这时 一个声音虚弱地响起 这是什么地方 楚阳和猫腻腻同时恶忍 转头望去 只见原本躺床上 奄奄一息 随时要死的人 居然张开了眼睛 正歪着头 看着两人 其实也不该怎么恶忍 即便是不完整版的九重丹 同样是寒室灵药 有肉白骨 起生死之神效 当日猫老师伤重垂死 也是靠死药回天 扶下瞬间 一身几乎要命的内外伤 瞬间好了六七成 这人也扶下了一颗 没笑过 那才是见鬼 不过 怎么还是那么虚弱呢 难道说此人之实力 还要在一阵天极层次的 猫老师之上 一颗不完整版九重丹的效力 不足以全面治愈 但只要时间小 就不应该还是这么虚弱呀 此外 楚阳分明发现 就在自己转头的这一刻 这人眼神深处 掠过了一丝安心的神色 不由一证 难道这家伙认识我 可能吗 不可能吗 这人貌似是一个青年 一袭黑袍 看不出什么材质 但却隐隐透露着 一股子神秘的味道 纵然是在重伤之中 依然有一种 辟逆孤傲的凛然气质 长相虽然一般 但是脸上却是棱角分明 在睁开眼睛的这一刻 原本一具僵尸一般的身子 就似乎突然 填充了生命的光彩 他的声音很微弱 而且中气严重不足 但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却依然用最连贯 最从容的语气口吻说话 不只是为了逞强 而且是在维护自己的心头尊严 这是一个心中自尊自信 自强自负的人 楚阳与猫腻腻 同时涌出来一种感觉 这个人哪 恐怕不简单 若是能当朋友 尽量不要当仇人 这里是我的药店 男人堂 楚阳看着这青年男子的眼睛 给所有男人带来福音的殿堂 专制寡人有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26集 楚阳近来 真的是想钱想风了 这回还不忘 给自己打个广告 但是有这么打广告的吗 这话说的 的确是很欠揍 寡人有集吗 青年男子微弱地笑了笑 寡人也有集啊 不错不错 猫腻你赞赏地笑了笑 这句话很巧妙地 将寡人有集这句 完全贬义 而且男人基本 无法启齿的话 变成了堂皇大气 上下衔接的 天衣无缝 寡人也有集 不但抬高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还说明了 自己的病情 啊 明白 我知道你寡人有集 楚阳咧咧嘴角 只要有我在 你也清醒了 那就肯定死不了了 你可以放些心了 那青年苦笑一生 敢问大夫 我这伤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恢复呢 楚阳咒咒眉 走 阁下的伤 很是怪异 我还有几分 难不准 不过你自己 确实应该知道 自己受了什么伤 所以我能做的 只是尽人事而听天命 至于你什么时候会恢复 还要看你自己 我说的话你明白吧 这有话说的 云里雾里颠三倒四 自相矛盾 标准地欠揍的说法 听得一边的猫老师 满脸尴尬 不想那轻衣男子 竟是一脸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果然是大事缝范 我懂的 既然懂 那我便好人做到底 楚阳一边忙碌 一边从怀中 取出了一个 有紫荆玉髓做的盒子 内中紫气盈染的 九根紫色的针 这是楚阳用紫荆 之魂做的针 取名为魂针 此针功效宏大 具有宁定神魂 精炼生命 提高生机 故本培元的惊人疗效 而这是魂针本身的作用 还没有算医术手法在内 青年眼睛一亮 微弱道 竟是紫荆魂针 想不到大夫竟有这样的好东西 看来我这次是真的有救了 楚阳眼睛一亮 阁下也知道紫荆魂针 青年男子微弱地说的 此这等紫荆魂针 乃是由紫荆之魂 精心提炼而成 每一块巴掌大小的紫荆之魂 之多 就只能提炼出一根魂针而已 价格之昂贵 无与伦比 便说是价值连城 也是亵渡了神物 当真是有价无事的瑰宝啊 顽顾整个九重天圈 这样的圣级神针 只多不会超过十套 大多落在了一些 传说中的国手神医手中 不意在医者你这里 竟然有完整的一套 倒是我之幸运了 楚阳呵呵一笑 更不怠慢 却见紫光一闪 一枚魂针 已经扎入了青年的胸口 轻轻一弹 魂针露在外面的 仅有三分之一的针身 便摇曳出一团阴晕子气 一时间竟连针都看不清楚 猫腻你惊呼一声 这一阵 岂不是要完全 扎进内脏了吗 不怕一针扎死人吗 却见到青年脸上 露出来了一种 松了一口气的欣慰笑容 一针断生死 营阳转两截 一只好针法呀 却有大一之造诣 说话的声音 在这一针下去之余 竟然多了几分忠信 楚阳又一针 正正扎在了他的太阳穴 同样是指余一点真伪在外 轻轻一弹 资光缭绕 妙子 青年眉头不动 赞了 一针童话感 直透交冲心 以这所用的 可是传说中的天圣针法 楚阳宁慕道 好见识 好耐力 见识是说出来的 而耐力 楚阳知道自己这一针 实实在在的 是集天下痛苦之大成 用一种极致的痛苦 来激起人的生命力 迅速回源 然后将这些激发的生命力 见此散布全身 以达到进一步激活 人体生命潜力的效果 看似轻轻瞧瞧的一针 但由这一针所造成的痛苦 却是如十八层地溢 走了一遭的恐怖 此刻的青年本身 已在重伤垂死之际 不又受此非人痛苦 竟然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心性耐力之家 足堪惊人 耐力 青年的头上渗出来 黄豆大小的汗珠 却是神色自若 我何尝不想大神胡同 舒缓几分 但却实在丢不起 这个脸面 这句话说得好 楚阳扎入了第三针 位置竟然是在丹田 闲聊一般地说道 赶完阁下 尊姓大名 青年吐了一口气 一者垂血 岂感不高 免贵姓爷 一言如山 一言如山中 便是我的名字了 说出自己的名字 他的眼神透着几分犀利的 盯着楚阳和猫腻腻两人 楚阳是一脸的不相干 真的不相干 某阎王在九重天阙认识的人 实在是有幸 除非你说你是雪泪寒 否则呀 真难有几个名字 能让他动容的 当然了 楚阳这回其实也是在偷偷地 留意着猫腻腻的动静 猫腻腻摇着肥胖的脖子 脸上一派洋洋自若 这货要是听过这名字 铁定会跳起来大喊 哦 原来你就是颜如山呢 此刻既然不动 那就证明 某喵完全没印象 也就是说 这人在某喵认知中 全无来历 楚阳叹了口气 看来某喵也不是普通的 孤陋寡闻呢 看颜如山这样子 恐怕那名字应该很有些名望 但是猫腻腻 却像是听到了一滩大粪一般 毫无反应 颜如山感觉自己有些悲剧 脸上的肌肉终于有了些抽搐 不是疼的 而是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两家伙得是有多么的无知啊 竟然能无知到 不知道我东皇天 十月四第一大将的名头 这样的人 在东皇天五指之中 一万个人之中能有一个 已经算是奇葩了 没想到今天一下子碰到两个 难道是万二之日 你们 没有听过我的名字吗 颜如山有些不能接受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说实话 之前他曾经很希望 眼前这两人 不知道自己是谁 但是等到此刻愿望成真了 却又很不希望 这两人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无论是多么高级的存在 虚荣心总还是有的 为师没听过 楚阳干脆地摇头 哎 你以为你是雪雷寒呢 在东皇天 我就知道他一个人 颜如山顿时脸色黑了 你妹的 那内人和我比 那能比吗 在东皇天 你要是连雪泪寒都不知道是哪个 你就可以直接去死了 再说了 东皇陛下的名字 是可以这么挂在嘴上的吗 这个大人 实在是有些胆大包天的轻狂了 确实是没有听过 谋逆你好奇地问 你很有名吗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吧 颜如山闭上了眼睛 再不说话了 要是再说话 恐怕自己一张嘴 就能够狂喷鲜血而亡 还能再打击我一点吗 能不能 我很有名貌 你这说的什么屁话呢 你压的就是孤陋寡闻 楚阳呵呵一笑 继续施针 酒针完全扎进去之后 青年男子颜如山 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体内 在若有若无地聚集着原力 这个意外的变化 让他几乎欣喜若狂 颜如山正在高兴之中 只听楚阳说的 颜兄 这酒针下去 不可保证你的生命无碍 而且修为有望恢复 我等会儿 再为你调配一些药 你喝下去 应该会有用的 多谢多谢 颜如山诚挚道谢 不知道我的名字 就不知道吧 能把我治好才是关键 要是光知道我的名字 却没有能力把我治好 我不是更悲剧 来 先别忙着道谢 楚阳弹手 打断了他 我相信啊 颜兄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最起码 颜兄体内经脉的柔韧宽阔 还有心脉中那种强横霸道的护心原力 都已标示颜兄的身份地位 我无意打听颜兄的来路 也无意要得到颜兄什么报道 但是仍要求一件事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27集 颜如山严肃地到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肯定是颜兄能做到的 我希望颜兄在身体恢复一些之后 悄无声息地离开这里 如此而已 楚阳轻轻一笑 颜兄是明眼人 小弟现在能力微博 实在不宜卷进颜兄 这等大人物的恩怨纠缠之中 千万千了 颜如山了然地点点头 眼中露出了无法掩饰的赞声 至此一句话 就可以看出来 楚阳的谨慎 与深谋远虑 颜如山这等修伪 又是江湖中人 岂能没有仇家 而够资格当颜如山 这个级别之人的仇人 又岂是现在的楚阳 招惹得起的 就算擦点边 也能弄个粉身碎骨 颜如山 当然就是被楚阳一个誓约 从天上冲下来的那位 誓约司第一大将 相当悲剧的一个人物 现在 楚阳固然不知道 这祸的奇怪伤势 乃是自己与虎哥 联手造成 而颜如山 也当然不会知道 制造自己重伤 垂死的罪魁祸首 就是现在自己面前 正在接受自己千万谢的神医 颜如山自己知道四家事 虽然是执法事约司 但是自己的仇家 也绝对不能算少 现在自己受伤的消息 暂时还没传出去 可保一时的安稳 但是只要传出去了 动辄将有莫大的风波 说不定 这片紫霞城 都能被人完全毁灭 更不要说曾经给自己 治疗过的楚阳 我答应你 颜如山说这四个字 息字如今 一字一顿 誓约司第一大脚 比任何人都要更加知道 誓约承诺的金贵 这四个字 就是承诺为楚阳 保守这个秘密了 也同时代表着 就算是面对着东皇陛下 也不会泄露楚阳的秘密 虽然楚阳没有这么要求 但是颜如山 自己就认为 保守秘密就是让秘密 永久地死在一个人心里 无论面对任何人 也不能例外 楚阳查看了一下 颜如山的身体 感觉生命力 还是过于匮乏 这其实是应有之意 不是九重丹 又或者是天上针法的疗效不好 若是不好 也无能救回他的命 却是治疗量不足 这却是治与量的区别 九重丹 天上针法 治疗层次足够高 但是治疗量相对不够 颜如山修为惊人 受了如此重伤 仍能强撑着不死 却也因为修为过高 导致需要的元气恢复量 高得离谱 以至于楚阳连出两大法宝 也只能稍稍恢复而已 而这个结果 导致了过度贫乏的生命令 根本不能支撑 颜如山的自然恢复 若是如此下去 生命令 还会存在枯竭的可能性 有鉴定词 楚阳沉吟了一下 所幸好人做到底 到处来三滴生命之拳 让颜如山扶下去 颜如山嘴唇 一接到生命之拳 突然间猛地做了解 这么严重的伤 就这么诈尸 也把那做了解 生命之拳 竟是生命之拳 颜如山的眼睛如同灵 闭嘴 楚阳毫不给面色地喝止 颜如山扑得 腾倒下去 此刻心中的震撼 真正是无与伦比 如此偏僻的地方 竟然有这样高明的医者 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 年轻人手里 竟然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难怪他当日 与旁边这个胖嘟嘟的家伙 打赌时候 说出的赌注如此庞大 原来是有恃无恐啊 他的手里不仅仅有 能够快速恢复原力的神药 虽然这种药 并不能够让我 那么明显地恢复 但能够让我有感觉 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且还有价值 近乎无法估量的 紫金浑针 甚至还有生命之拳 那可是精灵族的 镇族之宝啊 已经在九重天阙 绝迹了几十万年的好东西啊 我的天哪 这一刻 施约斯第一大将 真心被楚阳的大手笔给震撼了 楚阳这回 才不会管他震撼不震撼 将收拾停荡之后 就让他在房中静荡 自己和猫腻腻 退了出去 说句老实话 楚阳可是真心不想 暴露那么多底牌 过多地暴露底牌 等于虚弱自己 但是这次事发突然 不得不为 首先这家伙的伤势实在太重 非九重丹不能续其命 非天圣针法 不能激发其生机 非生命泉水 不能令其转为为安 当然了 这是最最次要的原因 其次则是因为这家伙 实力强横的惊人 最保守最保守的判断 也得是圣级强者 很可能还要在 全盛时期的断仓空之上 接下一份善缘 对于未来 必然有许多的注意 第三 这人一身正气 值得以救 当然了 最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严如山 许出承诺的时候 那份重于山岳的肯定 与坚决 这是一个将信守承诺 视为生命的人 楚阳向来是最欣赏这种人 就算之后得不到回报 救了也就救了 我说 你这是打奶弄来的宠物啊 猫腻腻看着楚阳 怀中的虎哥 有些羡慕 他好像刚出生的猫崽子呢 楚阳翻翻白眼 轻抚着某哥的背部 别胡说八道 这可是我签约的灵兽 天地良性 楚阳骂猫老师 绝对是为他好 某猫要是被某哥 既恨了 那肯定是好不了 什么 你说什么 猫腻腻跳了起来 天哪地啊 这就是一头普通的猫 你 你发烧把脑袋烧坏了吧你 我怎么会收这么一个废物 当千约灵兽呢 虎哥刚被安抚下的怒气 再度生疼 随即支起身子 虎视眈眈的盯着某喵 眼中凶光闪闪 丑那意思 动辄就要来一爪子 教训一下某猫 楚阳心中同时 响起了虎哥的声音 很有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我想要将这头人形大猫 变成我的粪便啊 息怒 您息怒 您什么身份呢 实在不知道 和一只人形猫咪志气 楚阳急忙安抚 转头对着猫腻腻说的 啊 我 看你今天早晨脸色不大好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猫腻腻的注意力 立马被转移 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跟组里联系上了 那是好事啊 你这不是回家有路了吗 楚阳诧异 那你愁眉哭脸什么 联系上自然是好事 但现在的问题是 接到我消息的 是一个很疯狂的家伙 猫腻腻满肚子苦手 哎呀 他得到我的消息之后 非说要帮我报仇 虽然都没有跟组里说一声 第一时间 就单枪匹马地跑过来了 啊 楚阳吓一跳 外面狼族人的布房 可是密密麻麻 就他自己跑过来了 过来干什么 玩命啊 还是纵死 我看最有可能是找死 谁说不是呢 那就是一个很暴力 很暴力的家伙 猫腻腻惆怅地说的 而且还很野蛮 很霸道 很不讲理 很暴躁 简直就是一个 不可理喻的存在啊 啊 他到底是谁啊 楚阳小心翼翼地问了 听了这一长串的描述 楚阳顿时也感觉到 山羽欲来风满楼 貌似这人很可怕的样子 连某喵这样神经大条的人 都会对这个人很恐惧 肯定是什么很不得了的人物吧 难道是 喵族的第一战神 第一武者什么的 那人 那人是我的未婚妻 毛腻腻充斥着悲哀的两只眼睛里 溢满了晶莹的泪水 激进无力地说道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 我今后的猫生 再没有半点猫身自由了 可是我又无力反抗 人生啊 就像是背内啥 既然反抗不了 那就只能接受了 我去 楚阳又火哥 同时伸直了脖子 一人一兽四只眼珠子 瞪得就像是 可爱的狮子头金鱼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28集 猫妮妮用手 捂住了脸 喵 再有几天 那个可怕的女人 就要来了 我一想起这件事 就感到生无可恋 今后的日子 再无光明可言 那将是比黑暗 还要黑暗的岁月 充斥着我的后半生 说也说不听 打还打不过 他爸爸 可是喵族第一高手 猫妮妮是越说越伤心 尾巴都拢拉了下去 声音也有些哽咽了 小胳膊怎么也 拧不过大腿的嘛 楚阳与虎哥 无言一对 面面相许 彻底被眼前的状况 给眼住了 猫腻你 悲悲怯怯怯的 诉求祈求 楚阳 你会救我的 对吧 你会救我的是吧 楚阳当机立断地站起来 以百米冲刺的超速度 逃难一般逃了出去 速度之快 几乎就是生平之罪 喵 虎哥浑身上下的毛 都倒立了起来 瞬间化为一道天际流星 刹那间 已经自房中消失 虎哥毛茸茸的脑门上 生生浸出了一头的细微冷汗 太悬了 实在是太悬了 万一这火 要是把这样的母猫打爆送给我 我可怎么办 我我我我还活不活了 不得不说 虎哥还是很有忧患意识的 当天晚上 治疗寡人有急的人 并未再度如期而来 罕见地漏了空 至于那位绝刀断仓空 现在正在焦头烂额地搞药 当然是更加地来不了 所以今天就是近期 罕见地公休了 楚阳抱着虎哥 诗诗人地走了出去 猫腻你依然呆若木鸡地 在自己房中 长须短叹 我该怎么办呢 他就要来了 我是不是该去狼族偷城 一避开这个前世注定的对头 今世无能躲开的梦魇 去到外面 楚阳自然是要摇身一并 真有才赫然在线成还 身后是身长三丈有余 龙行虎步的虎哥 一人一兽 熊啾啾气昂昂 两眼貌金光的 向着灵兽博弈场而去 虎哥一边走一边感叹 当初我的安人去斗兽场 也是易了容的 今天刚认得这位大哥 居然也是易了容的 都是抱着半株吃虎的打算 狠捞一笔 正所谓 彪悍的人生不用信说 却竟是如此的雷头 一时间 仿佛是时光回溯 虎哥忍不住 喵吾喵吾地叫了几声 心中怀念 难以抑制 险些就泪流满念 怀念啊 恩人 您现在在哪里啊 我好想你啊 小子好想你 楚阳刚刚进入 还没有来得及买今天的门票 就看到有人赢了上了 哟 真大爷来了 金武公子已经把你今天的门票钱买好了 并且特意吩咐 只要您来了 就立即带您过去 对了 他还让我们转告你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等您到了 楚阳顿时一笑 哼 这位金武公子 还真是有些迫不及待 不过阅历 还是太紧 都不知道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往往都是铁饼 哼 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 要输给我了 那么的迫不及待 楚阳狂笑一声 带着虎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一副将要大杀四方的德行 与前几日全无两样 在管事的引导下 楚阳走了一处偏迷 意外地发现 这个相对隐蔽的斗兽场 虽然规模不算很大 但却精致至极 这里才是专门为富豪们 准备的高级斗兽场 真正的买金之地 里面一个一个的 独立包厢林立 高高在上 正下方乃是一个擂台 四周都被细细的 银色网线 网住了 每隔十步距离 都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这银色丝线 正是九重天阙 独有的天罗王 就算是天极下品灵兽 也休想将之撕裂分号 至于冲出了什么 更是绝无可能 更别说 每隔十步还有一位 最少是人极层次的高手 在那里虎视眈眈 以防万一的意外 就算万一真有个什么意外 这些高手一起出手 也断断不会让灵兽 造成什么破坏 即便是以楚阳的挑剔眼光 也不得不承认 如此布置 确实净乎是天衣无缝 在每个包厢的门口 都有一排栏杆 栏杆上居然还架着 一道道的鹰眼套筒 设置这些个鹰眼套筒 自然方便包厢的尊贵客人 能够多角度 至为清晰地 看到斗兽场内 所有的一切 一排排的身姿 婀娜多姿的白衣少女 鸟鸟停停地穿梭来去 为包厢的尊贵客人们 奉送茶水糕点和酒水 整个场地 在没有开始零售博弈之前 居然充满了一种 属于少女的脂粉和柔美气息 这地方布置得不错 大气上档次 很适合本大爷的身份 楚阳刚赞叹了一句 就见到所有包厢之中 所有人的眼睛 统一扭转 齐刷刷地集中 到了自己这边 当然了 很大部分的眼神 却是在虎哥身上缩续 然后 一个个地 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场中的气氛 一下子热烈起来 或者用热烈 有些形容不当 简直就是火爆 郑友才 就由我跟你赌这一场吧 郑友才 这一场我来跟你玩玩 郑友才 我来和你对赌 一决输赢胜半 郑友才 你真是太有才了 金武公子金圣兴 从最中央的那个大包厢里走了出来 望着楚阳 笑眯眯地说道 真凶果然是信任 如期而至 眼看着有人要抢先一步摘头子 金武公子如何能不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主权地位 他这一句话出来 就表明了意思 这真有才 可是跟他有赌约的 其他人呢 还是到后面排队去 当然前提是 跟他赌完之后 还有钱应付其他人 楚阳含笑点头 金公子有约 真有才当然是要来的 尤其金公子还那么有钱 今晚真某当大杀四方 一显争容 众人一起大笑 在这灵兽博弈场上 谈论的永远都是灵兽圣户 与谁赢谁输 其他外边的恩恩怨怨 在这里完全停止 但是众人这番笑声中 深刻的含义 却很难说 是笑金武公子 还是笑这位真有才 不自量力了 那位二黑子呢 楚阳转头问道 叫他来啊 当初可是他介绍的 我去买零售 怎么我都做好准备 要开始赢钱了 他怎么还不见了 我还要赢了钱之后 给他打赏呢 旁边的管事一脸苦笑 低声道 真大爷 二黑子这几天肚子疼 楚阳郑住 这会儿某阎王 是真心想打赏 那个二黑子 不是光嘴上说说的 二黑子 肯定不会那么凑巧肚子疼 再说 要是真有钱可拿 肚子疼又算什么 想必是因为自己 居然选了一头 这么垃圾的零售来斗售 一番竞争下去 没准就得输个倾家荡成 哪里还指望 跟着他拿赏钱呢 万一输几眼了 把罪过怪在自己身上 遵守一掌 那岂不是小命玩完 死得很冤枉 所以二黑子明哲保身 死也是不肯来的了 周围的人这才知道 这位真有才 居然还是因为 博弈场伙计介绍 才去交易场的 不由得又是一阵风向 居然因为相信 一个赌场伙计的话 最终还要采取 这么一头垃圾零售参赌 这位真有才 也的确是真有才 金圣心得意的大笑 好个二黑子 等本公子赢了钱 一定重重地打赏他 既然金公子这么说了 我要是赢了钱 就不打赏了 楚阳同样得意的大笑 怎么都有包箱 就我自己没有 还不赶紧给我 也来个包箱 楚阳大叫 包箱 管事脸上抽了一下 先等 你今晚之后 可能就要倾家荡产了 今后只怕都没机会来这里 居然还打算要包箱 傲视九重天 作者风铃天下 演播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29集 真大爷 咱们这里的包箱费呢 大抵是五千紫云币 包用其为一年 比较大一些的包箱呢 费用则是一个紫霞币 实现也是一年 他还没说完 楚阳已经大吼一声 废话 我自然是要大的 随手一谈 一枚紫霞臂 带着阴晕朦胧的迷人色色 飞上了半空 在空中来回翻滚下落 拉出了一道朦胧灿烂的霓虹 靠呀 好气 好气 四周无数人一起起祸 只看着朦胧光泽 就知道那是货真价实的紫霞币 大家一起喝彩 谁也不会排斥 毕竟 这种爆发户只要有钱 你坐进来就是啊 等赢光了你 你那个包箱 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 无论是多么牛的爆发户 也是没有可能 斗得过底蕴十足的世家大作 更何况还是外来户 貌似怎么也不算强龙吧 我一场每一天都会刻意地 空置着好几个位置好的包箱 就是专门等待真有才这样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好嘞 管事大人一把接住紫霞臉 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我马上啊 为真大爷安排 祝愿真大爷 齐开得胜大杀四方 时间不长 楚阳专属的包箱 已经安排好了 位置 视野 高度 都是极佳 楚阳对此也表示很满意 进去之后 及时就有侍女奉上茶水 楚阳喝着茶 顺便就翘起了二郎腿 一只大脚在空中 摇啊摇 摇啊摇 纵然是穿着牛皮靴 那股难以抑制的脚臭味 也是悠然弥散 在空中阴晕飘荡 不好彩分配到 这个包箱的两个侍女 都是轻轻地皱了皱眉 见过的爆发户多了 还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看这几位的样子和架势 不知道 是否是好几年 没有洗过脚了 这样的人 居然也会发大财了 老天爷真是瞎了眼 对此 楚阳其实也很无语 他现在已经养成了 每天晚上都要洗脚的 优良习惯 但是那个该死的脚臭 还是无法去除 只要一脱鞋 那股浓郁的咸鱼味 简直是迎风而上三百里 绕梁三月而不绝 楚阳自己对此 也是完全地无可奈何 看着两个侍女 多少有些抱歉的道 两位美女知足吧 你看看 别人在这包厢里 都是脱了鞋子的 唯独我没脱 我还是很有素养的 两位侍女一起点头 表示感谢 心中怒骂 幸亏是有素养的 您不脱鞋都这样了 您要是脱了鞋 那估计整个博弈厂 都没人了呀 外面的金武公子 居然并没有催促 楚阳对此很敢诧异 往外一看 只见几乎所有的包厢 都是出来几个人 去最中间的地方 蜂拥而去 他们这是干啥去了 楚阳好奇地问呢 甄大爷 那边是下居外赌 赌注的地方 他们都敢去那下注去了 一个侍女恭敬地回答 很有职业素质 毕竟要强忍住 那扑鼻而来的臭气 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 局外赌 楚阳的眼神 一瞬间变成了 亮晶晶的 紫霞臂的颜色 现在是什么配率 有谁做庄 可稳健的吗 所谓稳健 乃是指 做庄之人的 性语与财力 若是压中了 庄却跑了 又或者没钱支付 那可就无趣了 这次是由金家金三叶做庄 他老人家可是这里的老庄了 历来都是从无拖欠的 侍女回答 现在赌经五公子胜的 赔率是三十赔一 赌我胜的呢 人人抢着买吧 楚阳兴致勃勃地问道 赌宁胜的 侍女撇撇嘴 闲道 除了那种脑袋被驴踢了的 估计没有一个人会赌宁胜吧 还是回答道 赌宁胜的 赔率是一赔五十 一赔五十这么高 不能吧 楚阳刷得站了起来 那不就是说 我要是下一亿赌注 赢了就是五十亿了 何共是五十一亿 侍女强忍住心中的荒唐笑意 连同您的赌注一并退还 太好了 楚阳兴奋地拍了拍手 这样的发财机会我一定要参加 等会赢了给你吃红 如此就兴冲冲地 从包厢里跑了出去 楚阳一出去 两位侍女忙不迭地卷起帘子 然后猛扇扇子 吃红不吃红不要紧 关键的是这吃的脚臭味实在受不了 赶紧把这脚臭味扇出去 那才是正经 这俩姐们真正要窒息了 楚阳带着一阵风跑过去 顿时让众人以正 哎 下注下完美 楚阳急匆匆地问了 老子也要下注 坐庄的金三爷 见到所有人居然没有一个下注 真有才赢 正要宣布这次的局外赌取消 赌局赌局 有赌才有局啊 一面倒算什么赌局 你是想让庄稼赔死吗 哎哟 真大官人 你也要下注吗 见到朕有才突然来到 金三爷顿时感觉 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真心地喜出望外 当然 楚阳道 真大官人 赌局 自有赌局的规矩 对赌双方的当事人 若要下注 就只能赌自己赢 这点大官人可明白吗 金三爷道 这点倒不是金三爷胡邹 确实是有这样的规矩 甚至根本就不提倡 对赌双方的当事人 在令下赌注 毕竟由当事人所下的赌注 可控性就太大 就算允许了 也只能赌自己赢 毕竟若自己想输 怎么也是能输的 楚阳呵呵一乐 我当然赌自己赢 难道我还会赌自己输啊 如此就好 却不知 大官人 你下注多少呢 金三爷迫不及待地问了 心动 若是下注不多 难以形成一个局外赌的大致比例的话 赌局仍然只能取消 这种局外赌这玩意儿 我还是第一次玩 就少玩一点吧 只见这位真友才愁愁了一下 道理 就 先来五十个紫霞壁耍耍吧 围观众人 本来是在这儿看热闹 但是此刻一听 居然有人一下注 就下了五十个紫霞壁 居然还说是小玩味 都是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金三爷更加地正确 本想天上掉下馅饼来 哪想到居然掉下来一座金山 他想要接注居然有些吃力 那些赌金圣新获胜的 一共也没有几百紫霞壁 这已经是很罕见的大赌局了 主要是太有把握 大家才如此疯狂 没想到这位一下注 就是五十个紫霞壁 您 您确定要下这么多吗 金三爷两只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五十个紫霞壁 那就是五十亿水云壁 按照当前的赔率 一赔五十 若是他真的输了 就需要赔出两千五百亿水云壁 纵然现在水云壁 是成九重天阙普通缘 才会流通使用的最最普通货币 纵然金家千年累积的财富 远远超过两千五百亿水云壁 但要是想要在一场局外赌赌局上 输出去这么多 压力还是很沉重 主要是另一边 根本就没这么多呀 两下里居然又开始不协调 五十个紫霞壁很多吗 只听真有才 貌似很奇怪地问 单听他的口气 就好像是在说五十个水云壁一般的情思 看着众人的眼神 分明是一种超级有钱人 看着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的 那种眼神 那样的居高临下 那样的辟膩纵横 众人一阵无语 集体晋升 貌似对这句话还真的不好回答 五十个紫霞壁到底多不多呀 这世上有多少人辛辛苦苦一辈子 也是赚不到一个紫霞壁的 如今楚阳一出手 就是五十个 居然还说什么小玩儿吗 很多吗 那在楚大观人眼里 多少是多呀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30集 您这么有把握吗 金三爷捋着山羊胡子 斜眼看楚阳 陈先生 您确定用那头灵兽参赛 不会变卦吧 你要知道 这场局外赌的贵赌重点 就是您这头灵兽啊 若是临阵换寿 赌局就不算数了 楚阳顿时不愈 你这是什么话 难道我还值当地 为了这点屁钱 骗人不成吗 这点屁钱 真有才的财大气粗 在这一刻 真心完美地震撼住了 所有在场的人 五十个亿的水云壁 在这位真大爷眼中 居然只是 这点屁钱 所有人在这一刻 看真有才的眼神 都变了 不再是看着一个爆发户 而是纷纷在猜测 这位真有才 到底是 哪个具无把财阀的家里人呢 一时间 众人心中纷纷慎重强 这样的人 真的可以赢吗 金三爷心中 也是狐疑不定 还是不放心 招手换来一人 你去看看那头老虎 灵兽 有没有什么异常 还是再确定一下吧 万一阴沟里搬了船 那可是要有好大一笔亏空的 不多时 那人气喘吁吁地跑来 确认是没有异常 没有异常这四个字 说得很缓慢 其中的用意 大家都明白了 不明白的 貌似也就只有 看似不明白的 真大官人而已 至此 金三爷宽心大方 楚阳斜着眼问道 我说 你这么磨叽 不会是这点赌注 你们接不起吧 这是什么话 金三爷豪爽地大笑 不要说这么点赌注了 就算是再多些 我们金家也不怕 收了赌注 立即有人上前 楚阳很配合地 交出来五十枚紫霞臂 难难道 要不要再追加个五百 金三爷背心 顿时出了一层冷汗 再追加五百 那万一输了 十分之一个金家就 这几时就没了 那可是祖祖辈辈 一千多年积攒的家业 暂时还是不要冒险的好啊 装作没听见 朕有才这句话 立即宣布 还有下注的吗 还有下注的吗 若是没有 那就封盘了啊 过时不后 但是旁观众人 哪里肯让金家吃毒食 顿时蜂拥而胜 我要追加赌注 我押金五胜 我也是 我也是 还有我 我押金家 最后这个 让金三爷狠狠白了一言 这场局外赌 名义上是真有才 对赌金家五公子金胜兴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绝对是金家主持的私人赌盘 骨子里实际上就是由朕有才 直接与金家 这整个家族对赌 要不然 就凭着金五公子在家中的地位 断断弄不出金家的地级中品零售 来参与这个层次的赌赛 这一节大家虽然心里都清楚 但是真肯说出来 却没有 一个都没有 现在这家伙直接说出来压金家 却等于是触犯了忌惑 如果换了一个有些小聪明的人 只要及时宣布 放弃比赛 就能避免天文数字财富的损失 有些面子和保住财富相比 孰清孰重 不言而喻 幸好真大官人对此毫不在意 那样子仿佛是胜券已经在握 很随意地笑了笑 拿了赌单 转身就在 金圣星跟在他身边 一同走回去 真兄 敢问真兄从哪里来 金武公子现在 也有些彬彬有礼了 看着楚阳的眼神 就像是看着一头 予取予求的大肥羊 啊 从天上扯 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查家谱啊 楚阳一副说漏了嘴的样子 没事没事 金圣星陪着笑 往一边走了 心中却是意图 他竟是来自天圣城的 九重天阙第一大城 圣君所在之地 整个九重天阙的核心之地 金家虽然能够在紫霞城称王称霸 势力不俗 但若是将这份势力转移到了天圣城 这估计连个渣子都算不上 然而这位暴发护一般的真友才 居然是从天圣城来的 他到底什么来历呢 金吾公子情之在待下去 也得不到更多的信息 但是这三个字已经让他心中有数 沉吟着走了回去 看台上欢呼声起 铺天盖地 今夜的灵兽博弈 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各位各位贵宾 我们紫霞城灵兽博弈场的博弈即将开始了 这一次参与灵兽博弈的对家 乃是由紫霞城金家金圣新公子 对上我们紫霞城的神秘富豪 真友才先生 一阵稀稀落落的整身 金武公子的出场灵兽 乃是地级灵兽黄金独角龙莽 而真友才先生的出场灵兽则是 大猫虎 对 就是威武雄壮的大猫虎 从无败迹的大猫虎 说到大猫虎 主持人分明也有些结巴 主持人的声音 分明也出现了一个错愕 对 就是大猫虎 大猫虎 听声音就知道 主持人在念叨大猫虎三个字是 肠子都应该纠结成了一团 现在激烈的战斗即将开始了 请大家拭目以待 且看是黄金独角龙莽 独领风骚 还是从无败迹的大猫虎 续写不败神话呢 看台上 包厢中 顿时有不少人笑歪了嘴 大猫虎 这是什么令声 从无败迹的大猫虎 亏这位主持人还能想出一个 威武雄壮四个字来 真是出口成章 也确实从无败迹 毕竟这是这头大猫虎的第一场比赛 哪来的败迹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败迹的 很可能 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 有可能出现激烈的战斗吗 哪里可能出现什么激烈的战斗啊 比地位中品的这黄金独角龙莽的战斗力 恐怕一个冲刺啊 就将这只大猫虎给吞掉了 这位主持人真是昧着良心说话呢 不败神话 在万众期待之日 这一场空前刺激的灵兽博弈终于开上了 双方约定此为胜负之战 主持人大声喊着 双方开始下场 楚阳站在了虎哥一边 而另一边 大王露出一个洞 一个通体黄金颜色 额头上长着一根白玉一番的 独角的蟒蛇 看上去浑身如同是一个黄金雕塑 神俊异常 正丝丝地吐着蛇性 蜿蜒地游了进来 一股阴冷的气息 悠然散化 相隔数十正 楚阳甚至能感到那一股 倾骨的寒液 于一种能够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意 就如是夜半走在乱葬岗 突然跳出来一具僵尸那般的 让人心惊 地级灵兽 果然是非同小可 只是一出场 就给了所有人一个下马威 楚阳估计 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若是不动用九节剑的话 恐怕还不是这一条大蛇的对手 金盛新站在网外 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地级灵兽 黄金独角龙马 喃喃地说着声 似乎在交代着声 只分胜负 不分生死 这是太多太多人 向金武公子提出的要求 人数多的金武公子吃不消 惹不起 金公子 总不能你一家吃都市吧 要是你一下子就把真友才的零售给搞死 我们还怎么赢钱呢 对啊对啊 金公子你们家吃到了肉 我们怎么的 要弄点汤喝吧 哎呀呀呀 这种机会可太难得了 最好让真友才那头大猫虎啊 能够连续斗个百事场的 怎么也要从他身上把钱给掏没了 然后再弄死啊 嘿 这才像话嘛 说得是啊 说得是啊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有钱 大家赚 对此 金盛新其实非常无奈 却又实在无理招架 如此之多的说客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三十一集 事实上 地级灵兽黄金独角龙马 是一种非常试杀 也是最为喜欢 吞噬目标的灵兽 若是不事先交代好 恐怕一上去 就把对面的大猫虎给吞了 若是那样 势必将得罪太多的人 但是偏偏着黄金独角龙马 还不怎么买金武公子的账 金武公子可不是他真正的主人 若非这场特殊的赛事 凭金武公子怎么够资格 拥有地级灵兽 对此 金武公子真心地焦头烂额 可千万不要放了众怒 金家虽然家大势道 但是若是要是坏了在场 其他各大家族 这些人的集体性质 这也是相当得罪人的事迹 金家高早 或者可以不在乎 又或者不在意 但是金武公子 可不能不在乎 不在意 楚阳伸出手 轻轻在虎哥身上 抚摸了一下 一定要小心 万一打不过 可以投回来 钱咱们不在乎 没了可以再挣 命只有一条 自己的小命 最是紧要 千万记得 一切都以小命为大前提 虎哥点点头 一向嚣张跋扈 血腥好战的虎哥 在这一刻 突然表现得很温顺 温顺得令楚阳 有点不太适应 虎哥居然也有 如此一面貌 随着雄壮的谷底 随着楚阳的轻浮 尤其是那句话 令虎哥突然有一种 时光倒流的感觉 似乎在这不知道 隔了多少时间 和空间的所在 再一次地回到了当初 自己在斗兽场 参与斗兽的情景 活着的时候 要被榨干全部的价值 一旦死了 就再无价值可言 虎哥原以为自己 也是无能避免这种宿命 不知哪一天的斗兽 或许自己也会成为一具 僵硬的尸体 可能会成全某些人的愿望 但也在同时 掏空了某些人的钱包 成为那些人漫漫 宣泄怒气的对象 他的恩人就在那时候出现 毫无征兆地出现 那么多的同类 他单单选定了自己 恩人的手 在他背脊上 轻轻地抚摸滑过 那副难言的书是自在 与此同时 那一股改变了 他一生轨迹的气息 就此恩人手上 进入了他的身体 刹那间让他的身体发生变异 从根本上发生变异 那一股气息 让虎哥的能力 无数倍地增长 让他的潜力 直接扩展到了无限 等恩人的手拿开之后 虎哥已经成为了 同类之中的王者 绝对无可争议的王者 曾经无可争锋的对手 再度面对他时 只能摇尾起怜 而不敢有丝毫的妄动 那是下位者 面对上位王者 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那一刻 虎哥清晰地知道 自己获得了新生 自己的人生 已经彻底改型 但神人并没有 将自己带在身边 而是将他放走 从那之后 那股神秘的力量 一直留存在虎哥体内 让他得到一次一次的晋升 一次次的突破 最终成为兽王 兽皇 兽尊 一直到兽之无限 甚至 就连那日的空间破损 也是因为恩人赐予的 那股神奇力量 保护着他 在无限的空间乱流中飘荡 若不是那股力量 虎哥早在无数年之前 就成了一堆白骨 又或者是一堆积粉 随风消散无痕 多少年了 虎哥一直想要 恢复到自己的巅峰状态 然后去寻找恩人 无论千山万水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洪荒宇宙 总是要去找他的 那 却始终不能够如愿 终于在那一天 他突然间感觉到 一股类似于恩人的气息 出现在这个地 所以虎哥连夜赶来 不奢望这次 就能见到主人 因为那股气息太微弱 没有可能是恩人 但是或者有恩人的信息 也说不定 只要有希望 就要去尝试 即使要他藏在一个 低贱的交易市场之中 因为他的恩人 似乎很喜欢 光顾这种地 恩人对于寿人 似乎有一种 天然的好感 所以虎哥藏在这里 不让任何人 发现自己的异常 然后每一天晚上 都四处寻找 也在所不惜 可是他抱着 莫大的希望前来 却始终无骨 那份与恩人 相似的气息 竟是再无点滴痕迹 然而 在那一天 这个人来到了虎哥面前 他的手上拿着的 分明就是恩人制造的剑 因为那股气息 虎哥永生难忘 绝不可能认错 就是他恩人的气息 恩人的味道 我不够资格跟随恩人 但我要跟随着 去个跟恩人有关的人 守护着他 成长 相信和他做伙伴 或者有机会 再见恩人 所以 我愿意任他做老大 最少 我要替恩人守护好他 索性这个老大 跟恩人一样 对我同样是极好的 既然现在找不到恩人 留在他身边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刚才 兜售上场之前 抚摸我的背脊这份温柔 与恩人给我的感觉 正是极为类似的 听着四周不绝鱼耳的呐喊 看到一圈的人 那种猙獰的嘴脸 虎哥却突然感觉到了 回忆中无限的温馨 这种地方 最能给我回忆 其实 我真的想要在这种场合中 多待一些时间 当初的回忆 是那么的温馨 而动人心显哪 那个战无不胜 从无败计的大猫虎 好像吓呆了呀 就是 怎么不动了呢 难道是因为 灵兽之间的威压震慑 让那什么大猫虎 直接连动也不能动了 这一次进我公子迎钱 实在是迎得太轻松了吧 傻人傻命 强求不得啊 就是啊 那条黄金独角龙马 已经快到跟前了 这位战无不胜的大猫虎 居然还在发胆 简直不是一个棘数啊 从无败计 看来要开张了 众人议论纷纷 反正就没有人看好猫虎 金武公子笑嘱颜开 手指头一个劲地搓着 似乎已经准备要收钱了 也不怪他如此 眼前情形 一百人得有一百人 都信他能获胜 一千人得有一千人确信 他能获胜 就算是一万人 也得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 相信他能获胜 除了真有才 甚至不少人都以羡慕 极度恨的目光 盯着金公子 智慧实在是太幸运了 然而就在这时 黄金独角龙马 蜿蜒着冲了过来 黄金独角龙马 冰冷的眼眸中 掠过了一丝 冷血动物的残酷 张大了嘴 要将眼前的对手 吞下去 面对这样的对手 他甚至都不屑于 使用天赋技能 一口吞没了 也就完了 至于不准杀死 谁规定的 我来的那家伙说的话 算什么 屁都不是 我没把他吞了 都是他的便宜 我才不管这一套呢 这是我黄金独角龙马 身为地级灵兽的 尊严与自负 就算那森冷的獠牙 即将咬到虎哥脑袋的 最后一刻 虎哥突然猛地 惊醒了一分 在众人眼中 突兀的一跳 在所有人看来 又或者可以说是 所有人都能看得出 那是惊慌失措的一跳 又或者是 绝地求生的一跳 不得不承认 这一跳居然让大猫虎 暂脱险境 竟然是整个身子 横空而起 很凑巧地落在了 黄金独角龙马的背上 而且还浑身哆嗦着 浑身的毛都能看出来颤抖 很艰难地往上爬了爬 一爬不要紧 但是这一爬 后蹄子蹬了两下 无巧不巧地 正好蹬在 黄金独角龙马的脑袋上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32集 众所周知 黄金独角龙马的眼睛 就是在头顶上 一蹄子蹬上去 令众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发生了 那冒着寒光的爪子上的 风锐的指甲 居然就那么陷入了 黄金独角龙马 瞪得大大的眼球 只见着大猫虎 惊恐万壮地叫了一声 似乎对自己的蹄子 踩到某软物 陷了进去 感觉到非常地意外 与害怕 手忙脚乱地挣扎了几下 然后才把爪子 从黄金独角龙马的眼球里 拔了出来 随即 乌黑的鲜血 腥臭地喷了出来 黄金独角龙马的眼球 成了一团将鸥 黄金独角龙马 几乎是呆了呆 顿了顿 这才反应过来 突然间发出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惨诱 谁说蛇不会吼叫 事实证明这蛇真的叫天了 也是可以很撕心裂肺 看台上 包厢中 无数人的眼球 几乎脱离了眼眶 瞪了出去 啪啪啪 无数的鹰眼套筒 无力地从手中跌落 在地上摔得滚来滚去 谁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发生眼前这一幕 如此光怪陆离的一幕 就那么发生 上哪说理去 此刻的黄金独角龙马 气得发疯 痛得发狂 憋屈得快要爆炸 轻敌吗 算吗 不算吗 万万没想到 一时的轻敌大意 根本就没有将对手 当成对手 没有想到一开始 自己就受了如此重伤 最关键的是 这次受伤貌似还是对方 无意之中 惊慌失措造成的 这更加地让人不可忍受 眼球顺时破裂的强烈痛苦 让黄金独角龙马 彻底发狂 呼的一声 黄金独角龙马 有如旋风一般的盘起来 随即整个场中 突然天昏地暗 一股股黄色的 黑色的旋风 呼呼围绕 这正是黄金独角龙马 的天赋技能 也是第几层次的 高级技能 黄黑风泡 那两团旋风 实则是两种剧毒 黄金独角龙马的 半生剧毒 阴阳两极 地级以下的舞者 当之历死 这还不算完 他更是猛的一张嘴 口中一团黄金一般 亮晶晶的光芒 在酝酿着 黄金独角龙马的 独门绝技 非生死大战 绝不轻用的最强绝技 黄金爆裂团 这才是黄金独角龙马 的成名绝技 同时也是这名字的由来 黄金爆裂团一出 就算是天级高手 应接一击 也会撞伤 这是拼命的手段 黄金独角龙马 显然已经将 猛虎恨到了极处 他决心将这家伙 完全地腐烂掉 然后再用黄金爆裂团 打成碎片 再然后 生吞落肚下去 忠目睽睽指向 只见了大猫虎 全无重创对手的喜悦 畏缩万壮地 不断地往后退 更是尾巴不断地摇摆着 似乎在求饶 企图对对手手下留情 黄金独角龙马 旋风一般地 扑了过来 这一声叫 让所有观战的人 同时下巴也掉了下来 真正是晕死了 那么一头三丈多长的猛烧 居然发出了 类似猫咪一般的叫声 这玩意儿 到底是虎 还是猫啊 一团黄光黑雾之中 轰然发生了爆炸 黄金爆裂团 爆炸了 一片模糊之中 就看到一条惊慌失措的身影 再一次跳起 韩跳力无比了得地 直接跳到了相对的另一个脚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那黄金爆裂团 在斗兽场的天罗网上 猛地爆炸 外面 相邻较近的那位监督赛场的高手 被这股剑气 炸得一个翻滚 皮球一般滚了出去 这还是因为天罗王 已经消灭了绝大多数的尽力 否则那高手早已黄泉启程了 然而如此惊人的攻势 那个大猫虎 居然又一次躲过了 实在是太幸运 黄金独角龙毛 愤怒万分的叫声 惊天动地 急速地转过来 面对着已经吓得 似乎是魂不附体 瑟瑟发抖的大猫虎 长达五丈半的朔距身子 腾空而紧 在空中 金色闪电一般飞驰而来 一股森冷狂暴的飓风 平地掀起 对面的人 都是机灵灵的 打了一个寒阵 如坠冰枯 大猫虎又是一声大叫 瑟瑟发抖针 拼了全身的勇气和力量 又是迎着对方纵身一跃 是迎接还是闪避 貌似闪避的可能更多一点吧 因为大猫虎卓越的跳跃能力 已经令他闪避过了黄金独角龙的兜头铺鸡 然而这一轮的对决 却远远没有结束 甚至只是才开始 因为 我这个天哪 看台上包厢中 无数的手持鹰眼套筒的人 同时浑身的鸡皮疙瘩 都冒了出来 大猫虎的这一跳 闪避过对方的攻击之余 居然又好死不死的 跳进了黄金独角龙莽的头上 刚才没用到的那一条后爪 也如之前那般 凑巧地抓进了黄金独角龙莽 另一只眼睛上 这还不算 貌似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的大猫虎 居然狠狠地一头 撞到了黄金独角龙莽的 那树立的白玉独角上 大猫虎一声惨哼 顺时被撞飞 反弹出去 不过猫虎的这一撞 也非是没有收获 甚至是大有收获 那可怜的黄金独角龙莽 神郡异常的独角 居然已经被棋根生生撞断 啪的一声 落在地上 大量的鲜血 从头上那个血窟窿里 咕噜咕噜地冒出来了 谁都知道 黄金独角龙莽的要害 就是这独角 而且作为爬行动物 蟒蛇的一种 黄金独角龙莽的眼睛 也毫无例外地 跟其他的蛇类一样 其实没多大作用 真正指使他攻击 或者前进 都是那一截白玉角 在其作用 有着一种类似于 蝙蝠释放音波一般的功能 指引着方向 独角没有了 黄金独角龙莽 也就真真正正地 变成了瞎子笼子 而且还是严重的鼻塞 连味都闻不到了 现在 这头黄金独角龙莽的状况 只能用凄惨悲剧至极 来形容了 不仅两只眼睛都瞎了 最重要的独角还被撞断 只能凭借着本能 在斗兽场中不断地翻滚 到处撕咬盘旋 横空直撞 一边惨叫 一边毫无目的地盲目攻击 但是人家大猫虎 瑟瑟发抖地躲在一边 眼中满是恐惧的 看着黄金独角龙莽 黄金独角龙莽 根本就攻击不到 黄金独角龙莽 几乎所有的位置都攻击过了 就唯独没有攻击这里 死角 攻击死角 这也行 所有人同时陷入了呆滞 这是幸运吗 如果是幸运的话 那这也太幸运了 我的天哪 包厢中 金武公子呆若目击 做梦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一头地级灵兽 居然会因为轻敌 导致了如此惨烈的下场 金武公子有两个 想不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灵兽它就是灵兽 在灵兽的世界里 哪里有轻敌这一说呀 黄金独角龙莽 平常战斗 哪怕是对阵一头老鼠 也绝不会有如何掉以轻心 只有对方彻底击杀 或者吞噬之后 才会放心 为何这一次 却会如此的糊涂 第二个问题则是 黄金独角龙莽的 很多攻击手段 还都没有用出来 为何不用呢 作为地级灵兽 黄金独角龙莽 在金家这么多年的调教下 甚至已经精通了 一定程度的武器 甚至能够用自己的 后半截身子 化身为鞭子 大刀 长枪 但是在这一场战斗中 丝毫没有体现出来 甚至连作为蛇类 最原始最基本的 缠住对方 活活缠死的 生存本能手段 也没有动用 怎么就到了这种地步 还有最让人费解 黄金独角龙莽的独角 可说是周身上下 最最及时的地方 更坚持命门所在 黄金独角龙莽 一向最为重视 绝对不肯让任何人摸一下 这次 怎么就这么被撞了 而且一撞 还就给撞断 这他妈的 难道是变成豆腐的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33集 场中的鲜血 依然在不断地喷洒 整个场地 几乎已经被 黄金独角龙莽的鲜血 给浸透了 黄金独角龙莽 依然在疯狂 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这头黄金独角龙莽 肯定是活不成了 此际命门被破 意味着生命走向终底 这样的伤势 就算是圣级灵兽 也无能例外 何况是区区一头 地级灵兽 就只得三字 死定了 而造成了 这一切的大猫壶 正在一边 似乎非常恐惧 非常害怕地哆嗦 筛康一番 众人彻底无语 集体拾荒 众人转了转目光 看着物资窝 在某个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大猫壶 那典型的懦夫德性 根本不敢战斗的 窝囊样子 以及头顶上 那醒目异常的 鼓出来如同是 独角一般的肿块 正是刚才一头撞在 独角上 所付出的代价 将大猫虎的脑瓜顶上 撞出来了 如此大的一个大包 真的就活像是 黄金独角龙莽的独角 长到了大猫虎的头上 这副窝囊的样子 让众人纷纷叹息 恶味不已 看着样子 在黄金独角龙莽生命力 耗完之前 若是还不能干掉 这个大猫虎 这家伙 居然会成为胜利者 莫名其妙地赢得比赛 这 意识到这结果的所有人 尽数为之实话 忠目睽睽指向 斗售场中就像是 演着一幕 无声的电影 黄金独角龙莽 持续地咆哮着 惨叫着 深吟着 攻击着 一直到了深吟着 蠕动着 逐渐的 最终不动了 完全不动了 彻底不动 那曾经高高昂起来 不可一世的舌头 这会儿就像是 被抽干了水的塑料管一般 啪的摔在地上 勉力抽搐了几下 终于归于忌人 虽然已经意识到 这个结果将要来临 却仍希望有奇迹出现 出现惊天逆转的众人 彻底陷入了一片呆症 满场寂寞 便在这时 突然一声傲视环宇 独步天穷地刨向 酷的响起 只见那只大猫虎此刻 居然生龙虎虎一般地 站了起来 抖了抖身上的毛 一种威武雄壮 战无不胜 唯我独尊 有我无敌的霸王气概 冲了上去 对着黄金独角龙莽的尸体 又丝又咬 口中还在呜呜咆哮 众人虽然听不懂 这家伙在叫什么 但是猜也猜得出来 因为某虎的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虽然大猫虎 不一定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那种得意加猖狂 嚣张半跋扈 痛打落水狗的气魄 让众人纵然猜不住 却也绝不会和事实 相差太多 看到这头对着别人的尸体 又死又咬 一副生死决战状态的 大猫虎 众人纷纷觉得 下巴脱臼 都觉得自己的眼珠子 嗖嗖的 要从眼眶里飞了出去 满地眼球乱蹦乱跳 天地之间居然有 这么无耻的野兽 实实在在的 忒不要脸了 还能再不要脸点吗 能不能啊 我 你他妈都忘记了你 刚才在你对手发威的时候 你压得只会发抖逃跑的样子了 现在到来成威风了 你还敢再勇猛点吗 终于有人大骂起来 靠 你对着死人耍威风 算什么本事 旁边立即有人提醒 不是死人 是死蛇 真是太不要脸了 实在是 忒不要脸了 无数人都对 谋虎的作为 愤愤不平 更多却是不甘心 这样的结果 任谁也是 不会甘心的 明明是天上 掉馅饼的好事 结果馅饼在半空解体 那馅居然是大便 糊了满身满脸 这会儿除了恶心之外 再没有别的了 而且还带有剧毒 你们居然看一头野兽 说什么要脸不要脸 难道 你们其实是懂授予的 人才啊 极少数因为这种 那种原因 而没有下注的人 幸灾乐祸地 说着风凉话 心里终于平衡了 场中的闹剧 还在继续 那大猫虎 又死又要足足 几百下 这才勉强将那 黄金独角龙芒 周身上下 最不结实的肚皮撕开 堂而皇之 匆匆融融地 将内胆和蛇胆 吞了下去 众人一片瞠目结舌的同时 又是一阵垂胸顿足 死掉的黄金独角龙芒 都躺在那里 任由他私营 居然也要数百下 才撕破了 仅次于要害的肚皮 若是活着的呢 但 这大猫虎 偏偏是这场赛事的胜利者 这让众人 怎么能接受 情何以堪呢 虎哥慢悠悠地 吃掉了蛇胆和内胆 这才摇头摆尾地满足起身 以胜利者的英姿 威武雄壮 不可一世地绕着场子 一圈圈踏步 一边踏步 一边仰天咆哮 似乎在宣布 他赢了 他才是胜利者 虎哥心中 尾时是得意之急 虽然实力相差 却是悬殊 但这一场伴侏 我真的没有说 完全没有任何人发现 真正意义上的 神不知鬼不觉 闷声发大财 至于绕场 示威游行什么的 老子早就想这么干 想了好多年了都 想当年 在斗兽场的时候 就想这么干 只不过没机会 斗完一场我就溜了 现在 当然要尽情地 多转几圈了 远远当年的遗憾 一生之中 多少遗憾啊 长相 满场是呆若木鸡 济然一片 两久两久之后 才有一位 没有下注的人 幸灾乐祸地 问自己的同伴 哥们 赢了多少 是不是 得请磕 这句话 彻底让众人 清醒过来 无数人垂胸顿俗 刹那间怨念冲天 我的钱 我的钱啊 该死的该死的 竟然输了 这种情况 居然还输了 天哪 我没法活了 什么狗皮地鸡铃烧 居然连一头 普通野兽都打不过 害得老子 输了这么多钱 老子骂他十八倍祖宗 阻证他一辈子 下辈子 也应不了 经过这一场战斗 我对所谓的灵兽 彻底失去了信心 怎么能相信禽兽呢 哎呀 金圣新金武公子脸色灰瓣 两眼无神 呆呆地望着场中 还在绕来绕去的大猫壶 心中早已经是全盘崩溃 灵兽博弈 既然是博弈 肯定是存在有风险 有输也有赢 当然也可以说是 不是胜就是赢 若是输了 战斗输了 死了 金武公子 怎么也不会这么的难以接受 但问题却在于 所有人就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黄金独角龙膀占据了 绝对的优势 不 应该是绝对的胜势 绝对拥有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将这大猫壶 碾压死的强横实力 可是在如此悬殊的 战斗力对比之下 最终结果 却偏偏那么憋屈万分地输了 而且决定胜负的 居然是接连三四的意外 最最让人崩溃的是 这样的意外 居然全部都是建立在 大猫虎一路逃走的基础上 这货 连个正面战斗都不敢 却偏偏赢了 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 旁边的几个人 大表同情地看了看金武公子 纷纷悄无声息地躲远了一点 这货 看样子要崩溃 崩溃就崩溃了 可别疯狂啊 就算疯狂了 也别疯狂到大家山上 负责场外赌局的金三爷 比他侄子强不少 还有理智 就是满头的瀑布汗 那山羊胡子在风中 飘零哆嗦 两只手也鸡爪子一般颤抖起来 一张帘更加变成了死尸的颜色 妈的 明明是时拿时稳的赌局 居然输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34集 其实也不能算书 因为书的人很多 压金圣心圣的人 这些人 全部血本无归 也就是 全部都变成了金三爷所有 但问题是 这些钱全部加起来 一共也不过只有 873个紫霞币而已 却要赔真有财 足足2550个紫霞币 这下子 真正的赔大方了 金三爷在这里 坐庄十几年 半辈子所赚的钱 有一小辈 都在此刻归了 真有财 此刻的金三爷 面无人色 非观输赢 而是心疼 倒也不是输不起 金三爷能够在此 开赌几十年 什么风浪没见过 族人身为庄家 可以十赌九赢 却怎么也不可能 万胜不输 偶尔也会有 看走眼 又或是偶然 意外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真是 长胜不输 谁还跟你赌啊 敢耍大钱的 又有谁是 真正的脑残 以为谁都是 前几天的 真大官人吗 可是今天一下子 输了那么多的钱 为时的心疼 半辈子的积蓄 就那么没了一小半 换了谁也得心疼啊 换了你 你能不心疼吗 能不能 另一边 主持人也陷入了 呆滞 识化 定身等负面状态 好久 战斗胜负分明 早已明朗 居然还在梦游一般 完全不知道 宣布赛事结果 如果他能早点 宣布结果 凭某虎的作戏 那舍胆和内担 还是有可能 留给金家的 直到真有才 投笑起来 喂 我说那个主持 你昨天脑子发烧烧坏了 今天忘吃药 吃错药 吃假药了 这战斗都结束 多长时间了 还不宣布结果 你很有空吗 啊 大爷我等着拿钱呢 突然间又是一阵大笑 真是太爽 大猫虎果然是威武雄壮 战无不胜 再度续血 不败神话 今天我可是又小赚了一笔 等会儿给加餐 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 唯一感觉就是淡淡抽筋的疼 小赚一笔 真是小赚一笔 就只是小赚一笔吗 光赌这一局 除了从金武公子那里 赚了对赌的一百紫霞币之外 还要从金三爷那里 赢两千五百个紫霞币 合计两千六百个紫霞币 换句话说 就是两千六百亿的水云币 居然还只是小赚一笔 大家都很想问一句 到底多少是多呀 您能不能再嚣张一点 能不能 主持人终于嘴外眼斜地 窜上了高台 这一次灵兽博弈的结果是 真有才先生的大猫虎完胜 大猫虎不愧是威武雄壮 战无不胜 从无败尽 再度续写不败神话呢 说到最后 主持人剧烈咳嗽起来 实在是 这样的结果 他也是怎么都没想到 实在是意外 能说成这样 已经是一个专业职业者的 本能极性 再想要找一些更专业的赞美之词 为实是有心无力 但胜负的结果 确实已经尘埃落定 所有人都以一种 百分百实话的状态 看着真有才 将那大猫虎从斗场上 心肝宝贝地领了下来 一个个的目光 就像是被牵着线的木偶 充满了羡慕极度恨 低级灵兽 居然也能如此疏忽大义 而且还是这等致命的疏忽 除了那蛇的疏忽大义 还有那头大猫虎的运气 也他们太好了一点吧 好得简直离谱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好事 撒不到我头上呢 大家赢了都不怎么在意 不过是比小钱 若是我 若是我赢了这一铺 这辈子啥也不用干了呀 一世幽人 不 起码是三五七世幽人 从如丧考笔的金武公子手中 接过了一百紫霞臂 然后楚阳又得意洋洋地 来到了金三爷面前 金三爷 这次可是多谢你做庄 那个 我的彩头 金三爷一张老脸 成了风干的茄子 这个一下子两千五百紫霞臂 所谓愿赌服输 我既然做的庄 输了绝不赖 不过作为前辈呢 倒是有必要提醒老弟一句 这笔钱数目不菲 你你一个人拿得了吗 这世上可不太平啊 楚阳抬了抬自己的右手 小意思了 看到没 这东西呢叫做空间戒指 不要说是区区两千五百枚紫霞臂 就算是两百五十枚紫霞臂 这里面也是放得开的 付付有余 多些关心了 不愧是赌中前辈 气度过人 大家顺时齐齐注目 楚阳手上的戒指 众人一时间 尽都有些默然 那枚平凡古捉 貌不惊人 极无任何修饰的戒指 居然就是传说中的空间戒指 而且存储量还属于惊人的那种 这个真有才的来历 究竟是什么 越来越能感觉到 他的背景神秘且庞大 甚至如今显现的 仍不过是冰山一角 太苍一宿 在座众人之中 何共也就只有寥寥几个人 才备有空间储备 且存储量与真大官人的相比 完全无法同意而已 却无一不是将之视若真宝 更是万万不敢见之险于人前 贸然险于人前 只会给自己招来 无必要的麻烦 不是谁都好像真大官人那般 不把紫霞币当回事 不把空间装备当秘密 甚至不介意泄露出 更多更大的秘密 给别人知道 250万紫霞币都能装得下 甚至还有富裕 这何令是告诉别人 我的空间里 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东西 至于具体有什么 随便想象好了 反正 我不把2500枚紫霞币当回事 小数目而已 这句话的前台词 是否是说 某大官人所拥有的 其他东西的价值 更要在2500枚紫霞币之上 那简直就是 随身携带着一个大宝库 此外 还有他那个来无影 去无踪的神异本事 众人已经是望尘莫及 真有才在斗兽场如此风光 各大家族 怎么可能不派人调查跟踪 洗清他的来历底细 但是查来查去 这个人居然是神秘的 一点线索都没有 截止到此时此刻 经年其大致的落脚之处在哪里 都没查出来 不是一家如此 而是所有家族 所有势力 都没有调查出 那么一点 有价值的线索来 一时间 众人都不禁从脑海中 犯起了相同的疑惑 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这样的人 真的可能会这么纯 就用一头野兽 来参与博弈吗 而且还是一出手 就是近乎天文数字的财富 顿时 已经有不少人 对真有才的灵兽 大猫虎 起了疑心 毕竟今天的赛事 为时太古怪了一点 太离奇了一点 貌似还太离谱了一点 趁着真有才 在催收赌债时 有不少人 趁戏去观察大猫虎 但是看来看去 这家伙 实实在在的就是一头 人畜无害的普通野兽 哪怕连半点的原理 波动都没有 行走呼吸之间 也根本不曾引起天地间 一丝一毫的力量波动 为时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 难道真的是运气好 不可思议啊 于是乎 有不少人再一次 心思活泛起来 眼珠子乱转 都觉得自家的灵兽 可是要比这头 大猫虎强的多了 金家的黄金独角龙马 可以疏忽大意 但是自家的可绝对不会 事实上 不只是众人觉得不可思议 连楚阳本人在内 都是如此 楚阳已经尽量高估 某虎的能力 甚至早已经预判 此战的结果 却仍是万万没想到 某虎的戏 会出色到这个地步 显然 今日的战果 令到许多人 都被某虎的演技所欺骗 诱惑 亦步亦趋 渐渐步向了 堕落的深渊 此刻楚阳 正从几乎就要快哭出来的 金三爷手中 拿到了那一笔巨额赌资 洋洋得意的 就要离去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恭喜真凶 齐开得胜 不知明天是否还继续呢 如果还打算继续 不如就由小弟来奉陪如何 吴修身急不可待地 钻了出来 之前没有抢到头筹 让金五公子抢了个心 心中可谓是无比的不痛快 现在真有才 居然走狗屎运得赢了 吴公子不觉大喜过望 只感觉一枚 紫光阴晕的紫霞馅饼 向自己迎头砸来 这一句话 其实引起了 众人的广泛注意 当然了 众人注意的 乃是真大观人的反应 众人很是恐惧真大观人 这个时候突然来一句 没兴趣 没兴致 没意思 没想法 诸如此类的话 楚阳仰天狂笑 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我现在正是红韵当头之时 怎么会不赌啊 赌 不仅要赌 而且是大赌而特赌 只是 众人顺时闪亮的目光 通告暗暗 就怕听到类似 指示 可是 但是之类 怎么前边说的豪气甘云 还要指示 难道要打退堂鼓 难道真凶有什么不变之处吗 吴修申急急开口问 不能不急 这可是关系到好多财富的大事了 哦 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我的大猫虎如此神勇 今日小事身手 你长了那黄金独角龙吗 当真还有什么人的灵兽 敢迎战吗 大猫虎最趁我心 更牵神勇无敌 我只会用它迎战 若是别人尽都怕了我的大猫虎 无人迎战 那岂非大大的无趣 楚阳面显难顺道 活了个去 居然是这个事 弄个指示出来 众人心下骇然的同时 更有无限的欢心涌动 真是好人哪 我们一来是怕你不赌 二来还怕你换灵兽制造变数 你可真是好人哪 竟然提早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这不是好人还能是啥 顺势群情积恶 吴修申更为其中的佼佼者 请真凶放一百二十个心 咱们紫霞成这地界 什么都可能缺 就是不缺敢赌之人 至于灵兽方面 更可安心 真凶 你就放心大胆地 用你的大猫虎 去些不败神话吧 是啊是啊 对啊对啊 赢 固然要赢得痛快 输却也输得潇洒 出阳哈哈大笑 大家既然都这么有兴致 我也就爽快一点 到明天 连今日赢的 连本带利 我赌这三千枚紫霞臂 我都拿出来爽 谁要跟我赌都可以 这笔钱在 在我这儿不算什么 却担心你们一时间 愁挫不及 趁这会儿 赶紧去准备准备吧 赢就赢个大的 输也要输个劲的 一点一点的 实在是不过眼哪 不过眼 众人再度发出了一阵 惊天欢呼 然而欢呼之后 却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皱起了眉 叹了口气 三千紫霞臂 在真大官人口中 不算什么的这个数字 却绝对不是什么人 都能拿得出来 起码现在这个斗兽厂里 能够出得起这笔财富的 也只有三大家族而已 金家 吴家 李家 这三个在紫霞城 居足轻重的家族 然而就算是这三家 真正想要拿出来这笔钱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金家 今天可是才输出去了 两千六百枚紫霞臂 即使折算了其他人 赌输的赌金 亏空 也还将近一千八百个紫霞臂 要再一口气 拿出三千个紫霞臂 赢了还好说 若是输 直接就是伤筋动骨 甚至可能 导致家族实力 大幅度滑落 可是 看着真友才身边 那头温顺的大猫虎 再联想到他在比赛中 窝囊的表现 还有那毫无接位的架势 这三家 能够拿出足够赌资的人 都是眼中冒光 紧紧地盯住了大猫虎 赌还是不赌啊 拿出自家十分之一的家业 去搏这一铺 究竟值不值啊 还有另一点 究竟有没有把握呢 越想 众人心中就越是火热 就连已经输了一局的金五公子 与输了大赌局的金三叶 刚才还在垂头丧气的两人 这会儿 也是两眼目光硕硕 果然是好大的诱惑 赢了这头废物 那就是三千紫霞壁 这可是三千亿呀 但若是输了呢 也不是没有人心中这样想过 可是看看大猫虎 已然自己否决 面对这样的一头野兽 怎么可能输 金家输了 那是运气不好 这样的事情 一次已经是奇迹 已经是极限 怎么可能再有第二次呢 楚阳质得意满的大吓着 回到了包厢 那两个侍女恭敬万分的战略 这会儿 屋子里面的某种味道 早已经荡然无存 很是清爽 楚阳呵呵一笑 随手一抓 将一百个紫云币 放在了桌上 笑道 我脚臭 难为你们能够忍受下来 全无愿意 这些钱 每人五十个 分了吧 两女顿时一正 不是因为打赏太少 而不满 而是因为太多 而震撼 一枚紫云币 就相当于一万水云币 每人五十个 也就是每人 整整五十万小费 他们在这里干活 每月的薪水 也不过只有 三十几枚紫云币而已 再加上十有十无的赏赐 最多的 一个月也就拿到 八九十枚紫云币 当然了 这样的收入 在紫霞城中 已经算得上 是中等收入了 然而这份中等收入 全部加起来 却还不足一个紫云币 这位真友才 真大观人 所以说一打赏 就是五十个紫云币 这笔钱 可是相当于 两女辛辛苦苦 干六年的 所有的收入总和 这 这实在是太多了呀 出乎楚阳的预料 两女虽然欢欣若狂 但是最终 却是犹豫地表示了婉拒 不管真友才多有钱 但是这些钱的赏赐 对于两女来说 实实在再是太多了 已经多到了 足以令他们惶恐的地固 甚至有些惊恐地想着 这位真友才 他不会是开上了 我们的美色吧 这这这这 我们虽然是穷人家的儿女 但是也绝对不能被骑 是吗 那么 楚阳看出来两个姿容 还有些俏丽的 小丫头的心思 不由哑然失笑 放心放心 我家有娇妻的 而且 我还非常的惧内 就算心里对你们有企图 也不敢动作 放心收着吧 一阵笑声 转身扬长而去 留下了几句话 有了钱 改善一下家用法 姑娘家 也要为自己打算一下 两个小丫头面红耳赤 相互看了一眼 终于红着脸 将钱收了起 虽然还是感觉受之有愧 但 艰辛的家庭 劳累的父母 病重的爷爷 等着钱上学堂的小弟 都是如此的需要钱呢 钱虽然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 却是万万不能的 这位真有才 可真奇怪 别人若是剧内 都不好意思说的 而她 她却说的如此自然 还有 最奇怪的是 她怎么知道 我们家庭困难 见过爆发后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现在在看这位的样子 和架势 怎么就这么顺眼呢 脚臭点算啥 还不是男人味吗 就该这样的人发大财 老天哪 总算是开了一回眼了 楚阳失事然走了出去 两个小丫头 楚阳心中一笑 这两个小丫头 很明显是在这里工作 不是很久 还保留有几分 女儿家的质品 以及那股子 纯纯的可爱 而且 两个丫头穿的 虽然是 制式的工作白衣 但是有些地方 也露出来内衣的边界 有些磨损 确实又十分干净 而且两个丫头 眉峰聚而不散 两腿绷直 脸色红热 腮边还有绒毛 这些都表示 他们还是厨子 这些差别 两世为人的楚阳 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本集故事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36集 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还能保持着自身的冰清郁节 而且 家庭还不是很富有 这样的姑娘 自有自己的坚持和尊业 值得给予一定的帮助 楚阳虽然并非是那种 有点前就胡乱胡语惑的人 但是对于自尊自爱的人 还是不介意帮上一把 走出来的时候 楚阳分明能感觉 有很多很多人的视线 都停留在自己身上 目光格外的炙热 大猫虎 虎哥 对此完全不屑一顾 喉咙里呼噜呼噜的 竟是还未从刚才的爽快之中 转回来 转了个玩儿 在虎哥的强悍灵石之下 屏蔽了所有的跟踪者 然后真大观人 恢复了本来面貌 变回了偏偏 卓士家公子的样子 怀抱着一只 拳头大小的小猫 使势然走了出来 猥琐嚣张的真有才 平庸懦弱的大猫虎 风神俊朗的家公子 可爱到爆的小猫猫 如此鲜明的对比 相信是任谁也是想不到的 这位怀抱着可爱的猫咪 心目见眉 淡看天下的少年公子 居然会是那个 嚣张粗笼 满口讳言的 爆发户真有才 虎哥 今儿个怎么样 楚阳问道 哎呀 爽 真爽啊 虎哥的声音 在楚阳心中 雀跃地响起 我其实 最喜欢扮猪吃老虎了 这种快感 让我陶醉呀 哎呀 我很希望能够多大几场 好好地赏上几次 嗯 楚阳一阵无虞 若是换作其他的 如同是虎哥 同一层次的灵兽 甚至还不如虎哥的灵兽 遇到这种情况 只怕也会感觉 受到了侮辱 以我的能量 居然还要跟这些小家伙 别斗 甚至还得故意伪装 假装不行什么 你这不是遭见我了 楚阳怎么也没想到 虎哥居然是全然没有那种 所谓的强者觉悟 这让楚阳 很有些奇怪 您就没感觉 这么做 自己掉了神价 楚阳诧异问道 其实楚阳问了这个问题 就后悔了 人家都觉得爽了 人家都没介意 你非得自己挑破 那层窗户纸 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你说万一某虎 突然觉得不对劲 撂挑子不干了 你上哪儿哭 全盘大进 就此崩回 不料 你小子懂什么 虎哥翻了翻白 神气活性地说道 原本我那玩人呢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用强大的自己 故作弱小 然后将弱小的敌人 尽情戏弄 让敌人在郁闷和憋屈之中 无知地死去 直到死去的最后一刻 还认为自己会胜 只是不小心 没留神 那简直啊 就是一种大热天 吃冰块的晕天感觉啊 舒坦 或者很久之后 才让人知道真相 哎呀 我作为恩人 亲手拯救的玄兽 我自然是要贯彻恩人 英明神武的行事方法 就让我以强大的实力 尽情地气不弱小 尽情地装叉吧 我不在意 真的不在意他 什么尊严 什么安安侮辱啊 哪里能够赶得上 心中那种无言的爽呢 世俗的一切 如何沾染我 纯净无暇的英明呢 让这样的决斗 多来几场吧 虎哥大放厥词 出阳险些没晕了过去 你妹的 你那位恩人 到底是一位 什么样的奇葩呀 这样的事 居然能够让一位 玄兽都习以为常 造念呀 其实你都不知道 我历来战斗无数 都是很习惯 采用这种方式的 虎哥得意地说道 我已经经历数万次战斗 每一次的对手 都是在憋屈和悲愤之中 在不可置信之中死去的 爽就是一个字 爽 虎哥大吼一声 随即喵喵大笑 楚阳抬手捂着额头 彻底无语了 虎哥依然在楚阳心中 喋喋不休 向楚阳隶属他往昔的 无数的丰功伪计 有一次 我遇到一头蛟龙 那蛟龙的实力相当不错 几乎有我当时的三成实力呢 我先求告饶命 那货得意洋洋 趾高气昂之际呢 我上去救人一拳 那货被当场打倒 满脸不可置信 到后来 我一脚踢飞了它 那次我是很爽啊 还有一次 我遇到了 还有还有 楚阳急步而走 冲耳不闻 实在是太坏了 居然能把一头玄兽 调教成如此猥琐 可以想象一下那位恩人 该是如何的极品呢 真他妈邪啊 楚阳有种感叹 对极了 对极了 虎哥顿时兴奋 恩人的名字 就是有一个邪字 好像叫 千万不要邪 楚阳一个亮枪 剪歇一根头栽在地上 千万不要邪 这啥名字呀 再说了 既然都千万不要邪了 怎么还偏偏邪门 到了这般地儿 简直就是 整个宇宙都无语了 走出不远 前面再一拐弯 就到男人堂了 楚神一加快了步伐 人儿便在此时 意外再来 突然自背后 马蹄声骤然响动 声势赫赫 有如滚雷一般传绿 一回头 就看到了一对人物 旋风一般地在大街上 急驰而来 就像是一条 从黑暗里头 突出的怒轮 此刻天才刚蒙蒙亮 楚阳清晰地 看到了来人的模样 却是李家公子 李明月 带着他的护卫随从 狂奔而来 李家就在前方 想必是要回家 这里乃是去 李家的必经之路 看来这位李公子 也堵累了 要回家休息 楚阳下意识地 就要躲在野边 这几天里 已经看到过李家人 在这条路上 狂奔好几次 白天的时候 这条街乃是闹事 但是李家人 却绝对不会管 路上有人没人 就那么纵马及驰 嚣张跋扈之态 可见一斑 楚阳固然不怕事 但是现在并不想惹事 即使看不惯 却也不愿意 多生事端 但还没有来得及躲开 一条马鞭 已经带着风声 飞过来 一个声音喝止 困长 走路不带眼睛啊 瞎了呀 敢挡住爷的路 此刻楚阳 已经是有些 靠边走了 根本就不会影响到 李家骑士的 行走路线 但这一记马鞭 却仍旧是如此 门不讲理地 飞了过来 楚阳一正 天头必过 风声紧急 那鞭子从脸颊上空掠过 竟然是灌住了 许多的空气 这一马鞭 竟然是有心 要置人于死地 楚阳心中 顿时怒火万丈 这也就是我 若是换了个普通人 岂不是要被 这一马鞭打死 老子自从来到九重天去 是不是他们脾气太好 什么阿三阿四 都敢跟老子动手了 还有 楚阳心念电闪之余 反手一抓 已经准确地 捞住了马鞭的鞭烧 一用力 断鹤斗 给我滚下来 呜的一声 那名武士整个人 从马背上飞升而起 却是不由自主地 被楚阳大力拉了过来 腾云驾雾一般地飞过来 眼看飞到跟前 楚阳右脚抬起 狠狠一脚就踹了上去 这一脚 正正踹正前胸 扑的一声 这位骑士刚刚才飞过来 又被这世大力尘的一脚 踹了个正着 整个人再度反方向 飞了出去 一声惨 一口鲜血 哼得这黎明的街道上红 漫天血红 咔嚓几声 他胸前的所有肋骨 被楚阳一脚全数踹断 扑的一声 整个人去世不值 最终直接撞到了 街对面的行人身 又接连方滚着摔下 落地的时候 已经是彻底的人事不知 口中咕噜咕噜地冒着血沫 眼见已经是出气多 入气勺 离死不远了 楚阳含怒的意见 在九重天阙第一次出手 就直接惹上了紫霞城 三大家族的李家 一脚一条命 停下 一声号令 原本李家方面的人马 本已经奔出去树长 一便骤来之鱼 所有人急急勒马站定 回头看了 随即人人都是一脸怒涩的 看着地上翻滚肘肘的那名骑士 再看看楚阳 人人都是浑身的力气生的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灵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居然有人赶在紫霞城 如此暴打李家的人 而且貌似还打死 而且打死的 还是李家的骑士 李明月公子的贴身护卫 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挑衅 李家人眼中 起起喷射着怒火 众人策马四下里围住了 雏阳 剑马的响鼻 不时地响起 一阵沉宁的气势 充满了一触急发的杀机 一人飞身下马 去到了那被踢飞的骑士面前 伸手一退 随即就是脸色黯然地 摇了摇头 没救了 所有人原本已经难以遏制的怒火 此刻又更加雄雄然烧了起来 但没等他们贺卫 楚阳已经挺身上前 一脸的愤怒 声音阴冷 一群混账 瞎了眼了 没看到街上有人呢 你们骑马跑那么晚 是不是要找死的 一群混账东西 属于静儿风不止 我欲定而敌不歇 既然事情已经注定不可避免 祸端已然先进 那么 还是由我来采取主动 既然惹事 就不怕把事情闹大 既然打定主意 要在这紫霞城立足 一些隐患 还是尽早开始清理 今时今日无望之灾 就顺其事 从这个李家 开始立威吧 楚阳迅速理清思路 决定率先发难 面对楚阳的过激反应 对面的李家一干人 反倒是愣住了 一时间竟然是茫茫然 有些不知所措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反应 究其根源 不外就是因为李家在紫霞城 横行了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称王称霸惯了 就算是在实力 还略在李家之上 紫霞城首屈一指的 金家 若无必要 也是不敢这么对 李家人的 今天之事 为时已经超出了李家 所有人的预想 当真就没见过 这么胆大包天的主 把人打死了不算 居然还要大张旗鼓 兴师万岁 难道是要返天吗 好嚣张的考鉴 好跋扈的做派 你竟然敢这么做 就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李明月阴冷地看着楚阳 两眼之中的目光 便如毒蛇一般 再无废话 直接下令 动手 不管他是谁 有什么来套 今天 我都要他死 他策马退了一股 挥手示意 杀了他 就一般情况而言 世家众人遇到这种事情 尤其是遭遇 如楚阳一般的 强势的情况 怎么也是要先盘盘道理 打打嘴上官司 然后再开始打 而所谓的盘道 其实就是骂战 在动手之前 先口头上出出气 然后打起来 也就格外的爽快 这一点 不管是高手 还是普通人 都会有这等 下意识的习惯 除非你是杀手 刺客 现在双方明显 都没有这方面的意图了 直接省略了这一步 现在双方都是 一脑门子的伙儿啊 不用骂战 都已经气得自己 快要爆炸了 楚阳今天可真正是 无辜走路 无妄遭灾 心中怒火万丈 不能抑制 至于李家方面的人 更加愤怒爆童 他们觉得李家撞死你 是你活该倒霉 但你打了李家的人 那就是你不对 而且你还打死了李家的人 打死不说 你还这么嚣张 难道还不该死 李明月一句话出口 李家那边人 已经有四五位 及时从马背上飞升而起 恶狠狠地哭了祸 其中有两人 更是在半空中手一抖 亮出兵器 刀光闪亮 斜斜披露 看着来是 如果落实的话 只怕楚阳就要在那一道之下 分成四块 楚阳目光中 如冰如雪 跟这样的人 还讲什么道理呢 这一刻已经压抑了许久 甚至自从重生以来 就一直刻意地压制着的 前世独剑五尊的憋屈杀气 突然间汹涌澎湃地 从心底里涌出了 刹那间杀气迷天 前世的楚阳 岂非就是一直都在遭受这种欺压 一直都是身处在这样的江湖之中奔波 争承 到最后 却只落得一个惨死的惨淡结局 今生绝不能再重复前世的经历 对于这样的人 唯有一字 杀 楚阳心中杀意大胜 一声长啸 身子凌空而起 迎上刀光 他甚至没有出动九截剑 连那个念头都没生起 面对这样的志多 只得玄疾灵疾的小喽啰 根本不必动用九截剑 若是连对付这样的货色 都要出动到九截剑 只会亵渎了九截剑 楚阳身子一飘 整个身子凭空拔高半丈 两只脚在空中 优雅地崩开 竟如大山压顶一弯 两个脚尖同时准确地 落在当前两个人的头顶上 用力一踩 与此同时 楚阳的两只手一斩 衣袖一斗 迎上了随后而来的那两把刀 咔嚓嚓 两个怪异的声音 几乎在同时响起 被楚阳踩住的那两人 刚要用力甩脱 顺便反击 却感觉头顶上的压力 在这一刻突然增加了千倍万倍 再下一刻 两声惨叫同时响起 因为 他们两人的脖子 突然消失 楚阳踩着他们的脑袋 顺势发力 竟是将他们两人的脖子 生生踩进了胸腔之中 楚阳身子顺势下落 两人的胸骨 胸椎 腰椎同时粉碎 陷落 那两颗脑袋已经落到了腰上 物质顽强挺立 然而 大腿骨盆小腿 却因沛然俱裂 在咔嚓嚓地爆裂着粉碎 继续往地下陷落 最终 与地面平齐 等到楚阳重新落回地上的时候 他踩的两个人 已经变成了两摊肉饼 彻头彻尾的肉饼 在地上薄薄的一层 大量鲜血在这个过程中 如同是喷泉一般 不停地向着四周建设 数十丈外的两边墙上 如同盛开了无数的梅花 一如丹青妙手 大红颜料用剑 以自身鲜血为墨 之丹青神迹 血与梅花 丛上落下的另外两人 见此情形骇然大惊 已是肝胆欲裂 未占仙气 他们的两把刀 同时砍在楚阳手上 却意外地发出了 当当的金铁交击的声音 楚阳的手 便如是最坚硬的金属打造 竟然是刀枪不弱 一边下落 一边全无花甲的硬碰 当当几声之后 两个人的钢刀依然折断 连虎口也被镇裂 内脏瘦窗 嘴角缠缠冒着鲜血 泰然往后退却了 楚阳冷哼一声 上来了 还想要退吗 身子再一次飞起 两只手一左一右 抓住了两个人的衣领 顺手往中间猛地一对 啪的一声 两个人的头颅 轰然对撞在一处 变像是两只熟透了的西瓜 距离相撞 同时爆裂 万朵桃花开 竟是别样红 在大量血水四处喷溅的同时 楚阳飞升而退 到了五丈之外站定 那一些黑衣 竟然是光洁如洗 连一滴鲜血都没有粘在身上 他静静地站着 甚至都没抬头 一言不放 而这黎明刚刚才降临的大街之上 却也恢复了一片寂静 又或者是被动地 进入了一种死寂的状态之中 黎明月等人 眼瞅着眼前种种 所有人尽都是张大了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恐惧万分地看着面前的 一地的血肉狼藉 唯一的感觉就只有 自己的心脏 在这一刻仿佛已经停止了跳动 刚才还和自己有说有笑 生龙虎虎的四个人 就在这么眨眨眼的功夫 变作了四具 凄惨到了莫能名状的尸体 惨不忍睹啊 刚才的经过 说来看似话长 其实整个过程 也就只有电光石火之间的事情 几乎就是一动之后 及时结束 但最最让人惊奇的是 楚阳的一连串的动作 让他们将每一个环节 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在如此快节奏的薄纱之中 竟然有一种显得优雅 且缓慢的怪异感 李明月豁然抬头 看着眼前那一片血泊之后 还有那一身黑衣的楚阳 就如同看到了一个 自远古的地狱之中 突然冒出来的恶魔 这夜客连战马都不敢出声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38集 楚阳终于缓缓地抬起了头 目光凌厉万分地 看着面前还剩下的那九个人 残酷地笑来笑 黄泉路遥 鬼门关开 诸位还不上路 更待何时 莫要耽搁了时辰 做一个孤魂野鬼就不好了 目路启程 数不远送 人机巅峰高少 在李明月的身边 一位贴身护卫 终于惊恐地察觉到事实 下意识地叫出来一句话 他们这些人 都是九重天雀的 土生土长的土著 对于阶位的表现特别 自然是要比楚阳这等 非生之人更加清楚的 楚阳刚才动手气急千亿 主身已经隐隐有不可察觉的气息出现 这便是即将突破人机巅峰 达到第几层次的标志 若是到了第几层次 浑身萦绕的气息 就会蜕变成一种淡淡的嫩黄色 到了地位中品 则是深黄色 至于到了地位上品 就会变成异常尊贵的明黄色 几个人说什么也不会想的 在凌晨时分 纵马及时 居然会莫名惹上了一个 以真人籍巅峰的大高手 而且这个大高手 出手还如此狠辣 这对于处于边缘地界的紫霞城而言 实在是一种大大的意外 就算是强势如李家 雄聚紫霞城这么多年 与另外的金家 吴家 定租而散 但是家里一共也没有几个人为巅峰的高手 除了两位老祖宗乃是地级层次 还有几位有数的人级高手之外 其他人 还是以玄级零级层次的舞者居多 人级巅峰 除阳冷笑 眼力不错 只可惜这份眼力 也只能一道埋进黄土了 突然身形一盏 猛地冲击 身子随着急剧的动物 在空中爆出了一阵破碎空间的音货 随即带出了一连串的残影 瞬间已经到了几个人马前 诸 那位眼力很不错的骑士 也就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 就已经被楚阳一巴掌打落马下 随即就是一顿拳脚交集 楚阳杀心一己 再也不可遏制 住手 快住手 李明月大叫一声 脸上带着黄吉 尖声道 我乃是李家的嫡系后人 你敢再上前一步 我 我命你救走 就凭你们区区李家 也敢说这样的大话 你有这个资格 有这份本事吗 楚阳立声大笑 呼起一拳 将一个护尾 打得胸骨剑断 另一脚 已经将另一位护尾 踢上了半空 眼见着两人 已经都是不活了 天色渐躯清亮 此刻大街上 已经渐渐地有了行人 远方 有人伸头查看 只一看 立即又缩回去 随即又伸出头来看 人类的好奇心 本就是许多事件的起点 两边的窗子 早已不知在何时 纷纷起开了若有若无的一条线 一双双眼睛 偷偷地往下观察 当众人看到现在吃别的 居然会是李家人之后 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里 都有一种解气和愤恨的眼神 三大家族盘踞紫霞城 这些年造的罪孽 早已是恶计如山 眼见此时李家人 终于碰到了硬茬子 真是大快人心 随着楚阳不断地大开杀戒 辣手无情 李明月身边的护卫 就只剩下最后两个 三个人的样子很一致 都是脸色惨白 极无人色 突然 杀了他 杀了他 两边民房中的人 突然有人冲了出来 疯狂大叫 满脸的愤怒 这人脚步虚伏 分明就只是个普通女而已 楚阳见状 不禁愣愣愣 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如这等遍地血腥的地方 若是有个高洁舞者什么的冲过来 倒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偏偏冲出来 只是一个普通人 来人乃是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脸上还有几道 横七竖八的伤痕 这些伤痕 让他的面孔显得难以言喻的 猙獰可不 求求你 杀了那个李明月吧 杀了他吧 我求您了 这人声嘶力竭地大叫着 突然远远地朝着楚阳 跪了下去 扑扑扑连连磕头 前后不过片刻 竟以磕得额头见血 楚阳在这一刻 分明听到了两侧 有许多许多人 纷纷嘀嘀地叹了一声 李明月看到这人冲头 眼中竟变得更加的黄灵 却有些怨毒留意 但他却也自知 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事 趁着楚阳发愣的时候 突然打了个眼色 李家一行 锦鱼的三个人一起飞升而起 便要逃离这里 无论什么 也没有自己的小命来得重要 只有保住性命 才有资格谈及未来 只要有命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族 召集高手前来 就能报仇 就算这个人 以真人籍巅峰又如何 同样可以砍成肉酱 至于这个突然冲出来的家伙 李明月在这一刻已经决定 回去之后就立即将这家伙抓回去 一天折磨三次 折磨十年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走 楚阳黑黑一笑 你们走得了吗 黄泉之门已然洞开 逃避全无意义 突然喝到 给我回来 三条绳索凭空出现 怒龙一般奔腾而出 恍惚间 已经各自捆住了一人 生托活拽了 将之从空中拉扯下来 狠狠摔在地上 龟血疼 李明月首先惨毫了一声 口中鲜血狂喷而出 这一摔 对于从小养尊楚优的 李明月公子来说 可是绝对不轻的 下方在大战 但是在路两边的民房上 却有两个人 在不住地叹气 楚阳早已发现 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人 但却始终装着没看到 远处那个不断磕头的小伙子 站起来疯狂地跑过来 再度跪到楚阳面前 不住地磕头 额头鲜血淋漓 有自不顾 不要再磕头了 你是什么人 想怎么样 楚阳的浑身杀气 还未散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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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三牛 我实在是有天大的冤屈 祈求大人 除恶无尽 王三牛痛苦失声 这时候 路两边已经有人 在偷偷摸摸地观看 若是在九重天大陆 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 九成九都会选择 有多远逃躲 唯恐惹祸上身 但在这九重天阙 居然敢这么围观 对这些普通人的胆子 楚阳也忍不住表示惊讶 王三牛在一边痛哭怒骂 一边倾诉着自己的冤屈 旁边 也有陆续地想起 一些人的窃窃私语 只得片刻 楚阳已然弄清楚了 整件事情的失误 心中才得以宣泄的怒气 还未完全平复 又有一股煞气 顺时直冲上头顶 王三牛 原本有一个 很普通很平淡 却很幸福的家庭 他的父亲母亲 都只是普通人 养育了三个孩子 由于父母都不识字 所以给孩子 取了最最简单的名字 大牛 二牛 三牛 这个家庭虽然生计困难 但是父母齐心协力之下 总算也能将这三个孩子 逐一拉扯上 大牛和二牛 都已娶了媳妇 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三子之中 以三牛最为年幼 也是三兄弟之中 生得最好看的一个 而且还有一膀子好力气 对于普通人而言 能有一膀子好力气 就意味着 未来的生计有了着落 三牛自幼于邻居家的女孩 香香 青梅竹马 并且早早定下了亲事 然而祸端 也正因此而起 谁也不曾想到 香香在长大之后 竟然出落成了一名 异常出色的美人 虽然非是倾国倾城 却另有一股 小家必育的倾力之意 两家定在年底成亲 三牛想到自己 将要成家立业 而且未来妻子 还是自己 自幼就喜欢的人 就兴奋地睡不着觉 也就是在那一天 婚期已静 香香跟她母亲上街 去买东西 已经是在准备嫁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39集 人生大事 怎么能儿戏 纵然家无横窄 也是要愁措一二 所以香香 虽然自幼 没怎么抛头露面 却也终于在那一天 随着初遇 然而就在出去之日 意外遭遇了李明月 李明月一见之想 色心力气 立即就派人 打听到了其下落 然后时常登门 更流露出 要拿香香 围棋十六房 小妾的意愿 但是一来 早也定了亲事 二来 责任女儿 嫁给一个恶少 所以香香的父母 并没有同意 更是婉言谢句 更言明过几天 两家就要成亲了 亲家是谁等等 若是换个人 或者也就这么算了 但是李明月 听说之后 却是立即派人 将王三牛的脸上 划了十五六刀 听 你喜欢这小子 我非要让他变成一个魔鬼 看你还喜不喜欢 但香香却是个烈 不离不弃 铁了心 非三牛不嫁 李明月眼看 双方婚期渐进 终于凶性大方 率领恶奴冲进了香香家里 强行抢人 女孩的父母上前阻拦 被恶奴打成重伤 两家本是邻居 听到亲家出事 王三牛一家急忙过来帮忙 李明月拉着香香要索 却被香香疯狂地咬了一口 勃然暴怒之下 李明月将王三牛一家 与香香一家 全部杀得干干净净 就只有王三牛幸存 却非是王三牛命大 而是李明月故意 李公子认为 自己的欲行不遂 都是因这小子而起 所以要他长久地活着 才好慢慢地折磨 哟啊 作对 我就要在你面前杀了你父母 杀了你哥哥嫂嫂 杀了你岳父岳母 抢走你老婆 你能怎么样 你能将我赎何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能对我怎么样 就是要你天天都陷于痛苦 悔恨 无力反抗的折磨之中 一夜之间 王三牛就从即将登临幸福的天堂 却突如其来地 坠入了无边的地狱深渊 而且还要持续坠落下去 似乎这场苦难 永远没有到尽头 永远不会结束 而李明月每次经过这一条街 都会无限嚣张地放马狂奔 极尽高调 便是从那时候而起 就是让你看看 我就是这么嚣张 就是如此让你天天看到我 却偏偏毫无办法 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承受的精神折磨 遭此横磨的王三牛 求告无门 虽然紫霞城法治森严 但所谓森严 也不过是相对来说而已 对于李家这档高门大祸 雄霸紫霞城近千年的大家族 就算是当地官府 也不能够为王三牛讨回公道 他每告一次状 全无结果之余 还会接着就被李明月 率然暴打一顿 王三牛痛不欲生 尤其是在听说了 香香在被抢进李府之后 不过七天 就在府中投井自尽 整个人更加崩溃 之所以撑着不死 并是卯足了一口气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看到李明月的下枕 尽管明知希望渺茫 一点西境 始终不灭 王三牛一如行尸 走肉一般的苟延残弱 心中唯一的念想只有 无论如何 也要看到李明月 死在自己面前 然而只要李明月死了 王三牛也就再也没有 活下去的动力 从王三牛口中 听到这么一件 难以置信的凶残事件 从围观的人议论中 早已证明了 这件事的真确性 楚阳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胸膛 简直要气得炸裂 天下间 竟然还有这等事 楚阳原本的算盘中 本来还打算将留着李明月 另做些用处 但是此刻看来 无论如何 也要先杀此聊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不杀不足以张天灵 此刻的李明月 躺在地上不断地惨嚎着 痛入骨髓的疼痛 让他几近丧失了神志 惨嚎之余 只是破口大骂 但是下一刻 他却是机灵灵地 打了个寒阵 因为他能清晰地感到 一股近乎于凝成 实质地杀气 向着自己直逼过来 这股极度地压抑气息 让他竟然不敢再哭叫 不敢再发出 任何一点声息 对方显然是 真的想要杀自己 黄色牛 你起来 楚洋淡淡地说着 随即黑袍飘动 向前走去 瞪大你的眼睛看着 人在做 天在看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立即就报 此刻就是李明月的 报应之时 现在 你可以告为你亲人的 在天之灵 今日我会为你们 讨一个公道出来 多谢恩人 多谢恩人 王三牛连连磕头 放声大哭 将心中的冤屈 愤怒 仇恨 尽情地发泄出来 眼看着楚洋 浑身杀气地 剑刺逼近 李明月 瑟瑟瑟发抖 此刻的他 断断不会怀疑 眼前之人 绝杀自己的心念 家里人 家里人 怎么还没来 快点来啊 快点来救我 楚山医 且慢 一个无奈 而又气愤的声音传来 楚洋脚步丝毫不停 耍耍耍 三个人落在他面前 挡住了楚洋 前行的去路 楚山医 请吸雷霆之诺 来人无奈地说道 你是 楚洋眼睛眯了眯 楚洋瞬间 已经认出了 眼前人是谁 只是在装糊涂而已 这个人 正是这几天晚上 带着病人 让自己治疗的那个人 其他人 断断不会知道 自己身份 更不会叫破自己 楚神医这种身份 也只有这家伙 才会这么的有心 天天守候在男人堂周围 这几天的晚上啊 在下可是 时时与楚神医相会啊 来人苦涩地笑了笑 请楚兄千万三思啊 这李明月 虽然无恶不作 死不足惜 但 若是楚兄 当真杀了他 确实会有大麻烦啊 先前楚兄 已经杀了李家 不少人 若还只是这些人 就算是李家 全力押过来 在下也有把握 保楚兄没事 毕竟那些人 只是些奴才 但楚兄 若是杀了李明月 李家的嫡系子嗣 那两者的性质 可就大大不同了 若李明月 为楚兄所杀 李家势必要与楚兄 不死不休 所以 这人说的 还请楚兄千万三思 忍一时之气 可保百年之身啊 见到有人出面劝解 李明月眼中 也露出来 西记的神色 而楚阳身后的 王三牛眼中 不由得露出来 绝望的神色 好不容易见到仇人 即将要受伤 恶有恶报 难道 又要成为一招泡影吗 在出现的那三人之中 一个人突然动了动 一道森染的寒光 骤然射向王三牛 很显然 只要把王三牛杀了 这段公案的苦主 也就没了 楚阳所受的道德压力 无疑会少很多 这正是府邸抽薪之所 这个人的算计 可谓高吗 但是这个高明 却也只局限于 腐朽当权者之间的 卑鄙交易 他更忽略了 楚阳的本性 你敢 楚阳怒吼一声 身子一闪 早已将那一道寒光 揭在手中 楚阳是什么人 心念电转之间 已经想明白 那人的用意 心下是怒不可遏 旋风一般的 急速冲进 一把就抓住了 那人的脖子 要说那人的修为 着实不低 也是人极层次的高手 见到楚阳突然动作 本来已经想要躲避 但却不知怎 楚阳的出手竟是 快雨闪避 他竟然完全没有 任何闪避的余地 就只来得及见到眼前 人影一晃 自己已经被眼前人 掐住脖子提了起来 若是有人再敢妄动一笑 我连你们三个一起杀了 而等到 我是敢还是不敢 楚阳三人说的 眼神如刀 在三人脸上一掠而过 这一刻 三个人分明感到 自己的脸面上 被奸针狠狠刺脱 四下重归寂静无声 许多人的眼睛里 都有些亮晶晶的东西 在闪动 剧中的鹰勾鼻子中年人 脸上掠过了一丝 无能掩饰的怒意 这个处神医 形势竟如此的霸道 死无忌惮 全然不计后果 为您有些太不知好歹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灵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四十节 楚阳放下那人 转身前进 头也不回 一步步坚定地迈出去 声音却如同是金铁交鸣 我从来也不是善人 更不是救世主 但我心中自有善恶划分 自有良心归处 上善罚恶 除暴安良 本就是我等武者 与生俱来之荣耀 这世上虽然有法治 却也有太多的特权阶级 有太多太多的平凡人 有冤无处诉 有苦无处说 光明世界朗朗乾坤 却时时刻刻 也都存在着无边的阴谋 我不是执法者 但我在面对这些事情时 面对执法者处理不了的事情时 我自会出手 若不出手我心不安 问心有愧 我不是顾名钓鱼 也不愿成什么世间青天 我只想 让这讨不到的公道 在我手上出现 让没有过的公平 在我手上出现 天不与公道 我与之 法不与公道 我与之 除恶物尽 楚阳说得很快 却走得很慢 脚步声在一片寂静中 沙沙地响起 却像是地府阎罗的催命鼻 声声悍然心魄 一字一句 吭腔地说出来 地上的李明月 此刻颤抖已经遏制不住 裤裆里早已是淋漓满步 恐惧已经去到了极处 她知道 若是再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今天自己就是死定了 啪啪 楚阳闲庭信步一般地走过 给仅剩下的那两名护卫 一人一脚 踩得那两人的脑袋 如同是破裂的鸡蛋一般 随即 一只带着鲜血的脚 就猛地踩上了李明月的大腿上 楚兄 阴沟鼻子中年人眼中 有一丝忌惮 还请楚兄再考虑考虑 是非只因强出头 现在守守 拥有回旋余地 若再强为之 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啊 楚阳对这份充满善意的劝谏 充耳不闻 似乎全然不曾听到一般 脚下再度发力 随即一声清脆的骨骼破碎声 诸然响 李明月一声惨叫 带着连串的颤音 她的左大腿完全地粉碎 楚阳又一脚 这次踩在了她右边大腿上 咔嚓 一如昨夜 第三脚 准确地踩到了两腿之间的某处 男人的最痛 李明月身体抽了抽 随即发出了足刊惊天动地的惨嚎 滑丽丽地晕了过去 可惜楚阳 却并没有因为她昏迷 就放过她 又是一脚踩上去 这一脚 踩的位置是肩膀 楚阳的眼中有如冰雪般冷静 若是清晰地看过去 似乎隐隐还有些悲哀的夜味 我出临九重天阙 出来紫霞城 还曾震惊于本地的森严律法 甚至还天真的以为 这么严明的法治之城 或者不会有这段横行无际 草劫人命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来 原来是我错了 是我天真 这等事本就是在任何社会 任何时代 任何空间 任何所在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即便是传说中的九重天阙 也不会例外 又是一声惨叫 本来已经痛晕过去的李明月 又被痛醒 此刻的他 目光已经有些散乱 连声地哀咎 求求你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又是一声惨叫 楚阳又将他另一边的尖骨踩碎了 转身一声大吼 王三牛 王三牛闻声跳起 恩人 楚阳当郎一声 将一把刀扔在地上 你不是想要报仇 想要讨回公道吗 我现在给你亲手报仇 亲手讨回公道的机会 去 拿起刀 杀了你的仇人 楚阳用手一指 力声说道 王三牛呆了一泪 突然间精神一震 带着满脸的不可置信 翻身跪下 狠狠地磕了两个头 多谢恩人成全 随即一手提起刀 猛地跳了脚 王三牛这一刻的敏捷 竟然浑然不似一个普通人 甚至很有几分炼家色的夜温 她大踏步地走到李明月面前 手中钢刀闪亮 脸上有着极致的快夜 以及与一种忠于大仇得报的酣畅 李明月 你也有今天 她竟然用脚 将李明月的头 补正了一些 好让她能够看得着自己 我 我三 饶 饶 饶命 李明月浑身颤挠 饶命 你让我饶了你 王三牛狂笑一声 泪水随着狂笑落下 双手握刀 狠狠地砍了下去 一刀砍在了李明月的腿上 全无章法 却充满了沙液 血肉飞尽 当日 我爹娘求你放过他们的时候 你可曾饶过他们 有没有 又是一刀 这一次的落点 是在肩膀 我大哥大嫂求你饶过他们的时候 你可曾饶过他们 你为什么不饶 二哥二嫂求你饶过他们的时候 你可曾饶了 饶了没饶 王三牛有如疯了一般 一刀刀地砍在李明月身上 血肉飞尽 鲜血崩飞好远好远 还有 还有我岳父岳母求你饶过他们的时候 你饶了吗 你饶了吗 我的香香 我的香香求你饶了她的时候 王三牛泪流满面 声音哽咽 却是狠狠地大吼一声 你饶了她了吗 吐的一下 一刀切在了李明月的咽喉 李明月的脑袋被王三牛这一刀 整个切了下来 咕噜噜地滚了出去 下一刻 王三牛有如疯了一般 连续十几刀追着那脑袋 疯狂地砍屁 一边砍屁 一边嘶哑着声音怒吼 你饶了她了吗 你饶了吗 你饶了他们吗 你为什么不饶他们 为什么 一边流泪 一边哭 一边怒吼 一边继续刀屁 楚阳淡漠地站立着 仔细留意着 寺下里的一切动静 只要有任何一点异常 楚阳都会立即 毅然决然地全力出手 苏醒 整个过程中 并没有什么人 再度跳出来阻拦 清晨的尘封中 冲泳在这一条街道上的血腥味 却是米酒而不散 四周寂静 并没有人发出半点声息 就只有王三牛 悲愤欲狂地怒吼 在飘荡 那声音显得格外的淒轻 格外的空旷 冥冥住 似乎有许多枉死的冤魂 都在幽冷地注视着这里 楚阳敏锐地注意到 有不少人的眼中 都闪着由衷的同情之意 还又与一种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这个祸害 今天终于被除掉了 那边 王三牛批出了最后一刀 此刻李明月的脑袋早已看不出 原本是一颗人毒 已经成了一颗骷髅 两个黑洞的眼睛 无语面对苍天 终于不再追砍人头的王三牛 阳天狂笑 报仇了 报仇了 我报仇了 爹 娘 大哥大嫂 二哥二嫂 岳父岳母大人 相信 你们看到了 我为你们报仇了 我为你们报仇 血恨了呀 他大叫着 大笑着 满尸疤痕的脸上 泪水滂沱 然后他就举起了刀 大仇得报 此生再无什么挂念 恩人 多谢你 若有来生 三牛愿意为你 做牛做马 报答您 现如今 恩人还请快些离去此地吧 是我杀了李明月 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我杀了李明月 王三牛大叫一声 随即就横刀向着自己脖子 狠狠地砍了过去 他这一刀 是如此地用力 这一刀砍下去 绝对能够将自己的脑袋剁下来 此点没有人会怀疑 许多许多人 都因此而闭上了眼睛 不忍再看 当 楚阳在最后时刻 用自己的手掌 挡住了王三牛的绝命一刀 你想死 是 为什么 我 王三牛迷惘了 恩人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天地虽大 哪里还有我容身之处 楚阳冷笑 自杀而死 不过是懦夫的行径 只要人还活着 又怎么会没用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两百四十一集 王三牛泪流满念 所有亲人 都因为我 而死于非命 我 我勉强活下去 也不过是给李家人 一个发泄愤怒的渠道而已 我活着 真的已经没用了 楚阳淡淡地道 王三牛 你之所以会遭遇 如此悲惨的事情 鬼根到底 就只是因为 你不够强大而已 你若是像我一般强大 甚至 就只是如同李明月那般 他也不敢如此地欺负于你 你死了 你家的香烟就此断绝 你就让你们两家的香烟 彻底断绝 彻底地断死绝孙 楚阳万等 我不想 不是 我还能怎么样 王三牛睁大了眼睛 悲愤而无力 跟着我 我会让你活下去 楚阳眼中掠过一道寒光 这世上 还有太多太多人 他们的遭遇跟你一样悲泽 或者比你还要悲泽 或许 你可以阻止那些悲泽 我 我去阻止 怎么可能 王三牛难难自语 我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 我会让你拥有那份力量 楚阳大弹道 既然如此 我王三牛 就将今生残生 全部奉献给恩人 王三牛翻身跪下 蓬蓬磕头 流泪道 我也想啊 恩人如此天高地厚大恩 王三牛无以为报 就算为了恩人咬敌人一口 立即便死 我王三牛 也无憾了 我不需要你死 我需要你活着 长久地活着 楚阳轻声道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 从此后 你不要叫王三牛了 三牛就当做你的小名 你的回忆 今后的你便叫做 王刀吧 王刀 王三牛难难念 王刀 王之刀 王怒则出刀 出刀则流血千里 轻尸天下 楚阳重重 虽然已经有些晚 但只要你肯努力 我一样会让你成为一把真正的王刀 荡尽天下不平的刀 王刀愿粉身碎骨 跟随恩人 王三牛 不 王刀 单膝跪地 用自己的生命 用此时此刻 尚在天空飘荡的大潮得报的 亲人的灵魂 发下了誓言 王刀 自此便是吴王之刀 楚阳正恶 想不到这个粗人 竟然自己能理解出了这么一层意思 是天夜 还是巧合 冥冥中当真早有注定了 那个鹰勾鼻子 一直沉默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直到此刻 他终于轻轻地叹了口气 无奈地摇了摇头 走到楚阳面前 楚神医 你真的要有麻烦了 还是大麻烦 楚阳皱皱眉 淡淡地道 放心吧 无论多大麻烦 也牵连不到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不是 鹰勾鼻子有一种 欲哭无泪的感觉 为了验证 他已经付出了数百个紫霞臂 如今已经证实了 眼前这位神医的高超能力 现在正在托人打关系 与城主大人 也已经联系上了 只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就可以把楚阳引荐过去 获取许多许多的利益 可说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完全如当初的计划一般 眼看这一座金山 就要落进口袋 鹰勾鼻子自己 甚至也有些意外 怎么就会这么顺利 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几天 就出了问题 还是在根子上出了问题 一出问题就是十几条人命 而且还牵连到了 紫霞城三大家族之一 现在死的不只是几个护卫 而是李家嫡系公子 这等于是不死不休的大仇 这已经非是钱 面子 势力 所能解决 至少不是鹰勾鼻子 所能够轻易排解的事情 真要是想解决 就只有 这一刻 鹰勾鼻子几乎想要将楚阳 一把掐死 这混蛋 你可知道你这么随性一来 会耽误我多少大事啊 重重地叹了口气 鹰勾鼻子转身离去 虽然这混蛋不领情 但为了我的大忌 却还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出事啊 至于李家 哎 实在不行的话 也只有动用我的真正实力了 硬碰硬 就碰碰吧 前期的投资 总不能放任着副主东流吧 更何况 楚阳看着鹰勾鼻子 渐驱渐移 眼中掠过了一丝嘲讽和轻蔑 牵连不到 要将我当做跳板 为你自己赚取利益 不付出一些代价 怎么可以呢 我是你可以随便利用的棋子吗 已经走远的鹰勾鼻子 突然回身 似乎想起了什么 问他 楚神医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这位楚神医 断飞范范之辈 一身医术一阵大义之境 还有一身人级巅峰 随时可能突破到地级的 惊人的实力 最最重要的 通过这些天以来的接触 鹰勾鼻子可以断定 楚阳的年纪绝对不会超过25 这个年纪却拥有如此医术 如此惊人的实力 除非出自某个庞大势力的栽培 貌似实在是难以解释 再联想他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事风格 全无半点畏惧李家的态度 难道 若是这家伙背后 当真有一个强大势力的话 这次的事 或许还可以轻松一些 一念至此 鹰勾鼻子的心中 犯起了几分兴奋 却又有几分担忧 既然敢如此惹上李家 难道没几分把握 吴陛下联想什么了 我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楚阳静静地凝视着他 早已窥破了他的想法 鹰勾鼻子顿时一肚子火气声道 哼了一声 转身走了 再留下去 真怕自己忍不住火气 先跟楚阳火拼去了 却只听见身后 传来楚阳狂傲的笑声 不尽天下未肯休 杀人谈戒 天却游 斩断人间不平视 楚阳公子最风流 银勾鼻子心中莫名一震 转头看去 只见楚阳黑衣黑袍 一路长歌 就从血泊之中 安步当车走过 头也未回 那刚刚改名字的王刀 一步一趋地 跟在这黑袍身影之后 银勾鼻子轻轻地叹了口气 那一袭离去的黑色背影 居然凭空给他增添了许多压力 只觉得心里沉沉地 喃喃说道 这一次我计划要利用这个人 难道他其实也有利用我吗 一念其词 竟是越想越觉得有些道理 不由沉言起来 良久才断然自愈道 只要达到目的 立即派遣高手 将这家伙干掉 此人危险至极 不除之何以安枕 一路沉默 楚阳带着王刀 回到了男人堂 猫腻腻站在门前 一脸的假惺惺 喵 哎呦 我的大英雄 你回来了 可痛快了吗 楚阳翻翻白眼 没理他 镜子进门 但是猫腻腻 却不会就此放过的 满嘴阴阳怪性 哎呦 真是牛啊 立足未闻人不过两个 刀不过一把 这初来乍到的两眼一抹黑 惹事儿的本事还真正不小啊 哎呦 这一共才几天啊 紫霞城三大家族 你就想要干翻一个啊 你咋这么牛呢 不知道的 还不得以为你是那个不是初的圣位强者 再现成还 猫腻腻腻作为天机强者 当然神是名论 而且楚阳杀人就在这一条街道上 猫腻腻不知道才是怪事 他一直都在密切观察 若是楚阳有危险 猫腻腻早已经飞升而出 楚阳回身 很正经地说道 猫兄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从来也不是莽撞之人 我自然有自己的倚仗 我纵然不是圣尾高手 也有把握 也有能力面对 解决由我引发的一切事端 何 倚仗 何不说来猫野听听 让猫野也开开耳见 猫腻你鼻孔向天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你惹出来这么大的事 到底能有什么可倚仗的呀 一要面对李家 二要面对城主府和东皇天的法治 我真的想不明白啊 您的倚仗在哪里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42集 楚阳郑重重地说道 你知道吗 我个人或者还惹不起李家 但是问题却在意 我可是有强力后援的 强力后援 谁啊 我跟你几乎就是朝夕相处 你个财妃生上来的处 有了什么强援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猫腻腻瞪圆了眼睛 我的强力后援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不但不知道还认识 还特别的熟悉 您就是当局者迷啊 楚阳面色素人 一本正经 一字一句地道 我知道 认识 还很熟悉 当局者迷 不是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你到底啥意思啊 某猫真的被某阎王 给兜糊涂了 我都这么说了 你咋还没听明白啊 我的强力后援 就是您啊 猫兄 楚阳仍是满脸的郑重其事 语气却充满了理所 当然的说道 咱俩一见如故 有饭一起吃 有钱一道花 生死与共风雨同舟 我惹了事 您不替我扛 谁替我扛啊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我 猫腻你傻了眼的 指着自己的鼻子 当然是您了 您可是我的大义仗啊 我就问您 要是有人要杀我 您会帮我吗 楚阳貌似是很随意地问的 当然是要帮你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还是我兄弟 见你有危险却不帮手 那我成啥人了 猫腻你好不犹豫地回答 在大是大非面前 某猫的立场还是很坚定的 那要是一群人来杀我 还是高手 而且势力很大 您会帮我吗 楚阳还是很随意地问的 肯定是要帮的呀 就算拼上这条命 也要帮你周全 猫腻你还是毫不犹豫地回应 朋友情义 知己交心 纵然赔上性命 又如何 若是整个江湖的人都要杀我 你会帮我吗 楚阳眼睛里 露出了一丝皎洁 当然 猫腻你感觉受到了轻视 有些恼怒 不是 你是在怀疑我吗 这不就是了 猫兄 您可是堂堂的天际高手啊 整个江湖 您都能帮我扛 那眼前这点小事 区区一个李家 还不是您一个屁 就能轰平了 相信只要你咳嗽几声 还不及时风平浪静 楚阳拍拍他的肩膀 现在 正是展示你天际高手 强大实力的时候 小弟我就偷个懒 先睡觉了 猫兄你请自便 若是有敌来犯 猫兄不必给我面子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说吧 就失失人地往房中走去 一边走 一边伸着懒腰吩咐 这一晚上可是累死我了 先是脑力再是体力 折腾得够呛 王道 你去后院休息 那里一排房间呢 你自己随便选一个休息吧 好好睡一觉 把精神给我养好 明天要是再让我看见你一脸的虽像 小心我修理你了 是 王道赶紧答应 在我手下 流血流汗掉脑袋都可以 唯独不准流泪 不准愁眉苦脸 说着话 吩咐着 楚洋懒洋洋地进入了自己房间 砰 门关上了 某逆你屋子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 一时间 某老师的小脑袋 真正有些不会拐弯 这 怎么回事呢 嘿不是 怎么两句话的功夫 怎么就全变成我的事了 他反倒啥也不管 成了甩手掌柜 虽然说他要是有麻烦 我肯定是要帮忙的 可是 可是现在的情况怎么好像有点 不对劲啊 不是这事 猫腻腻足足想了半声 终于算是回过神 金结火了的 就向着楚洋房中跑去 这事不能这么干哪 貌似得从长计议啊 里面不断地想起 源自楚洋的憨声 门被反锁了 我瞄你 猫腻腻腻瞬间崩溃 他实在不好意思 破门而入 你这个混蛋 你他瞄得惹下如此一个烂摊子 盘算了居然是 要我给你收拾残局的主意 一时间猫腻腻 真心的是欲哭无泪 另一边 正处极度虚弱状态的颜如山 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意 有意思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这个小家伙 绝对不是那种冲动莽撞的人 但却在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睽睽之气 大开了一次杀戒 所行之事固然是替天行道 固然是行侠仗义 固然是大快人心 但却应该还有别的用意吧 虚弱归虚弱 人家的神识感应 可是没有因为受伤而烧紧 方圆数十里 甚至整个紫霞城之内的一切动静 只要是他想知道 都不会透过他的感应 如果楚阳 只是单纯想杀人的话 其实可以很简单 只要当时一夺 随即迅速离开 即使李家护卫心有不甘 也无可奈何 事后 以楚阳的实力修为 完全可以全无声息地潜入李家 斩杀李明月 于不知不觉之中 那样做 就可以确保完全没有任何后患 但是楚阳 却选择了大张旗鼓地动手 这样动手 或者是快以恩仇 却将伴随许多麻烦到来 智者不为 而严如山与楚阳相处虽在 却早已肯定这个年纪不大的少年 就头脑而言 绝对不会逊色于当时绝大多数的 所谓智者 所以若说这样做一点特别的用意都没 严如山是绝对不会相信 甚至 严如山几乎能断定 这家伙的后手 所谓的仪仗 绝对不会只是那只天极的猫而已 虽然这件事那只猫也有足够的能力处理 这是纯粹为了闹事而杀人 并非一时之轻 严如山下了判断 但是他究竟要闹什么事 为什么要闹事 房中 楚阳心中响起了虎哥的声音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要不要虎哥帮你个忙啊 这点小事对虎哥来说 不算什么 楚阳斜着眼 看着怀中巴掌大小的虎哥 哎呦 您要帮忙啊 具体怎么做呀 那还不简单 我去把那家人呢 全吞了 也就结束了这次事件的纷争了 虎哥黑黑以兴 嘿嘿 虽然我并不喜欢吃人啊 但那家人啊 却实在不能算人 我把他们给吞了 而你呢 则去霸占他们的家长 咱俩分工明确 不好吗 楚阳一正无语地看着眼前 这位身形娇小 娇巧玲珑 可爱可蒙的凶残歹徒 这个方法还是暂时搁置哈 荣厚散意 暂时还不到他们消失的时候 若有必要 我会出生的 虎哥翻翻白眼 很是歉意地翻了个身 把白白的肚皮翻过 好的 啥时候需要了 千万不要客气啊 一定要记得出生 虎哥我的肚皮呀 可是能装千军万马的 楚阳默然 李明月被虐杀 这会儿的李家 完完全全地翻了天 或者应该说 整个紫霞城都翻了天了 城主服 风的一声 四方面恐的城主大人 活然大怒 来人 在 立即将那个楚阳 给我抓获归案 在我紫霞城犯下如此凶案 行凶手段 还如此之凶残 岂能放过 是 侍卫得令 及时迅速出去 城主大人 却又皱着眉 躲起了步子 脸上一片阴沉 这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 该死家伙 眼下这个 三家鼎立的局面 可是我花费了 无数功夫 才建立起来的 微妙平衡 要不然 区区一个李家 岂不早就被我给灭了 这个该死的家伙 一来居然就引起了 这样的轩然大波 而且还一副 想要将事态 搞大搞复杂的架势 若不遏制 这紫霞城 就要变天了 正在沉思 一个温婉的声音说道 夫君 听说这个楚阳 乃是南人堂的神医 城主大人 顿时变得很狼狈 夫人 这一点还真不明白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第二千二百四十三集 一个风华万代的妇人 从后堂走出来 面如芙蓉 身如柳 来到了城主大人身前 嗯 剑妾可是听说 这位楚神医 专制寡人有吉 城主夫人的声音之中 分明有着深深的忧怨 城主大人满头大汗 脸色窘迫 便在这时 启禀城主大人 外面有人求见 外面禀报 不见 正感到面目无光 连腰也直不起来的 城主大人 正直光活 一口回举 是 只 只是 外面的人有些吞吞吐吐 他城上的败铁 乃是江东画家的败铁 江东画家 城主大人一证 让他进来 不 让他去书房 还是我亲自去期待吧 急匆匆而去 一边走一边抹冷汗 面对夫人 还是三十六级 作为上级啊 哎呀 这个男人哪 某方面不行 真的是挺不知腰杆啊 一路走 赶到身后夫人的目光 幽怨地射在自己背上 城主大人的脚步 越发地快了 逃命一般狂奔而出 额头上又渗出了冷汗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金家 李家二公子李明月 被男人堂的座堂医生 楚大夫给杀了 金家家主咒着眉 吩咐说的 密切注意事态发展 咱们暂且按兵不动 智囊团全员召回 随时议事 情报组 注意后续的事态发展 任何一丝一毫的异常 任何丝丝缕缕缕的消息 都不要放过 是 以最短的时间 要最准确的情报 另外 及时彻查有关 男人堂楚大夫的来历 不要放过 任何一点细小的蛛丝麻迹 是 另一边 吴家方面的人 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 这两家 显然都做了 坐山观虎斗的打算 而李家这边 却显然已经完全疯狂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真的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人敢这样 正面招惹李家了 更何况这一次死的 还是李家嫡系二公子 甚至 人几乎就是死在了 自己家的大门口之前 来人 将那个什么王八蛋大夫 给我绑合来 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李家家主的怒吼 震撼了整个大院子 所有人都有些脸色苍白 家主多少年 没有发过这么大火了 彻查他的来历 李家家主怒吼 跟他有关的人 我都要他们生不如死 竹连九族之外 统统生死不能 李家侍卫 武士 蜂拥而出 家主 城主府那边 似乎也已经插手此事了 我们是不是 一个山羊胡子 小心地提醒 背后里 我亲自去面见城主 此事就由我们李家 私下解决 李家家主面目争议 借助官府报仇 始终差了一层 怎么也不痛快 我要亲自炮制他 是 几乎各方面的势力 都在密切关注着 这间小小的男人堂 前段时间的开张 已经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只是那次是因为这祸 堂而皇之地说治疗寡人之急 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当然是作为笑谈的轰动 而这一次关注 却是有些别的异物 又或者可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轰动 事实上的轰动 而在一些普通人 或者普通的武者心里 这次事件的制造者 传说中的楚神医 是值得同情 他的行为更为这些人所认同 他做了许多想做 却没有能力 又或者是没有胆量做的事情 多少年来 三大家族在紫霞城横行霸道 何曾有人敢吭声 如今这个人帮大家 出了一口恶气 更铲除了一大祸害 大家的心里 自然是向着楚阳的 但却无力能够帮到他 只能是满怀惋惜与怜悯的 注视着事态的后续发展 楚阳休息了一会儿 就来到了严如山的房中 严如山这会儿的气色 已经好了很多 见到楚阳进来 躺在床上的他 虽没起身 却还是点头笑笑 以做示意 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估计还得几天 可以复原 楚阳问道 这话本该是 作为医者的楚阳来回答 但是此刻 却变成了由他发问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严如山微笑 我估计再有不超过 十天的时间 也就大致恢复了 这样的伤只要能治 恢复的就会很快 严如山的回话也很古怪 严如医者 如果去掉回话的我字 绝对是很标准的 医者诊断预判的答案 一问一答 翻了个个 那就好 楚阳笑了笑 对于外面的事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严如山用一种很有趣的眼光 望着楚阳 你不是也不担心吗 你都不担心了 我还担心什么 楚阳笑了 楚阳的回话 看似颠三刀四 实则含义不俗 楚阳若是倒霉了 留在这里治病的严如山 岂能幸免 而严如山之所以不担心 自然是对楚阳有信心 连外人都对自己有信心 自己怎么可能 对自己没有信心呢 严如山哈哈一笑 你带回来的那个王刀 很有点意思 楚阳豁然抬头 哦 严如山的话 真的有些出乎楚阳的意料 因为楚阳还真就没发现王刀 有哪方面特殊的学武天赋 之所以肯带王刀回来 大帝还是感觉王刀的遭运 实在可怜 尤其现在 李家怒火满盈 自己固然是头号仇人 但是王刀这个事件引发者 想必也早已列入了 必杀名册之中 一时间动了侧隐之心 收留了这个人 却实实在在没感觉 那家伙到底哪里有意思 你或者是没有注意吧 严如山笑得和煦 这个王刀可是一个 炼刀的好胚子呢 虽说现在起步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大致定型有些晚了 不过 等我恢复之后 帮你调教他一下吧 还来得及 相信那小子还应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楚阳抬头 目光中有差异 炼刀的好胚子 仔细回忆 这王刀之前的一举一动 和其身体条件 楚阳并没有发现 有哪里值得称道 当然了 他本就没有仔细地探查过 楚阳虽然两世为人 修为精湛 但是两世生涯加在一起 也没超过五十个年头 始终欠少了一些个阅历建设 阅历建设从来都是要靠时间累积 并无速成之法 另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 在楚阳心目中 只有像是董无商那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 天生炼刀的配色 至于这个王刀 实在不孝 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 多少也蒙蔽了楚阳的心眼 很有点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的味道 你年纪尚轻 经历见识相对有限 一时的措施不为大妙 再说了 真正适合王刀的刀 常人当真难事 或者又可说是 并非普通意义的刀 他之前向你跪下 然后拿刀抱起 砍杀李明月 整个过程中 方位先后变换了二十七次 然而他的动作 却是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过 此事本是你亲身经历 不妨回忆一二 楚阳仔细回忆了一下 似乎当真是如此 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王刀从来没有练过刀 却是拥有传说中的反弓骨 无双刃的用刀奇才 言如生浑浑的 所谓反弓骨 等于通闭 只需要少少断裂 骨骼就能够随意地翻转 不似常人只能向前 又或是小幅度后半 但却能够随时随地地 往左往右 要说这一点的名正 却是他砍向自己的最后一刀 那一刀却将他的特质 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44集 楚阳心中猛地掠过了 当时的情景 心念电转 不由得脱口道 不错 当时他的大臂朝天未动 刀却已是往后砍的 若是武者能施出此刀 或者还有可能 但是王刀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普通人 我竟完全忽略了此点 毕竟跟武者动刀 实在是哪有几个普通人呢 严如山道 这份特质 就是所谓的反弓骨 至于无双刃 则是手臂上的击剑 一般人只有一条 而他却有两条 所以 他因是天生神力 相信他自幼开始 力量就比普通人 要大得多呢 严如山轻生道 等我恢复了 我负责帮你调教 一个高手出来 如此材料 实在是不应该浪费 若是有成 世间将再多一个 奇轨变化 著称的力量性刀者 这样的刀者 神经鬼怕 妖孔蘑菇 楚阳道 多谢 严如山呵呵一笑 提前说明 我是帮你给他 打一个基础 但却并非收徒 这一点要明白 楚阳一笑 或者以后 你会很后悔 没收徒呢 这个谁知道 严如山哈哈大笑 这次的事 你准备怎么处理 却是立即转了 一个话题 很显然 他也可以帮忙 但是对于收徒 很忌讳 只是感觉 这个李家的反应行动 实在是有些慢了 楚阳听着外面的动静 有些无所谓的笑了笑 远远的 已经有整齐的脚步声 见刺传了 但是这个脚步声 只可能是城中的城卫君 而不会是李家的人 若是李家的人 来人的脚步声 绝不会这么整齐 只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正规君 才会有这样的气氛 不是他们慢了 而是在调查你的底细 严如山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等到调查清楚 确定事后不会有首尾 出手就是致命一击 而且 他们也要看看城主府的行动 毕竟还是东皇法制 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慢 致命一击吗 除阳黑黑一笑 摸了摸鼻子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严如山感叹地说了一句 附近的动静 我都听着呢 随着李家调动 随着官府出动 很多人都在同情你 还有许多都在感谢你 除阳黑黑一笑 并不说话 你只是杀了几个人而已 做了一件事 却已经获得了这里群众的胸胆 严如山清笑 不错 说到底 人总是还有良心的 楚阳不知道什么滋味的 笑了起来 银雄 你说这句话 我心里不表赞同 严如山挑了挑眉吗 良心 当然每个人都有 楚阳缓慢地说着 每一个字 都咬得很清楚 这一点我确信不疑 但我再次问严兄一句话 就是现在这些同情我的人 感谢我的人 甚至怜悯我的人 我再为他们做一百件事情 他们能否为了我挺身而出呢 严如山目光凝重 他们的心会承认 我是好人 或者还会在背地里 只有他们自己家人 或者靠得住的朋友在场时 会夸我两句 骂三大家族几句 但是过了之后 依然顾问 若我最终殒命 不久之后 我会被他们彻底遗忘 面对三大家族的淫威 还是忍气吞声 还是阿谀奉承 我更确信 哪怕是我为他们做一万件事情 但若是今天我被李家杀了 折磨致死 敢于为我出头的也绝无仅仅 冲其量只能心中叹息 惋惜 夜深人静的时候说一句 我要有力量 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然后更有良心一点的 会为我上一炷香 能做到此点的 就已经是极限 楚阳讥讽地问了 但 那又有何用呢 严如山不说话 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个世上 良心或者每个人都有 区别只在于多少而已 但是人之懦弱之心 却更能策动人之动作 云云众生之中 九成九的人都会被怯懦摆布 楚阳淡淡地等 所以我办事 从来也不是为了行侠仗义 更不是为了造福苍舍 而只是为了我自己 心之所安 意之所散 温馨无愧 如此而已 但若是说到因为有些事 而让我为了这样的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甚至因此而死 我会大笑 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更因为 他们不配 您会否觉得 这样死死的冤枉 很愚蠢呢 楚阳的问话 质地有声 你这样说 未免有些偏激了吧 严如山叹了口气 真的是偏激吗 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我所做的一切从来都不是为别人做的 而是为了我自己做的 若非如此 我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会感觉委屈不值 但若是为自己做的 一切都是不同的 楚阳微笑 所以我不看天下 不看苍生 只看我自己的心 人随心动 一切如是 至此 严如山彻底地沉默了下来 我心安 则天下暗 我心怒 则仗剑持刀 斩世间不平 楚阳站了起来 他们已经来了 我出去看看 严如山到 行慢 什么事 楚阳回头 严如山沉吟了许久 才从怀中 取出来一块通体绿色的玉佩 若是你有发现 这城中有你计算之外 控制不到的力量 又或者 东皇官府方面的人 你无法 可以出示这枚玉佩 他轻声道 我也是官府的人 这枚玉佩 怎么着 还是有点用处的 楚阳宁神看了他一会儿 突然展颜一笑 严兄大义 既如此 兄弟我就不客气了 溃灵了 随即伸手 将严如山的玉佩接过 看也不看 顺手揣进怀里 扬扬然往外走去 严如山脸上神情一动 嘴角露出了一丝 难得的微笑 貌似到了这男人堂 我这个最不愿意笑的人 笑得竟是格外地多 在这儿的笑容 可能比我以往一年 加起来的笑容 还要多了 之前 楚阳与严如山 彼此都是以 严兄 小弟为称呼 而这一次 楚阳似乎有意无意地 换了称呼 换成了严兄 兄弟 若是别人听到 也未必会听出什么不同 但是对于楚阳严如山 两人而言 却有本质的不同 但是严如山听在耳中 却觉得自己心中 很有几分快乐的味道 自己是因为楚阳的心胸 而送出这枚玉佩 等于是认可了楚阳 而楚阳改变称呼 却也正是为了自己的这份认可 不经意之间 一段友情的种子 已经在两人心中萌芽 看着楚阳走出去 严如山微笑着 心中默默地念着 我不为行下仗义 不为造福苍生 只为自己心之所爱 意之所在 问心无愧 如此而已 我不看天下 不看苍生 只看我自己的心 我心安则天下爱 我心怒 则仗剑迟刀 斩世间不平 为了自己不感觉委屈 真是有趣的少年人啊 严如山微笑着 重新躺回了床上 突然想起了什么 叫道 纸布 楚阳已经一只脚踏出门外 闻声纸布 却并没有回头 严兄还有何指教 外面 那急咒的马蹄声 已经是越来越近 对你的心态我很欣赏 但对你的说法 我不赞同 严如山黄黄道 人除非是到了绝境 才会爆发 所以这世间 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才埋目 楚阳静静地听着 便如王刀 若不是家人死绝 若是只是受了打骂欺辱 哪怕是被打断了一条腿 但只要家人无恙 他是否会在今天冲出来 求你杀死李明月 严如山问道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45集 楚阳稍加考虑 回答道 不会 是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严如山沉重得道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不能为了一些人的怯懦 怕事 就否决了人间的美好 他们不会为了你出头 但却会为了自己的父母 儿女所隐忍 有些时候 冲冠一怒 拔刀一快 只是匹夫之勇 而为了家人 忍辱负重 保全平安 却是英雄 所以有些时候 怯懦也是英雄所为 低头也是男子汉 大丈夫 只看为了什么 不到绝境 不要断言 严如山目光 凝住着楚阳的背脊 沉声道 这句话 兄弟 你要谨记 楚阳的身子颤抖了一下 漠然两脚 突然回身 深深地鞠了一躬 诚挚地说道 严雄 受教了 严雄今日的话 解开了我心头最大的疙瘩 便如拨开云雾 重新认识 和考虑天下苍生 多谢 严雄 楚阳昂头而出 突然感觉一身轻松 在此之前 楚阳的心绪 的确是有些偏激 但 严如山这句话 却直接将他已经 有些偏离了 正常轨道的思绪 给拉了回来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走到绝境 没有走到绝境的人 与已经走到绝境的人 心态是不一样的 到了某一种程度 做出任何事情 任何变化 都有可能发生 正如世间一些 因为逼迫绝望 而走上巅峰之路的 强者来说 是否宁可不要着 将来强者之路的 波澜壮阔 也要保住自己当初 平淡时的美好 这是永远没有答案的 没有人知道 这一次的谈话 对楚洋这一生的重要性 楚洋的心性 自从前世天外楼 劫难之后 一直都有些偏激 但从这一刻 才真正的 发生了转折与改变 而他一生的道路 受严如山这一些话的影响 之大 不可想象 有时候怯懦 也是英雄所欲 低头也是男子汉大丈夫 且看为什么 楚洋喃喃念着 走出了门口 严如山看着楚洋的背影 眼中满是心上 提声如雷 下一刻 在男日堂前 整齐得戛然而止 楚洋打开门的这一刻 正是成为军仪众人 整齐下马的时候 一色的军装 顶窥带将 甚是威武 为首的一个满面求然的 魁梧军官 首付腰间配剑剑饼 铿枪走来 在楚洋的感觉中 就像是一头壮硕的黑熊 大踏步冲撞而来 背后 四五十名官兵 及时分散 瞬间已经把定了 所有可攻逃走的路线 布下了一张天罗帝王 杂而有序 丝毫不乱 楚洋眼睛一缩 这支成为军的精锐程度 还真是有些出乎预料之外 哪一位是此堂主事 楚洋 求然军官封锐的眼神一扫 大声问他 我就是 楚洋温絮地笑了笑 这位将军 来到我男人堂 可是有什么病症吗 面对大军林立 楚洋这句话 可谓是神来之笔 又或者可以说 是超级不怕死的一句 来到专治寡人有疾的男人堂 能有什么病症 求然将军一愣 脸色不负素人 几乎有些咆哮意味的 怒声喝骂 你才有病 身后 距离最近的几位士兵 也都是忍不住 扑斥笑了起来 楚洋看得清楚 眼前这支承卫军的精悍程度 为实是令人心惊 这还只是边远地区的承卫军 但是每个人的修为都已不弱 这批人中程度最次的 也有玄疾层次修为 这份修为若是放在九重天大陆的话 几乎已经是相当于 至尊一品的程度 楚洋心中不由得泛起了极许疑惑 第一 这承卫军既然如此精锐 为何还要骑马 每个人展开身法的速度 怎么也要超过马匹速度数十倍吧 这骑马而来 简直是让楚洋 想起了下三天骑兵的阵仗 第二 若是承卫军都有这样的修为 楚洋可是知道 紫霞城的承卫军 足足有五千支柱 这份综合战令 击达可惊可步的地步 更别说其中的统领 族长 队长 将领 甚至还要有更高深的修为 这样的力量 为何城主还会允许三大家族 这样龌龊的存在呢 完全可以轻易荡平啊 难道这其中 另有玄疾 此念一生 楚洋心念 电转 若是当真如此 自己原先的计划 只怕就得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 须得随机应变 以策万全 本将军奉城主之命 想杀人恶徒楚洋 逮捕归案 既然你就是楚洋 这便跟我走吧 在楚洋沉思之中 求然将军已经是大声贺令 他眼中闪过了一丝铜锦 但却仍是毫不犹豫的 下了逮捕命令 请慢 楚洋道 请问将军大人 在下究竟是犯了哪一条律法 居然就要将我捉拿归案 求然将军显然是个很有原则 而且还是不怎么懂得变通的人 听了这句话 简直半天没回过气了 半赏才大吼一声 你今晨在大庭广众之下 众目睽睽之际 杀了不止一个人 人证物证俱在 现在居然还一脸无辜的 问犯了什么律法 你怎么寻思问的 楚洋探探手 说道 人证物证俱在 敢问将军大人 人证何在 物证何在 到底在哪呢 拿出来我看看 楚洋这样鸡蛋里边挑骨头的目的 无非就是在拖延时间 因为楚洋有百分之一万的把握 自己不会被带走 那位找自己治疗寡人之急的家伙 此刻绝对已经去疏通 他绝不会让自己被抓进去 因为 城主大人就算是再无可救治也好 也是断断不会用一个囚徒来治病 城主大人还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呢 阴沟鼻子 必须要保住自己才行 除非他甘心放弃之前的许多的投资 以及未来那可观到极点的利益 利益所在 一切利害关系都要让目 这还只是其一 而且就算那人 甘心放弃投资 与未来收益 楚洋还是不怕 因为还有其二 其二 却是李家了 李家的嫡系传人被自己杀了 换作任何一个家族 若是有李家现在的地位和实力 也绝不会贸然允许官府插手 他们绝不会咽下这口气 快言仇是每个人的梦想 普通人尚且如此 何况是横行霸道的李家 官府一旦插手 凶手认罪服务法 哪里有自己整治仇人 来得痛快啊 而且若是仇人被官府抓了 李家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办事的话 反而会让李家的威望大跌 起码在三大家族之中 李家丢人 那是肯定的 甚至会被挤出顶足的三大家族 所以李家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官府介入 楚阳只要拖到任何一家疏通成功 那么此事就从官家法制 转为了江湖仇杀 到那时候 那可就是各凭本事周旋 看证据 你以为你是谁啊 到了公堂上 自然会让你看个够 来人 将这个油嘴滑舌的小赞 给我拿下 这位求然将军 看长相是个二愣子 没想到脾气 也是二杆子 明知道跟楚阳斗嘴 绝对没好下场 居然一挥手 直接几条锁链 哗啦啦斩斩 这正是 秀才遇见兵 你有妙计千条 我自一定知归 遇上这么一个 又浑又愣的家伙 实在是没道理好景 楚阳不由得摸了摸怀中 那枚玉佩 到底该不该用啊 便在这时 一骑马而旋风一般的 从远处奔驰而来 周将军 暂且住手 乘主有令 这位周将军 闻言不禁一愣 扭头看去 一挥手 那几条锁链又退了回来 一匹马疯了一般的冲了过来 一直到了跟前 一时间 居然险些没杀住 剑马人力而起 脖子上几乎都勒出来 深深的血痕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46集 什么事 这么着急 周将军皱眉上前 城主他人有令 新来送信的这个 显然是个文书 没有什么修为 这番驰骋 已经是累得直翻白眼 上气不接下气 喘了半天才到 立即撤兵 有关楚阳当街 行凶杀人一事 证据不足 城主府不予收礼 周将军一皱眉 竟有此事 这是城主命令 周将军请过目 哦 原来如此 这位周将军 在看过命令之后 干净利落地一挥手 大伙 散了吧 散了吧 先回去调查取证 再做定论 随即翻身上马 回头看着楚阳 咧嘴一笑 小家伙 其实老子原本就不想抓你 现在有了这命令 正好 然后他点点头 只是 你小子 自己 可得当点心了 也不等楚阳回答 一马鞭 抽在坐骑剑马身上 四五十军人 一如来时一番 旋风一番地撤离了 刹那间 只留下路上的一片烟尘 绝尘而去 匆匆地去 正如匆匆地来 楚阳微笑着拱手 看着门前重归一片空旷 脸色沉静 四周 掠空声音 由远而近 关面上的人走了 李家的人来了 楚阳黑黑一笑 来了吗 我可是等你们好久了 九杰剑自从来到这九重天阙大地 还未然写过 今时今日 不妨尽情地厮杀一番 反正那鹰勾鼻子 想要安排这边 估计还得等一会儿时间 楚阳 一声霹雳一般地怒吓 滚出来 刷刷刷 十几条人影 落到了男人腾前 随即 风声嗖嗖 在附近的房顶上 前后左右东南西北 几乎站满了人 人人使刀在手剑出鞘 这一刻的兵器寒光 竟然有遮蔽天上烈阳的架势 粗略估计 李家这一次出动的人手 足足有两百人 两百名高手 一股森然的杀气 在刹那间 席卷了整条街道 本时盛下的天气 仿佛在莫名间 数九龙东重临 天寒地冻 方圆数十里的普通人群 几乎每个人 都是情不自禁的 打了几个寒战 紫霞李家在此办事 闲杂人等统统滚蛋 若被误杀 遭殃莫怨 一个声音霸道地响起 一帮蝼蚁 统统给老子滚出三十里之外 否则见一个杀一个 此计还未开战 李家的霸道与嚣张 已经彰显一般 人影一闪 那位刚刚本已离开的周将军 突然现身在一处房顶上 冷眼看着李家众人 冰冷地说道 城主大人 让本将军转告李家一句话 这一次给了你们面子 但不要不知好歹 江湖厮杀可以 但是不允许伤害任何普通人 千万忌惨 是任何普通人 更不允许 对城中任何建筑造成破坏 有为者 杀无赦 无任何人情可讲 李家带队的人脸色一僵 转头看去 周将军 这等江湖厮杀 又怎么能拿捏火候的如此精准 些许误伤总是难免 了不得咱们李家事后 给犹损者一定赔偿也就是了 周将军脸色不动 淡淡道 令不可改 若是有为后果自负 你们拿捏不准火候是你们的事 事后处理则是我们的事 还有一点千万忌惮 城主府拿捏你们的脑袋 不会很费劲 李家的人眼中 都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他们的霸道 也只敢用在普通人 乃至普通武者身上 面对真正的权势暴力机关 他们也要靠边站 这次的放任 对于城主府 是破天荒第一次 或者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周将军大声道 你们李家 好自为之吧 楚阳扬声说道 周将军 既然城主府 允许我们两家以江湖方式 处理恩怨 那么 李家若是有损伤 城主府管事不顾 周将军目光中 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江湖是 江湖了 我明白了 多谢周将军 楚阳脸色一松 那位粗豪的周将军 似乎诡异地笑了笑 身子有 踪影不见了 这位周将军 看似粗厚 但却已经暗示了 楚阳 杀光也没关系 这一点 让楚阳 心中一阵爽快 周将军 这一次闪身的动作 也让楚阳眼中 有惊讶的光芒一声 这位周将军 好精湛地凶 纵然比我稍弱 却绝对不会弱太多 上 大家动手杀了 这个姓楚的 李家的为首高手 不敢得罪周将军 却会妨碍他 一肚子火气 都发在了楚阳身上 不要动手 上 十几条人影 犹如旋风一般地 冲了过来 楚阳黑黑一笑 身子突然从静止状态 变为飘了 就这么一动不动 缓缓升起 一袭黑衣 满头黑发迎风飘扬 身子却是保持着 笔直的一动不动 唯有眼神 散发出越来越 灵力的光芒 十几道剑气刀光 如同是暴风骤雨 从四周席卷而来 肃杀之意 凛然降临 这一刻 楚阳突然有了前世 风雷台那一时刻的感觉 他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笑意 是的 感觉真的差不多 但是我的实力 却已经超人 看着四周 见光如雪 刀气森寒 楚阳的身上 突兀的声腾起了 一阵澎湃的杀气 一点寒光 楚阳淡淡地说的 万丈萌 声音淡漠 低沉 但却似乎是 主宰天下的地位 发出了绝杀的命令 一股惊天动地的杀气 突然从楚阳身上 轰然放放 在众目睽睽之下 原本手无寸铁的楚阳 突然间身子一悬 在他的手中 酷地显现出一点寒光 在这九重天阙 楚阳外 九集建筑 第一次出建 那点寒光孙明 却夹杂着醉醉森然 醉醉冰冷的感觉 那是一种足以将 任何人的骨髓 也一起冰冻的寒光 在看到这一点寒光的一刹 围攻过来的十几个人心中 不约而同地 泛起了一股 直透骨髓的凉叶 然后 一团比天空烈阳 还要耀眼的剑光 突然蓬勃而现 在这一刻 所有观战的人 交战的人 心中都泛起了一个相同感 在那一点寒光闪现之后 突然又回入了 楚阳的身体 随即从楚阳静止的身体之中 爆发出的 却是万道剑气 灿烂无比的剑气 除了灿烂 更是足以惊天动地的剑气 就这样 从楚阳身体中 向着四周抱射而出 甚至 每一道都是那么的清晰 都有最最明确的目标 一闪即逝 但那刚才 无尽光辉的一幕 却似乎很久地留在了 所有看到人的视线里 心田中 肩盲消失之余 一道道雪光 突兀想 那许多道雪光 就好像是充满了动力的喷泉 足足击射出数十丈的距离 冲上了半裤 那是浑身灌住了原力 得不到释放 却被敌人在致命处刺了一件 才会出现的特异情形 浑身的虚伪压力 浑身的血液 在高度的重压之下 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熏泻的口子 自然是要没命地往外奔涌 这个喷射 除了鲜血之外 还伴随着自身的生命力 与灵魂 同时自身体里被极限抽空 四周 原本杖剑持刀冲来的 十三位李家高手 所有人都还保持着往前冲刺的姿势 但 一个个的眼神 已经尽都变成了死灰色 随即楚阳副手而立 仍旧保持着原本笔直的身子 直挺挺地从人群中央向上攀升 攻击他的十三个人 却似乎完全没有看到一般 仍旧保持原本的姿势 继续前行 就那么从他的脚下交错着 飞了过去 一飞 就再也无能回头 直接冲到了远处 这一冲的势头逐渐减弱之后 才一个个的 如同是破麻袋 摔落下去 血色喷泉在空中 交错出鲜艳的红色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47集 人体失去了一切控制 纷纷撞在墙壁上 然后摔落地上 又或者是直接 怎么往里干 咕噜噜滚下去 或者直接一头 撞在了地上 撞得脑浆泪落 在他们的咽喉中央的位置 一个细微的血洞 还在咕噜噜地 往外涌着血沫 十三个人 无一幸存 同一要害 一剑云命 只得一剑 李家十三名 零级高手 连还手招架的余地 都没有 直接丧命 这是什么剑术 李家剩下的 数百名高手 同时看向空中 两手空空 副手而立的 楚阳 眼中再没有 之前的嚣张霸道 只于难以言喻的 骇人 楚阳此刻 两手依然空空 似乎刚才那一点 射人心魄的寒芒 从来都没有出现 那一道道 夺命的剑光 也只如 虚幻梦境一般 一切都如茫然未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这个 风神如玉的青年 就是这个 两手空空 浑身上下 干干净净的青年 就在刚才 一招惊世骇俗的剑术 同时夺去了 十三位 同伴的生命 那些人 临死之前 甚至来不及 惨叫一声 性命已然消失 远处阴影中 那位周将军 猛地张大了嘴 眼中尽是后怕 若是刚才 我当真擒拿他 他对我用出这一剑 那么我 那么我 明天我老婆 直接就可以去 找城主大人 领扶约金了 真悬呀 周将军自问 自己也是绝技无能 抗衡刚才那凛然一剑 他的额头上 浸出来密密麻麻的汗珠 一张黑脸 都变得雪白 若是有镜子 给他照一照 绝对会发现 现在的脸色 比成亲的那天 抹粉的时候 要白得多了 男人堂中 躺着的严如山的脸上 也露出了 惊讶的神色 这是什么剑 这是什么剑法 作为东黄天 誓约司第一大将 颜如山对于 武学知识的冤误 在这东黄天之内 纵然不说排剑前十 也绝对不会很靠后 但是刚才 楚阳这一剑 却是在他的记忆之中 从未出现过的 绝世神剑 若是颜如山 还没有印象的武学 那么就可以证明 在九重天去 从未出现过 所以起码 在东黄天 绝对是没有人使用过 对于这一点 颜如山 有百分之一万的把握 这是如此神奇的一剑 灵力威莽 每一道剑光 都是从绝对 出乎所有人 预料的方位射出 但却又不会给观战之人 一种诡异和阴森感 在观战人眼中 那一剑 只会有一种 缥缈潇洒的感觉 而且还充满了 王道之气 堂皇大气 然而如此恐怖 冷酷的剑招 怎么会如此 堂皇大气 这一点 颜如山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出原意 这是根本 不应该的感觉 问二分的矛盾 如今却切实地出现 就出现在自己眼前 楚阳静静地站在空中 脸色从容淡然 心中却是一阵惊涛骇浪 纠结剑法 就在刚才自己出剑的时候 竟生出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似乎在这等世界里 才能发挥出 纠结剑 那不可一世的 真正的恐怖威力 还有一种 不可一世的狂傲 一剑即出 便是君临天下 或者是事出巧合 或者是天佑良人 又或者是传奇再开 反正楚阳这次出剑 整个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心里也有一种 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的心态 再挥出这一剑时 竟能清晰地感觉到 原色九级剑本身的 那一份傲然 那一刻 楚阳感觉自己的心神 第一次真正地 浸入了九级剑之中 感觉了自己 与这把剑一斗 人剑如衣 一种有如神奇一般 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眼神 在注视着面前 引颈带露的许多蝼蚁 杀之 平常是爱 屠戮蚁 伤之何伤 这一剑 顺时震撼了全场 震撼的对象 包括所有人 无论是有修为的舞者 还是全然没有修为的 普通人 尽都被这一剑的绚烂 所震撼 只于一片寂静 受楚阳嘱托 保护着男人堂内部 安稳的猫腻腻 此刻只得一脸的震惊 长大了嘴 一丝精亮的液体 带着无比的韧性 从他嘴边 剑刺滑落 拖出来一道长长的 透亮的丝性 那种神色 就像是发现了 忠心耿耿的老公偷情 而且偷的还是汉子 被如此真相震撼的 无疑自处的黄脸婆的震惊 屁股后面 那条毛茸茸的尾巴 在无意识地疯狂摆动 显示着猫老师心里的 极度不平静 而在他屁股后面的王刀 甚至能够感觉到 由那条毛茸茸的尾巴 带起来的风 不断地刮着自己的脸 在这等炎热的夏天 居然凭空生出了一种 清风拂面的惬意 真像一把大蒲扇了 王刀看着猫老师的屁股 不羡慕地想 要是能够再用力一些就好了 当然 前提条件是不要放屁 千万不要放屁啊 不要破坏 这一份难得的惬意 楚阳的身子 物资停留在半空中 凉眼冷漠地看着 四面八方的敌人 眼底神色 辟匿不屑 四周寄然无声 这一剑的绝杀效果 无疑是彻底震撼了全场 李家领头的一名半百老者 眼中射出了 泰然恐惧的神色 这是一位地级高手 亦是李家此行的领军人物 凭着他的地级初节修复 足以让他在这紫霞城 横行无尽 而李家立足紫霞城 所最大的依仗 也正是家族所拥有的 两位地级高手 一位地级中节 一位地级初节 高端力量 永远是家族立身的根本 这个惯例在九重天誓愿 在九重天雀 同样誓愿 但是现在这位 曾经不可一世 目无余子的地级高手 却分明感到自己手心在冒汗 看到依然一派悠闲潇洒的楚阳 心中突然没了底气 刚才那一剑若是对我而发 我能够抵御 能够避闪 能够全身而退吗 没有把握 半点把握都没有 即使这个年轻人 真实实力要在我之下 仍是全无把握 定了定神 他开声叫道 这家伙不过就是一个人际层次的实力 刚才那一剑 固然了得 但损耗必然极大 累死他也发不出几招 大家分成十个波次 一波波的上 他就一个人车轮战 也轮死他 注意 一触即退 不要练战 然后有下一波人 及时攻击 一时的得势 算不得什么大事 李家这边的所有人 都是心中一阵 然后一阵狂喜 是的 对方这一招啊 确实很厉害 自己这边连最强者无能敌 但他即使再厉害 始终也就是一个人级巅峰 只要用车轮战术游动 他只有一人 能撑得了多长时间呢 两百个人 刚才死了十三个 还有一百八十七个人 十波 每波就是十八个人 他又没有三头六臂 怎么挡得住 这样密集的波段式攻击 一时的失事 不能说明什么 上 迅速分组掉腿 在领头的那个地级高手 一声鹤领之下 第一组人飞升而起 将这楚元狂轰而去 不需要留手 一击不中即使后退 再度出手 至少要到后面的 十七段攻击之后 有大把的回气时间 与机会 二组大人 现在是否要着手 将躲南刃堂之中的 那个该死的奴才 王三牛 抓出来凌迟处死 旁边一人 小心地问了 不急 这位二组深沉地摇头 只要能够制服了 这个楚阳 王三牛自然不足为虑 让他在无边恐惧之中 多熬一段时间 那滋味也不好受啊 但若是连眼前 楚阳都对付不了 那么即使能够抓住 王三牛 又能有多大意义 始终只是一个普通人 是 二组大人高见 旁边的中年人 连声谄媚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48集 在九重天阙 由于人的寿命 普遍很高 尤其是那些大家族 寿命更加悠着 所以在辈分上 很是有些混淆 到后来 干脆以第几代人 这样的辈分 来作为称呼标准 比如现在带队的人 就是建立了 李家的老祖宗的儿子 乃是李家的第二代祖先 所以被称之为二祖 但只是这两个字 却显得不大尊敬 是一遍出现了 二祖大人 这等奇葩一般的称呼 不得不说 这位二祖大人的战术安排 对于现阶段的楚阳来说 还是相当管用的 起码现在就表面上来说 楚阳陷入了波浪式 复数攻击重围之中 李家所属之人的第一波 十八个人一道上前 又分九人远程攻击 九人近身搏击 每个人指出一招 或者指出一击 不计结果 立即脱身而走 在如此无赖的 针对性战术之下 楚阳 貌似是陷入了一种 极端被动应付的情况之中 他的绝妙剑招 果然再也没有发出来 这在别人的眼中 有一种感觉 这个剑术神妙的楚神医 似乎被克制住了 若是没有机会 余地空隙出招 纵然你有天下无敌的剑招 又如何 远处 那鹰沟鼻子带着十来个人 出现在房顶观战 完全是一副大咧咧 毫不遮掩的德行 很有点 在着紫霞城 老子无所顾忌的感觉 至于跟在他身后的那十个人 随便一人也都是一派神丸弃足 意气风发 无法无天的特殊感觉 若是知道他们的来历 也就不会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都是 江东画家的人 江东画家 若在整个九重天阙来说 倒也还算不得什么特别大的家族 但在这紫霞城 却绝对可以横行无际 为时不需要顾忌任何人 是物 江东画家的实力 就连金家 吴家 李家 这三家在紫霞城 最强的地头蛇 在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之后 也是绝对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这个鹰沟鼻子中年人 正是画家的重要人物 画家四爷 四爷 这个楚神音似乎陷入下风了 随时可能支持不住 咱们要不要出手啊 一人问道 再等一会儿 那鹰沟鼻子鹰损般的眼睛 看着战局 楚阳虽然陷入下风 但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我要的是 在他陷入死关之前的 最后一刻出手 一出手 就是将他救出死地 实打实地救命之恩 再加上前段时间的铺垫 如此才能起到最大效果 食恩一定要选在 雪中送炭之时 鹰沟鼻子深沉地说道 锦上添花的事情 千万莫要去做 依依实在有信得很 四爷果然高见 男人腾住 猫腻腻这会儿 是真的有些交集 已经忍不住要出手 在他看来 楚阳虽然有有余力 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了 但是这样持续打下去 却也实在是太憋屈了 一面倒的战局 哥谁也受过 但他刚要出手 就被炎如山制止了 你不要过去 炎如山不知何时 竟然从床上请来 站在了门口 用身子倚着门 很是虚弱的样子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是质地影子 让猫腻腻不置妄动 你若是这会儿过去了 势必会破坏了 他的全盘计划 更会干扰他的领悟的 这种领悟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旦错过 击不再来 领悟 他看似陷入了 极度被动的困局 实则是在领悟 猫腻腻恍然大悟 楚阳出世 既然有能力 能够一箭杀死十三人 眼下自然 就绝不至于 会陷入这样被动的围攻 纵然是真的陷入围攻之中 也未至于到现在 连一个人都伤不到 严如山并不看战局 低沉着眼眸 现在的他 似乎在领悟他的那口剑 只要一招顿武 困居自检 猫腻腻连连点头 母猫也是修行行家 在场众人除了 严如山之外 就以他修为最高 之前不过是 心系楚阳安危 当局者迷 此刻得严如山点醒 当真以旁观者的心态 观世战局 顺时便看破了 其中的关情 严如山说得没错 楚阳此刻的确是 感到了一种全新的 以前从未领悟到的 奇妙的感觉 九旧镜上那 辟腻古今的狂傲之气 那居高临下的浩然之气 那完全不把任何敌人 放在眼中的傲然气动 无尽挥霍 这都是他在这一场 九重天阙第一次战斗 之中领悟到的 此刻楚阳完全能够清晰地 感觉到那份气势 而且他甚至能感觉到 这是一种抵运 只有当真无法无天 曾经突变天下 站立在最巅峰的界 才有可能拥有 这样的辉煌抵运 正是在这样狂傲的 气势之下 楚阳一直运行 尖色的九重天神功 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惊人速度 活泼泼地运转着 他那丹田中 自从形成 就再也没有怎么动过的 鸿蒙真丝 在这一刻 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断地从丹田之中 补充出去 进入到经脉之中 然后游走全身 最后再转回丹田之中 每一次的运转 每一次的鸿蒙真丝运走 都给楚阳一种 充满了力量的感觉 真实不虚 正是这份真实 让他拥有了一种 绝对的自信 只要自己 在这样的状态之中 就算是再持续 战斗一千年一万年 自己也是绝对 不会疲累的 难道这才是 九节剑的真正秘密 楚阳自己的心态 也随着这样的狂傲之气 见此提升 似乎只要伴随着九节剑 可以恒久地 徜徉于九天之上 慢慢地 心中那份狂傲 也越来越显充足 越来越有一种感觉 眼前和自己交战的这些人 实实在在 就是一些蝼蚁 不堪一击的蝼蚁 纵然是胆大包天的蝼蚁 纵然数量再多 始终也还是蝼蚁 楚阳的心中 突然涌起一种不爽 这样的蝼蚁 居然也能向自己攻击 也敢与自己战斗 他们配吗 木然 楚阳一声长笑 喝道 一干蝼蚁 严敢来冒犯虎威 这一句话 让所有的人 都生出了一股 疯了的感觉 单看眼前的形势 楚阳可是落在 绝对的下风之中 貌似所承受压力 越来越多 动辄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然而在如此危急的关头 他居然叫出来这么一句 充满了底气 充满了愤怒的话 这种愤怒 并非于来自于憋屈 而是有一种 一个强大的存在 被帮弱小者挑衅的愤怒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 但随即 场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突如其来 全无征兆的惊人变化 楚阳真的怒了 在那种狂傲心态的 莫名影响下 楚阳竟然真的发缓了 他一直都在体会那种感觉 也一直在实验 感受着经脉中的 所有变化 感受着自身心态的 微妙的改变 感受着自己的力量 在如此狂猛的消耗之中 非但没有消耗殆尽 反而在急剧地增加 即使恒久的持续 也不予力量不支 他本来满心欢喜 欢心无限 按照既定的计划 本来该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持续等待下去 等待那个应勾鼻子的人出手 借机制造使关 引导出自己最想要的局面 但是那种狂傲的心态 突如其来 一变成为了主宰天下的怒气 让他的出手 突然间全面失控 对这一点 甚至连楚阳自己 都是全无准备 一切剑都源自意外 不可预想的意外 你们找死 既然找死就真的去死吧 面对着又一波 李家高手飞升而来 楚阳突然间长生而起 不再严密守护 而是闪电般的赢了上去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四十九节 那一点寒光 扑雾的再次闪现 然后又顺时消失 所有人都是莫名地感觉到 自己浑身上下一篮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突然升级 那万道剑芒 再度铺天盖地的出现 这同样的一周 竟然比刚才的 一点寒光万丈芒的威力 还要更强十倍 甚至 还不止十倍 更多更多 一点寒光 万丈芒 楚阳缓缓淋出这一句剑决 心中突然又增加了 新的恋悟 原来这才是一点寒光万丈芒 真正的奥义 在此之前 九节剑法的精色 九节剑法的真实威力 我所发挥出来的 竟然只不过连皮毛都不是 甚至说是皮毛都是抬举 快躲呀 李家那位二祖大人在这一刻 几乎撕破了喉咙一般的喊叫着 但是他心中 却是清楚明白地知道 完了 这一波的人手全完了 万丈光芒瞬间化作了 清晰优雅的剑气 流浴辉煌天下的淡衣色色 一种从容不迫的奥力 却又快如闪电 自冲上来的那十八个人的眼部透过 夹杂着澎湃的血光 急飞向了浩瀚苍穹 眨眼间消失 那十八个人 就在光芒一闪的那一瞬间 整齐划衣地失去了生命 在灿烂的血雨之中 眼中脸上还带着刚才的残光 缓缓从半空中坠落 果然无一姓名 好狠毒啊 李家二祖良言几乎冲醒 楚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楚洋哈哈一笑 我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重要 我若是庞大势力的人 你们是否就要马上跪下 害我的马屁 我若是一文不明 现在是否就应该认你载搁 李家二祖咬着羊 你不敢说吗 没种说吗 你算个屁 楚洋狂傲的大笑 就凭你也配来问我的来历 不知尊卑的混账东西 李家二祖气得 几乎要脑溢血了 疯狂挥手 上 一起上 杀了他 杀无赦 不留花口 他已经被楚洋 刺激得几乎发狂 李家剩余的一百多人 同时嗷嗷大叫 冲了上来 楚洋脚尖一点 凌空飞 慢声 借我寒光夜地 便散万丈光芒 万水千山独尊 苍穹天下为皇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唐巷舍中又是你了 一点寒光万丈芒 再度发出 只是一招三重发出 威力竟是更胜 居然比前一次施展的威力 还要再增加许多 前次施招 威力已经是在九重天之时的十倍以上 若是现在执招评估 就算是法尊复生 也要称臣 天魔崇林 也要退避 狂傲 并非是真的狂妄 也可以说是一种极致的自信 因自信而自傲 自信至极底 乃为狂傲 此次一见 乃是一种 充满了底蕴的完满心态 一种主宰天下的心胸 初见 天下既然已经被我阻塞 那么 这整个天下的人 生死自然便由我作证 我杀人 乃是处决你 审判你 所以我心危人 尽归坦荡 楚阳终于明白 这九级剑法的第一招 所说的居然是心态 四周一片惨然 楚阳欲见而来 灰色挑衣 在人群中急速穿梭 只见一道闪亮的寒光 从东至西 由南到北 循环网固 连绵不绝 那道寒光 竟然能凭着一柄剑 在空中 交织出了一片沙路 天罗地网 密密麻麻 没有半点空隙 之前死的十三加十八人 是倒霉 也是幸运 他们是最先死 所以是倒霉的 却也是幸运 因为他们的死法 是一剑断魂 没有痛苦 此刻 众人只见到 一条条残枝断裂 带着淋漓的鲜血 从空中落下 无数哀嚎 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 李家二族脸色苍白 实在是没有想到 自己家族那个 辈分最低的 重孙的重孙 用他自己的死 给李家招惹来了一个 如此可怕的敌人 一个人极巅峰的敌人 却能够让自己 这个地极初级 全无勇气出手 即便勉强出手 心中也早已无有胜存 这样的敌人 李家真的招惹得起吗 想要平息这样的大敌 李家只怕要付出 最惨重的代价 才有可能解决 而这一切 还都是建立在 这个楚阳 只是普通的 江湖散人的基础上 若是他身后 是有背景 要有何等背景 才能培养出一个 如此年纪 就有如此修为 如此实力 天才弟子 一念至此 李家二族不寒而栗 可是事已至此 绝无转环之余力 一切都只能硬着头皮 强撑下去 一起出手 他的耳中 突兀地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忽悠精神一阵叫道 爹 不要出声 不要出声 一起出手 不惜代价 全速覆灭之 耳边的声音在继续 这个人危险至极 必须出其不意 将其毁灭掉 否则 过了今天之后 李家只怕是要完了 是 楚阳始终以一种游刃有余的姿态 尽情地收割着人面 一条条鲜虎的信念 从他剑下消失 但他心中却没有任何的波动 他的身形潇洒而快 在空中急速掠过 血雨喷死 李家原本如红的气势 残横霸道的众位高手们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群 被猛虎盯上 并被实施屠杀的羊群 此刻 每一个人的眼中 都是充满了恐惧 那是一种心胆剧烈的害怕 什么李家 什么家族 什么荣耀 什么骨气 什么气气 统统滚一边去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逃命 都要没命 还想那些有的没的 有意义吗 合共一百八十多人 不过片刻之间 在楚阳剑下 已经毁灭了一百三十多 侥幸剩下来的人 精神状态也已经全面崩溃 口中无意识地惊叫着 喊着自己都不相信 是从自己口中喊出来的话 拼命地夺手 甩出一切手段 甚至用自己占有的身体 来隐蔽自己 若是此刻有人能够挡住自己 让那夺命的剑光 找不到自己 那么 就算是亲兄弟 也毫不犹豫地推出去 剑光在闪 人在嚎叫 鲜血在喷洒 人头在滚落 前后指的刹那光景 李家那气势汹汹的两百高手 已经溃不成军 楚阳的心 依然如冰雪一般 木然 两道危险的气息吐生起 有高手 楚阳瞬间感觉到 两股庞然压力袭了 心中不由一鳞 能够让我感到这样的压力 一定是比我修为更高的武者 而且应该还不只是高出来 一个层次的高手 还有 来袭的共是两人 楚阳能够感到 自己的灵魂在颤 那是一种关乎生死的危机处于 楚阳心念电闪 在还没有感觉到攻击的时候 就已经不假思索地将身子猛地拔高 直挺挺地冲上了高空三十丈人 下方 几乎是紧紧地擦着他的脚底 两道寒光一闪而逝 两个人预谋已久地攻击 在楚阳的惊人灵绝下 显知又显得躲过 两道人影 瞬时出现在他两侧 一组一样 其中一人 正是刚才带队的李家高手 另一人 面貌与他颇为相向 只是年纪要稍大一些 两人手中 都是秋水般清亮的常见 楚阳的瞳孔一缩 他从这两人身上 感觉到了山岳一般的庞然压力 这样的压力 楚阳并不算陌生 在狱外天魔 以及法尊身上 都曾经感受过 今日同时面对双重压力 压迫了 竟如倍增 楚阳知道 自己虽然刚刚领悟了剑招 实力大剑 若是单独面对 这两人之中的任何一步 自己有把握不会落败 甚至 若是单对那个实力稍弱一些的 自己有信心 能够战而胜之 将之灭杀 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但是同时面对这两个人 自己却有随时丧命的威胁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风铃天下 演播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50集 九重天却每一阶位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 人级与地级之间 便是天与地的差别 天差地别 地级初阶与中阶 又是两重完全不同的天地 除阳的九级剑法 已经超出了寻常剑法范畴 越级杀人 并非难使 但在这片九重天阙的天地之间 越一级已经是难得的奇迹 面对高出自己两级的地级中级高手 楚阳能够保住性命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现在面对了 却是一位地级中阶强者 联合了另一个地级初阶高手 来对付楚阳 在两个人的联手攻击之下 楚阳真正开始显向还生强 李家秀为最高的两位老族 在空中盘旋飞舞 向着楚阳不断发动灵力攻势 一前一后 精密衔接 楚阳若是集中全力对付任何一人 必然会招致另一人的疯狂灭伤 楚阳仗着灵火的步伐身法 剑似躲避 剑获还剑 一时间 竟然找不到展开剑士的机会 刚才不出剑 是因为要临阵舞剑 无心出剑 现在却是强敌太力 有心无力 李家两位老祖的联手攻击 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是灵力 楚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随着对方的那种灵力 且紧密的攻势 随着自己处在下风 那种狂傲不可一世的气势 竟然有逐渐从自己身上 消去的势力 若那股新的气势消去 自己所能发挥出来的势力 势必进一步减弱 更加难以抗衡 面前的两大强敌 楚阳心神一乱 情势更加的岌岌可危 差不多了 只要再稍等一下 就要胜负分明 只要见血 立即出击 一定要确保楚阳的生命安全 远方的鹰沟鼻子 本以为没有自己等人出手的机会 正在失望 突然见到情况急转直向 顿时大喜 男人堂中的猫腻腻大吉 就要飞身出去援手 别动 颜如山一把抓住了 楚阳根基之很厚 是我生平仅见 但他始终未能将其自身抵御 真正发挥 大抵是他心中了无压力 是以实力 难以真正突破 这一次 是他切身经历了一下生死危机 放心 以你的修为 绝对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救下他 猫腻你怒动 妙 不是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 感情不是你身陷危惧 万一若是来不及呢 颜如山无语地看着他 猫 你是怎么到天级的呢 猫腻你顿时满脸通红 强子争变道 我当然是拼命修炼 拼命练功 拼命地闯荡江湖 颜如山了然地点头 是啊 拼命修炼练功 拼命闯荡江湖 就闯荡了你这么天真无邪 你能活到今天可实在是太幸运了 猫腻你顿时脸红脖子粗 直扫得连屁股后面的尾巴 也红了一半 无意间一回头 却是一声惊呼 这怎么可能 颜如山顿时被他吓了一跳 本能地用意识看测周遭 以他的沉稳心性 竟也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难难道 啊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楚阳一直在对方的严密打击之下 一直处于极度的下风之中 连九级剑顺也已施展不开 只能被动地挨打 心中自然是越来越憋屈 而之前那种狂傲凌天的气势 也似乎在极度的憋屈之中 渐刺地回缩 眼看着对方父子二人 即将连城天罗地网 将自己全盘笼罩 楚阳拼命反击 却完全无济于事 只感觉自己的力量与对方相比 差得太远 太悬殊了 有心无力 便在此时 楚阳猛得大吼一声 不顾一切的反击 命 洗命 楚阳在最危急的当口 找到了自己的最大弱点 自从自己重生以来 的确是很有些洗命 但 有些时候 其实是不能太在意的 有些时候 不能太怕死 太怕死的人 没有胆量异常死关 反而倒在死关之前 楚阳大吼着 就像是挣脱了心中的 某种牵绊一般 突然感觉一阵由衷的轻松 这一刻 炎如山的开刀 修正了心中的 错误方向的力量 与这种拼死一击 挣脱枷锁的意志 猛得合二为一 那九级剑的狂傲气势 若是剑刺消散 莫如说是被外力强行压迫 此刻已经被压迫到极点 既然楚阳没有被最终压倒 那另一结果就是 极限反弹 以最最灵力的姿态 决地反托 丹田之中的鸿蒙真思 突然间轰然向着经脉之中 急速穿脱 九重天神功 犹如是长江大河一般 不可遏制 狂猛运动起 楚阳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一阵轻松 似乎挣脱了什么 似乎摆脱了什么 长剑骤然在这 风雷呼啸 竟然是轻而易举 冲出了重重雷伤 当当两声 李家父子二人手中的成绩 被九级剑先后斩断 落在地上 楚阳喘着气 盯着对方 心中依然是有些稀里糊涂的 刚才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但 对面李家父子的脸上 却分明是害人 以及一种千辛万苦 终于归于虚无的失落 猫腻腻欲言如山 见死结果 也不禁大惊失色 他们两人所遇见的最好结果 也不过是楚阳 继续勉励招架 催发自身前面 最终始终是要靠 猫老师的援手 才能避过此劫 但是结果 竟是楚阳大获全胜 更是胜得如此干净利落 远处的鹰沟鼻子 本来已经仰起手掌 准备下令 手下出手 在这一刻 他仰起的手掌 呆呆地定在了空中 所有人的眼睛 都看着一个方向 半空中 呼自气喘吁吁的楚阳 因为此刻在楚阳的身上 缓缓地散发出 朦朦胧胧的 黄色的光芒 而且越来越见清晰 越来越是明显 那黄色光芒 地级 楚阳竟然在 李家两位顶梁柱的 高手联手逼迫之下 临阵突破 成功突破了 人级巅峰界限 到达了地级初级的层次 蜕变为地级强者 在激烈的战斗之中 临阵突破 这样的事情 一向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因为战斗就是战斗 突破就是突破 一心难能而用 若是战斗之中突破 恐怕还没有突破 就已经被人所杀 又或者是走火入魔 但是现在 楚阳用事实生生地 打破了这个惯例 再谱传奇 甚至还更进一步 他在生死关头 极限突破 而且突破之后 一举就突出重围之鱼 大错强敌 胜负力判 最最关键的是 中人都看得出来 楚阳在突破之后 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发现 他自己已经突破了 这件事 真真是千古奇谈 还暗传奇 半空中 楚阳有些迷惘地感觉到 之前自己就像是一条滔滔大河 一直被什么东西给阻拦住 现在 所爱不在 河道突兀地疏通 浑身上下在这一瞬间 涌出来的新生力量 是那样的陌生而熟悉 自己从未拥有过 如此强大的力量 但这却的的确确 是自己的力量 楚阳仰天长笑 心中的憋闷 一扫而空 突然感觉天高气爽 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于月 突破了 楚阳的长笑声 激荡在苍穹 回响于天地 再差所有人 尽都是目光复杂 呆呆地看着楚阳 楚阳现在身上的嫩黄色光明 正在向九级剑身上 剑刺延伸 这种光芒很嫩 就像是寒暴欲放的小花花 但是充满了一种辉煌的意味 这无不证明着 楚阳在五道之路上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地级层次 想当初法尊得了天魔传承 也不过只是勉强到了地级 却已经在九重天大陆 无人能敌 到最后 集合了楚阳 九节剑 以及全部九节之力 而且还要是在法尊 一心求死 并不打算死战的特定情况下 才能勉强杀死他 第一级高手所拥有的威能 可想而知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51集 楚阳如今也到了这个层子 所有人看到 楚阳如今的样子 都是有些 心潮澎湃 连那鹰沟鼻子 江东画家的四爷 看着楚阳的眼神 也有一种 重新闪失的魏力 人才啊 决战之中 生死之际 临阵突破至 地级层子 这其中最大的关键 还是由楚阳历来的 身后积累所致 但 就算是积累 茫茫九重天去 有了这种积累的 又何止千万 却又有几个人 能如楚阳一样 在这等时候突破 这等微妙时刻的 临阵突破 意味着什么 这一点 所有人心中都很清楚 反败为胜 他以人极巅峰的力量 就能够力战 两大地级高手 虽有精闲 却始终未入致命死观 如今 他到了地级 等于是实力在这一瞬间 翻了好几番 那么 李家两大地级高手 对楚阳来说 又有何惧 这个道理 严如山清楚 貌腻腻清楚 阴沟鼻子和他的手下 也尽都清楚 甚至 就连李家这两位老祖宗 也都清楚明白 至此 李家两个人脸色惨变 极无人色 走 李家老祖当机立断 抽身飞退 既然不可立敌 就只有碧其风 留下性命 才能论及未来 留下死磕 只有望送性命而已 全无意义 走 你们还想走 楚阳狂傲的笑声 凌空而来 一道闪亮的剑光 如同是奔雷撤电 压着我打得我如此狼狈不堪 如今一剑我突破了打不过 居然就想逃走 天下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楚阳一声长笑 杀机凛然 途进天下 又何妨 九杰杀招 再临尘环 途进天下又何妨 对于九重天阙大陆而言 这又是一招闻所未闻的 京式剑招 九杰剑法 历来只在九重天大陆 有过流传 前八代九杰剑主 都是不符合九杰剑的真正需求 从来都没有人上到过九重天阙 所以这九重天阙之上 除了雪裂寒一个人之外 就再也没有人知道 九杰剑法的威力 这关系到雪裂寒的最大计划 所以雪裂寒 是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可以这么说 就算是将雪裂寒碎尸万段 他也绝不会泄露一星半点 所以在九重天阙 也就没有人知道 这世上竟然还存在着一套 如此神奇的旷式剑法 在李家最强两人 骇然若死的目光之中 在围观众人不可置信的 经步眼神下 半空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辉煌鲜厚 连接天地的辉煌剑光 一股森然的杀机 随着剑光的出现 就那么突如其来地 充盈了整片天地 所有人的血液 似乎在这一刻全然动静 眼睛看出去 别的一切似乎都已消失 天地之间 就只剩下了这一道 璀璨辉煌的剑光 出城 在这九重天阙多少万年来 都从未出现过的 绝顶杀招之下 稍稍落后的那位李家二族 几乎是毫无抵抗防御的 就被这一剑 从中斩落 斩力绝 斩力断 随着一声惨嚎 那往前急速狂奔急迟的身子 在重剑之余 居然还继续向前冲出去了 数十丈 这才哗啦一声 在半口中分成两半 施身 随意分为二 然而每一半施身 仍旧持续地向前 冲了数百丈的距离 这才趴的 分两个方向 掉落在地上 好惊人的一剑 好神速的一剑 错非威力与速度 都达到了异常惊人的地步 实在难以造成如此结果 察觉儿子碎尸而亡 事实的李家老祖 连悲愤都来不及 亡魂皆冒 全速奔投 为求脱身 竟使出人剑合一之乎 连人带剑 化为一道剑光 急速逃逸 能够把急抢杀招 人剑合一运用到逃命上 李家老祖 还是很有想法与创意的 不过楚阳 显然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恢弘剑光再现 那道剑光犹如流星一般 急追李家老祖 如同是复古之居 两个人 两道剑光 在空中急速狂飙 一个追 一个逃 而两者之间的距离 却是越来越近 所有人都看了出来 这位男人堂的处神医 前段时间整个紫霞城的 笑料人物 此刻打的主意 竟然是不留任何余地 斩尽杀绝 而他斩尽杀绝的对象 就是紫霞城三大家族之一的 李家 虽然目标只有一人 但是只要这个李家老祖完蛋了 就算楚阳不亲自出生 失去了两位地级强者坐镇的李家 也会自动消失 数到狐狮散 即使是在紫霞城 也有许多不俗实力 早就掩热三大家族的名头 威胁不在 取而代之 何乐而不为 在此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 哎呀 这位处神医完了 但是现在的事实 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真正玩乐的 竟然不是这位士丹利姑 单枪匹马的处神医 而是气势汹汹兵枪马壮 李家 这 也太匪夷所思了一些 楚阳今日之作为 当真是不明择矣 一鸣惊人 那位周将军瞪着眼睛 此刻站在房顶 嘴巴张得 能完整地吞下一颗鸵鸟蛋 两久两久 才猛地转动一下脖子 咔嚓一声 长久保持一个姿势 再度转动 脖子居然发出了 清脆的声音 但是周将军却并没有理会 只是呆呆地注视着 自己的一个手下 呆呆地问道 他 他真的只是一个大夫 他身边的人 也是同样的表情 这个 我 我看他的身份资料 他的确就是 一个大夫呀 你家的大夫能这么猛 你压得敢骗我 周将军勃然大怒 不是 不是我骗你 可能是他伪造了身份资料 骗了我们大家 他身边的人满脸惶恐 连声解释 放屁 这么猛的实力 用得着骗人吗 周将军显然怒气更热 身边的家伙 直接呆了 周将军的意思是 他就是一个大夫 你家的大夫 有这么忙 好吧 问题又回来了 周将军身边 所有人 都是欲哭无泪 这位大夫 还没将人逼疯 周将军已经 把咱们逼疯了 就在周末奎奎之下 楚阳的剑光 终于追上了李家老祖 在这一刻 九级剑 居然发出了一声 轻悦的剑鸣 剑王猛的纵火 李家老祖惊慌之下 大叫一声 竭力躲避的同时 将半截长剑指出 楚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冷淡淡 从此之后 紫霞城 再无礼价 楚阳这句话 说的是斩钉截铁 充满了铁血的残酷 就像是天上神奇的 最终审判判词 充满了不可质疑 不可动摇 剑光如电 轰然落下 那射来的半截长剑 在九级剑剑光之中 突然分崩离析 化作了一棚基辅 紧接着 九级剑的剑盲 已经去到了 李家老祖的背心要狠 在一声犀利的惨叫声中 李家老祖仓皇的低头 绝望地看着自己的胸口 猛然动开 那一道有如实质性一般的剑光 从胸口透射而出 命中之余 居然还射出去了 几十丈的距离 楚阳的九级剑 在剑光已经准确命中 穿透了李家老祖的身体之后 才插进了他的后心 楚阳骤然生出了一种 奇怪之极的感觉 那李家老祖 所有残存生命力 还有精神力 甚至是灵魂原力 都在源源不断地 向着九级剑剑身之中 涌进来 九级剑静止不动 光芒大声 李家老祖的身体 只是在顷刻之间 就已经是全面萎缩 这是 九级剑的吞噬功能 楚阳心中一阵奇怪 在很久之前 九级剑本来确实是有吞噬功能 有曾经发为数次 但在他进入至尊之后 这种功能也不知怎的 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番 没想到在今天 居然又重新显现了出来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五十二集 楚阳心中一阵 剑光猛的梦 李家老祖激进腐朽的身体 在顺时化作漫天血肉 纷纷扬扬落下 九级剑的吞噬功能 过于害人 绝不能陷于人情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 竟都是眼角抽出 目瞪口呆 至此 詹菊胜负分 生死判定 一切尽都尘埃落定 楚阳凌空飘落 一如之前的飘逸平静 之前灵天杀意 静意荡然无存 李家此行的幸存下来高手 不过还有十几个 且多有伤在身 这会儿已经是坐鸟兽散 一个都看不到了 楚阳只是对着周将军的方向 拱了拱手道 周将军 江湖人解决是非 快以恩仇 历来如是 李家所急剧的不义之城 我不插手 对此下城 我还只是一个 出来乍到的陌生人 一切都要仰赖城主大人 看着安排 我相信城主大人 也相信周将军 楚阳说完 连看都没看的 鹰沟鼻子一眼 失失然走进了男人旁 鹰沟鼻子眼神一缩 目光异常复杂的 变换了一番 咬牙道 好漂亮的手段 那个周将军 喜行余色地回去了 是的 四眼 这小子这一手 玩得确实是漂亮了 旁边那人 忧心忡忡 他现在固然没有能力 吃下李家所有财产 是一回事 但他吃不吃 打不打 那个那就算是 另一回事了 得了大便宜的城主 自然会投桃暴力 给予相当的回报 甚至那周将军 都可能因促成此事 而分到一杯羹 小小年纪 一五双绝 更有如此心悸 当真可惊可不啊 确实如此 这位鹰沟鼻子四爷 皱着眉头 这么一大块馅饼 他全送给了城主 李家的资产 被他这一句话 说出去之后 金家和吴家 也不能插手了 又或者是不敢插手了 楚阳作为胜利者 说出的那句话 等于移交了权力 金家和吴家 若是在这一句话之后插手 就等于是 瓜分城主府的权益了 尤其 楚阳还是凭自身实力 产出了与他们相等的 一大家族的势力之后的此刻 另外两家 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妄动除了会得罪城主 更会开罪楚阳 平白树下两大强敌 任何一个 也是他们招惹不起的 而这个结果 等于是楚阳 虽然与城主 从未谋面 却是已经打下了 相对牢靠的关系基础 还有 这件事起因 他本就是受害者 城主最初的做法 可是偏袒了李家的 所以 城主大人在此时 就算是再不情愿 也要多领他一份人情 很大的人情 不能不当作 大事记住的人情 此外 楚阳的那一句话 其实流露出了一层暗示 阴沟鼻子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那就是平衡问题 免除了后骨之忧 平衡问题 势力的平衡 旁边的人对这个说法 有些不解 阴沟鼻子脸色很难看 并没有做更多的解释 再想如以前那般 利用楚阳 已经不太现实了 有些话 还是索性敞开来说吧 阴沟鼻子说完这句话 身子一飘 当下下了房顶 大踏步的 向着男人躺走了过去 一边走 一边低声说的 现在形势骤变 还是赶紧让家族 另派前几个高手过来 才是正经 现在的局面 地级已经不够镇压场面的了 至少也天级层次的高手 才可成事 甚至更高水准 才较稳妥 这件事断断不容有失 即刻着手进行 是 楚阳在今天强势出头 横空出世 只此一战 已经改变了紫霞城的格局 楚阳走进男人堂 此刻才感觉浑身尽是轻松 有一种淡淡的 却很惬意的疲累 竟是一种 有如梦幻般的陶醉 今日一战 一人一戒 独队李家两百多高手 大获全胜 甚至是完胜 楚阳的威灭 已经足够震撼 整座紫霞城 最初的计划 他是打算通过那个阴沟鼻子 来进行计划 见此积累抵御 伺机而坐 依然隐身在暗中 掌握一切 但是李家知识突如其来 竟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楚阳一番盘算之下 决定改变初衷 所幸就闹个大的 既然我有了这等实力 何苦还要去耍什么阴谋诡计 堂堂正正的进行 永远比阴谋更有快感 这是那种狂傲的气势 让楚阳的决定 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今天的底蕴而言 乃是江湖仇杀 就算是江湖仇杀 城中多了一个 如自己这般的人物 也绝对会成为城主府的 重点关注对象 所以楚阳 甘愿放弃所有利益 只要名声 收获利弊参败 固然要放弃 原计划之中的步 却也可不再通过 那阴沟鼻子的渠道 直接与城主对户 有些时候 强横和霸权 其实比阴谋诡计 要直接的多 也更有效的多 霸道专横的人 也永远要比阴忍的人 更加受到关注 只要受到的关注足够大 那么 就有足够的空间腾弄 更方便获取足够的资源利用 当然一切的前提 仍是本身的实力 足够强大 楚阳难难自有 我的实力意外提升 在执着于原本 既有没有更大意义 既然如此 我还等什么 今天的杀戮 就让李家 做我的第一块垫脚石 就从这里开始吧 在楚阳刚刚进去 迎面而来的猫腻腻 只说了一句 我三 你牛 还没来得及 说下去是 一阵优雅的敲门声 依然响起 男人堂的门本就开着 那人就站在门外 在一片血腥之中 脸寒微笑 轻轻地扣着门板 文雅地微笑道 请问里面有人吗 来人正是那位 鹰勾鼻子四爷 哦 原来是你啊 楚阳回头 毫不客气地说道 怎么 坐山观火 站得有些累了 想要进来歇会儿吗 鹰勾鼻子微笑 楚神医果然是高人 若是我贸然出手借助 岂不掩盖了 楚神医的绝世英姿啊 楚阳淡淡得道 不敢当不敢当 楚某些许自保能力 总还是有的 更不至于能到被人利用 还茫然不知的惨淡地 既然已经决定高调形势 楚阳索性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霸道起 刚才那么说 等于直接只明白 鹰勾鼻子的目的 我不是不明白你的目的 我更加清楚你的打算 莫要将我当成傻子 鹰勾鼻子四爷一正 随即苦笑 原来楚神医早已知道 我的用意与目的了 楚阳淡淡地说道 这也不是我聪明 而是无论如何 在一个家庭里 甚至是一个组织里 也难得那么凑巧地 同时出现 七八个寡人有急的病患 只要有点脑子的 就会有一斗 我纵然不是什么智者 其许小聪明 还是有的 鹰勾鼻子四爷 闻言一正 嘴结哈哈大笑 自是全无戒指 大笑之余 缓缓说道 楚先生 可欲在这紫霞成立足火 楚阳目光一闪 原来先生才是智者 这句话不卑不亢 而且还隐隐有些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 但是就是这种口气 对这位鹰勾鼻子来说 却又是实实在在的 最高褒奖 你看穿了我 但是如今我也看穿了你 在那扯平 这就是楚阳这一句话之中 表示认可的东西 鹰勾鼻子 生起如是感觉 鹰勾鼻子四爷 再度哈哈大笑 心情顿时转为舒畅 这世上 毕竟不是只有你一个 才是聪明人 哈哈哈哈 有一宗买卖 对楚兄来说 有百利无一害 不知道 楚兄有没有兴趣呢 鹰勾鼻子哈哈笑着 一步踏了进来 在他身后 就只得另外两个人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53集 两个面目死板板的互为 沉默着 一言不方 猫逆你退到一边 胡须轻蔑地 抖动了两下 两个地级高阶层次的舞者 哼 就这样的两个人陪着 还居然敢进来摆谱 真是耗子 找猫来作陪 就不怕猫喝大了 银沟鼻子四爷 并没有将猫逆你看在眼中 在他看来 这个圆滚滚的胖子 根本就是一个 人畜无害的存在 充其料 也就是楚阳的一个管家 又或者帐房什么的 不光他这么想 整个紫霞城中 调查过楚阳的人 对此都有类似的认知 当真就没有一个人认为 猫猫其实是一个 深藏不露的高手 就这点 猫老师掩饰得 真的很到位 呸 本喵啥时候掩饰过呀 本喵这是 反普归真好不好 猫老师心中怒骂 买买 楚阳点点头 带着鹰沟鼻子四爷 进入了北乡房 猫猫也跟了紧 楚阳一挥手 有客人到 你去泡茶 泡我的好茶 赶紧的 居然是一派 吩咐下人的口气 鹰沟鼻子四爷 心下暗道 原来是个仆人 原本还以为是管家账房 倒是看走眼了 猫猫你一口气 憋在了喉咙里 险些就要暴跳如雷 有心暴打某人一顿出气 却又不能殴打恩人 尤其还是米饭班主 没有任何办法知想 只好一扭一扭地 走了 猫腻你心中 喃喃怒骂 你的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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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个屁的好茶 还不是又要打我的秋风 妙的 居然将本大爷当作奴役使唤 你这家伙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呀 我告诉你 你等本大爷还起你压人情的时候 保证第一时间暴打你一顿 保证让你爹你娘你女人 任谁都认不出你 当然 其实猫腻你也知道 楚阳的意思 不过是要自己尽量地隐藏起来 作为暗中的强大力量 以策万全 底牌嘛 还是留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出 但是就算如此 猫老师也很憋屈 想我猫腻你 在喵族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任谁见了不得恭恭敬敬地 叫一声猫老师 啥时候伺候过人呢 还得是这等货色 我喵了个去的 上我端茶送水 你压得有那样的级别吗 地位崇高的猫老师 来来回回肚子里 翻滚地骂了几百遍 最后还是乖乖地 弃了茶 送了上我 不过 还是吐了口唾沫 在茶水里 才端了上我 我让你压喝 喝我的口水吧 你压得 下去吧 没看到我要和客人 商量事情吗 怎的严厉 楚阳头不抬 眼不睁 斥责道 猫腻你憋了一肚子大便 低着头 扭曲着脸退了下去 好你个楚阳 我记住你了 只要给我机会 我要是不将你这 混蛋收拾的屁股朝天 再插根葱 本猫就跟你姓 我怎么尽你一辈子 请 楚阳自己并不喝 微笑的 不知道阁下刚才提到的 是什么大买卖 好茶 阴沟鼻子姿势优雅地端起来 毛老师吐过唾沫的茶水 很有风度地喝了一口 茶水隐隐有一股特别的清香 这种容尖在下也喝过不少 但这等风味还是第一次品尝到啊 毛泥你在南日堂门前拧笑 别的容尖当然没有这等风味 但这一壶 却是加了本猫的口水的 当然会有特别的风味啊 能喝到 做你呀的三生有幸 唯一让毛老师有些不满的是 这么好的茶 楚阳那丝竟然不喝 我所说的买卖 是一桩能令楚兄在紫霞城 长盛不衰的买卖 阴沟鼻子捧着茶水 似乎是爱不释手 还用嘴轻轻地吹着 头也不抬地说道 哦 楚阳皱皱眉 楚阳啊 自是个人精 他当然知道 猫腻你纵然知道自己的用意 心里也不秒会不舒服 这壶茶 说什么也是不能喝的 至于其他人喝不喝 喝完之后有啥反应 都不在他的心上 我关楚兄今日所为 想来楚兄当有凌云之志 只是一时折服 等待一飞冲天的时机 金玉这回事 说难得 却也未必多难得 若是楚兄真有入室之心 本城城主那边 我可以搬手引荐 那时候 楚兄的机遇 可是好处大大的呀 阴沟鼻子四爷清秀 对了 还忘记自我介绍了 本人姓华 华仪便是我的名字 乃是江东华家的人 排名老四 楚兄年纪比我小 可以称我为四哥 当然也可以叫我的名字 他的声音里有些傲然 咱们江东华家 在这方圆数千里 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 不管到了何处 当地的朋友 总还会给些面子的 楚阳对他后来的话 从耳不闻 淡淡道 原来是华四爷 也没叫什么名字 也没叫什么四哥 而是以华四爷称呼 华仪 不禁微微地皱了皱眉 从楚阳这句话里面 他听出来了距离感 楚阳 要与我保持距离吗 这样才最好不过 华仪心中冷下 正要再开口说话 突然外面马蹄生气 金家金圣宇 前来拜访楚神医 无家无梦 前来拜访楚神医 李家的事 这边刚刚尘埃落定 金家和无家 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此刻前来的两个人 都是两家的重要人物 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很险 两家都已经意识到 在这紫霞城 竟有一个强大的新兴侍 正在冉冉升起 其事已不可阻止 半上之后 送走了又喝了一顿 猫老师唾沫的两家人 与华四爷 楚阳还未生个 懒腰就听到门口 马蹄声又再次响起 城主大人于后天 召开紫霞城城 城务会议 请楚神医 届时务必参加 这一次 却是来自 城主府的邀请 楚阳捏着城主府 送来的薄薄的情景 眼神神秘而得意 第一步 现在才终于有了眉目 送走了华四爷 楚阳的眼神 还有些诡异 江东画家的四爷 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来做什么 居然还想要利用我 有什么事能值得 他如此郑重其事 看来我以前 还是有些低估了 这位华四爷的来历 当然 连他的目的也是低估了 如今 既然确定了身份 楚阳就是心中有了敌 下定了决心 你想利用我 那你这次的目的 本公子还真的 非要插一手不可 眼神闪烁了一下 楚阳失事然坐下 然后他才发现 一直在自己怀里 老老实实待着的虎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知去向 一念至此 楚阳精灵地 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混蛋到底啥时候走的 我居然没有任何察觉 倒也不是惊讶某哥 能离开的全无声息 以某哥之前所展示的实力 楚阳自觉自己 没有攀上天际之前 还是更老实一点为好 要是啥时候 不小心惹恼了某哥 随便给自己一下子 自己这小身板 貌似还真未必顶得住 他老人家离开 自己没有察觉理所当然 但是您走 就走吧 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呀 楚阳之所以敢于 独身迎敌的根本一仗 第一 自然是剑灵 随时可以在自己 历劫的时候 接掌身体 代替自己战斗 顺时扭转战决 第二 就是这位实力 强大无匹的虎哥了 虎哥一出 谁与争风 所以楚阳 从没有担心过 还是如前指言 某阎王 还是相当惜命的 若是没有 做下相当的准备 怎么会贸然 硬汉强敌 但 虎哥居然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失踪了 连声招呼都没搞 这可真是让楚阳 一头一身的冷汗 若是在完全下方时 想要出动 虎哥就驾 却发现 虎哥没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五十四节 楚阳心中一阵悚然 无论任何时候 外力也不是绝对可靠 人生在世 始终还是要靠自己 唯有自己 才是真正靠得住的物事 楚阳暗自下了一个决心 楚阳早早地合上了门 坐在房间里静静地沉思 毛泥你知道他在考虑什么 但是楚阳今日意外临阵突破 感悟必然良多 心晋升的静静 也需要巩固 而且 他也知道楚阳的体质 带着浓浓的担心 带着王刀去到了另一边 严如山的房间 让楚阳一人独处 整理思绪 这件事 谁也帮不了楚阳 楚阳倒是没有急于 巩固当前的境界修 毕竟他只修为 乃属后继薄发的类型 晋级相对困难 一旦成功提升 少有反复之弊端 对于楚阳而言 眼下真正需要盘算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 那位华四爷的到来 还有他的身份 让楚阳有了无数的联想 江东画家 这个江东二字 让楚阳浮想连篇 仔细请临走时 说请君江南扫落花 也就是说 紫大街的落脚点 应该是在 叫做江南的地方 既然有江南 那就应该有江北 若然有江东 那就一定有江西 当然 这只是常识性的 地理名称推论 就算三岁小孩子 也能想到的东西 但是楚阳目前考虑的 却是此江 是不是比江呢 楚阳心中 有一种隐约的判断 那就是 这两个江 很可能是同一条江 若然如此 为何又有江东江南之别呢 这江 可不是湖啊 湖是固定的 东南西北是固定方位 但 江 却一定是流动的 或者是从西往东 或者由北至南 江的本身 往往意味着两个方向 就一般而言 有了江南 就绝不会有江东江西 这也是最普通的地理知识 普通 却也意味着不会出错 所以楚阳迷惘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 其实是两条不同的江 楚阳想着 两久两久 才想起来自己突破的事 难道其实是两条 不需要巩固境界 是一回事 但是还是有很多别的事 需要重视 比如剑林之前曾经说过 到了地级之后 自己的垃圾体质 本质会彻底呈现出来 猫腻你也曾经说过 自己的体质到了地级之后 才会知道 那么自己到底是什么体质 楚阳长吸了一口气 展开了内饰 下一刻 楚阳突然目瞪口呆 一战剧烈的呛壳之后 楚阳脸色潮红 差一点就要走火入魔 因为在展开内饰之后 楚阳看到了一个绝对诡异的局面 自己的丹田 貌似是已经分裂了 分裂了 楚阳的眼珠子几乎掉了出来 人体丹田就只有一个 当然 也有修者提出上丹田 中丹田 下丹田的说法 而且这种说法很有事者 但是真正的修行者知道 人体的丹田根基 就根本而言 就只有一个而已 因为这里乃是汇聚人力 所有能量的地 亦是人之动力之源 不管要做什么 想要发力 都是从丹田掉进 但是现在楚阳的丹田 它裂开了呀 丹田分裂 这可是单凭想象 很难想象出来的情形 楚阳如今的丹田 或者已经是不该叫丹田 而应该叫做丹田群了 一群丹田 这算怎么回事 原本在丹田之中 已经密密麻麻 遍布的鸿蒙真丝 现在因为丹田分裂 也随之分散了 分成了九份 每一份里面 就只有寥寥几十根的鸿蒙真丝 显得异常的空旷 又或者说空虚 上中下前后左右 正好九份 貌似九宫图一半的排列 楚阳倒抽了一口气 突然手脚冰凉 众所周知 想要修为突破的话 就是不断地在丹田 存储真气 原力 自身修为达到一定的地步之后 再压缩 压缩到一定地步之后 一股脑地释放出了 让内股汹涌的力量 打通体内之前 未曾打通的经脉 若是成功 则修为会晋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若是失败 则重新积蓄 从头来过 无望今来 就算是神仙脱视 妖魔灵凡 也不曾有人例外 但是楚阳 却出现了足足九个丹田 这也就意味着 别人只需要续满一个丹田 修为就可以得到提升 而楚阳则需要续满全部九个 修为才可以前进一步 从表面上来说 楚阳的晋级 至少要比普通人 增加九倍以上的难度 但就实际而言 这层难度却远远超过九倍 或者是九十倍九百倍 也不足为奇 当然 这层难以逾越的难度 其实也是他能够 越级挑战的最大仪仗 因为他所能继续的修为 总和远远超过同级修成 只要到达了之后 绝对的同级无敌 可现在的问题就是 有阶位阻碍 你只要未能到达那个阶位 就不能获得那层 天地的神秘奥义 这和修为的多关 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以当前层次而论 楚阳或者可以做到 地级无敌 就算是地级高级 楚阳全力一战 也能胜至 但以楚阳自身能力 却绝对打不过 任何一个天级高手 这就是境界 层次的限制 打个比方说 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吃了最最顶级的天才地方 侥幸没有被真元称破 浑身充满了真元 这个婴儿 绝对可以横扫所有婴儿 然而同样是 这个刚出生的婴儿 能够打赢一个 二十多岁的成年人吗 答案就是 绝对不能 你即使再牛掰 你也是个婴儿 想要更强 你首先得成长 你必须要经过 人间风霜历练 才能得到相应的感悟 自己有自己的心眼 智慧和判断力 这都不是可以速成的东西 而功力修为 依然 你在人籍层次的阶位 就只能接触到 人籍层次的感悟 永远不可能体会到圣君 圣人他们感悟的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云朵 必须要按部就欢的 一步一步走过 当然 同样是丹田 还是会分资质好坏优劣 进步速度有快有慢 成就有高有低 至于九个丹田 果然是垃圾体质 而且是超级垃圾之中的 垫底的那种体质 结论如是 楚阳对自己献况 得出结论 深引了一声 闲闲没晕了过去 天地二元在身 阴阳两极具备 五行之力在体 楚阳这回算是 彻底的了解 这句话的意思了 以前是真不明白 但现在在亲眼看到之后 不明白也明白了 我的身体 直接就相当于一个宇宙 别人的大底 只是一个小湖泊 只需要把小湖泊 训满了就可以升级 而我却要充满一个宇宙 才能升级 别人升级之后 就能获得新的感悟 就拥有了战胜我的实力 而我 只要充不满这个宇宙 就只能维持在原地 他不走的状态 他娘的 就算那什么狗屁的 同级无敌又如何 一个猫老师就能玩死我 按我的进步速度 起码得被他再玩个 一百几十年 当然这是保守估计 若是不保守估计 千八百年也是啊 楚阳浑身冰零 若是这么看来 岂不是这一生也 未必能突破几节 若要如此 那么千辛万苦 我突破到九重天 去干什么呀 我靠你 是很逼 这一刻 楚阳的咒骂声音 震撼了苍天 震动了大地 更震觉了 男日堂的 其他的男人 无数的骂人话 滔滔不绝地 从他的口中 源源不断地冲出来 这一刻的激动 真正是 惊天动地害人 连雪雷涵也骂了 若不是这个混蛋 我当初死了 多么痛快 现在可都好 卡在这里 不上不下的 本集故事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五十五集 他这是怎么了 严如山很奇怪的 问猫腻腻 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我跟他相处虽赞 却也已可确定 他不是一个会激动的人 怎得一反常谈 没想到 没想到这一天 进来得这么快 他到了地级 发现了那件事 难怪他会如此的 体量一二吧 猫腻腻露出了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这 啥 不是 你说的到底啥意思 我咋越听越糊涂呢 到了地级 突破原有界限是好事啊 严如山一头雾声 他骂人做什么 连天都骂了 实在是 那是因为啊 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体质 猫腻腻有气无力 难道是他的体质不太好 不能吧 以他这样的年纪 以真知地级层次 就算再差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呀 严如山是什么人 瞬间已经有些理解 但却还有几分怀疑 他的体质不是不太好 而是太不好了 猫腻腻无精打采 可以说是垃圾之中的垃圾 渣子之中的渣子 不入流之中的不入流 严如山顿时有些感兴趣 到底是什么体质啊 能让你形容到 这么天愁地惨 日月无光的地步 猫腻腻叹了口气 此刻他心中 正在为楚阳难受 哪里还有兴趣 回答别人的问话 到底咋回事啊 你说一半不说一半的 严如山猜测 难道他 竟如同传言之中的 那位超级废柴一般 拥有彼此牵制的 三个单天 试探性地说出这个猜测 严如山的脸色 也沉重了些了 希望不要如此 若是当真是如此 楚阳等于是 没有半点前途了 数万年前 曾有一位超级废柴 谱写了一篇传奇 他之传奇 并非是以武力高强 而名传天象 而是因自己的特殊体质 震惊了整个九重天区 他拥有三个单天 这也就表明了 他完全没有可能 在武道之路上再进一步 完全没有任何本事 没有任何特殊能力 而纯粹能以自己的特殊禀赋 在九重天区留下 异常浓墨重彩的一笔灯 留下了一段不朽传说 自古至今 为此一人 因为在他之前 就从来没有人发现 一个人可以拥有 一个以上的丹田 他的出现 创造了九重天区 历史新的一页 因而被誉为 奇葩之中的奇葩 岂止如此啊 猫腻你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位奇葩之中的奇葩 充其量 仍只是日月星三光丹田 三个丹田而已 跟楚阳比起来 三个丹田又算个屁 他喵了个喵的 猫腻你大骂起来 三个丹田 跟楚阳那小子的状况 比较起来 简直就是武道修行的 绝顶天才了 啥 严如山这次 才是真的被震惊到了 拥有三个丹田的 超级垃圾 跟楚阳比起来 都能算是绝顶天才了 那楚阳的情况 得恶劣到什么程度啊 难道楚阳 还能有六个丹田 严如山说这句话时 脸色毁败 已经有点绝望的意思 替楚阳绝望 哎呀 六个丹田 六个丹田算个屁啊 毛泥泥有些抓狂的 大骂一声 我靠 九重天 史约斯第一大将 忍不住地被震住了 脱口就是一句 粗俗到极点的骂句 这两个字 若是被同僚听到 举报上去 这严如山呢 起码一年的薪水是没了 谁不知道史约斯 是最不能骂人的地方 喂 到底什么体质啊 你痛快地直说 别让我着急了 严如山真正急了 我也不知道 他那是什么体质啊 毛泥泥头上的两个耳朵 都搭了了下来 如丧考彼地说道 那小子他有 天地二元在身 阴阳两极俱备 五行之力同行 该有的不该有的 反正都凑合到他身上了 毛泥泥抬起头 看着严如山 悲壮万分地说道 我们的楚公子 拥有九个丹田 而且各不相同啊 啥 我靠 严如山猛地坐起身 丝毫没有察觉到 因为妄动 而造成的身体疼痛 愣了半天之后 又道 我去 我干啊 我 我来个亲娘老天爷啊 若是让熟悉严如山的人 听到这几句粗口 绝对是瞪掉眼珠子 也不会相信 这竟然是一向正经严肃 一丝不苟的严大将 说出来的话 因为严如山就算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已经尽力地将情况 向着最恶劣 最严峻的方向猜测 却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且 严如山另一个做梦 也想不到的事情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 像这样的极端垃圾体制 居然真的存在 更更想不到的是 就存在于我恩人的身上 存在于我刚刚认可的小兄弟的身上 天意弄人吗 造化无穷吗 这他娘的到底什么情况 我来个去 这样的结果 即便是以严如山的定义 竟也忍不住失态了 天地二元阴阳两极 五行之力 严如山一根木桩子一翻 倒在了床上 具备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九哥丹田各不相同 不是 怎么会这样呢 严如山难难自语 这要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是天度阴残 猫腻腻仰天长叹 他们完全能够体会到 楚阳现在是什么心情 这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舞者来说 绝对是超级毁灭性的打击 这等于彻底地阻塞了楚阳 舞蹈前进之路 从现在开始 就算是只高一级的天际 也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天际 更不要说什么巅峰 对于楚阳这等雄心勃勃的人来说 还不如杀了他来的痛快 猫腻腻和严如山两人相对叹气 一阵无虞 要是实在不行 严如山叹着气 我或者可以利用职权 将楚阳安排进东皇天涯门 成为一个官员 又或者 安排他成为东皇天一寺的工作人员 保证他一生平安 就算只得地级修为 也够用了 猫腻腻摇着头 难 很难 严如山想起了楚阳的脾气 也是忍不住重重的叹气 若当真无法更进一步 或者楚阳仍旧会 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 直到他生死的那一天 楚阳的性格本就是这样 阎某两人与楚阳相识 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其为人 却已经到了相知的地步 这个结果 别人或者还可能屈服于现实 但是楚阳 是万万不会接受的 楚阳在很疯狂地 大骂一顿之后 终究还是回到原地 尝试设法解决问题 才上正途 九个丹田 只是让修行之徒艰难无比 却又不是从根本上 不能修行 既然修行之路尚有道路 就算是绵延齐驱 坎坷无比 只要寻觅到正确的前进方向 方式 方法 仍有渴望成功之日 一番详细观测之余 楚阳才发现 自己的九个丹田 居然还是各有不同 九个丹田簇拥在一起 在楚阳的身体里 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形状 上下为天地 里外为阴影 中间环绕的 乃是金墨水火土 五行之力 每一处都是填充着 一些的能量 虽然每一处的能量 都很微弱 但却异常实在 这些力量相对于丹田呢 现在还很小的存储量来说 竟是显得异常的渺小 楚阳悚然发现 不会是让我将这九种能量 都凑齐 都达到了突破条件之后 我才能突破吧 若是如此 那么天地之力 阴阳之力 五行之力 我又该从什么地方 去获得呢 静良 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千万不要告诉我 你也不知道 楚阳看着自己的丹田 金灵被他从九节空间 召唤了出来 看着楚阳的丹田 一脸的崩溃之色 听到楚阳的问话 竟然一时间没有回应了 只是张大了嘴 满脸的绝望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五十六集 楚阳的心情 本来如同是火烧火燎 几乎有一种崩溃的感觉 很希望剑灵 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复 但 见到剑灵 如同是末日一般的表情之后 他反而慢慢地沉静了下来 我这是怎么了 以前无数大风大浪都过来 今天散得见会如此心灰痒 刚才才说 不再一张外力城市 这会儿还不是又霸王剑灵 帮我解决问题 还不是一心以赖外力吗 若是我都挺不住这样的打击 那么跟着我的人将更加不堪 不管什么绝境 但是我的心态不说一定冷静 至少得平静 两久两久之后 剑灵才低沉地说道 我也无能为力 以我所知 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楚阳淡淡地道 没有办法 听到楚阳声音之中的平静 剑灵不由得诧异地抬起了头 若是换作别人 此刻恐怕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更不要说什么心平气和 但是楚阳现在的平静态度 却绝不是假装 剑灵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楚阳的脉步 心跳 血液流动 一切都没有任何的异常 这现象说明楚阳 现在的状态 乃是一种绝对冷静的状态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要面对 承受如此之大的打击 难道 他竟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受到楚阳这种超然平静的影响 剑灵只感觉 自己原本已经接近崩溃的心情 也渐渐平复了下 是的 就是没有任何办法 破碎更加不可能 任何一个丹田的破碎 都是代表着 建主大人的身体 将完全崩溃 唯一可行的方案 只有将足够需要的能量聚焦 不断填充进去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累积 等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 就会晋急 以这样的积累 绝对不会出现平静状态 剑灵的声音沉重 从此之后 每一步的晋急 每一次的提升 都是如此 剑灵长长长长的 吐出来一口气 然后他就缓缓闭上了眼睛 不会出现平静状态 这算是迄今为止 唯一的好消息 这么满 想要到平静状态 我不也得先把那么多的丹田填满吗 我之前修行的全部归了 连这九个丹田的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都没填满 慢慢熬吧 剑灵仍是满是担心地等待着 一股难言的压抑感 不断地累积 楚阳终于睁开眼睛 仍旧平静地看着前方的 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天地之力 什么叫做阴阳之力 什么叫做五行之力 他的声音在一开始时 还略有些停顿 但是说到后来 已经是斩钉截铁 充满了一往无回的气候 剑灵突然感觉 此刻的楚阳变了 变得犹如是 精雷力电一般的风日 剑主大人难道真的要尝试 冲破这个天地之间 最大的阻挠 金灵不可置信地问了 拥有三个以上的丹田 向来被称为 武道的天地禁区 这根本就是没希望的 亘古已想 凡有如此体质者 武道绝无有大成之可能 楚阳脸色平静 平静得甚至有些冷酷 那又如何 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不往前走 难道要退回去不成吗 我一生本就是逆天而行 修炼 本质就是在跟天地 抢夺能量 改变天地所规定的 人的宿命 楚阳冷酷地说着 我别无选择 只有前行 他的眼中 如同要闪出熊熊火焰 尖灵看到他的眼睛 忍不住站立了一下 楚阳的眼神 竟如同要将这九重天阙 完全燃烧一番 突然 尖灵明白了 楚阳的决心 他是真的要在这自古以来 便被称为 天地禁区的道路上 披荆斩棘 扛出一条道路了 这个人 绝对不会后退 哪怕是一步也不会 剑灵 我希望你能记住一句话 一句很重要的话 楚阳淡淡地说的 什么话 不管多么艰难 不管多么没有希望 但我们终究还活着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就有未来 楚阳一字字道 现在的情况 与我们刚下山去铁云的情况相约 如何 跟前世 我一个人在全无希望的江湖路上 挣扎相比 如何 跟前世最后一刻 风雷台的一站相比 如何 楚阳淡淡地笑 我既然能创造九重天大陆的传奇 就能续续在九重天阙 这片天地的传奇 所谓天地禁区 那又如何 只要尚有一口气在 你胭脂我不能冲破这天地禁区 进军五道绝颠 奇迹向来都是由人来创造 别人不能 未必 我便不能 楚阳命令到 现在 立刻了 给我解释这九大力量 传奇再续 就在今日 下一刻 听到楚阳决然的我 原本很丧气的剑灵 突然感觉自己再度充满了信心 感觉自己有些慌乱绝望的心 再一次地平静下来 楚阳既然说能 那就一定能 从下三天一步步走过来 可有什么事情是楚阳 说了没做到的 有多少次不可为而为之的经历 不可能成功而攻城的网绩 纵然如何的艰难 始终非是绝望 即便是绝望 未必不能在绝望之中 展现希望 他足现在 努力未来 一切 皆有希望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 无能突破的天地禁区 对楚阳或者只是一重 相对艰难一点的考验 又或者 其实只是动力之源 这一点谁能说得清 首先是天地之力 这一点相对比较好采集 便是苍天之力 大地之力 至于阴阳之力 又称为生死之力 实际上 若是换一种说法 也可说是日月之力 采日经月花为我用 自古以来 日为阳 月为阴 想来 也不是什么难理解的事情 其实 阴阳之力 还有另一种说法 生死之力 划分阴阳界限的 本就是生死之力 这一点 这一点对于别人 可能相对难收集一点 不过九节剑的吞噬之力 可以在你每杀死一个敌人的时候 吞噬生机与死气 这项原本不知道为什么 隐伏的力量 在这时候再度出现 或者是天意 也说不定啊 日月为阴阳 而阴阳分生死 所以 也可以视作一体 当然了 究竟在天道之中如何划分 不是现在的层次 能够理解 或者接触的事情 至于五行之力 不外就是 金木水火土 金之力 便是金银铜铁 等百金之精华为灵力 九节剑 就能够吞噬 从前可是没少干 就更不详细地说明了 木之力 一般来说 都来源于植物 不过 也非绝对 比如精灵的精灵之泉 本身为水形 实则 却也是木源之术 算是水木共生之宝 至于水之力 柔水之力 这一点你也曾经接触过 火之力 土之力 也是字面意思 很好理解 每一种力量的获取 都不算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想要收集这么多的力量 还需要齐头并进 却是难之又难 难于上青天呢 剑灵叹了口气 说到后来 他有一种渺茫前途无路的感觉 楚阳淡淡地呢 难于上青天 但是 青天我已经上来了 剑灵恶然 楚阳皱起眉道 有个疑问啊 大地之力与土之力 岂不是重复吗 两者不是同指一物吗 剑灵的 完全两种概念 大地有岂是土可以代表的 土之力 代表以厚土为形 为厚重 为防御 而大地之力 却包含万物 载量万物 山川河流 长江大河 岂不都属大地范畴 大地 实则却是生命之源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灵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57集 初阳照起眉 突然目光一亮 这么说来 其实万物都只是 某种表现形式而已 所有的力量归根到底 不过是生机 天地遇人 阴阳生死 金木水火土 无论哪一点 都是与生命出没了关系 剑灵苦笑 话是这么说 道理 确实不是这么说的 但就无法分解开来 比如 生命之泉 它包含了水之行 木之源 生命之力 但你能够将它 真正分解开来吗 就算有人 有能力分解开 却也绝对不是你 别耗高乌眼了 最开始的这回 还是一点点的收集吧 楚阳点点头 沉思的 对 不管是什么成因结论 我当前最要紧的 始终是要加紧修炼了 尖灵充满了忧虑地望着它 两久两久 自行回转空间 物质长须短碳不提 摆在楚阳面前的 绝对是一条九重天鹊 有史以来最艰难的道路 但是楚阳已经决定了要走 而且以楚阳的幸运 绝对是走到近的 不管是它自己生命的尽头 还是鹿的尽头 剑铃回转 楚阳一人独处 寒息坐下 心情猛然激荡了一下 忽免再度低落下来 让它用了不少的时间 才让自己的心神 重新进入了 平静无波的境地 从表面上看 我似乎不在乎 但 谁知道我真的很在乎 真的很在义 我是九级建筑 九重天的不是传奇 但是这个传奇来到九重天去 才刚刚踏前一步 就得出了我前路渺茫的结论 认谁也是受不了的 但我就算接受不了 也只有接受 楚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放下心结 九重天神宫 顺时起 在进入了地级之后 楚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九重天神宫的运行 对于自己来说 已经不再是难题 这是楚阳感觉 最明显的一个境目 也可说是惊喜 但 现在这样的惊喜 却远远不如他得到的震撼 随着九重天神宫的 剑刺运行 楚阳慢慢地进入到了 孤我两望之中 而楚阳却不知道的是 随着九重天神宫运行 在他之周围 慢慢地出现了一股股 无形的旋风 向着四面八方 剑刺蔓延出去 楚阳首先有感觉的是 头顶泥丸弓 轻轻跳动 慢慢发热 人后一丝清清凉凉的气息 自头顶百惠穴 灌顶而入 如同一缕清风 徐徐吹入他的丹田 天之丹田 天之力 紧接着 两个绞心的涌泉穴 也逐渐地温热 烫热 随其 两股真实凝重的气息 一股充满了凝重 一股充满了生机 自绞心涌泉穴 犹如浪潮一般的涌进堂 其中一股 一如天之力 徐徐进入到地之丹田 这股力量自然就是地之力 而另一股气息 却是进入了土之丹田 五行之力 土之力 此刻 烈阳普照大千 天空中的烈阳光芒 恒久地照射了大地 而其中一股冲盈 阳黄的能量 在照射到某个区域之际 鬼异万分地消失 那个区域 就是南人堂所在之地 也是楚阳所在之地 阳黄能量 见此消失的同时 在楚阳的阳之丹田 同时精纯的能量 缓缓地进入 阳之力 另一股忧寒的力量 从楚阳的全身涌进来 进入了阴之丹田 阴之力 四周 刚刚结束大战 飘散的人体 生机与死气 也如同受到了 绝强的吸引 向着楚阳身边 蜂拥而来 随即 楚阳的身体 一下子 变成了一个地 变成了一个天地之间 所有气息围绕的地 天地之间 风源树里的所有能量 在无声无息地 向着这里移动 这种移动 没有半点声息 没有半点形态 没有任何诡计 但却是疯狂至极 随着楚阳的吸收 这一片天地 渐渐地陷入了一种 能量的真空状态 随即这一片 开始撕扯着 更远处的力量 填充镜 填充真空 这一切 都在无声无息之中发生 进行 或许有大能者 能够察觉出这片空间的异成 但是随着远方的气息 补充过来 这片空间 又渐渐地恢复了原样 让人在敬意之后 却只能凯然长叹 无法查学 没有人知道 在这片空间之中 空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断地流失 消失 所有人都知道 空气是好东西 但是可惜的是 在这个九重天去 却不会有人知道 在这空气之中 具体包括有什么 到底是由什么所构成 他们对空气的 唯一评价方式 唯有 这一片地狱的天地元气 精纯浓厚与否 但却没有人知道 所谓的天地元气 究竟是由什么所成的 随着许多 不同种类的力量 蜂拥进入 楚阳的身体里面 也在点滴发生变化 一些闪光的力量 进入了金之丹田 化作金之力 有些绿色的力量 进入了木之丹田 那是木之力 还有些红色的力量 进入了火之丹田 那自然就是所谓的 火之力 还有许多不同的力量 也自不断地涌入 自行进入到 各自类别的丹田 游条不稳 绵绵不绝 楚阳的九个丹田 在同一时间 以惊吞海溪一样的方式 再从这片天地之中 疯狂地抽取着能量 转化为己身修为 看上去完全一体的 天地灵力 在进入楚阳身体的同时 却井井有条 各自分离 楚阳在静静地练呼 在这过程中 严如山用丝感查看了好几次 每次都看到楚阳 仍在持续地练功之中 叹息一声 就退了回去 并不打搅他 只要是了解 楚阳现如今状况的 任何人都知道 楚阳现在的心情 肯定是难以言喻的糟糕 此时此刻 还是让他一个人 静一会儿吧 现在的他 分明就是因为 接受不了 这样沉重的打击 在自己做最后的努力 最后的尝试 又或者是赌气一般的拼命 拼命地努力练功 但 等他自己知道 事不可为时 或者就会 只要有那么一点希望 任何一根 有可能救命的稻草 就不会放弃 人性如此 莫不如是 言如山与猫腻腻两人 相对叹息 若是换个人 遇到这样的打击 会不会再有 提气练功的勇气 还真在两可之间 甚至就算是当场自杀 也不算有多稀奇的事情 修为本就是 武者最大执念的所在 一旦前路渺茫 生出厌世之心 不足为惯 这样的绝望 绝对不是一般人 所能接受得了的 尤其心高气傲 如楚阳这样的人 他还在练功呢 猫腻腻眼中 充满了担心 啊 嗯 还在练功呢 努力尝试不肯放弃 有恒星是好事 但此时此刻 懂得放下才是正理 言如山叹了口气 我可怜的兄弟 猫腻腻眼圈一红 放下 道理人人会讲 但是真正事情连绅是 你真的能这么潇洒吗 然而 楚阳此刻的心情 与两人所猜测的 竟是刚好相反 努力修炼 非是心有不甘 而是正直心旷神怡 不能自拔 现在的楚阳 正在充满了激动 充满了不可置信 于一种 难以名状的疑惑 九重天神功 在体内活泼泼地 自主运行 从之前到此刻 已经过去足足数百个周天了 九重天神功 运行数百个周天 这在以前是楚阳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是此刻 却轻易地做到 而且不仅如此 楚阳竟然清晰地看到 九个丹田之中 所有的灵气数量 都在缓慢地 微弱地增加 虽然这种增加缓慢地 几乎可以忽略不尽 但毕竟是在增加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58集 楚阳的疑惑 也正在这里 自己已经确定 是九重丹田 修行速度 明明就该慢得要死 可是自己的修行速度 貌似一点也不慢 反而快得很 这里 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管是什么修炼法门 都绝不会出现 这样的劲力 肉眼看得见的增加 所有的修炼 无论你是何种 神功玄功上乘 最上乘的功法 这骨子里啊 都是水墨功夫 绝对没有速成之法 尤其是到了 一定的地步之后 更加如此 或许在修炼 三年五年之后 有一天突然发现 自己到了某一种地步 所以绝不会再修炼了 一天 甚至还不到一天的时候 就能够感觉出来 哎哟 自己进步了 这进步得好快啊 这种说法 绝对扯淡 连传说都没有 但是现在 就在此刻 这种绝对扯淡的事情 竟是出现在了 楚阳的身上 楚阳分明能够 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在增加 而且还是能够 看得出来的那种 而且九个丹田 无不如此 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修炼资质 不是最拉接的体制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进度 楚阳彻底糊涂了 按照猫腻腻和剑灵的说法 我的体制属于 再无前途的那种 修行速度 纵然不至于永无进步 起码也是缓慢到极体 可是当前的情况 怎么会截然相反 我分明感应到自己 有异常明显的进步啊 垃圾体制 天才进步 楚阳满眼疑惑 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 这一切不过是我的错觉 因为太着急 而出现了错觉 实在是因为 颜瞄两人 给出的断言太笃定 此刻楚阳 不敢否认这个可能 于是乎 楚阳开始牢牢地 记忆丹田的情况 闭上眼睛 再次全力运起了 九重天神功 这一次 他并没有睁开眼睛 刻意观察 也没有内视 只是一门心思 无我两望的全力运功 直到他感觉到了 自己的精神 已经疲累到了 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 这才停了下来 随即在第一时间 展开内视 然后他就突然地 惊叫了一声 增加了 真的增加了 虽然还是增加得 很少很少 即便不能说是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至多也就是 九牛一毛而已 但要知道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完全忽略不计 这其中的差别 可是天与地的差别 完全截然不同的 两个概念 尤其在练功这方面 任何一点一滴 一丝一毫的增长 都是难能可贵的 纵然只是 九牛一毛的增长 仍是 可观的进步 除阳一时间 不禁有一些盲人 相信就算是 九重天阙 最最天才的体质 也未必会在 修炼的时候 出现如此增长 肉眼可见的 明显增长 若是丹田的满植 是五百等化 那么现在经过 刚才那段时间 练功 我已经填充了 大概五百分之一 进去 再怎么天才的体质 只要不是借助于 天才地宝等 外力提升 相信也是 绝不会有 这样的修炼速度的 最垃圾的体质 却拥有 比最天才的体质 还要更快的 修炼速度 那这还能叫垃圾吗 如果这还叫垃圾 那些天才的体质 又该如何明知 超级垃圾 无敌垃圾 神仙垃圾 除阳探索地抬头 望向窗外 窗外不知何时 已经是繁星点点 看看时辰 约莫着 差不多三更天时分了 我开始练功的时候 大抵是上午 烈阳当空 时至此刻 整个练功时间 差不多就是 半天半夜 半天半夜 就有了这样的成就 楚阳心急火燎地 将剑灵唤醒了出来 来帮我看看 这怎么回事 剑灵一头雾水 什么怎么一回事 楚阳瞪着眼睛 看着他 张了张嘴 又闭上 然后又张了张嘴 终于脸上惊乱了一下 多少有点不确定的 你自己 看看我的丹田 就知道了 我想问你什么了 剑灵满脸的烟火 开始探视 楚阳的丹田 一看之下 不由得猛地 惊叫了一声 一张脸完全扭曲了 啊 我看到了什么 这这这怎么一回事啊 我说 您这怎么一回事啊 作为对楚阳最了解的人 剑灵清清楚楚地知道 楚阳刚才的情况 但 自己叹了几口气 出了一会儿神的功夫 居然就增加了修为 而且是如此极端垃圾的体质 这个 剑灵呆滞地抬起头 看着楚阳 嘴外掩斜地说道 我说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楚阳哭笑不得 这不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吗 你咋还问上我了 剑主大人哪 您 您 剑灵语无伦次 您服用了天才地宝 那玩意儿虽然 能助长修为 但始终不是治本良方 不过饮阵止渴而已 您就算前路渺茫 也不能犯那种 根本性的错误呀 楚阳皱眉 有点不高兴 我说剑灵 你瞎琢磨什么呢 我是那种 不分轻重的人吗 我怎么就使用天才地宝了 这是我自个儿 辛苦修行得来的成果 好不好 还我请教一下 什么样的天才地宝 可以一次性地提升九种能量 可以一次性填充九个丹田 你也不用给我找出来 只要你说出个名字就可以 你能吗 剑灵彻底无语 貌似还真没有那样的天才地宝 至少剑灵是不知道的 但他也更害意了 既然没有天才地宝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能真是练功练出来的 可能吗 不可能吗 肯定不可能 可眼前这结果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打咱俩结束谈话之后 我就一直在练功 直到刚才才结束 楚阳淡淡的 然后我发现 我的体质与你说的不太一样啊 剑灵已经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不太一样 其实是不太一样啊 根本就是太不一样了 我说 你看我这究竟还是不是垃圾体质啊 楚阳缓缓的 若是 我的修行进度 为何会这么快 若不是 那么我这到底是什么体质呢 剑灵呆了愣地退回了九节空间 面对楚阳的问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貌似也真无法回答 他只能用一种 惊骇到了快崩溃的心情 沉默下去 但他回到九节空间之后 心底却还是无法平静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体质就理论上讲 肯定就是最垃圾的体质 但为什么修炼结果却是相反呢 难道这体质其实上家的体质 可是这和理论不符啊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想不明白了 外面 楚阳仰天沉思 他无意识地走出了门口 来到了庭院 仰天遥望 面对着漫天星辰 沉思着 思绪越来越显清澈 楚阳能清晰地感到 自己纷乱的情绪 在这夜风中渐渐地平复 似乎成为了一道清澈见底的清泉流水 从一尘不染的玉石上缓缓流过 他的心中逐渐地生成了某种名物 我的体质虽然特异 却绝对不是什么垃圾体质 我的体质恐怕就是一种 从未出现过的超级体质 或者是一种没有记载的体质 毕竟没有任何人 任何资料曾经断言 拥有附属丹田 就不能有惊人的修行速度 以往不曾有 不代表我也不能有 我是谁 我是九级建筑 老子是九重天的传奇 在别人看起来的垃圾体质 但是实际上 我的体质恐怕非同小可 别有眼前了 我拥有比别人多出来八个的丹田 更是同时拥有比别人 更快地修炼速度 这样的事情绝不能传出去 一旦传出去 恐怕麻烦无穷了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59集 不管我的体质 到底是什么体质 我的体质 就是我的体质而已 这点无可改变 也无需改变 在之前确定为垃圾时 我都能接受 现在 我更加没什么不能接受 原以为传奇已经写进 却不料只是传说再开而已 蜂蜜座自己想着 那又能如何 那又能如何 但却没想到 自己的体质非但没有给自己沉重的打击 反而给了自己巨大的惊喜 这份惊喜 直接等于从地狱之中 直接升上了 三十三重天 无语伦比 老子牛了 楚阳想着想着 淡淡地微笑起来 毛妮妮走出来时 楚阳正在那里淡淡地微笑 充满了放松 充满了愉悦 就似乎是将自己的身子 融进了夜风中 融进了天地中一般的 轻松愉快 毛妮妮见死情形 张大了嘴 原本还打算 要劝慰楚阳的话 突然间全部憋在了喉咙 在她想来 楚阳现在肯定痛不欲生 愤怒绝望 现在最最无助 最最伤心 最最需要自己的安慰 但一眼看去 却是大相径庭 莫妃是在故作姿叹 又莫妃 这或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 被打击得疯了 大有可能啊 毛妮妮顿时紧张起来 几步走到楚阳面前 伸出了一只手 在楚阳面前晃了晃 紧张地问道 楚阳 这 这是几啊 楚阳莫名其妙地 看了她的手指 战儿和尚摸不到 头脑的问道 你把你的脚丫子 伸出来做什么 大半夜的撒一掌 完了呀 毛妮妮顿时心中想扑 楚阳果然是疯了 竟然把手指头 认作了脚丫子 有病的人总把别人当病患 从这两个症状上判断 看来是疯得不轻啊 看到楚阳精神失常 毛妮妮直接急了 楚阳 我跟你说 这不是脚丫子 这是手指头啊 你仔细看看 毛妮妮紧张地解释 扑口扑心地道 兄弟 你仔细看看啊 这不是我的脚丫子 这是我的手指头啊 你再仔细看看 看清楚 楚阳瞪到了眼睛 看着这个 突然发神经的猫老师 轻轻地伸出手 摸了摸她的头 莫名其妙 又夹杂着几分关怀地说道 你咋还疯了 猫妮妮难受至极 轻声道 真的不是脚丫子呀 我可怜的兄弟 就算你认错了 可是你闻闻 这上面没有味道呀 说着 很利索地脱了鞋子 将脚丫子搬起来 举得老高 兄弟你看 这才是脚丫子 一边说 几个脚指头 还配合地动了几下 楚阳一脸无语地 看着这头猫 额头上清晰地 生起来三道黑线 这货 绝对是疯了 楚阳有些不可思议 不是 这猫妮妮怎么就疯了呢 难道是自己刚才那句 什么异语成真 不可能吧 猫妮妮凑上来 一只手举着 另一只手举着自己的脚 焦急地动 你看你看 这个是手 这个是脚 你闻一闻 楚阳翻了翻白眼 骂道 你要是没疯 就是太无聊了 砖头失事然而去 猫妮妮一手举着 一手举着脚 愣在了当地 到底是我疯了 还是他疯了 我看是他疯了呀 怎么他看我疯了 到底谁疯了 严如山半躺在床上 满脸笑容地 看着楚阳走近 先拿过楚阳的手 随即眉头微微地 皱了一下 果然是九个丹田体质 严如山心中一沉 细细地打亮了一下 他的脸色 凝重地道 兄弟 你没事了 楚阳点点头 没事了 这算不了 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严如山放心地笑了笑 有一种佩服的意味 兄弟果然是男人 哥哥没有看错你 太好了 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这样拿得起 放得下 海纳百川包容一切 楚阳咧咧嘴 我是不会被打倒的 好 说得好 严如山赞叹一声 楚阳心中一阵无虞 我都得到这么大的便宜了 遇到这样的美事 要说疯了 那也是乐疯了 怎么可能被打倒 不是 这大哥咋想了 难道是某猫带坏了 兄弟 就是不知你下一步 要如何打算的 跟哥哥说说呗 严如山关切地问 暂时缓一缓 我要看三天后 城主府的会议 会怎么安排 或者那时候 我会有决断 楚阳微笑 好 严如山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说道 等你做了决定 一定要跟我说 绝对 好 猫腻你终于回到了门口 看着房中 楚阳与严如山正在谈话 一双眼完全变成了圆的 良久 楚阳送给了猫腻你一个戏谑的眼神 时时然 回房睡觉 猫腻你目瞪口呆地目送着 看着楚阳的身影 消失在门外 啪的一声关上门 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楚阳就根本没疯 想起来自己刚才的表现 猫老师突然无限地遇到 他妈了个喵的 猫腻你无限地傲嗓 老师又被他耍了 楚阳推门进屋 一个小小的身影 闪电般冲进怀里 别看楚阳修为精进许多 对这一扑啊 仍然没反应过来 虎哥回来了 您刚才干嘛去了 楚阳一把抓住这小东西 严厉地审问 如此无组织 无纪律性 不教训 怎么行 我刚才就出去了 虎哥眼睛貌似有些 躲躲闪闪的 回避着楚阳的目光 终于 在楚阳严厉的目光下 突然一下子 理直气壮击 大声道 你啥意思啊 你还管到我头上了 虎哥我偷盗去了 抢劫去了 你咋对吧 偷盗去了 向劫去了 楚阳一下子 目瞪口呆 怎么突然间 冒出了一个这个 我刚才 在你杀了那两人之后 对那位什么狗屁的将军 说了几句话之后呢 本虎哥感到极为的愤慨 虎哥昂着头 理直气壮 明明是你辛辛苦苦的杀人 凭啥 啥都便宜了别人呢 这怎么能行呢 不行 绝对不行 那是我们的 乖 楚阳实话 所以本大爷不舒服 很不舒服 虎哥是上蹿下跳 那可是好多钱呢 好多东西 就算没有好多钱 也没有好多好东西 咱们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人家呀 你说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楚阳实话一般的 看着激动中的虎哥 眼神几乎失去了焦距 所以我一气之下就去了那个什么李家 虎哥很骄傲地仰着头 小小的身躯 在床上来回走了两圈 徜徉了一关 你 您去干啥了 初阳觉得自己的喉咙有些发干 我还能去干啥呀 就问一些白痴的问题 虎哥翻了个白眼 本大爷 自然是去接收咱们的战斗成果了 咱们是绝对不能白白为别人出力的 咱们绝对不能辛辛苦苦干活 却始终便宜别人 所以 我去偷 我去抢 把咱们的东西拿回来 虎哥是直高气扬 咋的 初阳一把捂住了脸 好吧 您去偷 您去抢了 就您这点点 让您死劲抢 您能抢回来多少 虎哥愤怒了 好啊 您小子敢看不清虎哥我 随即突然转称危险 不过 这个什么李家的好东西还着实不少 你看看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奥式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60集 虎哥说着 小小的爪子也挥 顿时整个房间 对虎哥庞大的精神 完全屏蔽了 似乎将这片空间 挪移到了这个九重天阙之外一番 由此可见 虎哥这做贼 做得何等的熟起而留 随即又是一挥手 哇啦啦啦 胡说的 水龙部挺薄地 潮水一般地 将楚阳彻底淹没 抱歉啊 一时没注意 忘了咱们这里比较小 不是他们家的仓库了 你没事吧 虎哥貌似很有些不好意思 楚阳好不容易地 从整个房间的紫云壁 和紫霞壁之中游了出来 抹了一把脸 奶奶的 这得亏了老子练过 要不然真被这混蛋 一下子给用钱砸死了 这家伙是故意的 肯定是故意的 因为之前自己说 他就那么点点 而报复自己 我这张嘴那么欠干嘛 差点被钱给砸死呀 这 这 这些 都是李家的 楚阳目瞪口呆 是啊 五哥得意洋洋 哎呀 这还只是他家的一个宝库 而且只是里面的钱 哎 你有没有空间装备什么的 要是有 就赶紧地收起来 我这里还有不少呢 幸亏没全拿出来 楚阳无语地一挥手 所有紫云壁 紫霞壁 瞬间都进了九节空间 这些东西进去之后 立即就在剑林的挥舞之下 分类放毫 还在一头雾水地问 啊 这么多钱 哪来的呀 你抢劫去了 确实是抢劫来的 不过不是我 先别问了 收拾好了再跟你说详细 楚阳也是无语 我不是想想抢 不是现在还没那本事吗 有那本事能扛住事 我不早抢 随着虎哥的一次次的挥舞小爪子 哎呀 这些是钱 这些还是钱 这些就不是钱了 一些勉强能入眼的东西 我用不到的 这些是兵器了 真他们要刺啊 哎呀 要不是不甘心被人拿走 我都懒得拿 这些是要走了 我干脆连柜子都搬来了 都是些不入流的玩意儿 哎呀 就没有我能用得上的 这些是矿物 金属 没多少太有价值呢 还是那句话 就算没价值 也不能便宜了别人不是 所以呢 我也凑合都收了 这些是什么密集什么的 这种垃圾居然也好意思叫密集 知道的藏得那么隐秘吗 这家子人真是穷得够呛啊 哎呀 没见识的真恐怖 不过我寻思 就算你没什么用处啊 这拿出去多少也还能持几个钱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就拿回来了 骂得再小也是肉啊 这些是 哎呦 真是没见识 真恐怖 这样的家族啊 轩爷好意思叫家族 虎哥我大失所望啊 真是 虎哥叙叙叨叨的 一边评价 全是负面 一边咒骂 一边鄙视 一边摇头叹气 哎呀 这个太刺了 那个太刺了 这家人太没品位了 如此 喋喋不休地抱怨 楚阳两眼发直地 向九节空间里奔 一次又一次 一次 一次又一次 绝对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还是个财迷 里面的剑铃 看得眼花燎了 这 什么情况啊 要说抢劫这种勾当 楚阳楚阳王 也不是没干过 还没少干 但貌似 真没能弄得这么夸张啊 虽然这些东西 在虎哥眼中 都是些不怎么入流的东西 但是对楚阳来说 却是每一件都不错 最起码 也还是过得去的 其中甚至还有不少 是见所未敬 闻所未闻的珍惜物事 听着九节空间里 剑铃的惊喜 看来这些东西 应该都不错 胡志云不入流 到了最后 剑铃点数 紫霞币九万七千三百一十六 紫云币七千三百万零五个 真气矿武金属三千四百五十六件 真气药物五千余 各种兵器 质地精灵 其中包括地级的兵器一百把 天级兵器五柄 还有其他若干 这些 全是从虎哥口中的 破落户家族 没见识家族 穷得够呛的家族之中 搜刮来的 这笔收入 这笔横财 显然已经大大的超出了 楚阳的预期 木人 楚阳想起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您 您不会是将李家的藏宝库 仓库什么的 全都给搬空了吧 虎哥仰起头 废话 不搬空 难道我还给什么城主留着 放心吧 我连张纸啊 都没给他们剩下 本爷过处 寸草不留 楚阳一头大汗 瀑布汗 成吉思汗 想象一下城主大人 兴致勃勃地派人去抄家 却只看到了一个 空空荡荡的仓库 那时候 脸上的表情 楚阳就忍不住有些崩溃 城主大人这一次 可是让虎哥给坑得够呛了 他就算是一枚水云笔 也抄家抄不出来 但在所有人心中 都会认为 这次城主大人 可是发了 发大方 这是肯定的 貌似城主大人 这个养发亏 可是吃得结实 楚阳不是不想吃下 李家这块大蛋糕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现在的实力 若是想要明面上吃下去 绝对会被噎死 不管是哪一方面 都绝不会坐视楚阳 捡一个这么大的便宜 所以楚阳虽然不情愿 舍不得 但是送给城主府的举动 却绝对是出于真心 认真的 但是现在 楚阳却只有幸灾乐祸了 楚阳前脚送了人家一份 好像天大一般的人情 但是后期 虎哥就让人家进入了深渊 虎哥 您真是 楚阳目瞪口呆了半声 终于一发将虎哥抱了起来 狠狠摇晃 您真是太可爱了 虎哥被摇得头昏脑胀 不满得到 呸 你说谁可爱呢 本爷能用可爱来形容吗 应该是威武雄壮 气魄盖天 瞅你那点出现 这么点东西 瞧把你高兴能得享 可惜我在那家里 发现的紫荆太少 要不然 我还能再多吃点 也就够甜甜肚子的 紫荆 楚阳扎扎言 是啊 我现在的伤势 想要恢复过来 必须要借助天地能量 而紫荆之中蕴藏的能量 也多少有些功效 可惜不是很大 但也聊胜于无吧 虎哥有些百无聊赖 紫荆 紫荆我这里有啊 楚阳说道 你有 你才能有几块啊 我知道 你们这些个才飞升上来的 小角色 大多都有几块 不过 虎哥不感兴趣 翻翻白眼 几块 楚阳翻了翻白眼 您看看这是几块 随即哗啦一声 整个房间就被紫荆 撒满了 差点没把虎哥给埋了 虎哥目瞪口呆地 看了半晌 一声惊惊 我靠 这么多呀 太好了 一张口 嗖的一下 楚阳目瞪口呆地 看着 刚才还满满一房子的紫荆 在虎哥一张嘴之下 瞬时变成了一地坟墨 竟然是羞的一声就没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还有没有 这玩意儿 多多一杀 再多来点 虎哥明显意犹未尽 楚阳也横心 紫荆这玩意儿 我可是有的是 足足数十亿之量 反正我还有那么多的紫荆之心 紫荆玉嘴 紫荆这魂 甚至还有更高级 这些紫荆全给了虎哥 又如何 于是乎又一挥手 哇 虎哥惊喜若狂 又一挥手 哗来了 现在轮到楚阳 开始清仓大赠送 两酒两酒 差不多了 真差不多了 我得先消化消化 虎哥满足地摸着肚皮 很是有些心情愉快的到 这些个紫荆 居然能让我 恢复百分之一的伤势 不错了 意外收获呀 百分之一的伤势 才能恢复百分之一的伤势 楚阳有种要骂娘的冲动 你爷儿到底是个 什么肚皮什么伤势 数千万的紫荆 眼睛都不眨就变成了灰 你还只能恢复 百分之一的伤势 你还能更坑爹一点不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61集 哎呀 这结果已经不错了 虎哥有些意有未尽 还有些小心眼的 看着楚阳 怎么全是紫荆呢 就没点高级的 要是有更高级的 比如紫荆之心 紫荆玉碎 紫荆之魂 那些 要是也能有这么多的话 我就能恢复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已经是极限了 不可能更多了 紫荆一席的力量 就算到了巅峰 也只能恢复我三分之一的实力 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虎哥贼头贼脑地看着楚阳 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啊 楚阳裂了裂嘴 这家伙 真是贼啊 居然能推测出来 我有他要的那些个好东西 我有 但是您今晚上还能吃吗 楚阳没好气地说的 您还先将紫荆吃完了 再说其他的吧 虎哥精神一振 嗯 也是 那就明天晚上再吃吧 我今天晚上先消化消化 这次吃得挺饱的 需要压缩成我需要的力量 明天晚上别忘了啊 多准备一点那个高级货 说着就跳到了床上 很是兴致勃勃的样子 居然还蹬了蹬腿 很可爱 很萌地说呀 楚阳叹口气 看来我在九重天大陆 致办的这些家当 多半是要往这位虎哥的肚皮里砸进 相当一部分了 正在迷迷糊糊 只听虎哥突然又睁开眼睛 很是郑重地嘱咐呢 可别忘了明天晚上给我紫荆了 楚阳一头黑心 这货还担心我赖账不成 但这一晚上 严如山却是真正的 惊讶了起来 怎么回事呢 楚阳那边的动机 我怎么就突然一点都感觉不到了呢 某虎哥睡觉的时候 由于过度兴奋 居然忘记解开精神封锁 所以严如山也就彻底断掉了 对楚阳这边的感应 如此可知虎哥的实力 真的很强 但是这一点 楚玉座当然是不知道的 他虽然也知道严如山应该很强 却并不清楚严如山的修为 到底到了什么高度 当然也就更加无法衡量 虎哥的强悍 充满震惊的意外 就这样过去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面 楚阳没干别的 在男人堂 埋头跟剑灵 整理虎哥偷来的东西 一边让九节剑 吞噬各种物质 然后将用不到的药 全部的整理出来 炼化为精纯药粒 别看虎哥 看不起李家的裤藏 某阎王还是很稀罕 就算质量不算特别的高 架不住他量大 比如那些成捆的人参 那在普通人眼中 可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高级货 楚阳突然得到这么多好东西 顿时爆发护了一把 如同要大派送一番的 炼制出来了许多不完全版 完全版的九重单 甚至还有几颗超级的九重单 这些自然都归入了 楚阳的私人库存 这些都准备用来救急的 当然还有不少强身舰体 改造资质的担忧 楚阳批量的 炼制出来了数千 既然准备要打算大战拳脚 那么用人自然是必不可守 人多战斗多 就必然伴随着有伤亡 楚阳现在学会了 墨天机的未遇筹谋 当然 骨子里还是爆发护的作法 有钱催的 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多的药 太多太多的宠物 这时不加紧利用 更待何时啊 所以楚阳大肆地腐败了一次 虎哥眼中不入流的 李家的所有库存 对于楚阳来说 却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 甚至有一部分 从九重天大陆 带上来的金属 在这批新获得的库存之前 都是黯然失色 九重天去 毕竟比九重天大陆的未面 要高级了很多 纵然这里只是边缘地区 但是一个千年家族 能收集到的 却也绝对不是什么垃圾 有见于此 楚阳毫不犹豫地 让九节剑 吞噬掉那些比较差劲的 还有一些平常的普通的 也通通让九节剑吞噬了 全部向高精尖发展 不是最好的东西 绝对不留下战地 换言之 楚狱坐在很彻底的精兵简正 只是经过这一次的去无存精 楚阳的九节空间里的空存量 不仅没见增长 而且还空旷了许多 大量的紫荆都让虎哥给吞噬了 虽然虎哥垂涎欲低的 要求什么紫荆之心 紫荆玉随 以及更好的东西 某阴望不是不舍得给 也不是给不起 却明白 既然是只要是紫荆 就能对虎哥起作用 那何必还要浪费那些 更贵重的 浪费是不对的 还是可耻的 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 楚狱坐绝不松口 您还是先把紫荆吃完了再说 虽然这些紫荆对于虎哥来说 绝对不够 因为他一天就要吞噬 数千万的紫荆精华 然后亮光 但在紫荆没有用完之前 楚阳是绝对不会考虑 动用紫荆之心的 还有紫荆玉随 紫荆之魂等等 也都是一样 我倒要看看你这家伙 到底能吞噬多少 咱有好几亿的紫荆了 就算你每天都能吞噬个几千万 也能对付个十天八天的了 当然 在这几天的夜里 楚阳仍旧会化身为真有才 去斗兽场赌斗 只是 由于李家的突兀父母 金家和吴家 都不免有些兔死胡悲 事宜这几天 两家人都很沉寂 竟然没有跟真有才对付 而除了这两家之外 倒也不是没有了其他人 要和真大官人对赌 只是赌注都不大 楚阳自然也就没有多大的兴趣 所以很干脆的 真有才又输了两晚上 虎哥这两晚上对上的 都是一些最低级的灵兽 却无能再续写不败神话 华丽丽的败北拉 这让习惯于扮猪吃老虎的虎哥 很不爽 我要的是胜利的快感 我装着打不过不管事 但最后结果我是要胜利的 你这样让我直接败北 本大爷实在是很没面子 我要谱写无敌神话 不败神说 虎哥很愤怒地抗议咆哮 但是对虎哥的反抗 楚阳直接不予理睬 所有的应对 就只有一句话 紫禁你还想不想吃啊 我那里还有很多 言下之意很明显 你不听我的 那就不要想吃了 赤裸裸的威胁啊 明目张胆地胁迫 虎哥一时间牙痒痒的 却也知道形势比人强 只有屈服于某人的淫威 紫霞城之中 其他人的紫禁库存量 比起楚阳来 实在是差得太遥远了 如果说楚阳乃是一座金矿 那么其他人储存的紫禁 最多只能算是一块黄金而已 这对于急于恢复实力的 虎哥来说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金庄 而这段时间 楚阳也在着手抓紧时间 招兵埋脉 培直势力 对于这位生名雀起的楚神医 紫霞城之中 有很多人都有追随的幸运 但是楚神医招收不下的条件 却很苛刻 最低下限 地级 这个条件 也太高了一点啊 地级高手哪一个不喜欢自由自在 如果有了地级层次的修为 犯得着为你当奴才 你自己也就只是个地级而已啊 三天下来 地级高手是半个也没收到 所以楚玉座 只好如同前段时间一番 招收了一大批的少年 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企儿 幼童 统统在另外一处 自己买的大院子里 集体培训 这些小家伙之中 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 而最小的 仅有两三岁的样子 王刀散时变成了孩子头 统领这些个孩子 说是培训 实则这些小家伙们 现在大多就只是在玩 至于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派上用者 那就是见仁见智了的事情 在楚玉座 不舍得动用九重灯 不舍得大肆 派送灵药的前提之下 有可能一辈子 也未必拥有什么修为 成为什么强者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62集 猫逆你这位猫老师 在这两天里 明浮其实地 成了老师 被楚洋派去 教授这帮小家伙们 对此 猫老师很不乐意 但是楚洋一句话 就让猫老师乖乖听命 哎呀 你现在是吃我的助我的 你连这点举手之劳的小事 都不帮我 我当初怎么就救了你的命啊 猫老师在第一次 听到这句话时 貌似很有些愧疚 很不好意思 两天之内 足足听到了十七八次事 就直接受不了了 你 你他妈的邪恩图报的 也太明显了吧 人家是施恩不忘报 你呢 施恩不忘报 你 猫老师暴跳如雷 而回答他的 还是楚洋另一句 听得他猫耳朵 起了茧子的话 哎呀 原来喵族的老师 对救命恩人 就这态度啊 哎呀 今儿真是开了眼界了 不对 是开了耳界了 至此 猫老师彻底败退 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恳求楚洋 兄弟 有话您说话 我照做就是了嘛 反正现在也没啥事是不 但你可千万不要再说这两句了 我怕我真的要忍不住动手削你了 要是你不怕被我削 请管说 楚洋也是知道身体 自然是趾高气洋的收兵 掩齐西谷 坐等胜利成果 至于炎如山 楚玉座当然不可能让这位超级大高手闲着 虽然这位大高手现在还只是勉强地站起来而已 还无法行动自如 还有重伤在身 但是楚洋照样将他拉了撞钉 严兄 还请您千万帮我看看 您的眼力高 您的经验组啊 看看这帮小家伙 哪一个可堪造就 楚洋一通马屁拍过去 然后再来个诗恩不忘报 毕竟 我也揪你一命 是吧 然后再来一个情感纵深 更何况 我们还是兄弟 好兄弟 一时间 炎如山头大如的 我帮你选出来没问题 但是 剩下的那些孩子怎么办 炎如山问道 你不会将他们都抛弃吧 楚洋拍着胸膛 那怎么可能啊 既然已经被我收容进来 那么 就算什么辞职都没有 诸如烧水做饭 种地的工作 总可以胜任吧 我怎么也绝不会让他们饿死 以后成立了势力 这帮小家伙 就安全全地待在大后方 没有武学前途的 去经商总可以吧 就算连经商的头脑都没有 去负责一个店铺 可以 若是还不行 铁匠 又或者什么的其他职业 总有可以的吧 就算什么都不行 种地也行啊 三百六十行 行行有前途 我既然收留他们 就会负责到底 绝不允许他们受到伤害 长大了 每一个都给他们找媳妇 担家落户 我楚洋 说到做到 这点信誉 我还是有的 炎如山深深的点头 表示认可 对楚洋的这一举动 炎如山很是赞许 而且还是非常新生 他认为 这纯粹就是一种善举 培养自己势力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 就始终没有断绝过这种行动 巧取豪夺者有之 坑蒙拐骗者有之 邪恩图报者有之 但像楚洋这种方式 却是绝无仅仰 因为这样的付出 实在是太大了 眼前这帮小孩子 一个个的 其中大多数都是乞丐 流浪儿 根本就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至于说 想要从这里面 找出来武学天才 太难了 机会太渺茫了 若是楚洋不收容他们 他们之中 大多数的人的结局 就只能是 动恶致死而已 至于楚洋让这些小家伙 长大了给他做事 这本就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 父母生养了儿子 还指望孩子养老送终呢 更何况外人 凭啥人家只养着你长大 却没有任何的要求回报 天下间 哪里有白吃的午餐呢 更何况干了活 还能有回报 等于是一辈子的安稳 这绝对是 非常划算的事情了 所以严如山 点头答应了 以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支持 只是严如山 绝对没想到 自己这一点头 给自己带来了 多大的麻烦 严如山才一点头 楚洋立即加大了 收罗规模 整个紫霞城中的 孤儿 启儿 楚洋在一天之内 收容了三分之一还要多 其中还包括不少重病垂死的 楚洋一一失旧 硬是从阎王手中抢人 外人看来 楚神医这么做 纯粹是在做善事 而事实上 也是如此 九重天阙 固然法治森严 但是随着贫富的 两极分化 尤其是因为 无休止的江湖私人争斗 孤儿 自然是少不了的 楚神医的钱 有如流水一般的花出去 楚洋如此做法的初衷 肯定是另有所图 但他这么无休止 无范围 无要求的 收容的根本原因 却是他真的动了 侧眼之心 看到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 楚洋就想起了 自己的童年 自己再苦 总还有师父照顾 但是他们 什么都没有 甘同身受之下 能收的不能收的 该收的不该收的 统统收下 既然立志要成为 纵横九重天阙的 超级势力 那么 我还在乎 这么几口吃的吗 都说钱是王八蛋 花光再去赚 老子不差钱 就算资质真的太垃圾 什么都干不了 怎么着 也还能种种地 成为我的战略纵身后盾 总能胜任吧 楚洋肯定是有他的目的 没有目的 纯粹做善事 就算是天下第一富豪 最终也会被吃空 另外 楚洋的施救对象 只要是十五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对于十七八岁 已经有了自己的劳动能力 却还在乞讨的 楚洋对其就只有视而不见 身体健全 有手有脚有力气 却养不活自己 那我养你干什么 这样的人 根本就是个该死的无赖 当我冤大头啊 在楚洋的善举号召之下 紫霞城所有的孤儿 流浪儿 仿佛是看到了救星一番 一股脑的蜂拥而来 甚至连周边的一些村庄 一些城镇 只要是适灵的 都犹如潮水一番 向着这边奔涌而来 请求庇护 请求楚洋收留 还有一些生活贫困 孩子众多的年轻父母们 也把孩子往这里送 一来养不活 二来就算能养活 跟着自己长大了 也就是种地而已 但在楚神医这里呢 却说不定会有前途 前途啊 这两个字 才是父母们对孩子最大的希望 一生之中最大的祈求 只要确实困难的 楚洋是来者不拒 以至于楚洋 楚神医又多了一个外号 楚大善人 这个称号 甚至比楚神医更快知人口 楚大善人的一举 除了要海量的钱财 还当然需要相当的地盘 于是乎这宅子越买越多 院子越来越大 要不能割下那么多人口吗 在无数金钱 渐次扩大的底盘影响 楚大善人铲除了李家之后 声明是不敬而走 瞬间就成了紫霞城的名人 同时也是心兴势力地表表着 不进天下未肯休 杀人谈见天却游 斩断人间不平视 楚阳公子 醉风流 这四句 几乎就是狗屁不通的打游诗 却成为了几乎紫霞城 所有人都为之朗朗上口的诗句 楚大善人的名声 随着时间的远去 一天比一天响亮 前后就只得两天的光景 楚阳这边再度陷入了 人满为患的微妙境 随着这些孩童数量的不断增长 管理人员 除了王刀这个为首的之外 楚阳又采用老办法 收留了不少的地痞流氓 将整条街上的七八十个流氓泼皮 一股脑的集中起来 一顿暴打 然后送上剧毒 不听话的 死 在楚大善人的铁血手段之下 于是乎 这帮流氓地痞 即使化身为保姆 却招呼这些小祖宗们 弄不好 太棒了 来来来 集合起人来 当众抽筋扒皮 让大家看看人的肝肠 都是些什么颜色的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这可全是真的 半点无花甲的 所有地痞流氓 不敢吱声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灵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63集 在楚阳这样 头不留情的流氓手乱象 化身为乖乖的小绵羊 紫霞城的环境治安 随着楚大善人的 一连串的善举 在两天之内 就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楚阳正在斟酌着 怎么着能有一个更大的 立身之地是 城主大人邀约的时间到了 楚阳打扮一番 一副面红齿白 卓氏家公子的派头 骑着一匹骏马 肩上扛着胡歌 春风得意马蹄嘚嘚 向着城主府而去 此刻 毛老师发现自己错了 真的错了 当初他以为 只是十来个孩子 但是才过了没有半个时辰 就变成了几十个 等到过了两个时辰之后 貌似 已经变成了上百个 过了一天 数量已经超过了五百只数 到了第二天晚上 人数直接过千了 至此 毛老师陷入了 即将崩溃的边缘 这混蛋 到底要干什么 本苗可是苗族之师 更是天际高手 何等伟岸崇高的大人物 现在在我这里 直接沦落到了幼儿教师了 也太不拿本苗不当老师了 再说了 就你那点家庭 你怎么敢这么折腾呢 就你那点钱 可以折腾几天啊 毛老师崩溃的同时 还在替楚阳担心 严如山这回也崩溃了 真真是累死严谋了 但是楚阳楚大善人 这回已是春风得意马蹄急 进入了城主府 参加宴会去了 盛宴即将开始 城主大人此刻的脸色 果然是格外的精彩 精彩到了快要崩溃 快要杀人了的地步 这两天半的时间 城主大人简直是度日如年 一顺天堂 一顺地狱 一顺深渊 李家被灭了 这个消息在事发当天的第一时间 城主大人就已经知道了 城主大人一则写 一则忧 洗的是这颗毒瘤 终于被拔掉 而且又是被一个神医取而代之的 暂时不必担心 原本平衡被打破 担心的却是这位神医大人 到底能不能发展起来啊 能不能跟李家一般 与另外两家顶足抗衡呢 就算能抗衡 这位神医好不好控制 野心大不大 但是随即 担心就被扔到了九霄云外 因为那位楚神医 真的很会做人 他虽然覆灭了李家 却并不鞠躬 而且更难得的是 他将李家的后续处理权 都交给了城主府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人情啊 德西这个好消息的城主大人 几乎忍不住 要仰天大笑几声了 这可是一个超级大的大馅饼 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和钱过不去的 送上门的莫大好处 如何不收 这个楚神医啊 嗯 有颜色 这次由城主府来抄李家 那还不是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 李家也是上千年的积累 那得是多么惊人的一大笔财富 到时候家产抄出来 还不是任由自己说 说多少就是多少 我就说 一共才几百万 又能如何 剩下的都在我这里 那一刻 若是楚阳就在城主大人面前 城主大人绝对能抱住楚阳 蒙亲一口 然后再道声 亲 毕竟这个楚神医在城主大人看来 实在是太亮了 太明示 太可爱了 下一步 城主大人就着手派人 前往李家 与预想之中的一样 李家上下很多人 都在慌乱地收拾东西 往外出逃 老祖宗都完蛋了 赶紧逃吧 李家是注定玩完了呀 做人不能太光棍 太过于赶尽杀绝 只能激起反抗 城主大人自然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所以只是派人重点 看住了几个仓库 还有密室 这些地方的所在位置 对于城主府的人来说 根本不是秘密 至于那些逃走的人 就让他们拿走一些 自己手里的东西吧 毕竟人家也是要活命不是 实在逼急了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就得不偿失了 再说了 自己都已经得到那么多的仓库宝库了 还要跟个人抢夺那一点点东西吗 那要是传出去 自己这个城主也别干了 实在是太丢人了 李家方面的人手 在一上午的时间里 彻底鸟收散去 不知所踪 不管如何 他们肯定是不敢在紫霞城待下去了 甚至不敢待在紫霞城的周遭地区 李家在此之前 作恶太甚 就算是金家吴家 和那位处神医 不在乎不出手对付他们 紫霞城的老百姓 也能把他们一个个的活吞了 下午 曾经赫赫威名的李家 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 随着城主府周将军的一声号令 五千名城卫军 将整个李家 包裹了一个水泄不通 随即 几个重要人物 连妹进入了李家 查抄家产这种活 必须要文武协作 而且必须多人联合进行 人少了 难免存在贪赃亡 中饱私囊 这点啊 城主大人还是想得很周到 进入之后 即使开始着手查点 这一查不要紧 太震撼了 城主大人本来在外面等着 身为城主 总要做出点姿态了 就算心中如何的迫弃 也不能跟普通士兵一样 冲进去查点了 那得多吊价呀 所以城主大人 只好耐着性子 等着听好消息就行了 随即 消息来了 周将军脸色蜡黄 满脸冷汗直流的 狂奔而来 大人 大人 咱们这次 可是见了鬼了 周将军 稳重 稳重 城主大人立贺 这也太失态了 什么事至于这样啊 还见了鬼了 青天白日 哪来的鬼啊 不不不 稳重不了 周将军满脸的落腮胡子 都在颤抖 连连拍着屁股 这次真的是白天见鬼了 真的是见鬼了呀 到底什么事 详细说来 城主大人皱眉 威严地问 这个周将军 尾时是没有什么 镇定的气度 看来这么多年 不让他掌握更大权力 是正确的决定 遇到一点事 就这么惊慌失措 还怎么干大事 真是欠力 大人 李家仓库是 是空的 周将军脸上汗水 层层而下 这当口只能如实禀告 空的 空的怎么了 什么 城主大人 喉整以下的回答 但是下一刻 就被自己的话 给惊呆了 猛地站了起来 大声道 空的 怎么会是空的 这一刻 城主大人声音都变了调 从先前无尽未言的 低沉嗓音 一下子 变成了掐住了脖子的 公鸭子 就是空的 周将军连连点头 欲哭无泪 所有仓库都是空的 一点物资都没有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城主大人厉声吼道 还不赶紧带我去看 的的确确 就是空的 所有仓库 所有仓宝库 都是空空如意 每一个仓库 都是干干净净的 甚至包括粮仓 连粮仓 都是空空如意 干干净净 估计一只老鼠进去 都要含着两泡泪水出来 连一粒米都没有 整个李家 除了空荡荡的大院子 和一些家具花卉 树木假山 池塘之外 竟然什么都没了 至于材质 更是连一枚水云壁都没有 完全就是一个 空荡荡的大院子 城主大人目瞪口呆 心中一斗万千 只感觉自己的血压 急剧上升 下一刻 就是头晕目眩 烟冒金花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城主大人怒了 不可能不怒 原以为即将接手 一笔巨额财物 夜里做梦也会消 可是如今 巨额财富变成了一张画饼 貌似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啊 其他人全部低着头站着 唯恐再触城主大人的眉等 这个时候 还是先闭嘴吧 他们哪能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见鬼了吗 见鬼了吗 真的见鬼了吗 城主大人失态的大吼 周将军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稳重嘛 见面不如闻名啊 但是城主大人 就是城主大人 很快就镇定了下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灵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六十四集 城主大人喃喃自已 这 搬得这么干净 绝不可能是在今天搬空的 必然是早有预谋 李家可能早就打算搬走 很早就开始着手 转移财产了 他说一句 众人点一次头 这么多东西 一股脑的消失了 若是没有事先预谋 朱都不会相信 李家都搬走了 他居然还要招惹人家 看来是想要将这位处身 已搞掉 然后让紫霞城彻底失去平衡 如此三方面都不会有时间 经历 机会 去为难他们 更可能确保 他们满门搬离的时候 可以全身而退 好精妙的算计 如果不是他们唯一的漏算 错估了 储身医的能力 他们的计划 就完美地实现了 城主大人想着想着 脸色变得铁青 传我命令 全面搜捕李家离去人员 任何一个都不允许走脱 统统都给我抓回来 误枉误纵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最后一句 城主大人直接是狂吼着 下了命令 大人 李家也有后盾的 前些年 李家的女儿 可是有一个 嫁给了东坡城的城主大人 虽然只是小妾 不过始终是 这个若是做得太绝了 恐怕 幕僚极为小心地 上前提醒 放你娘的屁 城主大人已经失控了 管他娘的东坡城城主 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敢和老子作对 借个天给他作单 城主大人暴跳如雷 彻底地不可遏制 口不择言 说不定这一次 就是他背后指使 想要看老子的笑话 给我杀 追上了就杀 一个也不留下 找我算账 只要这小子赶来 老子活活地吞了他 城主大人疯了 想到自己接受了 楚神医的馈赠好意 本想来 可以大发一笔横财 却只拿到了一个 空荡荡的院子 一枚水云壁都没用 然而 现在全城上下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来抄李家的家产了 肯定是要发大财啊 紫霞城好多因为没钱 无法继续的工程都等着开工 现在各方面官员 已经将项目 承报表放到了自己案头上 所有人都眼巴巴地 盼着自己抄了李家家产回去 想到这里 城主大人的一颗心 都在低血 回去之后 相信我无论说什么都没有用 就算把人带到李家 亲身查看也没用 因为 没有谁会信呢 就算周将军等人给我作证 有人会信吗 他妈 诺大一个家族被抄家 到头来说一句啥也没抄出来 就完事了 这种话 骗鬼都不信 他们肯定是要说这帮家伙 定然是因为我给了他们好处 堵住了嘴 可连老子一毛钱也没分手 是的 城主府正在等候的官员们 绝对会这么想 一定会这么想的 一个处理不好 一封封的举报 就会像是扎上了翅膀一般的 向上飞去 而上面的监督机构 一个个的棺材板脸 就会一批批地下来找我麻烦 就算我真的是青天大老爷 也肯定会查出毛病来 更何况我根本不是 屁股上绝对没那么干净 这回可真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城主大人这会儿脸都绿了 这一下子 老子算是完蛋了 没想到老子先是弟弟不行了 现在官员也快到头了 还有 冒死我的财产 也可能会全部失去吧 也就是说 作为男人的乐趣 我啥也没了 城主大人心中怒火滔天 李家 你们居然敢这么坑我 我就算是要死 也要拉着你们垫背 一道魂走九泉 城主大人下了狠心 实质不移 怎么办啊大人 现在 周将军哭丧着脸 怎么办 收队 及时收队 城主大人面色恢复轻了 收队 周将军愕然 不收队 在这里和西北风不成 或者你周将军 是想从这里挖块土 累在你自己坟头上 城主大人歇斯底里的怒吼一声 拂袖而去 周将军摸着自己的脑袋 看着已经走得没影的城主大人 一脸不愤 收队就收队 凶什么凶嘛 本将军是没死呢 哪来的分头 这几天里 城主大人一直都在想问我 坐以待毙 那是不行的 没奈何 当务之急乃是安抚手下人 唯有先平复这些人的情绪 才能争取时间 挽回局面 若是能再实现 把李家的积蓄追回来 一切都能平复过来 一队人马回来了 两队回来了 劫杀的李家人是不少 但是抢回来的东西 实实在在地 让城主大人有杀人的冲动 将李家几位高手的尸体 收集一下 检查储物戒指 才发现 李家一共三枚 其中一枚已经随着 储神医的剑爆炸了 另外两枚都收到了 城主大人手中 一看到里面 还不如那两个 箱子大的空间 城主大人怒吼一声 价格高昂的两个储物戒指 就飞进了城主府的 茅房粪坑 这也导致了城主大人 过了两天冷静下来后后悔 专门派出好多奴仆 去挖茅房 那时候城主大人穷疯了 两个储物戒指 也还不少钱呢 这是后话不提了 钱财半点没追回来 但是人却无论如何 还是要安抚 我必须要做出一副财大气粗 占了大便宜的样子 给大家分分红啊 要不然 这这这 这不行啊 城主大人狠狠心 无计可失之下 也只好将城主府的库房打开 直接动用了公款 给每个人发了些财物 算是分了红 府库根本不够 城主大人把自己这些年来 积攒的私房钱 也都贴了出来 暂时把嘴给堵住 皆大欢喜了一天 至于那些工程 城主府正在考虑 而且也要计算 还是暂且押后吧 至于今天的这场会议 啊 宴席 一想到这事 城主大人就忍不住 想要打自己的嘴巴子 他妈的 现在正是一分钱 都要摆成两半花的时候 还他娘的大白颜席 这 哎呀 这韭菜钱 要从哪里来啊 难道 要用小弟弟买吗 就算可行 可是老子的那活 现在也不值钱了 若是从老婆那里拿 别提了 这两年 老子已经发展到 只要见到老婆 就像是耗子 见了猫一样没底气 想要从那婆娘那里 拿出钱来 除非是出人命 还是不要想这条路了 这也不成 那也不成 城主大人 直接的无计可施 都说是一文钱 难倒了英雄汉 现在却是一桌酒席 难倒了一位城主 难道老子堂堂城主 还能混到 要赦账的地步不成吗 可是 想要取消 却又取消不了 哎呀 唯有硬着头皮 继续前行 如做针毡 就如做针毡吧 我这个天哪 老子怎么说 也是一城之主啊 怎么就 怎么就会到了 这种地步了呢 呵呵的李家 不管城主大人 如何的不情愿 这一天 终究还是到来了 楚阳在门口 就遇到了 专程等候他的 华四爷 哟 楚大善人来了 华四爷笑容可居的 开了个小玩笑 楚阳哈哈一笑 呵呵呵呵 华四爷 何必高抬除谋了 谁不知道 江东画家 择批苍生 我这点小作为 就算得了什么呀 华四爷哈哈大笑 一般的大家族 以修桥铺路 行善积德一类 博取公众的眼球 赚取名声的善事 都是必须必要的 虽然大多只是表面功夫 例如周期性的诗周 偶尔的派送 过冬衣物等等 但也的的确确的 帮助了不少人 无以小声而不为的道理 就在于此 当然 小善不遮大恶 这些家族暗地里的 男道女常 无恶不作的勾当 却也不是常人 所能知道的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65集 华四爷亲热地 拍着楚阳 并肩走进去 看到城主大人时 楚阳几乎要笑场了 不是楚阳定理不够 而是实在没办法不笑 一想到自己送的 大人情 再想想虎哥 盗窃抢劫回去的 所有东西 然后再联想到 这位城主大人 所背着的巨大黑锅 楚阳实在是很同情 很同情这位城主大人 城主大人明显是 有些消瘦 而且这种消瘦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一两天之间 急剧地瘦下来 城主大人不高兴 这也是大家所有人 都能看得出来的 板着脸皱着眉 一脸地生人物件 那股蓬勃的怒乎 似乎要从那方正的脑门上 燃烧出了 平心而乐 城主大人若是不这么板着脸 其实还是很儒雅的 很有点君子如风 华四爷身份特异 是在场少数 不需要在乎城主大人 高兴不高兴的存在 拉着楚阳 镜子走了过去 楚兄弟 这位就是紫霞城文城主 华四爷热情地介绍 文城主 这位就是这几天里 在紫霞城鸣声雀起的楚王 楚兄弟 楚神医 楚大善人 华四爷介绍 更是将某阎王 新尽得到的称号 一一道出 文城主转过脸来 竟是生生地应激出来了 一抹爽朗的笑语 原来先生就是楚兄弟啊 来来来 小兄弟请上座 大家都是自己人 千万不要客气 就算城主大人这会儿 心里是如何的不高兴 但是楚阳之前 毕竟是送给了他 一个大人情 虽然这件事最终的结果 是哑巴吃黄连 但在外人眼中 楚阳可是确实送给了 城主大人 一份富可敌国的财富 所以城主大人 虽然看到楚阳心中 如同是吃了屎一般的难受 却还是不能 不笑脸相迎 你占了这么大便宜 居然连个笑容都吝啬 你这人也太没品了吧 以后谁还敢和你骄傲 更何况 城主大人在见到 楚阳的那一刻 就想起了华四爷说的话 这位楚神医 还真是神医呢 不瞒文城主 小弟被寡人之急困扰许久 就是楚神医治好的 妙手回春 立竿见影 瞧瞧 华四爷满脸都是炫耀 跟自己说出了这男人 私底下最耻辱的话题 难道还不可信呢 所以文城主 对楚神医的期望 也是很大的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 跟这位神医说呢 城主大人既然 释出了善意 楚阳肯定是要抓住 接用 久文城主大人大名 乃是今天伟帝之才 定过安邦的俊严 今日一见 果然是英姿勃发 见面更胜闻名 名不虚传 小兄弟实在是太客气了 文城主大秀 小兄弟不必如此客气 我的名字叫文东来 楚兄弟叫我文大哥就好 那怎么敢当 当得当得 完全当得 小兄弟乃少年英雄 能与小兄弟相交 乃是文某高攀哪 不敢不敢 就只是一见面 各怀鬼胎 各有目的的两人 已经是好的 犹如秘里调油了 这个结果 大抵是双方刻意为之 话四爷看到 无似觉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 这两人已经接上头了 接下来就看看 我怎么给安排一个机会 治疗城主大人的寡人之急了 只要成功 我的目的就大有希望了 这时 金家和吴家两家的人 也陆续来了 对着两家的来人 城主大人就只是冷淡的 打了个招呼 随即就招呼众人入席 咱们边吃边谈 边吃边谈 两家家主都如坠梦中 进入客厅 更是大大的吃了一惊 里面一共就只有一张小小的桌子 小小的桌子上面摆着几个小小的盘子 小小的盘子里面全是小小的青菜 貌似连点油花都没有 至于随从 早已被城主府的人赶了出去 难道在这里还担心被刺杀不成吗 都回去吧 都回去吧 以往文城主 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呢 随从们 保镖们 护卫们 都有相应的酒席招待 今天这是咋了 两家家主心中暗自吃惊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意外事件了 小小家业 实在是不成敬意啊 文东来城主 热情的菊飞 大家心中都是一阵皱目 还真是不成敬意 绝对是不成敬意啊 瞧着一桌子青菜 连点荤腥都没有 相信我家最低贱的仆役 也比这个吃得好吧 难道这顿 其实是义苦思甜 为了表示本城主 对诸位的亲近之意 这是夫人 亲手清炒的几个小菜 文城主双朗笑着 诸位来到这里呢 就都不是外人 诸位可是除我之外 唯一的 能够尝到剑内手艺的 请 请 千万不要客气啊 不愧是城主 一句话说下来 不仅将窘迫遮掩 而且一下子将众人 拉成了亲朋好友的位置上 金家家主 是一个面目方正的中年人 眉清目秀 乍看上去 那是一身的正气 气度俨然 但是眼底 偶尔闪过的阴冷风 道破他绝不如表面上 这般的和善正义 而吴家家主 是个山羊胡子 小老头一般的瘦小骨干 但是身上 自然具有一种上位置 一致气使的气氛 楚阳只扫了一眼 对着两家的家主 有了个大致的印象 就低下了头 随即城主大人 热情地亲自为众人做介事 渐渐地言谈盛欢喜 尤其是华四爷 身份摆在这里 受到了两家家主的格外领域 楚阳作为新晋的后起之秀 两家家主多少都有些提防之心 举止有度 客气有余 防范隐隐 气热 却是绝对不足 这一次 请诸位来啊 便是为了紫霞城之中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久未过三巡 城主大人就说出了 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所在 原本的会议内容 当然不是现在这样子 但是突发事件 让城主大人一贫如洗 真正的两袖清风 所以原定计划 被迫取消了 至于眼下最重要的 自然是莫过于 敛财 这第一件事 便是李家的负灭 城主大人看了看楚阳 李家负灭之后 那么一大片宅子 总不能空着 不知诸位 谁有兴趣接手啊 说的是 谁有兴趣 但是眼睛 却是只看着楚阳 金家吴家两家家主 都是很失去 没有接话 两家都知道 若是自己接手 非但另外一家 绝对不会乐见 城主大人 也是不会赞同 现在城主大人 摆明了 是扶植这位 楚神医上位 使紫霞城家族 顶足之势 不致失衡 楚阳咳嗽一声 城主大人 在下倒是有这个打算 但是现在仓促之间 却也凑不出那么多的 紫霞币啊 温东来微笑 但不知楚兄弟 能够凑得出多少啊 敢问那宅子 官家给出的买卖价格 是多少 楚阳也不傻 苏兴当场问家 四十万紫霞币 城主大人 伸出了四只手指 这是摆明了 狮子大张口 又或者说是漫天要价 金家家主与吴家家主 不由得都是撇了撇嘴 官府把李家 所有东西都搬空了 就只剩下一栋空宅子 居然还想要卖出 四十万紫霞币的天价 那可是价值 四十万个亿的水云币 那破宅子 再如何的高估 也是绝对卖不上 十万个紫霞币的 但楚阳分明在沉溢 竟好像是异动 两家家主不由得心中 幸灾乐祸 难道这个冤大头要上钩 果然楚阳说话了 四十万这个价格 只怕是有些贵了 不过若是能连着周围的土地 一起出卖 还有李家原本的生意 买卖店铺 一起接手的话 这个数字 倒也不算如何的离谱 楚阳沉吟着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六十六集 就算加上那些 也值不了十万紫霞币 更何况是四十万之巨呢 这个楚神一 看来就是个傻缺 而且还是个好高物源 妄想要与我们 分庭抗争的傻缺 哎呀 你傻也没有 连一个手下都没 就算民意拥有了那些 又有什么用啊 谁替你管理啊 两家家主心中 大骂吐槽 但是表面上 自然是什么都不说 甚至连一丝表情 也欠缝 嗯 若是楚兄弟有意 就这么决定倒也不妨 文成竹很高兴 一共就只值 数万紫霞币的东西 一下子卖了四十万 正可解决燃眉之急 心情自然是大爽 呃 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 眼下最多只能拿出来 十万紫霞币 楚阳一脸为难 其他的只怕 需要一段时间周转 不知道先打下欠条 成不成啊 众人意气恶然 随即就明白了楚阳的意思 这货 分明就是想以十万紫霞币 吃下来李家外面的所有买卖 打欠条 剩下的三十万 恐怕是打算赖了 两家家主心里幸灾乐祸 这个傻缺啊 你还不知道城主大人什么脾气吧 欠条 你只要打下了欠条 那就只能多拿出来 而绝对不可能成功来仗 咱们跟这位城主大人 可是打了多少年的交道咯 没问题 闻城主很爽快 我信得过你 信不 我信得过你 但手下信得过你 一周就过去去讨一次 有多少讨多少 今年累月下来 别说三十万 三百万也讨得回来 如此 就多谢城主大人的信任了 楚阳很高兴地道了信 心中一块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老子 总算是真正有一块落脚之地了 而且还是足够大的落脚之地 而且还披临着最终目标 紫霞王府 随即 城主大人又进行了一番当前失灵划分 声色俱力地说了几句警告话 然后又说了城主府 现在正筹办的工程等等 打秋风的客套话 成功地从金家和吴家 敲出来几千紫霞臂 目的达城后 闻城主是毫不客气的 下了逐客令 唉 我这会儿突然有些累了 楚兄弟 请你稍留跪步 我有些话呀 要嘱咐你 是的 只让楚神一留一下 其他人呢 都赶紧滚蛋吧 就这意思 华四爷既然目标达成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很干脆地站起来告别 扬长而去 金家吴家两位家主 也如同被人扫地出门一番 走了出去 居然没人相送 金兄 此事如何呀 且看 这个楚阳 只怕野心不小 有心无人 也是枉然 那是 那是啊 两人哈哈一笑 奔到扬镳 楚兄弟 听说你对于治疗寡人之急 很有一手 急匆匆地把楚阳 拉到了书房之中 文城主第一句话 就是这个 要说作为一个城主 如此地不顾风度 不顾礼貌 多少有点让人比 不过作为男人 城主的做法 还是比较情有可原的 呃 楚阳摸了摸鼻子 对此 楚某多少 还算是有点心得吧 文城主哈哈大笑 大力拍了拍 楚阳的肩膊 哈哈哈哈 哎呀 后生可畏啊 后生可畏啊 娇浅延伸 初次见面 就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 只能说明 此刻城主 是如何的激动 心潮澎湃 不能自艳 楚阳眨眨眼 也就跟着笑了起来 貌似自己都没弄明白 眼前的情形 明明是自己的 自谦之词 是到底怎么把 对方那句 后生可畏 给引出来的 小兄弟 听说你是最近 才从下面 刚飞升上来的 文城主的态度 更亲热了 别看李金吴三家 对楚阳的来历 始终无能确认 城主对楚阳的来历 可是清楚得很 在九重天去 身份证明 无论多么高级的身份 仍旧只有一张 楚阳市在紫霞城办理的身份证明 他这来历 对于文城主 自然不为机灭 是啊 出来本地 当时还弄出不少笑话 前世不堪回首啊 却不知 小兄弟是来自于 哪个位面呢 文城主笑眯眯地问道 说不定啊 老哥哥还有熟人呢 哦 我是从九重天大陆飞升 楚阳干脆说的 这个没什么值得隐瞒呢 竟是九重天大陆 文城主脸色突然一变 是啊 城主有听说过 文城主的脸色 明显正重了起来 可是陈锋 与刘云的原居地 九重天大陆 楚阳一正 想不到这两位传奇人物 在九重天阙也这么有名 算是 城主难道认识两位前辈啊 不知小兄弟 是否知道一个叫 无极绝刀 刘永祥的前辈 听说 他也是出身于九重天大陆 文城主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熟何不知啊 刘永祥前辈在九重天大陆的 无数传说 快智人口 稍有人不知 楚阳不由得有些疑惑 这位城主大人 似乎对九重天大陆 很熟的样子 哎呀 无独有偶 无独有偶啊 文城主很感慨 啊 城主这话 小兄弟有所不知 九重天大陆飞升的强者 一般都是落足于东皇天 这些个强者 尽都是人中俊杰 一时翘楚 在咱们东皇天 可都是赫赫有名的 文城主有些感慨地说道 而其他的地方飞升上来的 多数呢 都是些小虾米 修为低弱 不登大雅之堂 有些人上来之后 就死了 有些人呢 上来就成为了别人的跟班 落入墨流 唯有九重天大陆飞升的强者 才个个都是真正当得起这强者二字啊 文城主有些唏嘘 楚阳点点头 哦 原来如此 仙道 这有什么可奇怪 别的大陆大都是至尊一品就飞升了 但在九重天大陆 至尊九品还不够条件 这就等于是在下面 走完了在上面的两阶五学之后 才会上来 当然要比别的地方厉害一些呀 而且上来之后 根据九重天确认的惯性思维 认为刚飞升的都是弱者这种思想定势 从九重天大陆飞升的人骨子里 其实是占尽优势的 普通一点的势力 能让他们一上来就踹个人羊马帆 不再画像 哦 原来九重天大陆有这么多前辈 在这东皇天这么有名吗 楚阳似乎有些鱼有容焉的样子 有其只是有名而已 文城主脸色有些尊敬 当年 无极绝刀出入九重天阮 夫妻二人 就掀起了许多血雨行风啊 将当地纠缠他夫人的一个顽酷少爷家族 杀得是干干净净鸡犬不留 更从此闯荡 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 当真是仇家遍地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两口子死定了 但两百年之后 刘永祥不仅没有死 还带着他的妻子 闯出来一个赫赫名头 他的仇家死得死 隐顿得隐顿 一心必试 步履红尘的更多 极致如今 无极绝刀四个字 已经成为九重天阙的一个不朽传奇啊 还有那陈锋与刘云两人也是如此 夫妻二人冲上来的当天 就弄出了一个足以天翻地覆的大动静 他们比刘永祥夫妇更狠 一上来就得罪了一个实力坚强的大家族 两人连妹逃逸 走到哪里杀到哪里 一路奔逃 一路厮杀 整整五十年的时间 都在逃亡 但五十年之后 在东皇城再一次正式现身的时候 已经双双圣级 两人强势回击 几乎一天时间 就把那个大家族给打残了 最后 还是出动了东皇天官府高手 才将这两人给收服 东皇陛下亲自授命 让陈锋与刘云夫妻二人 镇守幽冥阳关 监管万亿幽冥鬼魂进出之门 此等职位 就算是在九重天阙 也算是一方诸侯了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67集 文东来说起陈锋与刘云时 却是一脸的羡慕 显然 这两人现在的官职 比一个小小的城主 可要大的太多了 至于无极决斗 文城主连羡慕都没有表露出来 人家都已经是传奇了 传说传说就行了 再和人家比较 那就是不自量力了 这是九重天大陆 非生之人中 最具威名的四个人 而且啊 还是两对夫妻啊 文城主打量着楚阳 楚兄弟 你不会也是 携带着夫人上来的吧 楚阳刚咳一声说道 惭愧惭愧 我是独身一人 来到咱们紫霞城的 听见这位城主大人 对夫妻道 这类存在 似乎是很忌惮的样子 楚阳当然要隐瞒 当然了 这话也不算撒谎 楚阳真的是一个人 来到紫霞城的 至于文城主如何理解 那是他的事情 楚阳就管不着了 文城主输了口气 连声道 哎呀 独身一人好 独身一人好啊 说实话 他还真的怕在自己志下 也出现那么一对 如同是尘封流云 无极绝刀 那样的夫妻刀 只要出现那么一对 千年积累的政绩 也许一席之间 就化作乌有了 文大哥 小弟有一事不解 什么事啊 听我的接眼使者说 一道飞声的人 是不准在同一地点落户的 为何尘封流云 与无极绝刀 这两对夫妇可以啊 你有所不知啊 文城主动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两对之后 东皇天才修改了法令 同时飞声的 不能同时处在一个地区 这也算是一种防患于未然吧 他叹口气 小兄弟 你可是不知道啊 那两对夫妻啊 当初将东皇天 搞得那是天翻地覆的样子 再说了 那始终都是属于江湖的恩怨 二东皇天规矩 江湖是江湖 官府是官府 江湖是江湖了 官家是官家办 只要不杀官府的人 只要是纯粹的江湖恩怨 官府绝不干涉 任由你们打生打死 文城主露出了一个皎洁的笑容 显然指的是 楚阳与李家的恩怨 哦 原来如此 楚阳慢慢点头 也正是由于这四个人 九重天大陆 这个夏节未面 在九重天阙 可是声名赫赫的 文城主叹了口气 文城主说这句话时 绝对未曾想到 在他面前的这个 看起来英俊潇洒 面目和善 人畜无害的小年轻 即将掀起来 远远超过那两对夫妇的大波兰 他更加没想到的是 那四个人充其量 只是在九重天阙的东皇天范围内 掀起了轩然大波而已 而自己陷在面前的 这个小家伙 却将整个九重天阙 都翻了过来 小兄弟啊 千万莫要剁了你们 九重天大陆的威名啊 文城主很是语重心长的 说了一句 哦 我尽力 我努力 楚阳很谦虚 很谨慎 甚至有些谦卑地说的 直到很多年以后 文城主每次回忆起当初 楚阳在自己面前说 我尽力我努力时候的谦卑样子 都恨不得再次跑到楚阳面前 呸他一脸的唾沫星子 你的尽力 你的努力 就是把整个九重天阙 都搞得天翻地覆 天经地动 天塌地泻 天荒地老 文城主搓着手 心想 东拉西扯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谈到实质问题啊 这该怎么挑起话题呢 楚阳一脸的正经严肃 带着亲切温和 等着城主大人 首先开口说话 楚阳是绝对不能主动开口的 万一他主动提出来 城主大人 您知道我是个大夫 我给你看看病 您是不是有点那啥什么 那么城主大人 肯定会当场将他剁成肉馅 实在是丢不起那人呢 楚神医啊 楚兄弟 楚兄弟这段时间是在 紫霞城行善局做闪事 则批紫霞城万千民众 阿卫城主府减轻了许多压力 在这里我还没有向兄弟道谢呢 文城主甘笑一声 之前已经把能说的客套话 都说得差不多了 这会儿只好是没话找话 带高貌 应该的 楚阳惜字如今 文城主顺时生出了一股子 狗咬刺猬 无处下嘴的腻外感 甘笑了好油泵 终于一恒心 楚兄弟啊 你既然有神医美誉 想必不会只看那一种病吧 当然当然 别的我也能稍稍看一看 只是神医之称 万万不敢当 楚阳很正经地回答 肚子里的肠子都快笑翻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文城主搓搓手道 这个我当年与往昔敌人一战 曾受了一些暗伤 前段时间呢 又与强梁呢 有了一战 最终牵动了以前的老伤 然后恢复过程中啊 有心系公务 急于恢复 操之过急呢 差点走火入魔 如今天天公务劳累 感觉身子很是有点 不得劲啊 不知道是否能麻烦兄弟 给我看看呢 文城主搓着手 红着脸都 就算是不能根除旧疾 能暂时轻松一下也是好的 当然了 我这些呀 都是陈年病急 若是兄弟感到为难的话 我也不见怪 我行的 哎呀 楚兄弟啊 人在其位 身不由己 这件事呢 牵扯到我的身体 也关乎到紫霞城安稳 若是被一些不法之徒 知道我有伤在身 紫霞城可就 文城主再要求保密了 言下之意就是 你可千万别给我泄露了出去 文城主的顾虑 肯定不是来自什么危险 更不可能是什么紫霞城安危 只要他还在这紫霞城主的位子上一日 哪怕是滔天之仇的仇家 想要对付他 也是要思量思量 因为文城主 只要还是城主 那他就不是一个人 他的身后 有太深厚太深厚的势力 身后到几乎没有江湖人 没有江湖势力 可以撼动 就如同东皇天的规则一样 江湖是江湖 而官府是官府 两者 绝对不可以相提并论 东皇天所归刑法度之森严 已经去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所以 对于实权官员的真选 也是极尽严苛 对各级官员的考察 更加是一年数次 或者公然考察 或者微服私访 位于官员的连结性与能力 最是下大力气 若是发现有不合格 就地侧面 乃是经常有的事情 绝非什么稀罕事 不过事情有正就有烦 在这样大背景环境之下 对官员的回护自然 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 若是有人敢公然对付一位官员 就等于是以一人之力 与整个东皇天作对 在整个东皇天的 政治力量联合之下 不管是什么人 不管多大势力 只要敢跟官员作对 覆灭 都只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哪怕是暗中毫无声息的刺杀 也会让这位城主大人 所有的仇角 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人作案 非但是这些仇家 全部得完蛋 甚至其九族 都要悉数受牵连 所以在东皇天 就变成了一种 很奇怪的现象 越是官员的仇家 往往越是紧张 官员的安危 派人保护乃是常事 不保护不行了 这家伙死了 不管是不是自己做的 都要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武功越高的 越会被怀疑 甚至出现过武功绝顶的仇家 亲身提身保护官员的势力 遭遇围杀之余 宁可自己送命 也要将官员救走 就为不被怀疑 不牵扯自家后人 一时其谈 管你做的隐秘 还是不隐秘 但是只要他出了事 你跟他有仇 那就少不了你 所以啊 城主大人现在说的这些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 根本说不过去 这点他心里清楚 楚阳也清楚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68集 楚阳来到九重天阙的时间虽在 对九重天阙的事情 自然了解的不够多 更不够详细 但是某阎王身边 可有一位对官场之事 极尽了解的高级人物 阎如山在 这回与本城城主打交道 自然会告知楚阳 九重天阙的各种官场事宜 既有所在 若是真的把文城主重伤的消息 散播出去 肯定会在一夜之间 所有仇家聚集 不是为了杀他 而是为了保护他 甚至得有不少仇家 亲自上门问候 送上许多 价值不菲的灵药 所以楚阳对这个重大信息 自然是不会信的 但是不信归不信 嘴上还是郑重应证 那是自然 城主大人一身安危 寻戏紫霞城黎民福祉 小弟是万万不会将任何风声泄露出去的 文城主松了口气 正要伸出手腕 却又缩了回去 哎呀 我这伤势啊 实在是仇人哪 却又不足于外人道 显然还有顾虑 貌似这话就不是假话 他那病患 肯定是不足于外人道 不但不足于外人道 内人更不能道 楚阳肯定是不着急的 温温和和 若是眼下大人有什么不便 改日也可 或是在这里 或是楚某在男人堂 恭候城主大将 不 不用那么麻烦 咱们就现在在这儿诊治吧 城主大人脸色 一阵青一阵白 终于还是将手伸了出来 若是被城民们 见到本城主去了男人堂 会怎么想啊 就算本城主 真的有这毛病 可是 也不是随随便便外传的呀 楚阳暗中翻了翻白影 伸手搭上他的外卖 只得瞬间 城主大人如今的身体状况 就在楚阳心中 一览无遗 伤 重伤 简直就是屁话 这家伙身体强壮的 跟一头牛似的 除了下体痕有些亏空 造成了寡人之急之外 哪里有什么重伤暗伤内伤啊 见到楚阳神色正在 城主大人 有些忐忑地说道 小兄弟啊 我的伤 楚阳点点头 嗯 城主的伤势 呃 为舍很严重 我需要好好珍珠一二 才为稳妥 文东来连连点头 你是大夫 都听你的 你慢慢斟酌就是 我都听你的 这会儿文城主的脸色 已经红了 很是有点窘迫的意思 楚阳的一声咳嗽 说明了太多问题 这就像是 现代社会中的哥凉 其中一个前一刻 还在吹嘘 自己多么多么威猛 下一刻 就被人发现了阳尾 这脸面无光啊 越想写查 楚阳反而越觉得奇怪 之前还没太在意 原来这位文城主大人 还是个高手 修为相当的不低 这样的人 正常情况下体内 都是阴阳相近 生生不息 绝不会出现 真阳大量亏损的情况 但是绝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现在就分明出现了 而且阳员已经近乎枯架了 最初判断其状态 不算太差的想法 大半都建立在 其身体健壮 远胜常人的基础上 现在详细分析 之前的判断 竟是有些想当然的 下体已经不是 很有些亏空 而是相当的亏空 几乎已经就是 亏空殆尽了 这却着实是怪事 楚阳以自身眼光 虽能得出结论 却是查不出病原所在 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无奈只好出动剑灵帮手 剑灵不愧是 数十万年的老怪物 才一上手 就感觉到了 不对劲的地方 阴阳失衡 随即等 这种情况 以往倒也不是没有过 但大多都是因内外伤 又或者是因为 炼功走火入魔而导致 但这位城主大人 现在却是什么伤也没有 这就显得古怪了 难道他曾经服用过 玄阳果 不会吧 剑灵有些纳闷 貌似除了玄阳果 别的大底都不会出现 这种特异的现象 城主大人 请恕我交遣延伸 医者诊治 向来直言 楚阳严肃地看着文城主 大人的伤 很有些古怪 文城主 极不可待的道 古怪 哪里古怪啊 还有的意吗 实在是太痛苦 说是男人最痛 貌似也不过如此 敢问大人是否在前段时间 或者应该说是在好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很威猛 楚阳愁挫着用词 终于懂 我说的是在男女之事上 城主大人脸上又红 瞬间有些神采飞扬 不错 曾经有那么几十年 本城主 每日无女不欢 最高纪录啊 曾经一夜遇十二女 游自精神异议 亦有未尽哪 城主大人撒撒嘴 那段时间 真是两人回味啊 楚阳低下头 咧咧嘴 道了一声 厉害 尖灵在九节空间中 补充了一句 畜生 城主大人说道 自从我的夫人疾病过去 那段时间 曾经一度消沉 但体内抗阳之火燃烧 实在无法发现 并也只好 这个流连于青楼 这句话显然是在解释 我虽然那方面需求强烈 但我没有强强民女 我是好官 是好人 楚阳违心得道 啊 城主大人的操守 为实令人钦佩了 一个天天逛窑子的人 现在也整出什么操守来了 这让楚阳 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了 就像是一个妓女 堂而皇之地竖起了贞洁排放 但是城主大人的所作所为 却还真的可以用这两个字 以她的权势 想找几个小妾 或者找多少红颜知己 那都不是什么难事 就算是染指民女 对她来说 也绝对不难 只不过是一个眼神 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甚至是有不少的民女 得上赶着爬床 自见暖心 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也算是 还有她自己的一份坚持 操守 城主大人似乎也脸红了一下 多少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时候 若是一般的寻常女子 却也未必受得了我的 那啥 征法 娶来也不过是害了人家 所以就找了个 失足的媳妇 楚阳无语了 尖灵在九节空间中 补充了一句 哎呀 禽兽 事情竟会是如此 要知道失足的女子 一般情况下 是绝无可能外嫁的 因为一般的男人 根本受不了 失足女人的阴寒 与那种强烈的需求 苏语啊 这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如狼四虎 不如狮 狮子 传说中 狮子可以每天 刑防八十六次 当然了 这里特指是 失足男性的强悍 但也能看得出来 失足的女性 同样是很强悍 绝不是一般的女人 承受能力的强悍 若是一般的 还真的被弄死了 看来城主大人 始终还是动用了权势 还是为了 那啥 但没想到 成亲之后还不到一年 我 城主大人满脸唏嘘 我那啥 那啥就 就力不从心了 看着城主大人 一脸的悲催 楚阳实在是 忍俊不尽 却又实在 不好意思笑愁 真笑出来 可是要大大得罪人的 勉励忍耐着 忍得着实辛苦 本想要以后 幸福无限 肆意驰骋 没想到 真真找了个 能承受的自己的来人 自己却不行了 这实在是有点 城主大人的做法 只怕是有些欠考虑了 楚阳沉吟了一下道 城主大人的这种 超强体质 大敌乃是原自一种药 城主大人当初 想必是服用过 天才地宝玄阳果 而且服用的时候 应该年纪还小 没有以修炼之法 将果子所蕴含的能量 化为己用 最终全部化作了 抗阳之力 不错 城主大人一阵惊激 这家伙 竟然连这个也看了出来 这可是我另一项 大秘密来查 是的 他也是修为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才意外发现 自己小时候 无意中找到的 一枚果子 居然是传说中的 玄阳果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六十九集 寻阳果 若是在修炼的时候使用 顺利运功练换 至少可凭空增加 数百年的修为 但 那时候太小 只当是寻尝果子 在完全不懂 修炼的情况下 就吃了 自然没啥大作用 就只是增加一些 男性能力 城主大人 曾经为了自己 错失良机 而垂胸顿俗 那可是 可遇而不可求的 复原呢 学阳果 本是世间 制阳制刚之物 你服用之时 没有开始修炼 无法将之 真正化为己用 是以果子的威能 就此潜伏在你身体内部 又因为你当时 年纪又小 自然不知道 男女之事 未能难以释放 在体内滋养 见次作用 我可断言 城主在少年时期 修炼速度远超常人 固然有勤修苦练之音 这潜伏的寻养果威能 也有莫大的注意 但是这种情况 一直到 城主通晓人事之事 楚阳等 城主脸色再变 师生等 确实如此 神医法眼 当年我的修行速度 尾时是远超柴辈 不过 一如神医所说的 才成年之后啊 这份进度啊 渐渐慢了下来 楚阳微微一笑 全阳果效能宏大 于人体而言 即便不将之量化为己用 也不会形成伤害 但其属性阳刚 大人出场人事之后 少有自尽 导致体能大量耗损 潜藏在体内的寻养果 为大人补充体力 却因此找到了 宣泄的通道 大量转化为了 晶圆之能 所以大人之后的亢奋 就某种程度而言 只是为了 宣泄身体里的 某种潜藏在体内的外力 并非真正的本性需求 成竹闻言一乐 竟是如此 那么说来 我之所为 岂非是 报天天物 楚阳又是一笑 这个 就是见仁见智了 话讲回头 寻阳果效能纵然宏大 却也非是无穷无尽 终有其极性 换言之 在你数十年的挥霍之下 寻阳果的力量 已经彻底用尽 而那些力量 在这数十年间 已与你本身抗扬 密不可分 寻阳果力量用尽 再消耗的 就是你的身体 本能能力了 你却完全不知情 仍自思意而为 人力有时穷 过度消耗之下 成主您的本身 抗扬之力 极限透支 如何能不 楚阳叹了口气 现在还只是 体现在男女之事上 若是在过去几年 阴阳失调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整个身体生命 都可能会随之崩溃 身体纵然康健 远胜常人 也无用处 成主大人脸色 一阵雪白 因为这个后果 以前就曾经有人说过 而且说这个结果的人 还是一位极为有名的神医 只是那神医 未能窥破 寻仰果的奥秘 也未能给出 调理身子的法门 正因为如此 成主对其诊断 半信半疑 也袭击是那神医 因为无法医治自己 夸大病症难度 但是此刻听到 楚阳再次这样说 自然是再无疑虑了 啊 性命之忧 居然真的会有 性命之忧 原本只以为 是寡人之急 现在 却要连小命也搭上了 真是要了命了 小兄弟 却不知我这病 还有的一致吗 成主大人 现在这声小兄弟 情真意清 可不同于先前 现在是充满了习近 以及一种 小心翼翼的讨好 有希望 能治 楚阳皱紧了眉头 但若是想要彻底根治 完全恢复 甚至更胜一筹 却需要一段时间 说到底 始终是亏损得厉害了 顾本培缘 非但惜可得 总得有一段疗养期的 城主大人屏住了呼吸 充满了希望的 看着楚阳 怎么也得 半年光景 楚阳给出了一个实现 刚才剑灵 已经在九节空间里 给了他药方 换作别人 就算知晓病因 也知晓治疗之法 仍会束手无策 但是对楚阳来说 却是小菜一碟 因为楚阳的身上 有九大奇药之二的 玄冰玉高 和玄阳玉随 此两物正是 滋阴补阳 故本培缘 调节阴阳两气的神品 便寻天地之间 再难有 更胜此两物的妙药 事实上 城主大人的病 虽然也算棘手 却也还不至于 要动用到 这两种奇药 只需要使用一些 玄冰玉心 与玄阳玉心 就可以治疗 此为治本之方 需要一定时间 若是单纯治标的话 直接给点构交之心 马上雄风抖走 至于标本兼治 更简单 只要将三者合一 一天就可治愈 这是剑灵的原话 但是眼下 黑心的楚神医 怎么也得将 城主之急的利用 最大化起来 居然将一天的 就可治愈的病例周期 直接狮子大张考 扩大到了半年 跟猫腻腻打赌的时间 就是半年 若是现在就治好了 到时候这混蛋 不领情 转头不给面子了 怎么办 所以 半年 城主大人 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不长不长 实在是不长 只要是能治愈 救得了命 别说半年 就算是十年 也不长了 对于有身后 修为在身的 高级武者而言 十年时间 为时不算什么 半年也许 不过是 一段小小的 闭关光景而已 真的不算什么 文大哥 也不必过于 顾虑此病 我给出半年实现 乃是只根治此急 楚阳王尔一笑 其实在今日 开始治疗之后 大哥就可以 重斩雄风 那方面 是完全可以继续的 而且跟以前 一样的勇猛 至于那半年实现 主要是用于 调整阴阳平衡 顾本培缘 让大哥你的生命 重归稳固的时间而已 真的 兄弟不是在 跟我开玩笑吧 文成主猛地站了起来 这下子 连嗓音都颤抖了 眼中也冒出了泪花 天哪 难道今天晚上我就可以 我想哭啊 不行 还是不要哭了 到晚上 让弟弟哭吧 医乃人数 医者之言 岂有虚假之力 楚阳信誓淡淡 太好了 太好了 城主大人高兴地抹着眼泪 兄弟啊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你都不知道 哥哥我这两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那嫂子呀 真是如狼似虎啊 不 是刚生虎狼啊 每天一天 我都得跟做贼似的 那种幽怨的目光啊 只要一看到 心中就是一阵心虚啊 兄弟 那种感觉 你可知道吗兄弟 你知道吗 兄弟 城主大人言辞语无伦似 分明已经有些情绪失控 楚阳就险些骂了娘 放屁 这是什么话呀 那种感觉我能知道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 岂不就是表示我也不行吗 你以为你不行 天底下的男人就都不行了 老子不但行 而且很行 大哥 咱们还是先治疗一下 看看情况 对对对 城主大人连声赞了 半个时辰之后 在准备了三口 装满水的大水缸之后 开始治疗程序 城主大人喝下了楚神医 配置的一碗药汤 这一碗药汤的恶劣滋味啊 让城主大人 切切实实地享受了一把 冰火九重天 还要加上十八层地狱的磨炼 在那药汤里面 楚阳很小心地 放上了一些悬兵玉心 悬养玉心的碎末 只要一点点的精华力量 只要 有上一些个碎末就足够了 运功催化在里面 最后再加了几滴 够浇洗 齐活 不过这些 放到同一个碗里面 熬成药汤 那滋味 却是绝对地 让人愈仙愈死 愈死愈仙了 喝下第一口 还没咽下去 城主大人就感觉 自己的身体 突然间进入了 万载悬兵之中 刹那间 连血液都凝冻住了 浑身打哆嗦 都打不起来了的那种冷 脸上刹那间 拧起了双血 然后继续往下咽下去 却又顿时感觉一股 极度的灼热生机 刹那间 就如同是太阳 跑到了自己肚子里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七十集 这一刻的热 让城主大人浑身的冰雪 刷得一下子 全部变成了汗水 然后就感觉 自己全身都被烘干了 干得连叫都叫不出来 但是随即下一刻 又是冰冷 再下一刻 又是灼热 如此 循环往复 连绵不绝 冰火九重天 绝对是 而且还是冰火 九九八十一重天 如此的冷热交替 城主大人足足承受了数十次 到了最后半碗药汤时 城主大人本着肠痛 不如短痛的原则 干脆捏着鼻子 一口气喝了 这下子可了不得 前一刻结冰 后一刻着火 然后下一刻又结冰 城主大人 几乎没被折腾得死过去 终于将这两种感觉支撑过去 告一段落之后 这药汤里面的那种 极致的臭 极致的酸 极致的辣 极致的苦 等等各种美妙滋味 才轮到正式上场 城主大人张着嘴喘气 两眼泛白 两九两九之后 才算是勉强恢复了说话的力气 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天啊 我的东皇陛下呀 察觉到自己能说话了 城主大人泪流满面 刚才呀 不是不想惨叫 而是被搞得连叫也叫不出来呀 九死一生生不如死 死里逃生死过翻生 这人生实在是多喘哪 在楚阳的指导下 城主大人立即运功 然后轰的一声 被扔进了一个大水缸里 楚阳不断地往里面泼水 城主大人一运功 那种冷热交替的层次感觉 更加明显 不断地喝水 不断地出汗 不断地蒸发 不断地冷冻 楚阳也就在外面 不断地往里泼水 始终保持着整个大水缸的水 是接近满蛋 两九两九之后 预备的另外两大口水缸的水 都快要见底了 城主大人终于算是吸收完毕 只是喝水 然后出汗蒸发 这个过程消耗了整整两大缸水 城主大人出来之后 脸色很奇怪 在刚才治疗过程中 自己出了很多的汗 自己在那过程中 喝的有不少都是自己的汗水 这个倒无所谓 但是真正的问题却是 只有城主大人自己知道 在那种极致的感觉 互相交替时 每一次自己都很丢人的 控制不住施劲 空俗一点 就是抖鸡灵 撒尿了 也就是自己将自己的尿液 都给喝了 这城主大人脸色 青红交加 砸巴着嘴 这滋味啊 真是他奶奶的奇妙 这件事可是绝对要保密 大哥 感觉如何 楚阳轻松地问 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 城主大人脱口而出 有点骚气 骚气 楚阳瞪大了言 这是个啥感觉呀 不是骚气 是错觉 是口误来着 城主大人也有些错愕 怎么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 急忙不救 感觉很多呀 太冷了 太热了 太苦了 太辣了 一连番地叫苦连天 楚阳哈哈大笑 良药苦口 既然是调整阴阳 怎么能没有冷热交替循环呢 我说文大哥 你这一病 可是将兄弟我的存货都给耗干了 这也就是给文大哥你 换个人 我是绝对舍不出那些个好药的 哎呀 兄弟辛苦了 文城主感激地说的 兄弟放宽心 在这紫霞城地界里 哥哥还是有几分能量 绝不会让兄弟你受了一点委屈 现在 城主大人只感觉 自己浑身暖洋洋的 舒服至极 尤其是原本已经差不多两年 都没有抬头的小兄弟 竟然是跃跃欲顺 摇头晃脑 一种莫名的 男性的亢奋 居然已经在见此生起 城主大人在感觉到了这种 久违的怀念现象之后 不由得热泪盈眶 不顾楚阳就在自己面前 也没想什么形象 伸手就抓了一把 泪流满面 哎哟 兄弟 久违了呀 楚阳一头黑线 来人哪 城主大人几乎是用吃奶的力气 大喝一声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吼声 指振的整个城主府都摇晃了起来 首当其冲的楚阳 只感觉头脑中嗡的一声 险些晕眩过去 大人 侍卫听见城主大人叫声的急迫 屁滚尿流地赶来 看到满屋子水子 闻到一股怪异的气味 不由得大为诧异 大人 出什么事了吗 什么出什么事了 城主大人抱后一声 哟 向夫人将我的枕头边的 那个盒子拿过来 速度 赶紧拿 你还不快去 很是急不可待的意思 侍卫闻言 哪里还敢怠慢 撒腿就跑 城主大人私家住宅 侍卫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阻拦她的几个侍女 被她急迫直向 推到了一边 夫人 夫人 什么事 一个体态绰约的美妇 皱眉看了 城主大人说要 要 要那个枕头边的盒子 侍卫喘着气 盒子 美妇说话的语气 很有些忧怨的意味 她还要那个盒子有什么用 拿去吧 侍卫接过来 拔腿就跑 美妇看着侍卫的背影 两眼之中 满是疑惑 她都那样 怎么都不行的 还要这个做什么 难道 是想要销毁吗 唉 长叹一声 感觉自己的青春 就要这么荒废了 美妇不由得心情郁闷 忧怨之极 这也怪不得谁啊 都怪我 自己找了那么一个 无能的丈夫 大人 盒子拿回来了 你 那侍卫连须带船 好像连腿都差点 跑断了的样子 拿过来 闻城主危眼地道 别装了 你堂堂人极实力 走这么几步路 就累死了 滚 侍卫被揭穿作围 顿时发炯地笑了笑 果然也不喘了 气定神贤地走了出去 楚阳看得眼珠子 都几乎瞪出来 啊 果然是 人才啊 兄弟 这里是我这些年来的珍藏 你看 带那侍卫身影消失 魂东来那满身的威严光威 顺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凑到楚阳面前 一脸的猥琐 还不断地挑着眉毛 啊 什么东东 楚阳非常好奇 这可都是宝贝 城主大人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今天拿来 我做一下试验 看看能不能用 什么玩意儿能不能用 楚阳更糊涂了 哎呀 就是这个 城主大人用手揉了揉裤裆 楚阳目瞪口呆 随时有了一种想要落荒而走的强烈冲动 这货 要怎么实验啊 刹那间 厨余座是纯青面白 心中碰碰乱跳 暗中下了决心 难道这混蛋 就是想拿我做实验 若是这家伙当真有那种想法敢对我上手 我宁可拼着全世界逃亡 你要先将他那会儿切了 却见城主大人这时 已经打开了盒子 满脸猥琐地从里面拿出来一本书 居然还黑黑怪笑一声 充满了神秘的招手说道 兄弟 你来看 很好看的 楚阳被城主的举动 搞得一愣一愣的 好奇心大胜 凑过头去一看 顿时一头黑线 我看 原来是那玩意儿啊 一大落儿的春宫图 指甲每一幅春宫图都是色彩鲜艳 无论男女人物尽都是栩栩如生 不管是肌肤 还是曲线 还是表情 都是引人入胜 真是好东西啊 你看 这个是这种姿势 那个呀 是那种姿势 城主大人眼中 冒着狼光 如获至宝地一张张小心翻看 楚阳满头黑线 貌似不屑一顾 一脸倒雪 至于心中是怎么想的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却是不足为外人到底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七十一集 城主大人看着看着 突然呻吟起来 喉咙里嗷几声 突然间以迅雷不及 掩耳盗铃指示的速度 将那成功图收了起来 勾搂着身子跳了起来 不行了不行了 我不行了 得赶紧的了 突然间整个人 就向外冲了出去 大叫道 侍卫 恭送楚神仪出去 兄弟 我改日登门拜谢啊 那啥 秘密 我们改日啊 夫人啊 你在哪儿呢 说到后来 直接已经是 连声音都听不见了 身法之素 竟是楚阳生平罕见 哎呀 盖世神医啊 这么好的疗效 城主大人心中 心情激动 看着城主大人 发情的背影 消失在目光所及之中 楚阳是彻底目瞪口呆 称目结舌 哑口无言 寄然无声 这货居然能够做到城主 也应该是 有点臣服啊 怎么这会儿如此的 急色 楚阳被侍卫恭敬地送出去 暂且不提 却说着城主大人 一路狂奔回家 这速度 当真是惊雷 撤电一般 城主夫人这会儿 正在花园里赏花散心 就听见她的叫声 远远传来 急迫之急 夫人 夫人 又有什么事啊 城主夫人才刚一出声 就感觉 自己竟被来人抱了起来 不由一声惊叫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城主大人浑身散发出雄性的气息 气喘吁吁 当然是 干 你啦 不由分说 抱着夫人是封一端的 就冲进了房中 后脚这么一勾 喷的一声 关上门 外面的几位侍女 面面相去 这是什么情形 怎么会这样呢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突然就听见房中 城主夫人一声惊叫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随即 房中地动 山摇一般的声音 传了出来 喷喷喷喷喷喷 几位侍女 顿时脸红如朝霞 一个个慌不择路地 往外逃去 实在是 太羞人了 城主府据说 有某一种 很奇特的声音 响了整整一夜 城主与夫人生死相搏 不知道到底是 谁胜谁负 楚阳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但他并没有任何停留 而是直接召集所有人手 浩浩荡荡地 去了李家大院 城主大人这边已经搞定 楚阳觉得继续再开男人堂 也没啥意思了 还是赶紧进行下一步 时间紧得很 不得不说 李家大院还是相当大的 楚阳进去只是大略地看了看 就画出来一座最大的院子 安排人住下来 这个院子 显然是给原本的保镖护院 住的地方相当地宽敞 起码楚阳手下的这一千多人 是远远填不满的 当天晚上就开始大兴土木 将原本的花园假山等等 没啥实际用处的建筑物 统统推平 移为平地 然后在上面 大兴土木搞建筑 弄房间 要不然 以后这人员越来越多 那是要住不开的 不得不说 现在楚阳已经开始未雨绸缪 大牢根基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现在人手是不少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小孩子 楚阳干脆来了一个 自己的发明 将床架搭起来 弄上扶梯 一个房间里七八张床 都分三层 然后每一层住一个 如此一来 一个房间里 就能住二十多人 甚至还有一定的空余地方 摆放一些日用品 当天晚上 楚阳雇佣的 楚娘保姆等等妇人 也纷纷住进了 李家大院 原本空荡荡的大院 顿时热闹了解 虎哥偷来的粮食 被楚阳 再次放进了 李家粮仓 粗略估算 这些粮食 至少够一万人 吃用三年 复复有余 绰绰有余 暂时是不用 为粮食方面的事情 担心发愁 但是在总理方面 貌似还缺少一个管家 这么大的地方 没有管家管着可不行了 于是楚阳一个皱眉之后 就进入了九节空间 这段时间呢 楚阳每一天都要进去看看 这里面可还有一堆娘子军呢 只不过 到底要启用谁做管家呢 见到楚阳进来 顿时一片叫声 楚大哥 楚阳 楚大哥 见到楚阳进来 谢丹凤 顾妙玲 忽颜傲伯 谢丹琼的夫人 还有傲谢云的两个老婆 都迎了上来 傲谢云的两个老婆 一个姓黄 一个姓白 都是姿容秀丽 身段腰挺 谢丹琼的媳妇 姓梅 几个人都是万里挑一的 绝色美女 这一点 楚阳对自己几个兄弟的眼光 还是很赞佩 楚阳满脸笑了 一个个招呼 不敢怠慢 不曾怠慢 从不怠慢 发自内心的微笑 这些可都是自己的弟妹 兄弟媳妇 所以在他们面前 楚阳也就格外地 注意自身形象 不能不注意 这个大伯哥 可是有些地位尴尬的 而铁补天泽在眼边 微笑着看着他们 我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出去玩玩啊 谢丹凤嘟着嘴 就是啊 让咱们出去逛逛 这九重天拳来都来了 偏偏不能真的出去 太恼心了 胡言傲不大踏步地走来走去 那雄壮的身躯 让众女都有一种 由衷的压迫感 其他众女虽然并没说啥 但是目光分明有些期待的意味 这本就是人之常情 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空间里 虽然修为每一天都在飞着 但是女人始终就是女人 女人总待在这种地方 肯定是不会很快活 这种地方 若是换作一个修炼狂的男人 在里面 绝对会惊喜不已 但是女人不一样 所有人之中 也就只有铁补天心中安乐 因为她知道 自己正在自己男人的领域中 这是一种绝对的安全感 与领地归属感 这是铁补天对楚阳的 绝对的信任 甚至铁补天很满足 以前只能想念 但是现在却能天天见面 自己还更有什么苛求呢 人哪 不能那么的贪心 此外 铁补天从小受到的帝王教育 与数年来掌握天下 形成的定器 也让她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都能够保持得 如同是深潭净水一般沉稳 平静 绝对不会急躁 这才是真正的贵族 上位者 与普通人的差距 她可以让自己完美地溶进 任何一个团体 让周围的人都认可她 但 当外人注意这个团体时 不管她在的地方 有多么不奇异 但是外人第一眼第一时间 总是会注意到的 别急别急 这一次我就是怕你们闷得难受 专门来请你们去的 楚阳哈哈笑着 眼珠一转 我现在在外面 正在办一件大事 是关乎咱们所有人未来的重要事 需要大量的人手帮忙 去去去 我们都去 楚阳还没说完 已经是反响热烈 但是随即 众女的目光都看向了铁补天 变得有些小心地问道 补天妹妹的意思是 在这几个女人里面 除了谢丹凤之外 铁补天就是众人中 年纪最小的一个 但 众女却是隐隐地有一种 以铁补天为核心的意思 说话时 还有一种隐隐地尊敬的味道 这与铁补天是楚阳的女人无关 与铁补天曾经当过皇帝 也无关 而完全是铁补天的个人魅力 楚阳的这些兄弟 傲鞋云也好 谭谭也罢 谢丹雄也好 季墨也罢 随便一个 也都是眼高于鼎的存在 能够让楚阳的这些兄弟们 看得上眼的女人 又有哪一个 能是普通的货色 每一个都是心思灵巧 一时之雄 包括外表粗狂的忽颜傲波在内 也是内心缜密 内秀之人 但 自铁补天出现之后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最普通的相处之中 她的亲戚 气度 风姿 都让众女为之倾倒 而且她说话时候的 神谋远虑 高瞻远瞩 也让众女由衷地感觉到了 彼此的差距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72集 慢慢地 铁补天并没有做任何刻意的努力 却已经很自然地 成了众女的核心 唯一的核心 楚阳看到这种情况 忍不住也是一阵错愕 能够让这么多的天之娇女 心悦成福 自己这个老婆 还真是有几分本事 各人魅力 各人魅力与人格魅力 又有不同 自己能够将众兄弟 聚拢在身边 大抵是人格魅力 而铁补天能够轻易地 收服众女 却是其各人魅力 各位姐姐 都是兄弟们的家人 子们本就是一家人 如今既然夫君有事 需要仰仗各位姐姐 出力帮助 还请各位姐姐 无力伸出援手了 铁补天温温地笑着 亲热地说道 啊 好 胡言傲不当机立断 转头问楚阳 咱们啥说出去呀 是不是现在就去呀 很显然 众女真的都有一些 迫不及待了 想要现在就出去 也没问题 但是有几个条件 希望大家要遵守 毕竟这里不是九重天 若是出现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终究不是好事 楚阳摸了摸鼻子 说实话 她还真的不打算 让这些女人出去 清灵遇到不是问 她之前已经买到了好多 但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让众女去到外面 紫霞城说到底 只是一个边缘地区的小城市 若是突然间出现 这么多的角色美女 楚阳可以想象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这一次若不是急需可靠 人手帮忙 楚阳依然不会放他们出来 蝎们总比出现危险 要好得多 出来玩玩可以 但是长期待在外面 正如楚阳临上来之前的顾虑 这九重天阙的色狼 可是挺多的 楚阳心中总觉得忐忑 若是只有自己的女人 那倒也没什么 自己的女人自己保护 但是牵扯到顾独行 西丹琼 这些兄弟们的老婆 楚阳可就谨慎万分 兄弟的女人自己保护 实在是好说不好听啊 这些女人不管是哪一个出现问题 都是楚阳担负不起的责任 什么条件啊 第一个条件 出去之后一定要听我的话 不准擅自行动 楚阳的声音很重 这个没问题 我们也不是不知深浅的人 第二个条件 出去之后要易容 把自己变得难看一些 楚阳提出了第二个条件 那怎么行 众女顿时议论纷纷 女人 没有一个对自己的面貌不在乎 一听 不仅不让打扮得漂亮 还要刻意地化妆成仇女 哪里肯干 女人对于美貌的关注 甚至可能会高于生命的 我倒是觉得 这第二条才是最主要的 铁补天沉吟着 她一开口 众女立即闭嘴 这点变化让楚阳都为之震惊 楚阳本来已经做好了 被众女围攻 自己要说事实讲道理 掰开揉碎的 反复解释说明 或者才能让众女听话 没想到补天一语 满是寄然 一来 夫君眼下 才刚刚上来九重天阙 立足未稳 而美色 在不合适的时机 不合适的地方 正是一种霍乱之源 铁补天明眸流传 其次 所谓 女为悦己者容 众位兄弟们 现在都不在这里 姐妹们 你们纵然打扮得天仙一般 却又给谁看呢 难道 要给那些 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看吗 岂非白白便宜了 那些个外人 实在不值得 哎呀 补天妹妹这话说的 大有道理啊 可不是这么回事嘛 众女纷纷沉思点头 表示赞同 对呀 自己心爱的人不在这里 自己打扮了 给谁看 这么一说 顿时纷纷表示 接受了楚阳的意见 等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可是要恢复的 那是自然 楚阳连忙答应 摸了一把冷汗 这老婆出马 无可争风啊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外面的情况之后 楚阳给每个人 都发放了一枚清灵玉 佩戴在身上 然后就在里面 进行了细致的 易容工作 这才将众女 带了出来 现在众人的身材容貌 套具很通俗的话就是 看后面 想犯罪 看侧面 想后退 看正面 想正当防卫 那啥 我就不用易容了 太没事了 忽炎傲波大咧咧地说道 众女一阵无虞 确实是多此一举 平心而乐 忽炎傲波长得绝对不难看 甚至能算得上是 一位美女 而且很有一种 任何女子都没有的英气 就是骨架 稍微大了一点 比一般的女子 大出来好几号而已 这样的女子 纵然是本身很漂亮 就看走在路上 比男人还要彪悍的样子 一般的男人 也绝对是敬而远之 谁愿意被女人 当沙包打呀 楚阳牙疼似的咧咧嘴 认了 若是傲波不愿意 那也无妨 你的意思 是我长得丑吗 忽炎傲波问道 这个 楚阳顿时傻言 这个 咋说呢 老娘本来就不好看 忽炎傲波哼了一声 转头 楚阳大汗淋漓 这句话太难解释了 幸亏忽炎傲波不在乎 终女出来之后 只用了一点点的时间 就是各司其职 铁补添在这段时间里 将姐妹们的脾性 摸得清清楚楚 嘴口一份指派 就是大家都皆大欢喜 妙玲姐姐 您最稳重 就受累当咱们 这个家族的大管家吧 保证所有人 都听您的指挥 顾妙玲 原本就是顾家的大管家 如今也算是官复原职 至于两位嫂嫂 对奥歇云的两位夫人说道 拜托您两位 负责内院了 所有女子仆役 婢女 全由你们挑选 然后上报给妙玲姐姐 妥善安排 好 丹凤和奥波姐姐 你们两个负责对外 包括安排采购的 一系列事宜 奥波姐姐做主 丹凤妹妹协助 好 没问题 这两人的搭档 也是相得一张 谢家嫂嫂 请您就负责 那些小孩如何 甚好 谢丹琼的媳妇 梅夫人 温柔婉约 似乎浑身上下 都充满了那种 母性的温暖 来做那些小孩子的大管家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框框框 相信我 放心吧 铁补天 微微一笑 你不是女人 你也根本不了解女人 这些东西 包括采购 价格 需用等等 若是换成男人来干 从熟悉到入手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 都未必做得来 就算做得来 也未必得心应手 但换做女人干 半天都不需要 易如反掌 铁补天笑了笑 这本就是男人和女人的 根本区别所在 楚阳愕然 这个 他还真不知道 见到楚阳正然 铁补天轻轻地 移动脚步 到他身边 问道 那我呢 我干什么 楚阳咧咧嘴 笑道 陛下 陛下的任务 就是给微臣暖床 暖好床就行了 其他的 就不用您费心了 铁补天脸上 顿时一阵红晕 呸道 哪个正气 眼波流转 却如春水一般 横了他一眼 就这一眼 楚阳心魂俱罪 虽然铁补天现在 也是将脸上 肤色涂得黑了 但那秋波一转 依然让楚阳 险些是魂飞天外 这还是铁补天 第一次用那种 小女人的眼波 看某人 楚阳根本没想到 威严严肃的皇帝陛下 竟也能发出这种眼光 完全没有半点招架之功 顿时就酥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2273集 定了定神 楚阳才恢复了一项 补天 其实我要你做的 乃是最重要的 什么事 铁补天问道 以后我们的势力 不管发展到哪里 楚阳沉生等 都需要一个掌控全局的人 而这个人 不能是我 铁补天皱了皱绣眉 他是什么人呢 文贤歌儿之雅逸 恍然道 你是打算 我们眼下 吴大将为前锋 所以在现阶段 我还需要冲锋县阵 攻城掠地 然而后方的掌控大局者 同样是 重中之重的负担 楚阳轻轻地 吐了一口气 我要你 在这里 与咱下三天一样 当一个皇帝 掌控我们所有的势力 楚阳深深地 看进铁补天的眼睛里 从有一天 在这九重天阙 我们也要 君临天下 铁补天心中一颤 楚阳的野心 竟然如此之大 这可不是九重天大陆 这里可是高手如云的 九重天阙 君临天下 真的可以吗 但是事事无绝对 有时候敢想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未来肯定是要对抗 玉外天魔的 所以一个强而有力的 大势力做后盾 乃为必须 而且这个势力 必须由我们自己 全盘掌控 战时 我们不能依靠 九重天阙圣君 甚至连血裂痕也不能依靠 生死关头 我们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楚阳的声音很沉重 当初紫霄天地 何等实力 何等威风 清尽所有 仍旧无能抵挡天魔 我们至少要发展到 比紫霄天地更强 拥有更加强大实力的时候 才能敢说去战天魔 否则不过是一场闹剧 我明白了 铁补天眼中闪着亮光 温柔地等 只要是你需要的 我就会全力以赴 就算 你想要整个九重天阙 我也会想办法 给你打下来 楚阳爱脸地看着她 等 这样 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辛苦你了 铁补天微微一笑 比你当初刚到铁运 面对第五清容 那个时候的我 还苦吗 现在 我至少还有你 楚阳哈哈一笑 豪气顿声 不错 现在纵然艰苦 但是比起铁补天 那个时候 还是要轻松许多 我跟你上来 愿以为是 实现了生平的愿望 铁补天微笑了一下 轻声道 楚阳 其实我一直的愿望 不是距离天下 也不是 成为什么主宰 我只想成为你身边的一个小女人 铁补天轻声说道 这是我毕生的愿望 跟着你 做一个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的小女人 她的眼睛有些深邃的 看了一眼远方 终于等 不过 既然跟了你 我就要和你一起打拼我们的生活 你想轰轰烈烈 我就陪你熬战天荒 你想雄徒霸业 我就陪你居邻天下 你想决战天魔 我也只能 陪你笑傲生死 楚阳心中一阵热流涌起 跟着我 主定要辛苦你了 铁补天静静地道 但毕竟是在一起 无论生死 还是安乐 亦或是颠沛流离 楚阳轻轻地说了一口气 是的 铁补天微微一笑 缓缓从她自己的戒指里 拿出了天机南辘幻养月 轻声道 既然为皇 或者 想要成为什么领导者 便不能是女儿身了 下午 我就会列出来初步计划给你看 包括各种制度 如何发展 你看了再补充 我们再商量敲定 楚阳眨眨眼 你先别戴上那个 干什么 铁补天皱眉不解地看着她 这么长时间了 微臣可是十分想念陛下 的身子 楚阳急急眼 我先与陛下 续续私房话 铁补天顿时脸色红透 牛身就要逃 却被楚阳一把抓住 不由分说 镜子扛着 就进入了自己房间 砰 门关上了 不行 现在还是白天 不能白日 铁补天拼命地推荡着楚阳的身子 连连哀久 要不 到晚上 白天又怎么了 白天难道不能给陛下汇报工作 人伦大事才最为重要 其他的都靠边站 啊 楚阳的身子沉重地 压在了铁补天娇柔的身上 一张大嘴是乱吻乱袖 一双手更是早已经划了进去 在铁补天滑若凝枝的身上 肆虐抚摸 不行 我去洗把脸 铁补天推锯着 哎呀 不必了 意向哪里都干净得很 楚阳这会儿 已经将自己拖得光溜溜的 一伸手 将铁补天身上最后的遮体衣物扯了下来 随即和身压了上去 陛下 微臣来了 请陛下分开腿哦 哦 随着铁补天无力的英语 臣子正是为帝王努力工作 呃 这里省略三百万字 等到几个女人 带着浩浩荡荡的采购队伍回来 天色已经暗了下去 你可以小看女人的其他本领 却绝对不能低估 他们的购物的预议 以最少的钱购买最多最好最合适的东西 本就是女人的天赋技能 任何女人都有这个伟大的本事 触目所及 一排排的马车 犹如长龙一般的进入到了李家大院 当然了 现在叫李家大院这个名称已经不合适 因为楚神医已经正式成了这里的主人 这里现在应该叫做楚家大院 胡言傲波等人开始各行其事 各自划分各自的领域 大家都是冰雪聪明 做起事来格外的快 只不过短暂的时间 就各自地划出来自己的领域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绝对没有什么愉悦 但也绝对不少 正合适 相信就算是由铁补天 亲自来划分分布 位置大小人员 最多也就只能安排到这个地方 大家心里都是十分清楚 虽然这里名义上是楚家 但是实际上到最终 兄弟们还是要在这里聚集的 这里也是兄弟们 所有人共同的家业 这里是起点 这里是基础 这里更是大家所有人的家 最远点的根据地所在 所以每个人都很积极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完成自己的工作 再说了 初来乍到 看着九重天阙的每个地方 都透着心情 一干兄弟媳妇们 一时间尽都是眼花缭乱 有这等好地方 自然是要多转转 可不要再待在那奇怪的空间里了 到了晚上 楚家大院第一次大拜宴席 名义上是为了楚家大院的落成 实则 自然是为了欢迎众女的到来 楚阳于铁补天出席 本来还打算邀请颜如山 和猫腻腻两人 但是两人一看 一桌子全是女所 而且还全是仇女 很干脆的 直接蜿蜒谢绝了 自行要了韭菜 两人对拙 这两人一边对拙 一边疼我 心里充满了诧异 这楚阳不会是神经有问题吧 难道是因为宫铁的缘故 太受打击了 这时间对不上吧 我看她认识的这些女人的时间 也不短了呀 也许是审美观有问题吧 人哪总不会太完美 有了俊俏的外表 健硕的体魄 年少才高 一时之选 却欠缺一个正确的审美观 老天爷呀 还是很公道的 确实如此 其实这几个女人的身材 都相当不错的 就是黑了一些 再就是难看了一点 所以我说了嘛 楚阳的审美观有问题 她就喜欢这样的呢 罗布青菜各有所爱嘛 跟着那几个比起了 我突然感觉我那未婚妻 其实就是一位不错的美女来着 哎呀 有点想念了呀 喵 啥 你还有未婚妻 就你这样的 居然还有人跟着你 不是你强强的名女吧 快跟我仔细说说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74集 哎 哪里是我强迫的他呀 就事实而言 分明是他强迫的我 哈 你那未婚妻是瞎的吧 你 你说这话啥意思呀 能有啥意思呀 理智的分析呀 难道不是实话吗 等你恢复了 老子要和你一战 就你 哎 想当年本妙 猫腻腻炎如山两个大男人 打开了话匣子 随着酒越喝越多 舌头越喝越大 话题 自然也越扯越远 而另一边 楚阳带着铁补天 出来时 大家的眼神 都很诡异 铁补天走出来的时候 已经极力地控制了 但是两条腿 还是很有些发弱 坐在那里 貌似鼻瘫泥巴 也强不了多少 众女都是过来人 很是一位身长的 在铁补天的脸上身上 不断打量着 铁补天深深地垂着头 连脖子都红了 随即众女脸上 也都红了 于是这顿饭 居然没有人说话 都在默默地吃饭 默默地喝酒 默默地夹菜 吃完了饭 众女逃命一般地跑了 铁补天狠狠地掐着楚阳 羞怒欲狂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楚阳哈哈大笑 当夜 楚阳再次召集众女开会 每人都分发了几枚 增加修为的担忧 楚阳如此做法 自然是打算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这几个兄弟媳妇的修为 突破到至尊层次 拥有骑马的自保之力 还要越强越好 在九重天大陆 有天道限制 逆天增加修为不宜过六 但在九重天阙 这种限制就少了很多 至少在达到人籍之前 没有太多的限制 所以起码 有太多的缓冲 可以冲淡这种 急速提升的弊端 天高无尽 这便是九重天阙 修为的评价 除了增加修为 还要改变原有资质 楚阳的生命之权 还有眩阴焚谷水 等等真奇物资 在这九重天阙里 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原本应有的作用 这一夜 乃是一次不为人知 却影响意义深远的 提升之夜 楚阳已经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将自己手头上的资源 以全方位立体式的模式 轻轻投入 务必要求达到最理想最佳的效果 所有人都在自己房间里 默默地提升修为 在楚家大院核心位置的房顶上 一点小小的白影 静静地蹲在某处隐蔽的屋檐下 虽然那点白影 一共就只有巴掌大小 但是此刻却是全神贯注 虎哥 虎哥释放出来的庞大精神原力 将整个楚家大院 全方位彻底封死 在这里 就是他的主场 若是今夜很凑巧的友人 胆敢过来捣乱了 虎哥会将之毫不留情地 彻底灭杀 更凑巧的是 两个修为精湛的男人 阎如山 猫腻腻 一道何道 醉得比醉猫还醉猫 再度错过了感受 某哥恐怖危能的机会 为什么要说是再度呢 反正就是错过了 一夜 异常平稳地 静静过去了 黎明 一阵阵突破的气息 直冲天际 却又被虎哥强大的精神力量 声声压制着 不使之散发出去 众女在楚阳 不惜血本的支援之下 纷纷突破 听到下方众女 惊喜的动静 屋顶上的虎哥 不懈地撇了撇嘴 哎呀 就这么点成就 也值得欣喜啊 好意思吗 见过世面吗 有点见人吗 还能有点出息吗 丢人哪 丢份儿啊 铁补天 本来楚阳 就给他打下 极为深厚的基础 在上三天的时候 实力也已经突破了 至尊一品 这一次在楚阳 不惜血本的催生之下 铁补天直接连续地 提升了三阶 这个进度 虽然还比不上楚阳 但是比较起 其他大陆 刚刚飞升的人来说 却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强者 谢丹凤等众女 也是如此 基础最弱的 大抵是奥邪云的两个妻子 经过这一夜提升 现在也才勉强达到圣级而已 这个圣级 乃是九重天大陆的圣级水主 可不是九重天雀的圣位 凌晨时分 楚阳给酒醒后的炎如山 再次施了一次针 这才慢悠悠地去到了厨房 不少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要一次做一千多人的饭菜 可是一项不轻松的活啊 除了要有足够的人手 还要有足够的烹饪器材 以及场地 再一边 乃是十口大锅 大锅里是楚阳 专门要求的饭汤 楚阳定下的规定 每一个人 每一顿饭都必须喝汤 不喝的永久驱逐 说实话 这些饭汤 对这些贫苦交加的少年来说 几乎就是无上的美味 怎么会不喝呀 看着饭汤已经咕噜噜的 开始冒泡 貌似就快要熟了 楚阳围着十口大锅走了一趟 一些特别的东西 无声无息地加进了大锅之中 生命之泉 以及每一口大锅里面 一颗酒重担 这些少年 可都是楚阳计划中的发展对象 今后发展的关键性助力 这些人的资质 说老实话 实在都不怎么好 话说回 若是资质好的话 纵然是乞丐 古尔 恐怕也早就被收拢进来 某些门派之中 资质不好 不怕 因为楚阳手上有能够逆天的东西 九重担 这是可以改造资质的宝贝 当初莫清武不过一颗九重担 体质就因之化费为宝 这些小家伙 虽然是合共千人分食 但也应该在几天之后 资质就变得很可观了 起码也得有中等以上的资质 好一点的 变成上家的资质 也不是多稀罕的事情 早餐 千人会餐的场景 看在楚阳眼中 千人一起吃饭的声音 听在耳朵里 简直是可以用壮观二字 来形容 即便以楚阳的沉稳心性 也不禁有一股子 背脊冒冷汗的感觉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这句话 真是智力名言啊 楚阳感觉这话 说得太有道理 这些小家伙来之前 基本上每个人 都是处于 鸡寒交迫的氛围之中 如今有着香喷喷的饭菜 在手里 不但让吃 而且管够 那吃喝的速度 自然是不俗 几乎可以堪比武林高手搏斗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以尊敬感激的 看着楚阳 年龄小并不是问题 在这世情凉薄 人情冷暖的世界上生存 让这帮小家伙 都早熟得很 所有人都知道 若是没有面前的 这个楚阳哥哥 自己这些人 还不知道得落个 如何凄惨的下场 每一个人 也都是从内心里感激 救命之恩 活命之恩 从头到尾 楚阳几乎就没有说什么话 但却已经获得了 这些小家伙的 忠心的爱戴 吃饱了 开始各自分配干活 除去十岁以下的小家伙 其他有一定体力的半大小子 都被安排了不同的职务 看着几个女人 指挥若定地分配任务 楚阳就忍不住地 想要笑 一队一队 井井有条地离开饭堂 楚阳回到意识堂 立即找人前来 安排将男人堂那一边 自己最初买的地皮和房子 全部都推倒 建立一个统一的大院楼 有钱好办事 随着钱的到位 那边也开始了新的工程 眼下楚阳 还是相当地不差钱 该花的钱 自然不能省啊 往昔的李家大院 如今的楚家大院 仍旧在紧锣密谷的运营 所有的花园水池假山 全部被移平 一栋栋房间 拔地而起 院墙被最大限度地 加厚加高 楚阳 这玩意儿就算再如何地 加厚加高 也没有多大用处 猫腻你满心一斗 遇到高手前来 一拳就打个洞 比如是我的话 几巴掌正能轰塌了 我自有打算 楚阳淡淡到 心中却在想 一拳就打个洞 几巴掌就能轰塌 哪有那么容易 我楚阳监督建造的院墙 还没真正完工呢 等到按照我的设想完成之后 就算是你这位天际高手 也未必能打个洞出了 拭目以待吧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七十五集 正在闲谈之间 突然间一声大吼 从大门方向传来 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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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神医啊 臭兄弟 我的好兄弟啊 然后就看到大群人涌进来 当仙一人正是成主 闻东来 看到除阳 三步兵走两步冲上 一把握住了除阳的手 连连地使劲摇晃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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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太 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楚阳被其摇晃得立足不已 心中咒骂不已 哑得秀为高了不起啊 你等老子秀为上去了 不把你压得咬散将 城主大人呢 实在是无法不兴奋 哪能不兴奋呢 昨夜服用了楚阳的药之后 城主大人恢复了 往昔的雄风 一夜之间 将那个一直因为某种原因 看不起自己 自己根本不敢面对的 那个臭娘们 狠狠收拾了一夜 看到他最终在自己身下 一个劲求饶的模样 城主大人心头的疏手 不知道有多么满足 到最后都变成了审问 还敢看不起我吗 还敢那啥吗 一直到今天凌晨 才从那一滩泥巴一般的 郊区上爬起身 城主大人 扬天长笑 老子又行了 老子更厉害了 真他娘的爽啊 再度品尝到这种 极限的快乐和满足 城主大人在第一时间里 就过来感谢楚阳 若不是楚阳 我这一辈子 想到这里 城主大人就毛骨悚然呢 好怕呀 恐惧啊 恐慌啊 那悲催的感觉 千万不要再来了 不必客气 楚阳哈哈大笑 为城主大人疗伤 也是我作为一个医者 应有的职责 说着压低了声音道 只不过 还要持续半年的疗伤 确保每半月一次 一定不要错过 对对对 城主大人哈哈大笑 很有些语无伦次的味道 大手一挥 这个今天呢 我带了人来 恭贺兄弟 瞧千之喜 楚兄弟正是落户 在咱们这紫霞城 万千之喜啊 哈哈 那太好了 请你请 诸位大人 里面请 大家光临 正是楚某的荣幸 今天一天 又是大摆宴席 歌舞生平 若不是楚阳兼职 城主大人 几乎就非要拉着楚阳 败了靶子 当然了 城主大人这次来 还是兼着收账的任务 昨天只是达成了意向 还没开始收钱呢 楚阳很痛快地交了钱 城主大人手中有粮 心中也就不慌 兴高采烈地 喝了一个鸣鼎大醉 送走一波又一波来恭喜的人 已经又是晚上了 猫腻腻又恢复了身居简出 这货感觉到 他那位未婚妻 已经快要来到了 别看昨天说得很期待的样子 那不是喝了很多酒时候 说的话吗 如今恨不得 天天躲在房间里 不要说出大门 连屋门也不出来了 为了便于教学 他的房间就设在 大会场里面的一个小房间 说是小 但是这里面却连着 原本李家的书籍仓库 猫腻腻一头钻进去 废寝忘食 可是找到好去处 阎如山直接用精神呼唤楚阳 楚阳连忙赶去 不对劲啊 难道这次重伤 让我的灵爵出了问题 阎如山深深地皱着眉 这帮小家伙昨天看的时候 一个个都是垃圾祸色 连平庸都算不上 今天怎么着都有了起色 其中几个 甚至是中上之子 这怎么可能啊 楚阳心中一袭 脸上去装着糊涂 真的呀 看来连续吃了三四顿饭之后 已经有了起效 我的灵爵不该会有 这么大的纰漏 不会是你动用了 什么手段吧 阎如山满是审视地看着的 楚阳连声很冤枉 哎 我要是能有这等逆天的手段 可以改变别人资质的话 我该先用在自己身上 别人不知 阎大哥你还不知道我的状况 阎如山一想 这句话说的确实是很有道理 这祸九个丹田 直接就是比垃圾还垃圾的体质 若是真有这等 可以改变资质的手段 早就用在自己身上吧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的灵爵真的有问题了 不然不至于这么多人都看错了 阎如山是百思不得其解 做梦也想不到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变化 能造成如此巨大的转变 阎大哥 您看会不会是这样 初阳沉眼着 这些小家伙原本资质都不错 只是因为常年穷苦交加 身体的潜力被慢慢地消磨 或者被外在因素掩盖 今日吃饱喝足之后 营养跟上来了 开始慢慢展现 你之前没看到 不是灵爵有问题 只不过是被假象给蒙蔽了 阎如山皱着眉 这可能嘛 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 灵爵也能被蒙蔽 楚阳撇撇嘴的 这可说不准 事事无绝对啊 真正要查看私质的话 最少要等过去这几天 等他们的身体营养恢复正常 才能看得出来 他们的真正素质 这几天里 正是最大限度补充之中 或者有些偏差 也未可知啊 您不用太在意 相信问题不会在您身上 阎如山点点头 在找不出确切原因之前 楚阳这个说法 或者是最为接近事实的 那就等几天再看看吧 没准是天用善人 让你这个大善人 捡了大便宜 也说不定 啊 接阎大哥急炎了 对了 阎大哥的伤 估计还有几天 才可以完全恢复 还得七八天吧 阎如山脸上有笑容 今日已经轻快了许多了 可以聚集一定的天地原力了 一般活动也没有什么大碍了 太好了 阎兄恢复之后 可莫要忘了王刀的事 楚阳呵呵一笑 原来你小子是打这个主意啊 还真以为你那么有心呢 关心你阎大哥 失望了 连续几天 紫霞城周边的孤儿 仿佛潮水一般涌过来 不差钱的楚阳大善人 持续大开方便之门 迄今为止 已经接收了超过五千人 紫霞城本就是周边地区 五千人的份额 基本上算是完全收拢干净了 楚阳这才停止了扩张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这帮小祖宗 一张脸笑开了花 这些就是楚阳雄伟计划的起点 晚上的灵兽博弈再开 金价与无价 都很有些不愤楚阳 如此迅速地崛起 但是楚阳从不到斗兽场 这等场所来 两家人对此郁闷至极 抓住真有才非要斗兽 意图宣泄一下心中的憋闷 真大善人 干脆开出来五千紫霞币的巨额赌注 想我来泄愤 行了 只要你有钱 虎哥连续两场扮猪吃老虎 在满身伤痕累累 异常惨烈的状况下 为楚阳足足赢了一万七千紫霞币 连带外围赌注 两家人对此结果叫苦连天 针对真有才的心也越来越强烈 大肆调动本家的金融储备 不惜一战 但是真有才从那之后 却再也不曾露面 似乎消失于人间一般 连续三天 楚家大院的进度 正是步入了正轨 除了眼下还没有高层舞者坐镇之外 这里基本上一切 都已经井井有条了 所有受养的孤儿 基本上都是五六岁以上 十五岁以下 楚阳直接按照年龄分队 六岁的一族 七岁的一族 八岁一族 十五岁一族 楚阳现在的目标 正是年纪最大的十四 十五岁之两族 其他的都还小 连少年人也算不上 在楚阳计划之中 另有其他的用处 虎哥这几天里愈发神出鬼没 除了准时跟楚阳 索要紫荆之外 就再也没有怎么露过面 楚阳问他 也不说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两千二百七十六集 终于 今晚上 啥 紫荆没了 咋都没了呢 虎哥看着面前 比以往少了一半多的紫荆 不禁有些失落 没了 这回是真的 楚阳也松了口气 终于没了 谁曾想到十几亿的紫荆 就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被这巴掌大小的家伙 吞得是干干净净 楚阳当初还意外 这些个紫荆 怎么也能应付个 十天半个月呢 现在想来 自己当时太乐观了一点 怎么看就没了呢 你咋不多储备一点呢 虎哥有些垂头丧气 这几天里 生事恢复正式飞速复原的时候 怎么就突然断断了 嗯 紫荆确实是没了 但是紫荆之心 我这里还有不少 能凑合不 楚阳眨眨眼 把态度放得很低很低 啥 紫荆之心 凑合 太能凑合了 虎哥的眼睛 一下子变做了 紫荆之心的样子 你说的能是真的吗 这几天晚上你都干嘛去了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给你 让你凑合 楚阳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 原本这家伙都是跟着自己 怎么这几天都不知去向了 你不知道啊 虎哥的眼睛瞪得流圆 好像楚阳应该知道一样 我应该知道吗 楚阳一阵纳闷 我是真不知道啊 知道了还能百思不得其解 还费事问 我有病啊 虎哥顺势冲冲大怒 豪笑道 我这几天为你去干活 累死累活的 你搂着老婆风流快活 现在却反过来质问我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苍天哪 大地啊 还有没有点天理了 楚阳一头黑性 您到底干啥了 你没长眼睛吗 我这几天给你去加深中程度啊 虎哥奇怪地看着楚阳 难道你不知道人是会变的 你付出这么多 收容这么多孤儿 或者啊 这些人会在一开始会感激你 但以后随着习惯了 这份感激也就没了 用你们人的话说呢就是 生米恩斗米仇 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你不懂啊 我这是跟了个什么人啊 老天无眼啊 啊 您先别抓狂喊 这道理我自然是懂 楚阳皱眉 谁记上 这也是他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下意识的道 难道您有什么办法解决 是 不管年幼时多么感激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阅历增多 能够始终保持良心 始终知道感恩的人 还是太少了 救命之人都可以背叛 更何况收容之德 更何况 在楚阳的计划里 这些孩子都不是要放在身边的 若是在别的地方长大 长大后记得不记得你 那都是两说 更不要说什么感恩了 楚阳这几天 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若是不成熟的话 他就只准备用那些年龄大些的 然后自己培养一步 但那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等到这些小家伙成才 所消耗的物资 将是足足可以填平大海的 废话 办法当然有 虎哥得意地说道 他们都没修炼过 我只是在他们精神世界里 将他们曾经贫苦的记忆 与现在被你收容的记忆 完全刻露在他们的心田 最深处而已 另外 将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进行归纳 蜕变做一颗 恒久忠诚于你的种子 虎哥说道 这样呢 随着他们的成长 随着精神力的修炼 他们就会将 越来越忠诚于你 而且这样做 并不会给他们 造成任何的负担或伤害 而且因为精神的凝聚 心灵有了寄托 不会飘摇不定 对于修炼 还有极大的好处 还有这种事 您不是蒙我吧 楚阳瞪大了眼睛 严肃的 你是不是搞了契约之类的东西 那种东西 最是限制一个人的神魂 对神魂害处极大 若是那样做 我宁可不要这个计划 我可以利用天下人 但却不能利用 这么幼小的孩子 对他们这么小 就进行如此摧槽 楚阳的神情很严肃 这也是他做人的 底线之所在 屁话 我蒙你干什么 这点手段 不过是我当初 熬游宇宙 所得到的无数功法的一种而已 算得了什么呀 若是有害 你把我的头拧了去当尿壶啊 虎哥比喻地看了楚阳意 这个呢 是一种类似于催眠的功法 将你的好处 无限制地放大 在他心中啊 形成一个信仰 虎哥道 知道造神吗 楚阳拧住眉头 有些醒悟 造神 不错 世间本无神 但人败得多了 就有了神 你能说那些 败神的人都有害处吗 虎哥反问一句 原来如此 楚阳为之事 随即就是心中一阵 认识到了这个功法的恐怖之处 若是一直使用这种方法 那么 这个世界上 岂不是就没有了叛徒 虎哥看出来楚阳的疑虑 你以为随便什么人都能用啊 第一 要知道这种功法 第二 修为要达到 神魂遨游天界的地步 第三 这种功法 只适宜于在一个人 还没有开始修炼 或者修为很低的时候 才能起到最大作用 你以为天人级圣人级的大人物 会对一个玄灵级的 使用这样的功法吗 不会 为此事浪费 而且全无用处 那不就得了 虎哥的 若不是我见你 对这帮小家伙这么上心 而且无数后数 你以为 我会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吗 初阳哈哈笑 不错不错 虎哥 你的确值得嘉奖 虎哥得意洋洋 这个紫荆之心拿来吧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一点紫荆之心还要吝啬吗 这样可真是太好了 初阳快活地大笑 收一回 无数的紫荆之心 顺谁将虎子 轻轻地烟灭 彻底掩埋 虎哥一声惨叫 都没看清是什么 就被砸在了下面 喵 你眼儿要砸死我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虎哥摇头摆尾地钻出来 下一刻 眼睛就直了 喵 这么多 居然这么多呀 我发了 我发了 看着虎哥在那里大快躲移 楚阳却在摸着下巴沉思 现在情况已经差不多了 该用什么情况将那些人 那些门派都招了 这乃是一个宏伟的动作 乃是楚阳最最宏伟的计划 只要这个计划开始 楚阳雄霸九重天雀的日子 就能开始倒计时 但这很难 需要最精密的设计 需要莫大的诱惑 需要惊天动地的动静 若是达不到上述条件 楚阳现在所做的一切 虽不能说是无用功 却也是难有大作为的 楚阳费尽心思地想着 就在这天晚上 华四爷悄悄地独身一人 进入了城主府 城主大人 不知您的伤势 是否已经痊愈了 你什么意思啊 华某这一次前来见大人 便是想要向城主大人 求肯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们江东画家愿意以市价十倍的价格 将紫霞城北面的苍茫山给买下来 作为家族基地 还请城主大人能够成全 苍茫山 那里的地界可不小啊 足足数千里方圆 价格也是数十万紫霞币 如果是市价的十倍 我们画家 愿意出三百万紫霞币 当场兑换 绝无脱欠 三百万 当场兑现 城主大人猛地占了心 不错 若是大人同意 这笔钱立即交付也可以 画家的诚意 我看到了 只是按照九重天却东皇天律法 这等土地山脉 是绝对不允许买卖的 城主大人虽然对这宗买卖 很动心 却又切予略服 显得有些犹豫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欢迎收听 武侠玄幻有声剧 傲视九重天 作者 风铃天下 演播 笑笑笑了 由三十刻度出品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277集 若不是画家这一次 帮了自己大忙 就只为了法令 规定 城主大人 也早已将他轰了出去 但是现在 却是有些不好意思 城主大人不必为难 我们或许可以如此 我们不是永久购买土地 而是购买这片土地的 一百年使用权 画四也换了一种说法 如此一百年之后 这片土地 依然是紫霞城所有 属于东皇天帝 这样一家便宜 两家赚 皆大欢喜 且不有违律法 这个 城主大人 画四也道 只要此事能成 我们画家 绝对忘不了大人 怎么 你们还要贿赂我 城主大人 立即脸色沉了下 不敢不敢 大人亲政廉洁 谁人不知啊 岂是区区一点贿赂所能收买 但作为朋友 有通财之意 礼上往来 却是起码的礼数 画四也 画四也此刻的笑容 甚至有些卑微 画说得更加漂亮 嗯 罢了 你们不会打算毁掉这座山吧 又或者山下银有宝藏 城主大人的眼睛如同是两道力尽 倒也不是 画四也脸色不变 压低了声音说的 不瞒大人 乃是一条汇聚的龙脉 而我们江东画家 现在欠缺的是什么 相信大人也知道 文东来缓缓点头 这个说法才比较可信 江东画家传言 这段时间里已经没有什么气说了 正在疯了一班 到处寻找气韵龙脉 对于他们来说 一条龙脉的确是无价之谱 欢呼到家族兴旺的东西 还请大人千万成全 画四也见他沉思 竟然站了起来 恭恭敬敬地 屈身到底 为了画氏一族 请大人千万成全 罢了 城主大人输了一口气 明天我便派人与你交接 不过就只能暂时租赖 画四 你明白 明白明白 足够了 多谢大人 画四也心领神会 连连点头 走出城主府的那一刻 画四也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终于成了 两道黑影从一边闪 四也 如何 成了 画四也目光闪烁 立即通知家族 派遣抢手前来 尽速完成此事 此事关乎家族未来 绝对不容有任何闪失 是 就在画四也走进城主府时 出家大院 也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 相关人员的全体总召集 或者说 一个所有人集体的大型会议 真的是所有人都参加 包括仆役 包括那些孩子 甚至 包括颜如山和猫妮妮 这两个不算外人的外人 主持者 楚阳 铁补天 一对一对的少年 孩子 从外面鱼贯进入 按照一定的顺序 按照特定的方位做下 每个人都是一身崭新 合体的衣服 特别的精神 这里的五千多人之中 至少五千人 一生之中还是第一次穿上 属于自己的 全新的 舒服的衣服 所有人脸上都很激动 发自心底的激动 人员报数 点算完顾 共计五千四百三十九人 无人缺席 全体出席 所有人都聚集到这里 却是满场鸭雀无声 每个人都很珍惜 自己现在的生活 现在 不是出生的时候 不敢出生 不能出生 万一若是惹怒了家主大人 那可就不妙了 更对不起人家 对自己的救助 人总是有良心 尤其是对那些 知恩图报的人 楚阳坐在最高处 黑衣在风中飘动 便如是磐石一般 似乎能够 永远如此存在下去 看到了楚阳 下面五千多人的眼睛 几乎在同时炙热了情 就是这个人 是我们的主人 就是这个人 将我们自深渊之中 拉了出来 就是这个人 给了我们现在 乃至未来的希望 就是这个人 是我们的恩人 终其一声 我们都要为他战斗 要竭力维护他的一切 这一刻 众人心中自然而然地 生起来这样的思想意义 而这种思想 在这个时间点 却又绝对不是受了 五哥之前提到的 所谓精神忠诚的影响 因为他们还没有 开始淬炼精神 只是最单纯 最纯粹的感激感恩 而衍生出来的忠诚 直达灵魂深处的忠诚 在众目睽睽直下 楚阳缓缓地站了起 在他站起来的这一刻 在下面的 不管是什么人 都不由自主地 将胸膛挺了挺 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而造成这种行为的 唯一的目的 或者说想法就是 要在这个人面前 展现自己最美好 最有价值的一面 这次召集大家来 有几件事嘱咐 而最主要的 是要和大家说说话 聊聊天 楚阳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有一种 理所当然平静的 微妙感 此时此刻 却又流露着一股子 权威的味 第一点 相信你们中 很多人不理解 我为何要将你们 收容在这里 由此怀疑 不俗为惯 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储家刚刚成立 没有很坚实的武力基础 没有太多的前者高手 也没有什么背景后盾 所以很多人认为 我们在这样的时候 应该致力于巩固 自身势力 应该四处拉关系等等 总之就是不应该把钱 花在普通人身上 尤其是做善事上 那是一种浪费 一种对于家族而言 全无意义的事情 楚阳的声音沉沉 继续说的 但我仍然选择这么做 于我而言 到底是一份测眼之心 然而这份测眼之心 对于我们储家大院的未来 确实是没有意义 我要的始终还是实力 我认为 你们能够成为我的实力 我的底蕴 测眼之心人间有之 我会这么做 并不意味着我是好人 正相反 我是一个施恩不忘报的人 我并不认为你们都是一无是处 我认为你们都有自己的价值 存在的价值 我确信 你们能将我这份测眼之心 带来的全无意义的举动 化为无限未来 最最光辉的未来 楚阳淡淡地说着 最起码 若是真的有一天 楚家大院赴命 我逃命到你们 每一个人身边时 你们仍旧会尽你们的能力 保护我 纵然没有力 但你们仍旧会义无反顾地这样做 对此 我深信不疑 你们说是不是 是 所有人的声音 在这一瞬间 竟是完全地整齐一致 在这一刻 所有人的心思 都很单纯 我们不保护这个人 我们保护谁 我们不忠诚于这个人 我们忠诚于谁 但现在 楚家的实力毕竟还很弱下 我希望与你们一起来打拼未来 但是现在 我们却必须韬光养晦 光棍一点的说法就是 夹着尾巴做人 楚阳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空中 显得有些萧瑟 因为包括我在内 我们的实力真的很弱很弱 弱到不堪一击 随便一个家族 却又负面我们的实力 面对任何事里 我们都不是对手 这是事实 也是现实 今天我们的现在 暂时平稳 但是不堪一击 楚家大院 需要我们大家所有人 共同来守护 所有人的呼吸 都有些沉重 楚阳的话很坦白 更直白 直白到了六七岁的小孩子 也完全能够听门 完全能够领会 现在暂时有饭吃 有衣服穿 有人保护 但随时都可能面临覆灭的危机 一旦覆灭 就要重新回到了以前 那朝不保夕 生不如死的日子 在经历过了现在的幸福之后 又有谁愿意再回去 过往昔的那种日子 死也是不想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欢迎关注主播 订阅本书 有充滚 有充满 少年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